意外穿越到海贼世界,成为司法岛上的海军士兵麦恩,得知吸收果实的下落,从此开启密袭之路。 三色霸气,无敌剑术,海军六世,最强恶魔果实。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海军本部,马林泛多。 顶上战争,白胡子浑身浴血,持刀战利。麦恩副手而立,目空一切。 黑胡子,给我把白胡子的能力交出来。 战国,麦恩,你要背叛海军吗? 卡普,麦恩小子,别做傻事。赤犬,叛徒必须死。 红发,给我一个面子,麦恩。 马尔科,你到底想怎么样?伟大航路,司法岛,海军食堂。 一群海军士兵正趁着吃饭的功夫,围绕在一起议论纷纷。 喂,你们听说了吗?CP9那伙人好像抓到了妮可罗宾爱。 妮可罗宾?恶魔之子?悬赏令高达七千九百万贝利的那个。 何止啊?听说这女人知晓古代兵器的秘密,是世界政府一直想要抓捕的人吗? 那CP9的人如果真的抓到了妮可罗宾,斯潘达姆司令官岂不是发达了? 就是说啊,议论声不绝于耳。 但就在这时,一声浓重的叹息却莫名响起。 在偌大的海军食堂中显得很是突兀。 哎,叹息声的主人名叫麦恩。 他拥有一头湛蓝色的短发,身材略显瘦弱,面容却很是骏蠻。 穿着一身标准的海军士兵服。 但麦恩跟其他海军士兵有所不同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他很愁。 或者说,自从来到世界以后,麦恩就一直在提心吊胆中度过。 不错,麦恩是个穿越者。 来到这个世界,已有两年的时间。 当麦恩知道自己的身份乃是司法岛的一名士兵以后,他整个人就直接进入茶饭不思模式。 他一直在等,等待系统的降临。 前世的麦恩可是不折不扣的宅男,对于穿越小说可是知之甚深。 所谓的系统爸爸,更是麦恩梦寐以求的。 可是两年时间过去了,麦恩还是那个麦恩,一个普普通通的海军士兵。 跟前世的他,唯一的区别所在,就是会用枪。 但在海贼王的世界里,枪有个毛用啊。 恶魔果实,三色霸气,剑术这些,才是真正的实力啊。 完了,完了,这下子要狗带了。 麦恩的心中一片悲凉。 别人不知道,麦恩这个宅男自然知道。 妮可罗宾,那是能抓的人吗? 身为王露菲的女人,抓了妮可罗宾。 草帽一伙人,怎么能善罢甘休。 而在全员暴肿,和主角光环的加持下,CP9那伙子人,就是弟弟。 就是给草帽一伙炼击的存在。 当然,CP9那伙子人死不死的麦恩,自是不在意。 可麦恩,一个普普通通的海军士兵,在草帽一伙大闹司法岛的时候,存活率根本微乎其微啊。 说实话,就王露菲那样的怪胎,一拳下去,麦恩就要狗带啊。 更别提之后,斯潘达姆那个废物,还误打误撞,发动了图抹令。 想到这,麦恩的心里,就如同那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拔凉拔凉的。 该死的司法岛,两年以来连个女人都没有,这下子,血亏啊。 正当麦恩欲哭无泪之际,身后的那群海军士兵也在继续议论纷纷。 麦恩本来是不想听的,但当海军士兵议论到这时,麦恩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妮可罗宾身为恶魔之子,又知晓古代兵器的秘密,除了世界政府,别人应该也想要他吧。 对啊,我们抓了他,其他势力万一要抢夺的话。 哈哈,不用担心,就算来抢夺,有CP9那伙人在,一定可保司法岛无鱼。 何况为了提升CP9的战力,斯潘达姆司令官可是特意从世界政府要来了三颗恶魔果实呢? 嗯?三颗恶魔果实? 听到海军士兵的议论声,麦恩的眉毛当即一挑。 不对吧?前世的麦恩身为宅男,对于《海贼王》这部漫画可是太了解了。 根据麦恩的记忆,斯潘达姆那个窝囊废,一共只有两颗恶魔果实啊。 分别是动物系牛牛果实、长颈鹿形态和超人系泡沫果实。 前者给了方块鼻南卡库,后者给了眼睛黑丝玉洁卡利法。 什么时候多出了第三颗恶魔果实了? 难道?麦恩眼睛一亮,心中已有了大致的猜测。 说实话,当初看《海贼王》的时候,麦恩的心里面就藏有一个疑惑。 斯潘达姆那个窝囊废,阴险狡诈,卑劣至极。 这样的人,有了恶魔果实这样的好东西,自己不吃,反而给卡库和卡利法,尾时不符合他的人设呀。 现在想来,一切倒是都说得通了。 如果麦恩没有猜错的话,这第三颗恶魔果实,一定是斯潘达姆留给自己的。 而对于斯潘达姆这样的人来说,留给自己的,一定是最好的。 这第三颗恶魔果实,绝对是个宝贝。 纵然比不上暗果实和阵阵果实那样的神级果实,也一定不会太差。 啊,生的希望啊。 麦恩的眼中一片火热。 想要在这个世界中活下去,麦恩已经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 眼前的路只有一条。 第三颗恶魔果实,麦恩无论如何都要得到手。 眼中一片坚定,麦恩毫不犹豫地站起身来。 哗啦,将桌上的午餐连同盘子扔进回收桶。 麦恩飞快地走出了海军食堂。 在司法岛生活两年,麦恩自是知道斯潘达姆的办公室在哪里。 说起来,斯潘达姆那个窝囊废麦恩还见过。 一个字,丑。 即便戴着红色的铁皮面具,斯潘达姆的颜值照样闪下了麦恩的太和金狗眼。 但斯潘达姆这个人丑归丑,作为司令官来说,还是不错的。 最起码对于下属,斯潘达姆没那么多要求。 那家伙,是个一心一意,想要往上爬的人,堪称世界政府的不二狗腿子。 所以对于斯潘达姆而言,司法岛的海军士兵他并不在意。 而这就导致,麦恩仅仅只用一顿大餐,就轻轻松松地收买了斯潘达姆的护卫官。 而护卫官决定着,斯潘达姆的办公室,今天由谁助手? 进水楼,抬仙得愿。麦恩想要偷取第三颗恶魔果实,如果今天能负责驻守斯潘达姆的办公室,那无异于事半功倍。 哈哈,麦恩老弟,那今天就交给你了。 酒足饭饱之后,护卫官高兴地合不拢嘴,笑眯眯地拍了拍麦恩的肩膀。 多谢长官。 麦恩一脸感激不尽,对护卫官深深地鞠了一躬,以示尊敬。 鞠躬时,麦恩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奸计得逞的微笑。 得到护卫官的允许以后,麦恩立马提着自己的碎发枪来到了斯潘达姆的办公室站岗。 碎发枪就是海贼王漫画中海军士兵最常用的武器。 模样看上去像是近代的长条火冲,子弹为钢珠形状,在遇到硬物和火时便会产生极大的爆炸。 虽然,海贼王的漫画里,由于实力很强的怪物太多,海军士兵的碎发枪基本毫无用处。 对于王露飞那样的橡胶混蛋更是毫无作用。 但在来到这个世界以后,麦恩才知道碎发枪其实很厉害。 一枪下去,基本能弄死一头大水牛。 刚珠撞的子弹,在命中目标的那一刻,能爆发出现弹枪那样的威力,将目标大面积损毁。 可惜,由于斯法岛的神圣,多年以来根本就不敢有其他势力入侵。 麦恩也一直没有机会知道用碎发枪打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不过今天倒是个很好的机会。 拜托,麦恩好歹是穿越者,总不能给祖国丢脸。 如果待会儿偷窃第三颗恶魔果实不幸被发现的话,麦恩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就是死,也要让斯潘达姆这个窝囊肺挨上一记碎发枪。 为了罗逼? 当然,这只是最坏的结果。 虽然很有可能发生。 别忘了,这里可是司法岛。 不夜之岛。 都说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 按照道理,麦恩如果想偷取第三颗恶魔果实,理应晚上动手。 但要命的是,司法岛没有黑夜。 而这层一度让麦恩痛苦至极。 生物中根本没办法调整。 说实话,直到现在,麦恩还是蒙着被子睡觉。 当然,比起蒙着被子睡觉,大白天偷东西,还是更具有挑战性的。 站在斯潘达姆的办公室前,麦恩紧握着手中的碎发枪,面上略显苍白。 他的心中十分紧张。 可麦恩眼中的坚定,却未曾有过半分消退。 因为麦恩知道,想要在大海贼时代中活下去,他必须要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第三颗恶魔果实是麦恩唯一的选择,他也没有退路。 呼! 深吸一口气后,麦恩小心地看了一眼走廊。 确认四周无人以后,他悄悄地打开办公室的大门,无声无息地走了进去。 说起来,这还是麦恩穿越以后,第一次来到斯潘达姆的办公室。 一个字,大,最少也得一二百平方米。 里面的东西更是应有尽有。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侧整齐排满书籍的书架。 中间的一排沙发,以及最前方偌大的办公桌。 擦的是那个干净,在日光的照耀下都反着光。 上面还放着一个电话虫。 所幸,电话虫在没有电话的时候,是不会说话的。 不然,麦恩在走进办公室的一刹那,就会提起手中的碎发枪,做一道探口蜗牛。 咔嚓! 将办公室的大门紧闭之后,麦恩快步来到斯潘达姆的办公桌前。 按照逻辑,如果第三颗恶魔果实在办公室的话,斯潘达姆最有可能将恶魔果实藏的地方,就是办公桌。 可正当麦恩想要拉开办公室的抽屉时,一串得意的大笑声却从门外传来。 我靠! 麦恩吓得心脏一顿,刚想快步离开办公室,就听得咯吱一声响。 办公室的大门,竟被人缓缓推开了。 哈哈! 伴着笑声,办公室的大门被打开以后,一个带着火红色铁皮面具的丑男大步走路。 正是司法岛的司令官斯潘达姆。 略微奇怪的是,斯潘达姆走进办公室以后,他感觉到有一阵风莫名向他吹来。 所幸斯潘达姆没有过多在意,整个人一直在畅快地大笑着。 笑声不绝于耳,响彻在整个办公室中,斯潘达姆脸上的笑容更是明显至极。 尽管戴着火红色的铁皮面具,但仍是能清楚地看到,由于大笑,斯潘达姆眼角的鱼尾纹几乎都合在了一起。 略微肥厚的嘴唇咧到了耳根处。 两排牙齿明晃晃地露出,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猥琐。 宛如某国某片某男主一样。 甚至相比之下,还有有圣之。 不错,斯潘达姆今天很高兴。 或者说,最近这几天他整个人都很兴奋。 因为再过不久,恶魔之子妮可罗宾就会被CP9押解到司法岛。 而他斯潘达姆所要做的,就是将妮可罗宾带进正义之门。 众所周知,正义之门一旦关闭便在南打开。 通往的去处,只有海军本部还有推进城。 到时候,就算有其他势力想要争夺妮可罗宾也于事无补。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掌握着古代兵器秘密的妮可罗宾,被世界政府得到。 而身为司法岛的司令官CP9的直属长官,斯潘达姆抓住妮可罗宾,绝对是为了世界政府立了大功。 升官,加绝,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斯潘达姆辉煌的未来已近在眼前。 但斯潘达姆今日的高兴还并非如此。 抓住妮可罗宾,只是斯潘达姆高兴的原因之一。 咔嚓! 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走进办公室以后,斯潘达姆立马反手关上办公室的大门。 关门之前,整个人还伸出头在门外扫视了一圈。 确定门外无人之后,才小心翼翼地关上大门。 然后捏手捏脚地向办公室走去。 那模样,不知道的人看上去还以为斯潘达姆是贼呢? 麦恩此刻就是这样的想法。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并没有资格说人家斯潘达姆是贼。 说到这,也真的是谢天谢地。 当办公室的大门被推开的那一刻,麦恩本已做好了玉石巨坟的准备。 也就是抄起手中的碎发枪对来者一枪崩过去。 索性就在这时,麦恩看到了窗帘。 海贼王的世界里,大部分的建筑都偏于欧式化。 而欧式窗帘一般都很大,很长,拖地的那种。 最关键的是,这样的窗帘往往能藏人,有时候一个两个都不在话下。 拿破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情妇? 你们懂得。 于是在看到窗帘的那一刻,麦恩立马用平升最快的速度,闪电般地钻进了窗帘中。 斯潘达姆进入办公室时感觉到的那股莫名的风也源于此。 当然,这也就是斯潘达姆这个窝囊废了。 若换成了旁人,绝对早就知道不对劲了。 此刻,麦恩藏在窗帘后面,身体紧缩着,双手牢牢握着碎发枪,以防不测。 透过窗帘的缝隙,斯潘达姆的一切所作所为都被麦恩尽收眼底。 当看到斯潘达姆像的小偷一样,捏手捏脚地向办公室走去时,麦恩的眉头当即紧皱。 奇怪,这里不是他的办公室吗? 怎么搞得跟做贼一样? 难道? 脑海中一道灵光闪过,麦恩心中已有了猜测。 斯潘达姆不是做贼,而是谨慎。 对,因为办公桌里面放着的一样东西,令他不得不小心。 而这样东西,麦恩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也是他梦寐以求的。 第三颗恶魔果实? 想到这,麦恩再次握紧了手中的碎发枪。 没有办法,斯潘达姆若是现在就准备将第三颗恶魔果实吃下去的话,麦恩只能一枪崩了斯潘达姆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为了第三颗恶魔果实,别说斯潘达姆,就是天龙人想吃,麦恩也照崩不悟。 嘿嘿。 猥琐的斯潘达姆再次传来了猥琐的笑声。 麦恩透过窗帘的缝隙定睛一看,只见斯潘达姆小心翼翼地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颗青绿色的果实。 模样看上去跟麦恩前世吃过的菠萝差不多。 其上布满了恶魔果实专有的漩涡花纹。 咕咚。 麦恩喉结一动,无声地咽下,一口唾沫。 望着斯潘达姆手中的第三颗恶魔果实,他的眼中一片火热。 哗啦啦。 斯潘达姆比麦恩还不争气,望着手中的恶魔果实,早已是口水直流。 那模样,就跟狗,见到了屎差不多。 吸收果实,恶魔果实中最为强大的存在,终于被我得到了。 等到CP9那群家伙一来,我就用吸收果实,吸取他们的实力。 到时候,哈哈。 此刻,斯潘达姆脸上的猥琐笑容已经到达了极点。 反正中此一生,麦恩再也没有见过,有人可以像此刻的斯潘达姆一样,如此猥琐。 当然,比起猥琐的斯潘达姆,麦恩还是更在意斯潘达姆的话语。 吸收果实? 那是什么? 麦恩眉头紧皱。 望着斯潘达姆手中的青绿色菠萝状恶魔果实,麦恩无论怎么回想,也想不出来,吸收果实是个什么东西。 前世看,海贼王的时候,吸收果实什么的,根本没出现过呀。 不过,恶魔果实中最为强大的恶魔果实麦恩记得很清楚。 超人戏是白胡子的镇镇果实,自然戏是黑胡子的暗暗果实。 动物戏的话,应该是凯多的恶魔果实。 叫什么名字,麦恩也不知道。 他在穿越以前,伟田还没公布。 但什么时候,冒出来个吸收果实了? 可问题是,斯潘达姆也没有理由信口开河呀。 难道? 这个吸收果实真的很强。 虽然,海贼王的漫画中没有出现过,但在海贼王的世界里,的确算是Bug级别的存在。 非官方最强果实。 那这样说来,自己岂不是赚大发了? 鼓动。 猴杰一动,麦恩再次无声地咽下一口唾沫。 他浑身的热血都沸腾了起来。 这会儿,麦恩跟不争气的斯潘达姆一样。 望着斯潘达姆手中的吸收果实,他整个人就跟狼见到了肉盘。 几乎是不知觉的,他的手指就扣到了碎发枪的扳机上。 说起来,麦恩还是有点紧张的,因为用枪打人,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可麦恩的面上,眼中,心里所做出的决定却是不可能更改的。 只要斯潘达姆这边敢张开大嘴,那么不到下一秒,麦恩发誓,斯潘达姆最先吃到的绝对不会是他手中的吸收果实,而是碎发枪里的钢珠弹。 说起来,麦恩的枪法也着实不错,而斯潘达姆此刻跟麦恩之间的距离也不过机密。 这么近的距离,麦恩完全可以用手中的碎发枪将斯潘达姆一枪爆头,成功率几乎百分之百。 唯一的缺点是,碎发枪开枪的声音实在太大。 而斯潘达姆身为司法岛的司令官,他的办公室里但凡出一点声响,不到片刻,司法岛上密密麻麻的海军士兵必会将斯潘达姆的办公室团团包围。 插翅也难废。 可麦恩管不了那么多了。 躲藏在窗帘后面,麦恩已经将碎发枪的枪口瞄准了不远处的斯潘达姆。 他一手扣在扳机之上,另一只手托着枪把,只等着斯潘达姆张嘴。 而这时,望着手中的吸收果实,斯潘达姆也做好了准备。 可正当斯潘达姆想对着吸收果实一口咬下时,办公室的大门却被敲响了。 谁?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使得斯潘达姆差点咬掉自己的舌头,手中的吸收果实也掉在了地上。 有沉闷的响声。 斯潘达姆下的亡魂大帽,飞快将吸收果实捡起,确认没摔坏之后,赶忙将吸收果实放进办公桌里,然后快步跑向大门。 咔嚓一声打开大门后,斯潘达姆望着眼前的海军士兵,直接一脚踹去。 混蛋,你敲什么敲啊? 扑通。 海军士兵被踹了个狗吃屎,满脸委屈,赶忙跪地道。 大人,我只是来通知你,CP九成员已经将尼可罗宾带到了司法岛。 哦。 听到尼可罗宾,斯潘达姆眼睛一亮,飞快向前跑去。 辉煌的未来啊。 但没跑两步,斯潘达姆就硬生生停住了脚步。 转回头来,盯着办公室看了两眼,斯潘达姆眸光闪烁不定。 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这儿。 我回来之前,不准任何人进入我的办公室。 斯潘达姆指着刚才被他一脚踹翻在地的海军士兵命令道。 是,司令官大人。 海军士兵急忙从地上站起来,对斯潘达姆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领。 看到这,斯潘达姆才内心稍安。 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办公室后,他整个人再度向前跑去。 而这时,斯潘达姆的办公室内,麦恩已经从窗帘里钻出。 他快步来到斯潘达姆的办公桌,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办公桌的抽屉。 当看到那颗青绿色的菠萝状果实正安安静静地躺在抽屉里时,麦恩的脸上已经抑制不住笑容。 他的呼吸正在逐渐加重。 咕咚。 麦恩喉结一动,又一次艰难地咽下唾沫。 他小心翼翼地弯下腰,将抽屉里的吸收果实宛如圣物一样捧在手心里。 深深地嗅了一口。 一股属于果实专有的清香味喜来。 说实话,光从嗅觉上来说,恶魔果实跟其他果实并无其他分别。 但麦恩知道,这颗果实将改写他的人生。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麦恩张开大口,用近乎啃食的野兽派吃法将吸收果实迅速地吞入肚中。 就连一滴汁水都不流。 尽管恶魔果实是出了名的难吃。 别的恶魔果实麦恩不清楚,但吸收果实的味道就好比在菠萝上洒了一层烟氧。 苦得要命。 但吃完以后,麦恩明确感觉到他的体内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具体是什么变化,麦恩说不清楚。 但不一会儿,麦恩整个人便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饥饿感。 或者说,麦恩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很空。 仿佛一瞬间,他的体内能承受很多东西。 也就在这时,麦恩看到他双手上出现了一个印记。 跟恶魔果实上的漩涡花纹,一模一样的印记。 麦恩双手中出现的漩涡花纹,呈黑色。 具体位置,跟肉球果实能力者暴君雄的肉球差不多。 只不过,一个是粉粉的肉球,一个则是黑色的漩涡花纹。 看上去略显诡异。 但在麦恩的眼中,黑色的漩涡花纹却使他十分心安。 仿佛利用这漩涡花纹,麦恩便能得到一切。 这样想来,斯潘达姆刚才也说过。 等到CP9那火人一来,这窝囊废便准备用吸收果实的能力将他们的实力全部吸取。 难道? 麦恩眉毛一挑,眼睛死死地盯着手中的漩涡花纹。 漩涡花纹突然出现在麦恩的手中,肯定是有原因的。 结合斯潘达姆的话语,这漩涡花纹很有可能就是吸收果实的能力所在。 也就是麦恩想要释放吸收果实能力的一把钥匙。 而若真是如此,通过漩涡花纹,麦恩应该就能吸取别人的实力。 我去! 麦恩心头一热。 这样想来,吸收果实倒也无愧于最强恶魔果实之名。 斯潘达姆的话,还是有一定依据性的。 毕竟吸收果实,如果真能源源不断地吸收别人的实力,那麦恩的实力岂不是能无限增长? 怪不得斯潘达姆那个窝囊费刚才才决定是吸收果实。 原来这家伙一直在等CP9那伙人,这是给自己找补品呢。 要知道,豹子男路奇,方块鼻男卡库,狼人加布拉,实力可都是不俗。 之所以接连败给草帽一伙儿,完全是对方的主角光环加持。 斯潘达姆如果真能用吸收果实,将路奇等人的实力尽数吸收,那斯潘达姆的战力最起码也得飙升到海军中将级别。 当然,不是卡普那种的。 但即便如此,那时的斯潘达姆也已经是很强了。 反正在如今的司法岛,斯潘达姆绝对可以说没有敌手。 草帽一伙,想要从那时的斯潘达姆手中救走妮可罗宾并且全身而退,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不过现在,斯潘达姆的美梦一切都成空了。 麦恩反倒成了最大的赢家,最强的恶魔果实吗? 麦恩望着手中的漩涡花纹,缓缓握紧成全。 前世的麦恩只是一个宅男,每天所做的事情,除了耗费时光便再无其他。 用许三多的话说,就是没意义。 每天都过得毫无意义。 但这一世,既然天可连剑让麦恩来到了海贼王的世界中,又让麦恩幸运得到了吸收果实。 那说什么,麦恩都要活出个人样来。 直到有一天,这个世界的所有人会记住他的名字。 世界政府,海军本部,革命军,海贼四皇都会将这个名字翻来覆去地念好几遍,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壳中。 就跟戈尔蒂罗杰的名字一样。 不,要比这个名字更加响亮。 麦恩,尼哥。 这个名字,终将记录在大海贼时代的历史当中。 光照万古。 而一切的十点,就从这里开始。 司法岛? 说起来,司法岛上的海军士兵可不少。 先找个练练手。 熟悉熟悉吸收果实的能力。 看看漩涡花纹能帮自己得到什么。 打定主意以后,麦恩立马提着碎发枪向外走去。 咔嚓一声打开办公室的大门后,麦恩的视野中当即浮现出一张惊恐至极的脸庞。 正是刚才被斯潘达姆踹个狗吃屎,然后被斯潘达姆留下来守卫办公室的海军士兵。 这会儿,看到办公室里面竟然走出来一个人,海军士兵自然惶恐不已。 什么情况? 你是? 海军士兵刚想询问麦恩,一阵急风便向他的脸上袭来。 当下只听砰的一声响。 海军士兵被麦恩一枪把直接打晕过去。 整个人没有丝毫反抗便直接倒在地上。 哎,可怜的人儿。 望着倒在地上的海军士兵刚用枪把捅人家脸的麦恩,当即发出一声浓重的叹息。 因为,麦恩刚想找个海军士兵试验一下吸收果实的能力。 一打开门,面前就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小白鼠。 就决定是你了。 麦恩双手合十,对着倒在地上的海军士兵表示了一下歉意和由衷的祝福。 因为他也不知道待会儿要发生什么。 但依照逻辑,吸收果实的话,海军士兵就算不死,也该变成个木乃伊。 就算没有,麦恩也不能让他活着。 谁让他刚好看到麦恩从斯潘达姆的办公室里出来? 祸害不能留。 下辈子别当海军士兵了,炮灰的身子,炮灰的命啊。 祝福完以后,麦恩提着碎发枪,半蹲下身子,单手放在海军士兵的身上。 当麦恩的手放在海军士兵的身上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突然间,麦恩手掌中的黑色漩涡花纹就跟活过来了一般,开始疯狂地转动。 伴随着漩涡花纹的转动,一股诡异的黑色光芒当即从麦恩的手掌中迸发出来。 羞的一声,诡异的黑色光芒带着一股强大的吸力,将倒在地上的海军士兵死死吸附在麦恩的手上。 就算麦恩想撒手离去,也没有办法。 也就在这时,麦恩感觉到自己的体内,开始源源不断地注入一股力量。 倒在地上的海军士兵,脸色却是越发苍白。 司法岛这时候的天气已经夏日。 大多数海军士兵们所穿的衣服,买是白色短袖衬衫。 倒在地上的海军士兵也不例外。 两条明显经过锻炼的胳膊,可以清晰地看出雄厚的肌肉。 但此刻伴随着麦恩掌中疯狂转动的黑色漩涡花纹。 海军士兵那两条恐无有力的胳膊,却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缓缓干扁。 旗上的肌肉逐渐不在。 但麦恩的两条胳膊,却在无形中变得粗壮起来。 刺拉一声响,麦恩所穿的白色衬衫,陡然爆裂。 本来一尘不染的白色衬衫,这会儿已经成了不条状。 显露出来的是一副线条分明的肌肉身躯。 麦恩的身子原本十分瘦弱。 即便在司法岛待了两年,经受住了严格的训练,麦恩的身子也没有变得强壮起来。 但此刻由于吸收果实的能力,麦恩转眼间就从一个瘦弱的家伙变成了一个肌肉男。 传说中的八块腹肌,一块都没有少。 完完全全的人欲献。 我去,这还是我吗? 麦恩低头瞅着自己的完美身躯,双眼一阵痴迷。 与之相反,倒在地上的海军士兵却是一副凄惨至极的模样。 在疯狂转动的黑色漩涡之下,海军士兵已经被吸成了人干。 眼球突出,脸色蜡黄。 五官几乎挤在了一起,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囧子。 身上所穿的白色衬衫,这会儿已成大褂。 原本矫健的身躯,这会儿只剩肋骨。 至于原先那两条明显经过锻炼恐无有力的臂膀,此时也变得纤细不已。 这一刻,即便说海军士兵跟麦恩互换了身体,也毫不为过。 也就在这时,麦恩手掌中的黑色漩涡花纹终于停止了转动。 诡异的黑色光芒和恐怖的犀利也消失不见。 显然,倒在地上的海军士兵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供麦恩吸取的了。 唉,望着自己的钢铁身躯,再看了看海军士兵的人干模样。 麦恩一时之间有些不忍,但他手上的动作却丝毫不停。 咔嚓一声清脆响。 带着不忍的表情,麦恩双手一上一下,抱着海军士兵的头颅,轻松地扭断了他的脖子。 还别说,现如今的麦恩那可真是大为不同。 不费吹灰之力,就扭断了海军士兵的脖子。 这样一来,也算是给了海军士兵一个痛快。 吸完海军士兵的力量,扭断海军士兵的脖子以后,麦恩将海军士兵身上所穿的白色衬衫脱了下来,穿在了自己身上。 没办法,他身上的白色衬衫已成布条状。 这样出去,任谁看到都会觉得不对劲。 现在的麦恩只不过是用吸收果实吸取了一个海军士兵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中还属于弱者。 他还需要隐藏。 而为了隐藏好自己的身份,麦恩接下来还需要做一件事。 提着碎发枪,麦恩最后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海军士兵,整个人便不再停留,飞快向外跑去。 再之后,方圆十几米之内,所有人全都听到了一声急促的呼喊。 嫡妻!嫡妻!草帽小子攻过来了!一名海军士兵被杀了! 什么?草帽小子攻过来了?悬赏金一一的草帽小子?无冤无仇的,他来我们司法岛干嘛? 听说妮可罗宾好像是草帽小子船上的船员。 我去,快拉警报! 议论声纷纷四起,整座司法岛瞬间乱成了一团。 所有海军士兵全都吓得面无人色。 不一会儿,刺耳的警报声也响了起来。 这一刻,伴随着草帽小子攻进司法岛,杀害海军士兵的留言,不夜之城司法岛已然是一片混乱。 但在这混乱之中,有一个人却是怡然自得。 正是麦恩,因为这就是他想要的。 先前那声急促的呼喊,也正是麦恩所喊。 那个可怕的留言,也正是麦恩所传。 可以说,麦恩,尼格以一己之力,就将整个司法岛陷入到了混乱当中。 当然,混乱不是麦恩最想看到的。 他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只是让司法岛上每个人都相信。 草帽小子已经攻进了司法岛,并且在斯潘达姆司令官的办公室前杀死了一名海军士兵。 而这样一来,顺藤摸瓜之下,斯潘达姆那个窝囊废就会认为是草帽小子蒙奇地露飞偷走了他梦寐以求的吸收果实。 这才是麦恩此刻所作所为的原因所在。 贼喊捉贼,栽赃嫁货。 伟大航路,司法岛。 本岛。 哈哈尼克罗宾,我终于抓到你了。 斯潘达姆望着面前身穿黑色紧身服的女子,脸上的笑容再次猥琐到了极点。 一旁的CP9成员露奇、卡库、布鲁诺、卡利法皆是一脸冷漠。 尼克罗宾望着斯潘达姆,也没有说任何话语,只是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 你这是什么眼神? 该死! 看到罗宾充满仇恨的眼神,斯潘达姆有些害怕。 但也因此恼羞成怒,立马伸出手拽着罗宾的黑色秀法,将其扔在地上。 然后抬起脚,准备让这个女人知道一下,他斯潘达姆的厉害。 可正这时,整座司法岛却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嗯,嗯,嗯。 听到警报声,CP9成员脸色一变。 罗布鲁奇也不安鸽子了。 嗯? 斯潘达姆收回抬起的脚,被这莫名响起的警报声搞得满脸疑惑。 巴拉巴拉巴拉,口袋中传来电话虫独有的响铃声。 斯潘达姆掏出口袋中的随身电话虫,点了接听键。 电话虫本来紧闭的双眼,猛然睁开。 然后配合着传来的声音,一脸惊恐地复述着。 不不好了,司令官大人。 草帽小子蒙奇蒂露飞,攻进司法岛了。 露飞? 听到这,斯潘达姆和CP9成员还没怎样? 罗宾反倒先抬起了头。 一双如星辰般闪耀的眼眸立马泛起水雾。 但漠然间就化为满满的惊恐。 别忘了,这里可是司法岛。 世界政府和海军本部的脸面所在。 陆飞如果真敢攻进司法岛,势必会惹出大麻烦。 何况司法岛还有CP9这群实力恐怖的家伙阵手。 对上他们,陆飞根本就是死路一条。 也正因此,罗宾才甘愿被CP9等人带走。 不可能。 听到电话虫传来的声音,牛角布鲁诺一脸震惊道。 在水之都,我们已经将草帽小子和海贼猎人重创。 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不错。 方块比南卡库点头道。 就算草帽小子还有余力,他也不可能在我们之前到达司法岛。 警报声绝对有误。 哦,是这样啊。 斯潘达姆点了点头,一点都不在意。 在斯潘达姆看来,警报声是真的野好假的野霸,都不重要。 有陆奇等人保护自己,草帽小子根本就伤不了他分侯。 尼克罗宾自然也休想带走。 至于海军士兵的伤亡,他并不在意。 司令官大人,请快点派CP9成员前来吧。 电话虫那边还在惊恐地央求着。 你在叫我做事? 斯潘达姆一脸不耐烦道。 CP9成员身为世界政府的高级要员,岂能随便动用。 你们,先去把攻进司法岛的人到底是不是草帽小子弄清楚再说。 可是我们这边已经死了一个海军士兵,而且死状极其凄惨。 电话虫仍然在惊恐地附述着。 草帽小子那家伙,简直不是人。 死去的海军士兵不仅被牺牲了人干,而且身子赤裸。 这是对肉体和精神的毁灭性打击,是对灵魂的亵渎啊,司令官大人。 除了CP9成员,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是那家伙的对手啊。 你说什么? 听到这,斯潘达姆的额头上立马冒出了冷汗,顺着火红色的铁皮面具搭搭往下落。 吸成人干? 身子赤裸。 我去,草帽小子那么变态吗? 明明悬赏令上的照片,看起来是那样的阳光。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一旁的陆琪,布鲁诺,卡库,卡利法,听到这里,也是眉头紧皱,一脸猛逼。 他们都跟草帽小子打过照面,看上去很正常的一个少年啊。 尼克罗宾这会儿也纳闷了。 陆飞,不是那样的人啊。 司令官大人,司令官大人,请快点派CP9成员前来支援吧。 电话虫依然在惊恐地催促着。 这个,司潘达姆犹豫不决。 如果说之前,司潘达姆还能派出去一两位CP9成员前往支援的话。 那此刻感受到了草帽小子的恐怖之后,司潘达姆别说派CP9成员去支援了。 就是留守司法岛的狼人加布拉,鹰鲁猫头鹰,狮子威娶三人,司潘达姆也想调过来保护自己了。 可正这时,电话虫传来的一个讯息却犹如晴天霹雳一样,轰隆一声将司潘达姆的脑海震得一阵发麻。 司令官大人,死去的海军士兵可是在您的办公室前被发现的。 由此可见,草帽小子已经攻到了司法之塔,您再不派CP9成员前来,他就要通过仇畜之桥打到正义之门了。 你说什么? 那个被牺牲人干的家伙,是在我的办公室前被发现的。 司潘达姆大脑一片空白,心中却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测。 吸收果实? 我的吸收果实? 是啊,司令官大人。 混蛋,你怎么不早说? 司潘达姆直接炸了。 洛杰,去,快去。 还有卡库,布鲁诺,卡利法你们,都去。 叫上加布拉,威曲,猫头鹰,你们CP9成员给我全部出动。 我不管攻进司法岛的人是谁,务必生情。 老子要亲手,把他碎尸万段。 伟大航路,司法岛。 司潘达姆的办公室。 扣扣扣。 敲门声响起。 进。 可知。 办公室的大门被打开,两名海军士兵押接着迈恩走了进来。 报告。 士兵迈恩已带到。 两名海军士兵齐声禀告道。 出去吧。 是。 咔嚓。 办公室的大门被再度紧闭。 迈恩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办公室中人。 从左到右,依次是豹子路奇,方块鼻男卡库,眼睛黑丝欲解卡利法, 狼人加布拉,牛角布鲁诺,白色长发狮子微曲,扎巴巴鹰无猫头鹰。 CP9全员尽在。 而且每一个人都用审视的目光死死地打量着迈恩。 此时,司法岛已经回归了往日的平静。 草帽小子蒙奇蒂露飞攻进司法岛,杀死海军士兵的流言已经消除。 因为,在斯潘达姆的命令下,CP9成员将整个司法岛翻个底朝天,也没见到草帽小子人影。 毕竟,真正的陆飞此刻正乘坐海上列车向司法岛赶来。 但是,司法岛上没有陆飞,散布流言的麦恩自然就成了最大嫌疑人。 形势对于麦恩而言已经是极其危险。 可想而知,在接下来的审讯中,麦恩如果有任何的回答不利,在场的任何一个CP9成员都能轻而易举地捏死他。 可是CP9成员不会知道,这一切都在麦恩的计划当中。 在麦恩决定散布流言的那一刻起,他就做好了被人审讯的准备。 其实这也没办法。 要知道,先前的麦恩为了偷取吸收果实,可是贿赂了斯潘达姆的护卫官,成为斯潘达姆办公室的助手人。 而现在,斯潘达姆办公室里的吸收果实丢了,一名海军士兵也死了。 还好死不死地死在了办公室的门前。 身为助手人,麦恩本就是罪责难逃了。 早晚都会被人追究。 姓名? 审讯开始。 麦恩,尼哥。 麦恩君,是你说草帽小子攻进斯法岛的? 狼人加布拉翘着二狼腿,冷笑问道。 是的。 麦恩迅速地点了点头,过程中没有一丝一毫的迟疑。 你撒谎! 牛角布鲁诺狠狠一拍桌子,指着麦恩道。 昨天在水之都的时候,我们已经草帽小子彻底羁绊,他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来到斯法岛? 这我不知道,但我确实看到了草帽小子。 麦恩一脸坚定道。 插巴巴,说实话还能活,继续撒谎,只能死了。 鹰无猫头鹰硕大的脑袋在麦恩眼前晃来晃去。 是啊,那么帅气的小哥哥,死了多可惜啊。 黑丝欲解卡丽法也来到了麦恩的面前,浑身散发着的香气令人沉醉不已。 我说的就是实话,各位长官,望着面前绝美的容颜,麦恩视若无睹,一本正经道。 哦,嘴硬的小子。 狮子微曲用唱戏般的口吻说道。 满头的白色长发,这会儿突然跟活了一般,开始变长。 刷的一声,就来到麦恩的身边。 犹如藤鞭一样,将麦恩死死捆住。 而在被捆住的过程中,麦恩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只是机械般的附属道。 草帽小子真的攻进了司法岛。 海军士兵也真的是他杀的。 冥王不灵,去死吧。 本来安静待在一旁的卡库突然抬起头,然后整个人在原地突然消失。 海军六世,踢! 不到下一秒,卡库就出现在麦恩的面前。 左脚高高抬起,向麦恩的脸上袭来。 蓝脚! 卡库嘴唇微微如动,脚上的进风却突然如刀割,一般向麦恩袭来。 即便没有提到麦恩,麦恩的脸上也被划开了几道口子。 鲜血缓缓流淌。 但麦恩由于全身上下被狮子微曲的长发束缚,整个人完全不能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卡库的蓝脚离他的脸越来越近。 而在CP九成员当中,卡库的蓝脚乃是最强的。 这一下子,麦恩要是挨上了,头颅瞬间就会被削成两半。 但麦恩依然无动于衷,甚至在这一刻,缓缓闭上了双眼。 一心求死! 死! 看到这,卡库倒吸一口冷气,左脚也硬生生地停在了原地。 距离麦恩的头颅不到三寸之巨石,从卡库的左脚上传来的犹如刀割一般的颈风,终于戛然而止。 好小子! 卡库收回左脚,抹了一把麦恩脸上的鲜血,低头向后退去。 狮子微曲也放开了束缚麦恩身体的白发长发。 但麦恩的身体依然处于紧绷状态。 因为就在这时,豹子露奇终于走上前来。 他的眼神中不带有丝毫的感情。 这是世界政府培养出来的最优秀杀人机器。 也因此,只有通过露奇这一关,麦恩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甚至可以说,从现在开始,才是真正的审讯。 纸枪! 望着面前的麦恩,豹子露奇伸出食指,放在麦恩的胸口处。 在待会儿的审讯中,麦恩如果有丝毫的应答不力,豹子露奇的食指将会毫不犹豫地向前刺去。 在一瞬间,洞穿麦恩的心脏。 说实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麦恩没有说谎,也难保不会因为紧张说话吞吞吐吐。 可对于露奇这样的人来说,他并不在乎这些。 这些年死在他指枪下的人,无辜者多了去了。 CP九成元旦的活,本身就是杀人的勾当。 他们才不会在乎人的生死。 尤其是露奇。 幸运的是,麦恩还有一张底牌。 并非是吸收果实的能力。 而是自穿越到这个世界上以后,他本身就拥有的一个能力。 你刚才说,你见到了草帽小子。 露奇的声音中不带有丝毫感情。 是的,长官。 麦恩毫不犹豫地一点头。 他穿什么衣服? 红色的无袖背心。 不带钮扣的那种。 不,是带钮扣的那种。 钮扣什么颜色? 黄色。 裤子什么样的? 黑色的过西短裤。 刚刚过西的那种。 是的,长官。 他的鞋子是什么样的? 拖鞋? 拖鞋? 豹子露奇眉头一皱,冷冷地看着麦恩倒。 悬赏金翼翼的草帽小子,会穿拖鞋攻进司法倒。 事实就是如此,长官。 麦恩一脸坚定地看着露奇倒,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 露奇双眼微眯,死死地盯着麦恩的脸庞。 在麦恩的脸庞上看不到丝毫紧张后,露奇终于收回了放在麦恩胸口上的食指。 而这时,卡库的嘴角已经掀起了一抹微笑。 牛角布鲁诺和眼睛黑丝玉洁卡利法也陷入了沉思。 他们三人和露奇一样,都在水之都跟草帽小子打过照面。 那家伙的衣着,的确跟麦恩叙述的一模一样。 这是一场没有丝毫漏洞的谈话。 麦恩的所言,使得他身上的嫌疑顿消。 一旁的狼人加布拉,狮子微曲。 鹰无猫头鹰,虽然没见过草帽小子。 但看露奇四人的样子,便全都明白了。 眼前这个年轻的海军士兵,真的是,没有说谎。 他们CP九成员全部出动,用了所有的审讯手段,或以死亡的代价威胁,或以美人机诱惑,或以生存的可能性引诱。 面前这个海军士兵,都不曾被动摇。 依旧一口咬定草帽小子,攻进了司法岛,杀死了海军士兵。 这样一来,露奇等人就是想怀疑麦恩,也找不到由头了。 除非这家伙,在此之前,就见过草帽小子。 但细想一下,也绝无可能。 因为麦恩是两年前才来到司法岛的。 而那时的草帽小子,还在他的家乡东海。 最近这几个月,草帽小子蒙奇地露飞才处出茅庐,在大海上展露声明。 试问,麦恩又怎么可能在此之前,就见过草帽小子呢? 但他们哪里知道。 这就是麦恩的计划。 也是麦恩敢于接受审讯的原因所在。 笑话,麦恩可是穿越者啊。 前世他可是个宅男啊。 对于《海贼王》这部漫画,麦恩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 陆奇现在问他,陆飞穿什么样的衣服? 什么样的裤子? 什么样的鞋? 麦恩根本不需要思考,就能脱口出啊。 紧张? 犹豫? 屁! 不高兴。 老子连你压之后跟陆飞对打实用的招式,都能一五一十地数出来。 就是这么牛逼。 斯潘达姆的办公室,陷入了一片死寂。 跟麦恩刚进来时的气氛,完全不同。 由于麦恩的话语无懈可击, CP9全体成员头疼不已。 毕竟他们找不出草帽小子, 又没能从麦恩的话中套出任何有用的讯息。 斯潘达姆那个窝囊废一来, 他们怎么交代呢? 斯潘达姆再废,也是他们CP9的直属长官。 事情办成这个弊样, 斯潘达姆完全可以告他们的状。 正这时, 办公室外也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 踏踏踏的,令人心慌不已。 光当一声响, 办公室的大门被狠狠踹开。 斯潘达姆有如风一般地跑了进来。 呼,怎么样? 人抓到了吗? 斯潘达姆气喘吁吁, CP9成员会海军六世, 踢。 他们的速度自是快的没话说。 从本岛来到司法之塔, 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瞬间的事。 但对于斯潘达姆这个废物而言, 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一路疯狂地奔跑, 斯潘达姆方才到达司法之塔。 而他本以为来到办公室以后, 会看见那个偷取他吸收果实的家伙, 被CP9成员抓住。 可没想到, CP9成员包括路奇在内, 都是一脸的猛逼。 斯潘达姆一个接一个问去, 得到的答案却是大致相同。 都是三个字。 攻进司法岛的人是不是草帽小子? 有可能。 现在去哪了? 不知道。 这个名叫麦恩。 尼格的海军士兵到底有没有问题? 嗯,没有。 斯潘达姆的办公室内, 听到CP9成员的回答, 麦恩不禁有些感动。 瞧瞧这一群诚实的人。 麦恩还是第一次发现, CP9成员是那样的可爱。 就连狼人加布拉那样, 一看就不是个好人的脸庞。 在麦恩此刻的眼中, 也变得和蔼可亲不已。 与之相比, 斯潘达姆则是不敢置信地, 看着面前的CP9成员。 我的天啊! 自从他来到司法岛担任司令官以后, 斯潘达姆从来没有见过, CP9成员如此废物的一面。 照你们这样说, 草帽小子在攻进司法岛, 杀死海军士兵, 闯进我的办公室以后, 他整个人就凭空消失了。 咋地? 他是隐身果实能力者啊? 斯潘达姆气地在办公室里跳来跳去, 吸收果实的丢失令他整个人暴怒不已。 只能指着CP9的成员一顿破口大骂, 以此来宣泄他心中的怒火。 你们还算是CP9的人吗? 世界政府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草帽小子孤身一人闯进了司法岛, 杀死了一名海军士兵。 你们如果不将他抓到, 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陆奇等人被训得抬不起头, 他们也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司法岛可是世界政府和海军本部的脸面所在。 这么多年以来, 根本就没有任何势力敢于触犯。 因为那样子做, 无异于给世界政府和海军本部一个响亮的巴掌。 而他们之所以在司法岛驻守, 其意义本身就是保护好司法岛。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 如果被上面知道, 不管是斯潘达姆, 还是他们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除非他们抓到草帽小子, 给上面一个交代。 可问题是, 草帽小子来无影去无踪, 他们已经将司法岛翻了个底朝天, 愣是没找着呀。 正这时, 狼人加布拉眼珠子滴溜溜一转, 将不怀好意的目光放在了麦恩身上。 既然抓不到罪魁祸首, 就只能找个背锅侠了。 老大, 我有一个办法。 狼人加布拉开口对斯潘达姆说道, 一边说, 一边对麦恩冷笑。 看到狼人加布拉的冷笑, 麦恩只瞬间就将心目中对加布拉生起的好感一扫而空。 他骂了八字, 和蔼可亲个毛。 什么办法? 斯潘达姆扭头看向加布拉。 他尚且不知道加布拉打的什么主意, 但其他CP9的成员却已经明白。 这么多年共事下来, 陆奇等人对加布拉的脾性了解得很清楚。 人渣一个。 不过, 为了自己能免逃上面的问责, 陆奇等人也只能装作不懂。 哪怕是方块比南卡库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谋光一暗。 老大, 事已至此, 我们只能拜托这位小兄弟了。 加布拉嘴角掀起一抹狡诈的笑容。 哦, 斯潘达姆终于恍然大悟, 嘴角掀起一抹猥琐的笑容。 麦恩站在原地, 望着面前这两个孙子以及他们猥琐狡诈的笑容, 面上一阵无奈。 我就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想要活下去, 良心什么的早晚要被狗吃了才行。 这个麦恩君啊, 你看, 斯潘达姆上前一步, 郑重地拍了拍麦恩的肩膀。 想要小只以情, 动之以理地跟麦恩说说这件事。 但他不曾想到, 麦恩其实是一个很识趣的人。 我愿意。 没等斯潘达姆说完话, 麦恩就静止一点头。 嗯? 斯潘达姆愣了? 下不拉傻了? 陆琪等人眉毛一条, 所有人皆是不敢置信地望着麦恩。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斯潘达姆震惊道, 知道, 一切都是我干的。 海军士兵我杀的。 草帽小子恭敬司法岛一事, 是我散布的留言。 麦恩一字一句道, 眼中的坚定震慑了办公室里的所有人。 听到麦恩的话, 陆琪等人无一例外, 全都羞愧不已。 就连斯潘达姆和加布拉这两个老硬币都不好意思了。 一时间, 麦恩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形象直接壮大。 所有人对于麦恩的好感更是直线飙升。 就连眼睛黑丝欲解卡利法, 这会儿都对麦恩刮目相看, 心思荡漾不已。 既如此, 那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斯潘达姆拍了一下麦恩的肩膀, 觉得此刻的麦恩特别地顺眼。 这样想来, 让麦恩背锅斯潘达姆内心还有些不舍呢? 而这正是麦恩想要的。 他之所以要主动当背锅侠, 不是真的背锅, 而是要让斯潘达姆和CP九成员欠他一个人情。 我麦恩为了你们, 可是甘愿当背锅侠哦。 这个想法一旦植入了斯潘达姆和CP九成员的内心, 他们就会变相觉得自己亏欠了麦恩什么。 至于背锅侠嘛, 完全不要紧。 麦恩愿意替斯潘达姆和CP九成员背锅, 也有人愿意替麦恩背锅。 算起来, 也应该是这个事件。 巴拉巴拉巴拉, 一度响起,斯潘达姆掏出电话虫按下接听键以后, 不出麦恩所料, 那家伙来了。 即便是从电话虫中传来, 那声熟悉的呼喊依然响彻在办公室的每个角落之中。 罗, 逼。 报告, 草帽小子蒙奇蒂露飞已经现身, 目前正在对前岛正门展开猛攻,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 电话虫中传来惊恐的求救声。 伴着露飞的怒吼, 清晰地传进斯潘达姆和CP九成员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前岛? 豹子露飞听到这, 内心奇怪地不行。 其他CP九成员也是纳闷不已。 草帽小子原先已经来到了司法之塔, 怎么这会儿又跑到前岛去了? 他先前偷偷摸摸地来到这里, 怎么这会儿如此大张旗鼓? 有可能是在司法之塔, 没找到尼可罗宾, 又去了前岛。 生怕我们将尼可罗宾带进正义之门, 索性不再隐藏, 直接跟我们的士兵混战起来。 嗯, 很有可能。 CP九成员议论纷纷, 自问自答着。 尽管对于这些猜测, 他们内心深处也不怎么相信。 怎么想, 怎么觉得不对劲? 有瑕疵啊。 但问题是, 除了这种猜测, 也断无其他可能性了。 反正毋庸置疑的是, 此刻在这里, 没有一个人再去怀疑麦恩。 如果说之前的麦恩, 还有些许的嫌疑。 即便对答如流, 话语中没有任何漏洞, 但斯潘达姆和CP九的成员, 还是不免要对麦恩留心。 可伴随着麦恩先前的所作所为, 为了他们甘愿当被郭霞, 承受所有罪责的行为, 说句不好听的话, 斯潘达姆和CP九的成员, 要是再怀疑麦恩, 那就真的不是人了。 良心完全被狗吃了。 也因此, 之前攻进司法岛, 杀死海军士兵, 闯进斯潘达姆办公室的人, 那就是草帽小子。 板上钉钉。 而一想到, 因为草帽小子之前 被斯潘达姆大骂一顿, CP九全员就恨得牙痒痒。 老大, 我去把草帽小子给抓回来。 狼人加布拉请求出战。 不, 我去。 牛角布鲁诺也站了出来。 还是我去吧。 方块比南卡库也发话了。 接下来, 卡利法, 鹰无毛头鹰, 狮子威曲, 全都想要去把草帽小子抓回来。 就连豹子鹿旗最后也站起身来。 可想而知, 他们对草帽小子的怨念有多大。 抓回来是假, 弄死鹿飞才是真啊。 麦恩本来一直在旁边老实待着, 看到这却不能无动于衷了。 倒不是麦恩想要保护鹿飞, 不想鹿飞被人弄死。 而是鹿飞要是被CP九成员 给提前弄死了, 麦恩可就麻烦了。 说实话, 麦恩来到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依仗不是吸收果实的能力, 而是他穿越着的身份啊。 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 麦恩全都了然于心。 他知道这个世界的走向。 这才是麦恩想要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最大的依仗。 而海贼王的世界里, 鹿飞身为主角, 他可不能死啊。 他要是死了, 整个世界的格局全都变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麦恩也知不到了。 想到这, 麦恩赶忙站出来, 对斯潘达姆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里道。 司令官大人, CP九成员身为世界政府的要员, 司法岛的最高战力, 岂能随便动用。 区区一个草帽小子, 我愿意与司法岛上的所有海军士兵, 共同捉拿。 区区一个草帽小子。 听到这, CP九成员全都无语道。 那可是悬赏金高达一亿倍利的大海贼。 恶魔果实能力者。 不是你们这些普通人, 可以匹敌的存在。 只有像我们这些精通海军六世的, 人才方能轻松打败他。 那又如何? 面对CP九成员的冷嘲热讽, 麦恩的面上依旧一片坚定, 大意凛然道。 为了正业, 我已经做好了付出生命的准备。 司令官大人, 就让我去吧。 望着誓死如归的麦恩, 斯潘达姆的办公室再次陷入了一片死寂。 CP九成员和斯潘达姆也再次被麦恩的话语所感动。 虽然麦恩只是一个海军士兵, 但他此刻所展现出来的信念, 却着实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 尤其是斯潘达姆。 他本来就不想让CP九成员去前岛捉拿草帽小子, 留下来保护他才最为重要。 可CP九成员的寝占之心游猎, 他也不好拒绝。 正愁不知道该怎么办, 麦恩的话刚好给了他理由。 这下子在斯潘达姆的眼里, 麦恩, 尼玛, 这个海军士兵可是越发顺眼了。 好。 斯潘达姆大手一拍麦恩的肩膀, 一脸正重道。 既如此,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司法岛上所有海军士兵的临时指挥官, 帅领所有海军士兵抵御草帽小子, 拜托了。 多谢司令官大人信任, 在下一定不负所托。 麦恩立正身子, 再次对斯潘达姆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领。 临时指挥官?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走出斯潘达姆的办公室以后, 麦恩的脸上就一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不知不觉就成了司法岛的二把手。 麦恩的仕途可谓是一步登天。 虽然只是个临时指挥官, 但此刻的麦恩已经拥有指挥司法岛上所有海军士兵的权力了。 而且这一点, 斯潘达姆已经通过电话虫告知司法岛上的全体海军士兵。 纵然引出了些许争议, 毕竟麦恩无论是资历还是实力都很是不够格。 在司法岛上, 够资格成为临时指挥官的人大有人在。 可是被斯潘达姆越看越顺眼的家伙, 却只有麦恩一人。 于是在斯潘达姆的大力支持下, 麦恩还是轻松的上位了。 一个字, 爽, 在这干嘛呢?麦恩刚刚走出司法之塔, 就看见斯潘达姆的护卫官正一脸忧愁地坐在地上。 没办法, 一难平啊。 护卫官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前不久还对他毕恭毕敬, 请他吃饭喝酒巴结他的麦恩, 这会儿竟然扶摇直上成为他的顶头上司了。 明明论资排辈, 他才应该是临时指挥官来着。 他妈的, 早知如此, 先前说什么也不可能让麦恩这小子去驻守办公室了。 哎呀, 得知麦恩大人新官上任, 小人自是要前来恭贺一番。 看见麦恩, 护卫官那本来跟有人欠他千八百万杯里的脸蛋, 立马笑得跟花儿一样。 话语中的讨好之意也十分明显。 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恭贺? 麦恩摸着下巴, 抱着胳膊, 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势俯视着护卫官道。 不对吧, 本指挥官瞅你刚才的样子, 好像很是忧愁哦。 看那样子, 似乎护卫官大人对斯潘达姆司令官的任命有所不满呀。 不不不, 误会啊大人。 护卫官吓了一跳, 当场就扑通一声给麦恩跪下了, 连连摆手。 好家伙, 都说小人得志, 果不其然啊。 这刚上位还没五分钟呢, 就要烧心官上任那三把火了。 所幸, 护卫官也不是一般人。 跟在斯潘达姆身边那么多年, 别的本事, 护卫官没学到。 这溜须拍马的本事倒是精通。 大人明见, 小人之所以忧愁, 完全是为大人着想呀。 这草帽小子来势汹汹, 又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大人奉命抵御草帽小子, 任务何其兼具啊。 护卫官一脸的忠心耿耿道。 这么说来, 你忧愁, 是怕本指挥官完不成任务, 被斯潘达姆司令官问责。 麦恩背着手道, 大人英明, 护卫官感动不已道。 既如此, 本指挥官倒还错怪你了, 起来吧。 麦恩手掌一抬, 护卫官顺势站起身来,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如是重负地吐出了一口气。 经过麦恩的言语敲打, 护卫官这下子再没胆子 对麦恩有所怨言了。 那个, 你叫啥来着? 麦恩开口问道, 名字不重要, 大人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护卫官一脸狗腿微笑道, 那就叫你小护吧, 记顺口也好记。 麦恩拍了拍小护的肩膀。 小护? 护卫官面色一正, 可想而知他此刻的心情, 一百万只草泥马奔涌而过, 都不在话下, 但出于对麦恩的畏惧, 护卫官只能勉强点头道。 多谢大人赐名。 小护啊。 小护在, 大人, 俺们司法岛上一共有多少士兵来着? 麦恩开口问道, 嗯? 小护心里一动, 思绪急转。 这是考验我的基本业务啊。 瞧这架势, 这是准备提拔我啊。 想到这, 护卫官的面色当即一速, 立正身子, 对麦恩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礼道。 大约有一万士兵, 指挥官大人。 我们此刻所在的司法之塔上有多少? 麦恩再度问道, 大约有三千士兵, 指挥官大人。 护卫官一字一顿道, 本岛上呢? 麦恩接着问道, 大约有两千士兵, 指挥官大人。 护卫官答道, 那加起来, 就是五千士兵了。 麦恩小声喃喃了一句, 大人您说什么? 麦恩声音太小, 护卫官没有听清。 没什么? 麦恩眸光一闪, 摇了摇头, 然后用命令的口吻, 对小护道, 传本指挥官的话, 让司法之塔上的三千士兵 和本岛上的两千士兵 火速集合。 是, 指挥官大人。 护卫官再次对麦恩 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里, 便急匆匆地向前跑去。 望着小护离去的背影, 麦恩的嘴角 已经掀起了一抹狡猾的笑容。 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八块腹肌, 麦恩心中一片火热。 光是, 吸取一个海军士兵的力量, 就已经如此。 若是把司法岛上 所有海军士兵的力量 全都吸取的话。 伟大航路, 司法岛, 本岛, 五千多海军士兵 整齐排练。 队伍之庞大, 均荣之奇整, 一眼望去变, 令人震撼不已。 麦恩站在最前方, 望着面前密密麻麻的海军士兵, 眼中已经隐藏不住笑意。 但麦恩的脸上 却是一片坚毅。 仿佛泰山崩于前 都面不改色。 说起来, 此刻的麦恩 也早已不是先前那副模样。 他穿着一身标准的海军将服, 身后还披着一条白色的披风。 旗上的正义二字清晰可见。 配合上麦恩那矫健的身躯 和郡朗的面庞, 任谁看都觉得此字非凡。 年纪虽轻, 但已有大将风度。 集合而来的五千多海军士兵 看到这样的麦恩, 眼中也是一片惊险。 本来对于斯潘达姆司令官的任命, 这五千多海军士兵 还有所疑虑。 毕竟麦恩原先只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一个小小的海军士兵 突然间就成为司法岛上的二把手, 任谁谁能轻易接受。 更别提这个临时指挥官 接下来还要率领他们 抵御悬赏金高达一亿的草帽小子。 一股浓浓的不信任感, 清晰可见啊。 但此刻, 望着面前的麦恩, 五千多海军士兵 原先对于麦恩的不信任感 立马就消失了一大半。 还别说, 这新任的临时指挥官 看上去倒还像那么一回事。 报告指挥官大人, 司法之塔三千士兵 和本岛两千海军士兵 已经全部集结完毕, 请指示。 护卫官小跑到麦恩的面前, 立正身子以后, 立马左手背后, 右手对麦恩 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里。 干得不错。 麦恩拍了拍小胡的肩膀, 一脸欣慰地点了点头。 多谢指挥官大人夸奖。 护卫官神采异役, 得意的样子清晰可见。 嗨嗨。 麦恩清了清嗓子, 然后望着面前的五千多海军士兵, 一字一句道。 诸位, 我知道你们对我有很多的疑问, 但目前的事态, 大家想必也明白。 草帽小子蒙齐地露飞 已经攻进了司法岛, 再过不久, 马上就要突破前门打到这里。 事情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我也没有多余的时间 让你们相信我。 此刻, 我只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就是, 面对草帽小子的袭兰,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誓死抵抗! 麦恩话音刚落, 护卫官就高声喊道, 五千多海军士兵立马随声附和, 坚决守卫司法岛, 与草帽小子决一死战。 但他, 诸如此类的声音, 络绎不绝, 将整座本岛的上空, 都震得隆隆响。 这一刻, 五千多海军士兵的士气极度高涨, 万众一心, 同仇敌忾, 但就在这时, 身为临时指挥官的麦恩, 却缓缓一摇头, 高声吐出一个字, 错。 嗯? 本来嘈杂不已的本岛, 瞬间一片死寂, 五千多海军士兵集体猛逼, 就连小户都傻在了原地, 一群人眼巴巴地看着前方的麦恩,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听到了什么。 错。 哪错了? 誓死抵抗不对? 坚决守卫司法岛不对? 与草帽小子决一死战不对? 斯潘达姆任命的这个临时指挥官, 怕不是脑子瓦特了吧? 此刻, 五千多海军士兵看着麦恩的眼神已经极度一扬, 四周的气氛也压抑不已,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一旁的小户已经捂住了脸庞, 没眼看, 就在这时, 麦恩终于再度开口道, 诸位, 我们的当务之急, 是要救人啊。 救人? 五千多海军士兵闻言一愣, 小户也放下了捂住自己脸庞的双手。 不错, 救人。 麦恩语重心长地点了点头道, 草帽小子攻进司法岛, 前岛的海军士兵伤亡惨重。 此刻, 那些海军士兵可急需要我们的帮助啊。 诸位, 大家都是海军, 都是一个阵营的兄弟, 兄弟有难, 我们岂能袖手旁观? 试问, 如果在座的诸位, 有一天也像此刻前岛的兄弟们那样, 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 却没人去帮助他们的话, 你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话落, 五千多海军士兵已经低下了头颅, 但他们的眼中, 却已经堆满了水雾。 因为麦恩的这番话, 听上去平平无奇, 实际上却说到了他们的心坎里。 众所周知, 在海贼王的世界里, 他们实力平平, 但每次抓捕大人物的时候, 偏偏顶在最前头, 且不说传说中的大海贼了, 就是对阵王露飞这样的小boss, 海军士兵也是一死一大片啊。 可他们的牺牲, 到头来换得了什么? 尊重? 关心? 在海军本部和世界政府的心目中, 海军士兵的生命到底重要与否? 答案显而易见, 没有人会真正地关心他们。 那些所谓的上位者, 只知道用正义之名驱使他们前进, 对于他们的牺牲, 却觉得理所当然。 可是, 麦恩不一样。 他的话中, 体现出来了对海军士兵生命的重视。 在草帽小子蒙奇蒂露飞攻进司法岛的这一刻, 万分危急的这一刻, 身为临时指挥官的麦恩, 却觉得救人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想到这, 五千多海军士兵自是感动不已。 但他们不知道, 这一切都在麦恩的计划当中。 要知道, 吸收果实固然好, 但却有一个实打实的缺点。 不能显露。 毕竟,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麦恩是吸收果实能力者, 那还有什么人敢靠近麦恩呢? 而只有通过手掌中的黑色漩涡, 与人零距离接触, 麦恩才能发动吸收果实的能力, 吸取人的实力。 所以对于麦恩来说, 他想要用吸收果实的能力, 最起码得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必须要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 第二, 被吸收者, 必须要处于昏迷。 只有这样, 麦恩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神不知鬼不觉地利用吸收果实的能力, 壮大自己的实力, 完成自己的梦想。 也因此, 麦恩从成为吸收果实能力者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等待着王露飞的到来。 王露飞大闹司法岛, 司法岛上的海军士兵必定会拼死抵抗。 可问题是, 以露飞的实力, 的确不是海军士兵可以抵挡的。 大批的海军士兵, 必会在露飞的进攻下死的死, 伤的伤。 而这时候的麦恩, 就完全可以坐收余力了。 只需要老老实实地, 跟在露飞屁股后面解尸, 麦恩就能轻而易举地, 吸取海军士兵的力量。 唯一的问题是, 如果麦恩在解尸的过程中, 被露飞发现, 那可怎么办? 众所周知, 露飞那样的家伙, 打起人来, 可不管三七二十一。 而现在的麦恩, 在实力上, 明显还不是露飞的对手。 万一解尸没成, 麦恩自己反倒成为被解尸的那一个, 可就得不偿失了。 本来, 麦恩还在为这个问题所苦恼, 但伴随着斯潘达姆那个窝囊废的任命, 麦恩陡然成为司法岛的二把手之后, 这个问题已然迎刃而解。 麦恩为什么要让小户集合五千多海军士兵与本岛? 其目点, 就是想让这五千多海军士兵帮他解尸啊。 而且还是每个人无一例外, 全都心甘情愿地帮他解尸。 此刻, 望着面前这五千多被他适才的话语, 感动不已的海军士兵, 麦恩当即大手一挥道。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司法岛的简胚, 救人大队。 将前岛被草帽小子击败的海军士兵, 我们的兄弟就回来的重任, 就交给你们了。 有没有信心? 有。 麦恩话语刚落, 五千多海军士兵就齐声喊道。 声音之大, 足以在一瞬间传遍整个司法岛。 这一刻, 五千多海军士兵已经不能用士气高昂来形容了。 他们的士气, 完全已是爆炸的程度。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坚毅。 但望着麦恩指挥官的眼神中, 五千多海军士兵却无一例外, 全都充满了信任。 因为他们知道, 站在他们面前的麦恩指挥官, 是会真正为他们着想的男人。 是会将他们的安危记在心里的长官。 既如此, 他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去吧。 麦恩大手一挥。 冲啊! 五千多海军士兵一股奶的向前岛涌去。 整齐的脚步声将本岛都震得颤三颤。 望着五千多海军士兵离去的背影, 麦恩早已是满脸的欣慰。 都是好孩子啊。 大人, 这是不是不太好啊? 护卫官小步跑到麦恩的跟前, 小心翼翼地提醒道。 有什么不好的? 麦恩依旧目视前方, 根本不大抵小护。 斯潘达姆司令官让您率众抵御草帽小子。 您却让这五千多海军士兵去救人, 要是让草帽小子攻进了本岛。 下面的话, 护卫官没有再说, 但意思已经清晰可见。 听到护卫官的话, 麦恩整个人根本就没有丝毫变化。 脸上的表情依然云淡风轻。 放心, 本指挥官自由打算。 麦恩一脸镇定自若, 看到小胡欲言又止的神情, 立马抬起一脚踹去。 士兵们都上了, 你他们还愣着干嘛? 啊? 我我也去。 护卫官不敢置信地指着自己。 你不是海军吗? 麦恩冷冷问道。 我是海军, 但小人不是得留下来保护大人您吗? 护卫官狗腿微笑道。 滚。 麦恩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本指挥官用不到你保护。 你再废话。 信不信我立马告诉斯潘达姆司令官你为敌窃站? 别别别, 小人去, 小人去还不行吗? 护卫官下的面色一白, 一边摆手一边向前跑去。 为敌窃站可是不折不扣地死罪。 容不得护卫官不害怕。 在麦恩的冷冷注视下, 小胡跑得飞快, 不久便与前面的五千多海军士兵会合在一起。 望着向前倒浩浩荡荡冲去的简士大队, 麦恩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张椅子, 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 他翘着二郎腿, 浑身上下一阵嘚瑟。 静等简士大队的胜利归来。 伟大航路, 司法岛。 前倒, 激烈的战斗仍在持续。 整座前倒混乱不堪。 在无数身穿白色衬衫的人影中, 一道身穿红色背心的人影横冲直撞。 戴着一顶黄色的草帽, 屡次闯进白色人群之中, 将人群搅得天翻地覆。 伸缩自如的, 橡胶枪。 伸缩自如的, 橡胶鞭。 伸缩自如的, 橡胶机关枪。 伴随着无数声的呼喊, 红色人影的手脚不断变长, 对白色人群展开猛烈的攻击。 在红色人影不断地攻击之下, 一大批一大批的白色人影接连倒下。 红色人影正是草帽小子蒙奇蒂露飞, 而白色人影则是前岛的海军士兵们。 也因此, 双方的实力实在是悬殊太大。 露飞好歹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根本就不是海军士兵可以抵挡的存在。 但此刻的露飞心里面却很是纳闷。 在此之前, 他也跟海军士兵交过手, 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完全不堪一击。 但这个岛上的海军士兵不同, 虽然实力低微, 可勇气着实可加。 个个都不怕死。 就跟蝗虫一样。 他这边刚打倒了一群, 那边就新来了另一群。 一时半会之下, 还真的把露飞前进的脚步给拖延住了。 其实露飞哪里知道, 前岛的海军士兵不是勇气可加, 也不是不怕死。 恰恰相反, 他们就是因为怕死, 所以才要拼死抵抗露飞。 毕竟, 之前那个死去的海军士兵 已经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了极大的阴影。 那家伙, 可是被草帽小子硬生生吸成了人干啊。 怀揣着这样的想法, 前岛的海军士兵怎么可能束手就擒? 面对着曾经把人吸成人干的草帽小子, 海军士兵又怎么能轻易倒下? 何况, 对于前岛的海军士兵而言, 他们也不是没有希望。 斯潘达姆司令官可是已经任命了一个名为麦恩。 尼德的人为临时指挥官, 负责率领司法岛上所有的海军士兵抵抗草帽小子。 只要他们再坚持一会儿, 再拖住草帽小子一会儿, 小子一定会被打败。 嗯, 胜利就在前方。 想到这, 前岛的海军士兵可谓是越战越勇。 虽然依然伤不了陆飞分毫, 但不断袭来的攻势却使得陆飞整个人心乱如麻。 毕竟, 罗宾还在等着他。 想到罗宾, 陆飞的眼中当即略过一抹坚定。 下一秒, 只见他伸出大拇指含在嘴里。 正想使用三挡将面前的海军士兵一扫而进食, 不远处却传来了整齐的脚步声。 踏踏踏, 整齐的脚步声将整座前岛都震得抖三抖。 也就在这时, 大批的白色人影逐渐出现在陆飞和前岛海军士兵的视野中。 正是麦恩派来前岛的五千多海军士兵, 名义上的救人大队, 实际上的检士大队。 援军来了, 我们有救了。 好爷, 草帽小子, 你逃不了了。 前岛的海军士兵看到这, 灯饰一阵欢呼雀跃。 陆飞看到这, 脸色却是阴沉似水, 嘴巴再无丝毫犹豫, 开始疯狂地向大拇指吹气。 可这时,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在陆飞的眼中, 前来的海军士兵并没有跟他展开激烈的对战。 在前岛的海军士兵眼中, 前来的援军也并没有跟他们并肩作战。 而是依次排开, 秩序竟然地将倒在地上的海军士兵扛在肩上。 然后前队转后队, 一股哪儿的原路返回, 直奔本岛去。 徒留前岛的海军士兵和陆飞大眼瞪小眼。 齐齐一脸猛逼, 这就溜了。 你们这群畜生。 前岛的海军士兵气得破口大骂。 王陆飞则依然是一脸的猛逼, 但手脚的动作却没有丝毫的停顿。 攻势依旧猛烈至极。 接下来的战斗不言而喻。 在外有强敌, 内有畜生的夹击下, 前岛的海军士兵信心崩塌得极快。 仅一瞬间, 士气就跌到了谷底。 再也阻拦不住陆飞的前进脚步。 一个个被打倒以后, 便再也爬不起来。 只是一脸生无可恋地趴在原地。 眼泪逆流成河。 对于前岛的海军士兵而言, 被草帽小子西城人干什么的, 已经无所谓了。 人间不值得呀。 最可恨的是, 当前岛的海军士兵被陆飞打倒在地上以后, 那整齐的脚步声竟然再次传来。 前岛的海军士兵之中, 有些没晕过去的人抬头一看, 正是之前那群畜生们。 兄弟, 我们来救你了。 伤势如何? 草帽小子, 真是太可恶了。 放心, 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畜生们这样说道。 噗。 文言, 没晕过去的海军士兵当即飙出一口血剑, 彻底昏死过去。 伟大航路, 司法岛, 奔倒。 麦恩蹲在地上, 双手放在一名海军士兵的身上。 伴随着掌中疯狂转动的黑色漩涡花纹以及那诡异的黑光, 一股力量源源不断地注入麦恩的体内。 不一会儿, 诡异的黑光终于消失, 麦恩掌中的黑色漩涡花纹也停止了转动。 呼! 麦恩缓缓吐出一口气, 转过身子, 望着身后无数脸色苍白的海军士兵麦恩的嘴唇微微如动。 1236个? 没错, 加上刚才的那个海军士兵麦恩已经用他吸收果实的能力, 连续吸取了1236个海军士兵的力量。 而这1236个海军士兵, 正是麦恩的捡尸大队初次捡过来的人数。 通过连续的吸取, 麦恩此刻已经对吸收果实的能力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 不得不说, 很是惊叹。 如果说恶魔果实是这个世界的奇迹, 那么吸收果实无疑是奇迹中的佼佼者。 因为吸收果实所吸取的并不仅仅是人的力量, 此刻, 躺在地上的1236个海军士兵无意死亡。 尽管他们在此之前遭受到了重创, 有些人更是只剩下了一口气。 可是现在, 他们所有人的伤势都已被麦恩用吸收果实的能力所吸取。 与他们的力量一起, 全都汇合到了麦恩的体内。 1200个海军士兵的伤势加在一起, 可想而知, 麦恩的身体要遭受多么大的打击。 若是原来的麦恩, 这会儿早已苟待。 可现在的麦恩由于吸收了1200个海军士兵的力量, 导致她的身体早已异于常人。 区区的伤势根本就奈何不了她。 就好比卡普, 白胡子那样的怪物, 就算被大炮轰上的三天三夜也无妨。 此刻的麦恩也已经成了一个小怪物。 虽然看上去, 她整个人只是比之前强壮了一点点。 但麦恩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她的身体这会儿就跟一个汽油库板, 只需要一点火星就能爆发出一股难以想象的威力。 她很强。 前世看《海贼王》的时候, 麦恩记得CP9成员鹰无猫头鹰曾经说过一个很有趣的设定。 虽然后来被韦田弃用了, 但麦恩却是熟记于心。 倒立! 类似于战斗力一样的指数。 可以将每个人的实力以数字的形式公开呈现。 原著中, 鹰无猫头鹰就曾因此挨个测试CP9全体成员的倒立。 她自己是800倒立。 黑丝玉杰卡利法是630倒立。 雄狮威曲是810倒立。 牛角布鲁诺是倒立。 CP93巨头之一, 狼人加布拉是2180倒立。 方块比南卡库是2200倒立。 豹子路奇则是碾压性的4000倒立。 而一个普通的海军士兵则只有可怜的10倒立。 跟原先的麦恩想来差不多。 但现在不一样了。 吸收果实的出现, 使得麦恩可以无限增强自己的实力。 而就在刚刚, 麦恩已经吸取了1236个海军士兵的倒立。 虽然不是全部吸收。 没办法, 先前那个死去的海军士兵已经将司法岛搞得人心惶惶。 麦恩不能顾及重施。 毕竟, 如果1236个海军士兵全都被麦恩用吸收果实的能力吸成了人干, 势必会惹出极大的麻烦。 麦恩也会因此惹祸上身。 但如果只吸取海军士兵一半的倒立, 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谓的区别顶多是脸色苍白一点。 其他的地方根本看不出明显的变化。 足以瞒天过海。 一个普通的海军士兵有十倒立, 一半就是五倒立。 1236个海军士兵每个人贡献五倒立, 加起来就是6180倒立。 这, 便是此刻麦恩的实力。 可以说, 在如今的司法岛上, 麦恩的实力已然能数一数二。 除了豹子陆奇和王禄飞, 麦恩无论是面对CP9的其他成员, 还是草帽海贼团的其他人都能稳战上风。 唯一的不足, 就是麦恩完全没有战斗经验。 司法岛上这两年过得风平浪静, 麦恩的日子跟度假没有区别。 再加上前世的麦恩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宅男。 与世无争。 不客气地说, 现在的麦恩根本是战斗小白。 想到这, 麦恩只能放弃冲出去大干一场的雄心, 决定继续低调下去。 可正这时, 从远处却飞来了一个人影。 带着搜的一声破风响, 整个人犹如一只离弦之剑直直地向麦恩冲来。 麦恩抬头一看, 眼中的瞳孔立马缩成了针尖状。 并不是因为这个冲他飞来的人影。 而是在这个人影之后, 一个戴着草帽的红衣少年正满脸怒容地注视着他。 扑通, 向麦恩飞来的人影以倒叉葱的姿势直直地砸在地上, 翻了好几个滚柴停下身子。 在地上滑出一道直线的同时, 溅起无数烟尘。 正是可怜的小护, 指挥官大人。 护卫官喃喃了半句后, 整个人便直接昏死过去。 唉。 麦恩望着浑身浴血的小护,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转回头看向已来到他面前的王露飞, 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笑容。 树玉静而风不止呢? 那家伙说, 你是他的老大, 罗宾在哪? 露飞指着昏死在一旁的护卫官, 冲着麦恩问道。 不知道, 麦恩贪了贪手。 说的也的确是实话。 麦恩从始至终都没见过妮可罗宾, 想来是被斯潘达姆那个窝囊废秘密砍压起来。 兴许是在鸽子混蛋那里。 麦恩恶趣味地补上一句。 鸽子混蛋? 果不其然, 听到麦恩说起豹子陆奇, 王露飞的脸色只瞬间就阴沉了下来。 但望着面前的麦恩倒觉得顺眼许多。 志同道合吗? 没错, 那家伙就是鸽子混蛋。 露飞眉头紧皱, 握紧双拳道。 既然罗宾在他那里, 只要打败他就可以了吧。 他在哪? 司法之塔。 麦恩转过身子, 指着不远处那高耸露云的建筑对陆飞道。 就在那, 看到了吗? 哦。 顺着麦恩的手指望去, 陆飞的眼睛灯时一亮。 战役在燃烧。 谢了兄弟, 你真是个好人, 跟我朋友刻比一样。 如果说先前陆飞只是觉得麦恩顺眼的话, 那么此刻的陆飞简直恨不得扑上去给麦恩一个大大的拥抱。 只是现在营救罗宾要紧, 陆飞没有多的时间耽搁。 不用客气。 麦恩微微一笑。 说话的同时, 他伸出手解开肩上的正义披风, 挽起袖子。 只不过想要去司法之塔。 你得先打败我, 草帽小子。 麦恩耸了耸肩膀, 话中多多少少有些无奈。 自从看到王陆飞的那一刻起, 麦恩就知道此战无法避免。 毕竟麦恩可是海军。 无论说什么, 他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身为海贼的陆飞在他面前走掉。 不然事后被人知道, 麦恩就没办法在海军里面混了。 在海贼王的世界里, 海军的身份还是有所保障的, 能在一定程度上为麦恩提供些许安全。 最起码现在, 麦恩还无法丢掉这个身份。 何况麦恩也想借此机会试验一下自己的实力。 不要。 出人意料的是, 面对麦恩的宣战, 陆飞却果断地摇了摇头。 我不想跟你打。 听到陆飞的话, 麦恩没有丝毫差异。 因为陆飞就是这么一个人。 做人做事, 全靠性子来。 永远长不大的家伙。 你不跟我打你, 救救不了尼克罗宾。 麦恩直截了当道, 赤裸裸地逼迫。 哼, 谁说的? 陆飞微微一笑。 说完, 整个人就静止向前跑去。 速度飞快。 想要以此甩掉麦恩。 被小瞧了呢。 麦恩一脸无奈, 同时脚步一点, 向陆飞冲去。 双脚圆圆不断传来的力量, 使得麦恩整个人犹如子弹出膛一样, 快地飞起。 周围的警雾在麦恩的眼中飞快掠去。 那速度, 竟然比陆飞还要快上三分。 而这时, 陆飞的嘴角正掀起一抹得意的微笑。 在他看来, 甩掉一个海军士兵简直轻而易举。 但正这时, 只听唰的一声响。 一阵疾风忽然扑面袭来。 疾风之下, 陆飞的眼睛都不知觉地闭了起来。 等到他在睁开眼时, 只见面前有一个人影正冷冷地注视着他。 而这个人影, 正是刚才那个好心的海军士兵。 玩够了吗? 好心的海军士兵这样对他说道。 闻言, 陆飞眼中的瞳孔瞬间缩成了针尖状。 本来得意洋洋的脸庞也完全被满满的震惊取而代之。 这家伙好快的速度。 心中冒出这个想法的一瞬间, 陆飞赶忙脚步一点, 飞快向后退去。 再度望向麦恩时, 他的眼中、 面上、 心里已经只剩警惕。 浓浓的警惕。 我说过, 不打败我, 你就救不了尼可罗宾。 麦恩背着手, 面无表情地看着陆飞重复道。 草帽小子, 从这里到司法之塔, 可不是一段轻松的路程。 真麻烦。 陆飞眼角微抖。 对于麦恩之前升起的好感, 这会儿早已消失不见。 因为通过麦恩刚刚的话语, 和展现出来的实力, 陆飞已经彻底明白。 面前这家伙, 跟鸽子混蛋一样。 都将是他援救罗宾路上的劲敌。 伸缩自如地, 向交枪。 想明白以后, 陆飞再也没有丝毫犹豫。 一拳直直地向麦恩飞去。 但就在这时,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我就知道。 听到陆飞的喊声, 麦恩的嘴角当即掀起一抹自得的笑容。 以他对海贼王的了解, 麦恩早就猜到, 陆飞会用橡胶枪这一招来摸摸他的底。 可惜的是, 陆飞注定要失算了。 现如今的麦恩, 可不是个普通的海军士兵, 而是拥有6180道力的强者。 望着在面前不断放大的拳头, 麦恩的身子依然不动。 只是举起一只手, 砰的一声响。 陆飞的橡胶枪稳稳地系在了麦恩的掌中, 一股巨大的冲击力瞬间透过手掌, 袭遍麦恩的全身。 但麦恩整个人却全无变化, 就连脚步都没有往后移去半寸, 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丝毫改变。 看那样子, 仿佛陆飞这一击根本就对麦恩造成不了一丁点的伤害。 皮肤汗大瘦。 这, 陆飞整个人完全惊呆了, 想说的话根本说不出口。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麦恩的实力竟然强到了这个地步。 要知道, 陆飞的这一拳虽然没有用尽全力, 但也着实可怕。 就算换成CP9的成员, 也必须要使用海军六十之一的铁块加以阻挡。 根本不可能像麦恩这样完全以一只肉掌进行硬汗。 简直不可思议。 但接下来, 不可思议的一幕还在发生。 用手掌接住陆飞的拳头以后, 麦恩的眼中立马划过一抹脚侠。 五指飞快弯曲, 成爪状, 将陆飞的拳头牢牢地抓住。 不好, 感觉到自己的拳头被抓住, 陆飞的脑海深处立马闪过一个不妙的猜测。 一股浓浓的不安也从心中涌出, 他赶忙挣扎起来, 用尽全力想要把拳头从麦恩的手掌中拿回来。 可诡异的是, 不管陆飞怎么挣扎, 他的拳头依旧被麦恩的手掌牢牢攥着, 就跟箱在上面一样, 令人恐惧不已。 因为陆飞这会儿, 别说把拳头从麦恩的掌中拿出来, 就连麦恩的身体都无法往前带动半寸。 尽管陆飞已经将自己的胳膊飞快向后拉伸, 长度大约几十米, 胳膊都快拉断了。 可麦恩整个人就是怡然不动, 也就在这时, 麦恩终于动了。 给我过来, 麦恩抓住陆飞的拳头, 狠狠往后一拉。 我去, 感觉到对面传来的一股距离, 陆飞只来得及说这么一句, 整个人就犹如一只离弦之剑, 飞快地向麦恩射去。 伴随着嗖的一声响, 虎虎生风啊。 其过程竟然根本不存在僵持一说。 在麦恩的大力拉动下, 悬赏精益的草帽小子, 蒙奇蒂露飞, 居然没有丝毫地抵抗之力。 而当陆飞向麦恩冲去时, 麦恩甚至可以清晰地看见, 陆飞眼中的震惊, 活面上的惊恐。 那模样, 就跟见到鬼一样。 嘻嘻, 不知道为什么, 当看到陆飞眼中的震惊, 活面上的惊恐时, 麦恩的心中猛然涌现出一股说不出的畅快。 她的嘴角不知觉, 就掀起了一抹笑容。 这一刻, 麦恩开心得不得了。 该我了。 陆飞距离麦恩不到半尺之巨石, 麦恩闲下来的另一只手, 立马握紧成拳。 源源不断的力量灌入其中。 对准陆飞的面旁, 直接一拳轰去。 砰的一声巨响。 陆飞整张脸, 都被麦恩这一拳打得凹进去。 五官几乎合为了一体。 要知道, 陆飞可是橡胶果实能力者。 全身上下都是橡胶。 可饶是如此, 麦恩的这一拳照样打出了砰的一声巨响。 可想而知, 麦恩这一拳的威力。 刷! 受此重击之后, 陆飞整个人立马向后飞去。 速度之快, 比麦恩拉他时都不能比。 如果说原先的陆飞是子弹出塘, 那么此刻的陆飞无疑是炮弹发射。 光荡! 咔嚓! 轰! 陆飞的身影急速向后飞去。 接连撞碎十几道墙, 才堪堪停下身子。 此刻, 在麦恩的一拳之下, 他面前的建筑物已全部被陆飞撞毁。 倒塌声持续响起。 废墟一片! 王陆飞也被埋在了里面。 但麦恩的身体却依旧不动分毫。 脚下所站的位置跟原先一模一样。 面上的表情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整个人看上去云淡风轻至极。 嘶嘶嘶! 正这时, 十几道倒吸冷气声接连响起。 伴着倒吸冷气声, 一群海军士兵陆续出现在此地。 全都来自于麦恩的检士大队。 他们本来躲在暗处, 想要趁机偷袭草帽小子。 没成想, 却目睹了一场惊人的战斗。 不, 准确来说, 刚刚发生的不应该是战斗, 而是一场完全碾压的毒打。 把这群海军士兵都看愣啊! 毕竟谁能想到, 大闹司法岛的草帽小子蒙奇蒂露飞, 竟然在麦恩指挥官的面前, 毫无还手之力。 伟大航路, 司法岛, 司法之塔, 斯潘达姆的办公室中, 斯潘达姆和CP9全员汇聚一堂, 气氛罕见的压抑。 因为就在刚刚, 斯潘达姆得到消息, 草帽小子蒙奇蒂露飞已经突破了前岛, 攻进了本岛。 而草帽海贼团的其他成员和弗兰奇的小弟, 也已经开始向司法岛发起猛攻。 形势越发不容乐观, 所有的事情都在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而去。 该死! 这群海贼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斯潘达姆明显坐不住了, 弯着腰迈着八字步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脸上的慌张清晰可见。 老大, 我早就说了, 麦恩君靠不住的。 狼人加布拉悠哉地躺在沙发上, 冷笑着道。 瞧瞧, 您才认命他多久, 草帽小子就从前岛攻进了本岛。 没错, 牛角布鲁诺抱着胳膊, 点头附和道。 草帽小子, 好歹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不是麦恩这么个普通人可以对付得了的。 扎巴巴, 有信念是好事, 但也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实力啊。 鹰无猫头鹰咧咧着大嘴道。 剩下的CP9成员, 鲁奇, 卡利法, 狮子威曲虽没有说话, 但也是一脸的赞同。 就连卡库也是默认不语。 显然, 对于斯潘达姆将麦恩任命为指挥官的命令, CP9成员都很是不满。 毕竟司法倒二把手的位置, 并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尤其是麦恩这么个普通的海军士兵。 一没资格, 二没实力, 说上位就上位了。 要不是, 看在麦恩先前甘愿当背锅侠的人情上, CP9成员刚才就阻拦斯潘达姆了。 听到CP9成员的话, 斯潘达姆的脸色已经黑得跟锅底一般。 没办法, 打脸呀。 说来也可恨。 麦恩那个混蛋, 先前在办公室里说得好好的, 又是为了正义, 又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结果呢?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草帽小子就从前岛攻进了本岛。 吃个废物, 巴拉巴拉巴拉。 正当斯潘达姆决定永远弃用麦恩时, 他办公桌上的电话虫突然响了起来。 听到电话虫独有的铃声, 斯潘达姆额头上的冷汗都冒出来了。 我去! 该不会草帽小子已经突破了本岛, 攻进了司法之塔吧。 颤巍巍地伸出手, 拿起电话虫, 斯潘达姆的心里紧张万分, 生怕自己再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 这时, CP9全员的目光也集中在电话虫上, 想知道事情发展到了哪一步。 司令官大人, 草帽小子, 草帽小子。 斯潘达姆拿起电话虫的一瞬间, 电话虫本来紧闭的双眼忽然睁大。 眼中竟是一片惊喜, 嘴巴大开大合。 整只虫看起来兴奋不已。 草帽小子怎么了? 斯潘达姆紧张问道。 草帽小子, 被打败了。 电话虫此刻已经是喜极而起。 什么? 斯潘达姆的双眼陡然睁大。 狼人加布拉搜的一声从沙发上窜起。 牛角布鲁诺也是一脸震惊, 鹰鲁猫头鹰嘴巴里的更大了。 卡利法、卡库、狮子威举三人也愣在了原地。 就是陆琪也是眉头轻重。 因为在他看来, 草帽小子没那么弱呀。 司法岛上的海军士兵, 什么时候这么能耐了? 哈哈。 回过神以后, 斯潘达姆当即大笑起来。 好, 不愧是我司法岛上的海军士兵, 没给世界政府丢人。 说说, 你们是怎么联手打败草帽小子的? 斯潘达姆好奇问道。 报告司令官大人, 草帽小子不是被我们联手打败的, 而是被麦恩指挥官一人打倒的。 电话从中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只瞬间, 斯潘达姆的办公室便一片死寂。 但一秒过后, 办公室里就响起了一声极大的惊呼。 什么? 这一下子, 就连豹子鹿奇都无法无动于衷了。 其他CP9成员就更别提了。 狼人加布拉差点咬掉自己的舌头。 牛角布鲁诺一脸见到鬼的样子, 鹰无毛投鹰则是默默地拉上了嘴巴的拉链。 卡库, 卡利法, 狮子威娶三人更是奇奇傻在原地。 只有斯潘达姆不一样。 再次回过神以后, 整座办公室里便只能听到他一个人得意的大笑声。 打脸一时爽, 一直打脸, 一直爽啊。 我就知道, 那么顺眼的家伙一定不会辜负自己的期望。 不可能。 斯潘达姆的笑声中, 狼人加布拉的老脸早已仗得通红。 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 只是一个普通海军士兵的麦恩能打败草帽小子。 眼见为食。 想到这, 狼人加布拉刚想迈步走出去。 牛角布鲁诺就提前一个闪身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 光当一声响, 大门被推开的那一刻, 布鲁诺的身影就飞快消失在了司法之塔。 伟大航路, 司法岛。 本岛, 报告指挥官大人, 已按照您的吩咐, 将草帽小子被您打倒的消息告知司令官大人。 一群海军士兵笔直战力, 对麦恩举了一个标准的海军礼。 望着面前的麦恩, 海军士兵的眼中全都是小星星。 好像啊。 嗯, 干得不错。 麦恩点了点头, 脸上依旧面无表情, 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只不过麦恩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前方, 等待着王路飞从废墟中钻戳。 拜托, 王路飞身为海贼王的大主角, 岂能轻易被麦恩打败。 虽然麦恩那一拳着实够路飞瘦的, 但要想以此打败路飞, 无异于痴人说梦。 别人不知道, 穿越而来的麦恩不可能不清楚。 刚才的路飞, 只是一时不被方被他占了先机。 尚没有拼尽全裂。 毕竟司法倒的时候, 路飞已经学会二档和三档了。 真要是火力全开, 那此刻的麦恩能不能打得过路飞都尚且两说。 虽然现如今的麦恩, 道力有6180, 比CP9中的豹子路奇道力还高。 但是路奇的4000道力是平常形态。 豹子形态下, 路奇的道力最起码得乘以2, 也就是8000道力。 而就是这样的路奇, 最后却被开了二档的路飞打成重伤。 因此, 开了二档的路飞, 真要是用尽全力道力最起码得在8000以上。 目前只有6180道力的麦恩, 尚有些不够看。 何况说起来, 麦恩决定跟路飞打, 只是被逼无奈。 身为海军, 他总不能什么都不干, 就让路飞去司法之塔。 再加上, 麦恩还想试验一下自己的实力, 这才跟路飞展开战斗。 现在, 打也打过了, 实验也实验完了, 是时候见好就收了。 真跟路飞拼死一战, 麦恩就算能赢也没有些许好处, 顶多被斯潘达姆夸奖一番, 连个所谓的奖金都没有。 不值得呀。 司机至此, 麦恩当机立断, 赶忙让面前这群海军士兵将自己打败草帽小子的消息, 告知斯潘达姆。 其目的就是为了引CP9的成员前来, 帮他接受一个愤怒至极的路飞。 而对于CP9那伙人的性情, 麦恩可谓是了解得够够的, 一个个眼高于鼎, 觉得自己为世界政府做事, 就整天拽得跟二五八万四的。 至于像麦恩这样的普通人, 表面上不在意, 心里面其实比谁都看不起。 可想而知, 这样的一群人得知他把草帽小子打败了, 一定会坐不住, 肯定要来这里一探究竟。 殊不知这样一来, 就完全落入了麦恩的圈套中。 就是不知道待会儿来的倒霉蛋是谁。 要是卡利法的话, 想想麦恩还有些于心不忍。 伸缩自如的, 像胶枪。 正这时, 废墟深处陡然传来一声呼喊, 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 一块巨石被打得粉碎, 一只拳头高高竖起, 一个人影也从废墟深处窜出, 正是重新站起来的草帽小子蒙奇蒂露飞。 只不过此刻的露飞看上去很是凄惨, 浑身上下脏兮兮的, 红色背心和黑色短裤早已灰尘遍布, 嘴角也带有一大抹血迹。 显然, 麦恩释财的那一拳的确是让王陆飞吃尽了苦头, 饶氏橡胶坐的身子也扛不住。 我去, 草帽小子又站起来了。 这个家伙, 挨了麦恩指挥官那样恐怖的一拳竟然没有倒下, 看到陆飞从废墟中窜出, 麦恩面前的那一群海军士兵立马吓得大喊大叫起来, 害怕的话就躲一边去。 麦恩好心地提醒道, 海军士兵们如蒙大射, 飞快向后跑去。 跑了没多久, 正好看到牛角布鲁诺往这边赶来, 灯石喜极而泣。 是CP九成员布鲁诺。 太好了, 布鲁诺和麦恩指挥官联手, 一定能把草帽小子打败。 救星来了! 海军士兵们亲切地对布鲁诺招手。 你们在说什么? 听到海军士兵们的话, 牛角布鲁诺的眉头当即紧重。 什么联手? 草帽小子不是已经被你们的麦恩指挥官打败了吗? 刚才是打败了, 但现在又站起来了。 海军士兵们飞快道, 啊, 我就知道。 听到这, 牛角布鲁诺连伪装都不伪装, 嘴角直接掀起一抹得意的微笑。 他巴不得草帽小子重新站起来。 因为那样一来, 布鲁诺才会让斯潘达姆知道, 才会让海军士兵知道, 才会让麦恩知道究竟谁才是司法岛的最高战力。 草帽小子蒙齐地露飞, 绝对不会是麦恩这样的普通人可以轻易打败的。 只有他们CP9的成员, 才拥有打败草帽小子的实力。 想到这, 牛角布鲁诺的脚步再不停留, 飞快向前冲去。 涂流身后的一群海军士兵面面相去, 猛逼不已。 那家伙到底跟谁伙的? 嗨嗨。 陆飞大口地喘着气, 伴着激烈的咳嗽声, 嘴角的鲜血缓缓流淌。 这家伙的拳头, 比爷爷的拳头都疼得多。 望着面前的麦恩, 陆飞早已收起了一开始的轻视之心。 眼中的警惕, 比先前在水之都面对豹子陆其实都严重得多。 是时候了。 面上一片坚定之下, 王陆飞当即弯下身子, 一手垂地, 一手扶着膝盖。 二当。 鼓动。 陆飞话音刚落, 双脚就开始像压水泵一样, 像身体里打气。 伴着呲呲的蒸汽声, 陆飞体表上的肌肤快速变红。 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亮光。 该死, CP9的人怎么还不来? 看到这, 麦恩的眼中满是警惕。 熟知海贼王的他, 自是知道经过二挡的加持, 陆飞整个人的实力都要翻上一倍。 所有的招式也将进化一个等级。 原先的麦恩可以轻而易举地攥着陆飞的拳头, 借此给他一个本雷打。 现在吗? Jet喷气手枪。 二挡完成以后, 陆飞手脚不停, 立马对麦恩展开攻击。 So, 一股带着热气的冲击波瞬间向麦恩袭去。 快得离谱。 即便现如今的麦恩道力高达6180, 都难以用速度躲避。 麦恩心中大害。 虽然早就知道, 开了二挡的陆飞要鸟枪换大炮, 但他还是低估了二挡陆飞的实力。 面对袭来的冲击波, 麦恩躲避不急, 只能双手交叉, 或在身前选择硬抗。 砰的一声巨响。 Jet喷起手枪, 稳稳地命中麦恩。 一股巨大的冲击力, 瞬间传遍麦恩全身上下。 护在身前的双手, 都被震得一阵发麻。 麦恩的身体, 不受控制地向后移去。 此啦。 向后移去的过程中, 麦恩的双脚, 在地上划出两道深深的印记, 溅起无数火花。 好强。 感受到Jet喷起手枪的威力之后, 麦恩的心中, 只剩下了一个念头。 不宜再战。 虽然他此刻毫发无伤。 不错, 开了二挡的陆飞, 实力的确已经到了一个很强的地步。 但只凭一技Jet喷起手枪, 二挡陆飞想要打败麦恩无异于痴人说梦。 可关键是, 麦恩跟陆飞接着打下去, 结果只能有一个。 两败俱杀。 除了斯潘达姆那个窝囊废会高兴, 对于其他人而言都没有任何好处。 麦恩接下来还有大事要去做, 他可不能在这里倒下。 快来吧, 接盘侠。 麦恩在心中默默祈祷着。 算算时间, 这会儿也该来了。 帖。 正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 麦恩眼角一瞥, 面上当即狂喜。 终于来了。 麦恩的视野中, 一个人影正快速向这里赶来。 在海军六世, T的加持下, 人影几乎化为了一道风。 速度溜得飞起。 但麦恩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来者是谁。 这也是他之所以满面欣喜的最主要原因。 牛角布鲁诺。 这家伙的门门果实, 可是前世海贼王官方网站中 平定的十大神级果实之一啊。 可惜的是, 没有废物的果实, 只有废物的人。 像门门果实这样的好东西, 放在布鲁诺的身上的确可惜。 眼中一道冷光掠过, 望着面前跃跃欲试的王露飞, 麦恩的嘴角当即掀起一抹诡异的微笑。 好戏开始了。 啊! 一声惨叫突然响起。 声音之大, 贯彻整座本岛。 闻者无不动容。 正拼命往麦恩这边, 赶得牛角布鲁诺听到惨叫声, 硬声声停下了脚步。 跟不远处的王露飞一样, 被这惨叫声吼得一脸猛逼。 而这声惨叫的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麦恩。 而且惨叫过后, 麦恩立马捂住胸口, 满面痛苦, 双脚用力向后一跃。 整个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后, 扑通一声狠狠地摔在地上。 麦恩? 看到这, 牛角布鲁诺赶忙来到麦恩的身边。 布鲁诺阁下, 我我可能不行了。 麦恩倒在地上, 握着牛角布鲁诺的双手, 脸色苍白不已。 不行了? 握着麦恩的双手, 布鲁诺的大脑一片空白。 虽然他很希望麦恩被草帽小子打败, 但却不希望麦恩死在草帽小子手里。 归根到底, 麦恩跟他们CP9还是同一条战线的。 麦恩, 坚持住, 要相信, 你自己啊。 布鲁诺为麦恩打气道, 现在不是担心我的时候。 布鲁诺, 为了司法倒, 为了正义, 你一定要打败草帽小子。 麦恩一脸大意凛然地对布鲁诺说道, 我知道, 你放心, 听到麦恩的话, 布鲁诺立马扭头望着不远处的草帽小子, 眼中的怒火, 清晰可见。 草帽小子, 你欺人太甚。 牛角布鲁诺搜的一身站起身子, 指着王陆飞的鼻子狠狠骂道, 我什么都没干啊。 陆飞瘫了瘫手, 脸上依旧是满满的猛逼。 从刚才到现在, 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个名为麦恩的家伙, 怎么说倒下就倒下了? 一招Jet喷气手枪而已, 不至于打败这个家伙啊。 我也没有那么强啊。 在陆飞的眼里, 麦恩在硬抗他一记Jet喷气手枪后, 先是莫名其妙地发出一声惨叫, 然后整个人莫名其妙地倒下。 可在布鲁诺的眼中, 麦恩则是完完全全被陆飞打倒的。 时间差, 布鲁诺在来到这里的一刹那, 只看到了麦恩发出一声惨叫倒下, 并没有看到在此之前的情形。 于是理所当然的会认为, 麦恩是被草帽小子打倒的。 也因此, 牛角布鲁诺并没有看到, 二挡路飞适材的那一记Jet喷气手枪有多么的恐怖。 依旧以为, 面前这个浑身上下散发着热气, 通体发红, 带着亮光的草帽小子, 还是原先那个在水之都的窝囊废。 作死之路即将展开。 早知如此, 在水之都我就应该杀了你。 牛角布鲁诺抱着胳膊, 牛气哼哼地对王路飞道。 都说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路飞依旧是一脸的猛逼, 以他的智商, 自是想不明白麦恩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语气中已然有些厌烦。 路飞本就对布鲁诺看不顺眼。 这会儿, 布鲁诺还冤枉他, 新仇家旧恨。 只瞬间, 路飞对布鲁诺的不满就远超麦恩。 要打败的目标, 要从麦恩转到了布鲁诺的身上。 躺在地上的麦恩, 眼睛露出一条缝。 透过这条缝, 麦恩清楚地看到王路飞的脸色已经极为不善。 而牛角布鲁诺则是依旧在一旁大言不惭。 什么水之都放过你们一马, 你们就应该懂得感恩啊。 尼克罗宾选择牺牲自己保护你们的机会, 来之不易啊。 现在投降说不定还能留个全世啊。 一句接着一句, 是句句都捅在路飞的逆鳞上。 文言见状, 诚如麦恩也忍不住对布鲁诺的背影翘起一个大母哥。 如果作死有高低, 我愿称你为最强。 Jet喷气手枪。 伴随着一声嘶吼, 路飞的忍耐显然到达了极限。 一股带着热气的冲击波飞速向布鲁诺冲去。 铁块! 话音刚落, 布鲁诺的身体就变得坚硬无比。 正是海军六十之一的铁块。 只不过他的眼中依然是满满的不屑。 布鲁诺相信, 碰! Jet喷气手枪带着恐怖的速度稳稳地命中了牛角布鲁诺。 一声巨大的爆炸响传来, 布鲁诺的脸色变了。 我靠! 淋漓的鲜血, 剧烈的疼痛, 都在这一刻出现在布鲁诺的身上。 路飞的这一剂Jet喷气手枪, 打得布鲁诺大脑一片空白。 整个人也如离弦之剑一样, 飞速向后射去。 直到狠狠地撞在一面墙壁上, 他的身体方才停在原地。 而当布鲁诺抬头望去时, 面前的草帽小子早已不知所踪。 但也就在这时, 他的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极大的不安。 仿佛死亡正在向他逼近! 空气之门! 感受到心中这股极度的不安, 牛角布鲁诺当机立断。 咔嚓一声响, 面前的空气中突然出现一扇打开的大门。 但布鲁诺刚想钻入其中, 耳边就传来一声熟悉的呼喊。 Jet喷气机关枪! 呼喊声落下, 一只硕大的拳头便带着热气向布鲁诺冲来。 速度之快, 令布鲁诺根本无法躲避。 明明空气之门就在眼前, 但牛角布鲁诺硬是被这只硕大的拳头打得向远处击射而去。 而接下来, 每等布鲁诺落地, 每等他使出铁块, 一直接着一只硕大的拳头便连续在布鲁诺的身上留下印记。 走得布鲁诺全身上下各个角落都一阵鼓劣声。 咔咔咔咔咔咔! 牛角布鲁诺失去意识之前, 视野中唯一看到的画面就是无数只拳影以及那张虽显稚嫩, 但注定要成为他一辈子梦年的脸庞。 正是草帽小子蒙奇蒂露飞愤怒的模样。 可怜的娃娃啊! 麦恩躺在地上, 将露飞痛作布鲁诺的场景, 尽收眼底。 心中不免为布鲁诺祈祷一番。 援助中, 露飞打布鲁诺还算是手下留情了。 但现如今, 布鲁诺以后的人生怕是完全不能自理。 援助中露飞最后打败豹子露气实用的就是这一招。 这意味着什么? 杀机用牛刀啊! 清兵时把大招给交了。 司法倒一片中, 布鲁诺那就是个渣渣, 为了凸显王露飞的强大需要的一枚绿叶而已。 可此刻, 就是这样的绿叶却在遭受露飞打司法倒大boss时才会采取的攻击。 试闻在这样的攻击下, 牛角布鲁诺又怎能有个好? 就算不死, 整个人想必也废了。 不过这样一来, 待会儿用吸收果实吸取布鲁诺的力量时, 麦恩倒可以彻底地放下心理负担。 浪费可耻吗? 咚的一声响。 牛角布鲁诺狠狠地砸在地上, 四周大地军裂。 他整个人已经彻底失去意识, 全身上下都透着鲜血。 呼! 王露飞大口地喘着气, 他本就被麦恩伤得不轻。 这会儿又全然不顾地对布鲁诺展开猛烈攻击。 身体早已不堪重负。 但为了救出罗宾, 陆飞自是不能倒下。 望着远处高耸陆云的司法之塔, 陆飞提起全部的力气, 快速向那里冲去。 经过倒在地上的麦恩时, 陆飞的脚步略微有些停顿。 但只是片刻, 他便不去在意。 或者说, 不能去在意。 时间万分紧迫。 陆飞耽搁搁不得。 呼! 望着渐渐消失在视野中的陆飞背影, 躺在地上当了好大一会儿观众的麦恩, 当即如是重负地呼出了一口气。 说实话, 如果陆飞揪着那一拳之恨不放, 非要跟麦恩奋出个高下的话, 那麦恩还是很头疼的。 索性麦恩没有猜错。 对于王陆飞而言, 伙伴还是最重要的。 你可罗宾万岁! 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麦恩慢悠悠地站起身来。 信部走到布鲁诺的身边, 麦恩缓缓蹲下身子。 望着面前半死不活的布鲁诺, 麦恩的脸上毫无表情, 让人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其实麦恩是有些紧张。 说起来, 他还从没有用过吸收果实的能力, 吸取恶魔果实能力者。 对于吸收果实, 到底能不能吸收恶魔果实能力者的能力, 尚且处于未知。 不过斯潘达姆既然说吸收果实, 是非官方最强果实, 那么理应可以做到, 也必须要做到。 因为只有那样, 麦恩才能真正地走上一条强者之路, 才能完成他闻名世界的梦想。 严格来说, 就是这个世界上别人拥有的, 麦恩全都要有。 不只是恶魔果实的能力, 三色霸气, 超强剑术, 海军六师麦恩全都想要。 而这一切, 麦恩只能寄希望于他的吸收果实。 呼! 深吸一口气后, 麦恩抬起, 双手放在布鲁诺的身上。 几乎是同时, 手掌中的黑色漩涡花纹就疯狂地转动起来。 熟悉的黑色光芒再度浮下出, 恐怖的强大吸附力也随之出现。 布鲁诺可是八百道力的超人, 吸取他的力量对于麦恩而言, 无异于一场大补。 最重要的是, 布鲁诺是海军六师吸得者, 而海军六师几乎是海贼王世界中唯一致命的体数。 哪怕是一个普通人, 只要能学会海军六师都将拥有极其强大的战力。 比如麦恩。 虽然目前的麦恩已经是6180道力的强者, 但正因为此, 这样的麦恩如果能学会海军六师, 必会使他的实力飙升到一个高不可攀的层次。 一加一并非等于二。 如虎天翼。 秀! 强大的犀利和诡异的黑色之中, 麦恩的脸色阴晴不定。 因为在这期间, 麦恩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体内注入的那股力量是如此的疯狂。 跟原先吸取的力量完全不一样。 似乎海军士兵的道理和布鲁诺的道理并不是一个级别。 就好比有些人的武装色霸气是黑色, 有些人的武装色霸气是紫色一样。 同为武装色霸气, 使用出来的效果却大为不同。 同样, 布鲁诺体内的力量和一般海军士兵体内的力量是完全不同的。 具体不同在哪里, 麦恩说不上来。 但毋庸置疑的是, 布鲁诺的力量是麦恩想要的。 吸取这种力量的过程中, 麦恩全身上下都感觉到了愉悦。 体内的每个细胞仿佛都在欢呼雀跃, 异常地舒爽。 但就在这时, 麦恩的脸色却忽然一变。 因为这一刻, 麦恩感觉到布鲁诺的体内突然多出了一股力量。 明明布鲁诺体内的力量即将被麦恩吸完。 但就在这将完未完之际, 麦恩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从布鲁诺的五脏六腑, 四肢百骸中一股巨大的能量正在蜂拥而出。 更加诡异的是, 面对这股力量, 麦恩双手中的黑色漩涡花纹转动的速度虽然不减, 甚至还比先前快上三分。 但麦恩的体内却感觉不到任何力量的注入。 可布鲁诺体内的那股巨大的能量, 却在快速流失。 奇怪! 麦恩眉头紧皱。 对于线下发生的这一切, 他完全想不明白。 但出于对吸收果实的信任, 麦恩并没有撤去双手, 停止吸收。 就这样, 持续了十几分钟后, 诡异的黑色光芒和强大的吸附力终于消失。 但麦恩手掌中的黑色漩涡花纹却依旧在疯狂地转动。 看到这, 麦恩的大脑更加空白了。 从布鲁诺的身体上将双手撤下, 麦恩眼中的瞳孔立马缩成了针间状。 因为当他的双手离开布鲁诺的身体时, 无声无忌之下, 布鲁诺的身体突然间就化为了一滩鸡粉。 风一吹就消失在整片天地之间。 可这并不是麦恩眼中的瞳孔骤然缩成针间状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 此刻麦恩的双手上居然有一枚果实。 通体血白。 模样看上去像是一个苹果。 但浑身上下却布满了黑色的漩涡花纹。 跟麦恩手掌中的花纹一模一样。 这是恶魔果实。 麦恩双手捧着苹果状白色果实, 大脑一片空白。 死死地盯着果实上的黑色漩涡花纹, 麦恩的视线哪怕一分一秒都移开不得。 我的天啊! 吸收果实真的是非官方最强果实啊! 眼前这颗苹果状白色果实, 如果麦恩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正是布鲁诺的门门果实。 可麦恩本来以为吸收果实最强, 不过直接吸收布鲁诺的恶魔果实能力。 何曾想过, 吸收果实竟然硬生生地把门门果实 从布鲁诺的身体里带了出来。 不错, 是才在布鲁诺体内那股蜂拥而出的诡异能量, 不是别的, 正是门门果实。 麦恩手中疯狂转动的黑色漩涡花纹, 通过吸收这股诡异的能量, 将门门果实重新具现了出来。 本来麦恩还有所担心。 吸收果实, 能吸收恶魔果实能力者的能力, 固然是好事。 但要是碰到某些恶魔果实能力者的话, 吸收能力就有可能变成噩梦了。 比如人妖王一万科夫, 那家伙的荷尔蒙果实, 光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属于白给麦恩都不会要的类型。 现在好了, 选择权已在麦恩手中, 而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 门门果实的能力, 麦恩一定要得到, 因为这个能力实在是逃跑力气。 遇到强敌, 直接在空间里开一扇门躲进去就好了。 海贼王, 世界强者众多, 麦恩现在的战力还不属于顶尖。 万一哪天飞球附体, 碰到四皇或者三大将那样的强者。 麦恩说狗带叫狗带。 但有了门门果实的能力, 麦恩就有了自保之力。 可以说, 门门果实虽然不是麦恩最想要的恶魔果实, 但却是麦恩此刻最需要的恶魔果实。 啊! 张开大嘴, 麦恩刚想将门门果实吞入肚中, 心里却莫名升起一股不安。 麦恩突然想起, 恶魔果实能力者好像不能吞食第二颗恶魔果实, 否则就会暴体而亡。 虽然不知道, 吸收果实的能力能不能抵消这个副作用, 但直接吞食门门果实未免过于冒险。 皱着眉头思考了些许, 麦恩的脑海中灵光一闪。 既然吸收果实, 可以将门门果实的能量从布鲁诺的身体中吸取出来。 那么, 麦恩面色一素, 双手紧握着门门果实。 咻! 果不其然, 麦恩手掌中的黑色漩涡花纹再次旋转起来。 诡异的黑光和强大的吸附力再次出现。 伴随着一股奇异的能量注入麦恩的体内, 他手中的门门果实渐渐干别萎缩。 大约过了一分钟, 麦恩手中的门门果实已经只剩下一层白色的果皮。 也就在这时, 黑色漩涡花纹终于停止转动。 诡异的黑色光芒和强大的吸附力也再次消失不见。 但麦恩的眼中却金光暴闪。 空气之门, 麦恩大手一挥, 面前本来平静无奇的空气突然间泛起一片涟漪, 就跟石子砸在水面上一般。 咔嚓一声响, 一道透明光门突然在空气中出现。 光门打开的一瞬间, 麦恩立马脚步一点, 整个人窜入光门中。 没办法, 事情紧接。 麦恩必须要尽快熟练门门果实的能力。 当然, 他也有一点好奇, 空气之门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原先看海贼王的时候, 麦恩就对此向往不已。 现在倒是可以身临其境了。 他的一声响, 窜入空气之门的麦恩稳稳地落在地上。 脚步声尤为响彻。 麦恩越走, 这种脚步声就越响。 踏踏踏。 听起来像是在无人的大厅中穿皮鞋走路的声音。 想来也是。 空气之门里面, 可不是只有门门果实能力者麦恩一人吗? 但空气之门中更令人惊奇的是, 视野竟然无比清晰。 虽然麦恩一眼望去, 竟是灰色。 但周围的景象却看得一清二楚。 跟麦恩在外面看到的景象一般无二。 所谓的区别只是外面的世界是彩色的。 而空气之门里的世界则是灰色的。 果然如此。 麦恩嘴角一勾, 眼前的景象跟他原先的想法不谋而合。 空气之门中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小空间, 而是跟现实的世界有所关联的。 不然的话, 原著中的布鲁诺也不可能利用空气之门去偷袭路飞。 虽然结果是偷击不成十把米, 但只此一点便足以证明身处空气之门还是能看到外面的世界的。 呼! 麦恩缓缓吐出一口气, 整个人颇有些成就感。 计划大成功。 毕竟现如今的麦恩, 已经可以用门门果实的能力在司法岛穿梭自如。 来无影去无踪。 就算被人发现, 也没有人可以阻拦得了麦恩。 因为牛角布鲁诺带给麦恩的不只是门门果实, 还有道力, 以及海君六世。 人的一生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贵人。 牛角布鲁诺就是麦恩穿越到海贼王世界两年多以来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门门果实, 海君六世, 820道链。 早登极了。 身在空气之门中的麦恩双手合十, 为已燃化为积粉消散于空中的布鲁诺真心地祈祷着。 祈祷过后, 麦恩放下双手, 望着前岛的方向眼中一片坚定。 T! 麦恩脚步一点, 整个人立马快速地向前冲去。 说起来, 空气之门中的世界独具一格。 挺适合修炼体术。 就是噪声大了些。 海君六世, T!乃是海君六世中一项最为基本的格斗技巧。 所有海君要想修习海君六世, 一定要先学会T。 原理也十分简单。 一瞬间, 秒, 踩塌地面十次以上, 利用反作用力产生的爆发性速度进行移动。 但这只是基本。 如果有人可以在一瞬间连续踩塌地面几十次以上, 他的速度爆发性一定更强。 使出的T也一定比常人更快。 而此刻的麦恩无疑拥有这种资格。 本来6180的道力, 加上布鲁诺奉献出来的800道力。 如今的麦恩, 道力已高达7000。 7000道力的麦恩, 使出权力之下, 完全可以在一瞬间连续踩塌地面50次。 速度爆发性可想而知。 在空气之门的世界中, 利用T高速移动的麦恩, 使得空气之门中净是他的脚步声。 他踏踏的声音不绝于耳。 吵得人心烦意乱。 但麦恩却无动于衷, 依旧向着前岛的方向急迟而去。 整个人快得如一道奔雷。 毕竟前岛那边还有不少海军士兵等待援救。 而麦恩距离他的目标还有一小段距离。 一万道力。 这是麦恩在开始大动作前给自己定下的初期目标。 一定要完成。 司法之塔, 斯潘达姆的办公室中。 你们说什么? 曹帽小子没有被打倒。 望着眼前的这群海军士兵, 斯潘达姆嗖的一声从沙发上跳起, 满脸恐慌道。 这群海军士兵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亲眼见证麦恩一拳打飞曹帽小子的那群海军士兵。 之后, 在看到曹帽小子站起之后, 这群海军士兵便慌忙赶往司法之塔, 找斯潘达姆汇报情况。 不过他们显然来的不是时候。 呼! 听到海军士兵们的述说, 办公室中立马有人如释重负地吐出了一口气。 这人身穿一身黑色紧身服, 将娇好的身材体现得淋漓尽致。 正是妮可罗宾。 哈哈! 罗宾如释重负地吐出了一口气后, 办公室中又再度响起一连串的笑声。 笑声中的嘲讽之意十分明显。 而发出这串笑声的人就站在罗宾的身边。 上身穿着一件十分骚包的红色汉衫。 敞着怀! 下身只穿着一条蓝色的内裤。 一眼望去, 满满的不忍直视感。 正是草帽海贼团此行之后, 将要加入的第八位船员传公弗兰奇。 听着弗兰奇的笑声, 斯潘达姆的老脸早已仗成了猪肝色。 没办法, 打脸一直爽, 一直打脸一直爽。 先前听到麦恩把草帽小子打败以后, 斯潘达姆这家伙就立马派人把妮可罗宾和弗兰奇压到他的办公室。 用意也十分明显。 以斯潘达姆的为人, 他自是很想知道当妮可罗宾听到草帽小子被打败之后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至于弗兰奇, 就是个凑数的不用理话。 可现在倒好, 斯潘达姆刚刚给妮可罗宾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使得罗宾小姐姐的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流。 想死的心都有了。 可正这时, 那群海军士兵偏偏来了。 还带来了一个恶心的坏消息, 草帽小子没被打败。 这个坏消息就犹如一记响亮的巴掌, 啪的一声打得斯潘达姆的老脸找不到呗。 丢人丢到家了。 一旁的CP9成员都默默地退到了一边, 避免跟斯潘达姆距离太近。 说实话, 此刻这里也就使人有点多。 不然的话, 望着面前这群海军士兵斯潘达姆准得抄起一把碎发枪挨个崩了他们。 草帽小子被麦恩打败了吗? 斯潘达姆强行压下心中的怒火问道。 由于强行, 导致斯潘达姆说话时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 报告司令官大人, 原先麦恩指挥官是把草帽小子打败了, 但后来草帽小子又站起来了。 海军士兵们实话实话道, 压根就没感觉到此刻办公室里面的气氛已经极其不对。 一群铁哈哈啊。 那后来呢? 斯潘达姆继续压抑着怒火问道。 后来我们就不知道了。 海军士兵们齐齐摇头道。 不知, 斯潘达姆肺都要气炸了。 不知道你们来这里干嘛呢? 我去, 就为了打我的脸吗? 这会儿, 斯潘达姆额头上的青筋都抱了出来。 但瞥了一眼一旁的妮可罗宾和弗兰奇, 斯潘达姆立马深吸一口气。 对面前的海军士兵潇洒一挥手, 勉强微笑道。 呵呵, 无妨无妨。 我已经派了布鲁诺前去帮助麦恩, 想来定能将草帽小子守到擒来。 文言, 罗宾和弗兰奇的脸色当即一白。 两人都知道布鲁诺的实力。 虽然不知道, 那个麦恩是什么人, 但一对二之下, 路飞情况危急啊。 看到这, 斯潘达姆心里大爽。 伸出手擦了一下额头上渗出的冷汗, 总算是把老脸将将找回来了。 可就在这时, 一声熟悉的呼喊却从远处传来。 罗, 逼。 呼喊声从远处传来, 通过司法之塔, 响彻在办公室的每个角落。 一时间, 办公室里的所有人全都愣在了原地。 气氛一片死寂,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路飞? 罗宾再也忍不住了。 一双灿如星辰的眼眸, 当即泪如泉涌。 一旁的弗兰奇, 此刻却是扑哧一声, 再度大笑起来。 哈哈。 他笑得满地打滚, 几乎快要背过气去。 弗兰奇的笑声中, CP九成员陆奇, 卡利法, 卡库, 加布拉, 狮子威曲, 因无猫头鹰一行人, 齐齐向后一退。 再度拉开与斯潘达姆的距离。 社会性死亡? 只在公众场合出丑, 丢脸到没脸见人, 恨不得在地上找个缝钻进去的现象。 又被称为公开处刑。 此刻的斯潘达姆, 就是这之中的代表人物。 打脸一时爽, 一直打脸一直爽。 但斯潘达姆的老脸, 被打爆了。 啊, 人伤药, 大大大, 额间的冷汗大量涌出, 顺着火红色的铁皮面具滴滴往下流。 不一会儿, 就把斯潘达姆所占的地面尽数染湿。 可从始至终, 斯潘达姆整个人却是动也不动, 依旧保持着原先伸手擦冷汗的姿势。 面部肌肉彻底僵硬, 浑身上下完全僵化。 可以说, 此刻的斯潘达姆与一具尸体唯一的区别所在, 就是身体还有那么几分热乎气。 啊, 人伤药。 司令官大人, 你怎么了? 海军士兵们看到这样的斯潘达姆, 出于担忧好心问道。 显然, 这群铁憨憨并不知道他们开口说话意味着什么。 明明气氛是那样的不对劲来着。 要知道, 社会性死亡虽然无解, 但时间却可以消磨一切。 斯潘达姆本想用我在哪? 我是谁? 我是人还是鬼的方法, 将这段无比尴尬的时间硬生生地熬过去。 现在却是不行了。 啊, 人伤药。 望着面前的, 这群海军士兵斯潘达姆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劳累。 一群劲敌呢? 瞥了一眼旁边的尼克罗宾和弗兰奇, 斯潘达姆强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继续自欺欺人道。 嗯, 没什么? 我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对吧? 对什么? 铁憨憨的海军士兵们顺口问道。 啊, 人伤药? 我是说, 这声呼喊听起来似乎有点熟悉。 斯潘达姆捂着胸口, 硬撑着道。 是草帽小子, 司令官大人。 铁憨憨的海军士兵向来心直口快, 此刻也绝不例外。 啊, 人伤药? 哦, 原来如此呀。 呵呵, 原来是草帽小子。 怪不得那么熟悉呢。 斯潘达姆咧着大嘴, 边笑边道。 尽管他的笑容看起来比哭还难看, 也就是这里人多了, 也就是这里是自己的办公室了。 斯潘达姆一边笑, 一边用眼睛死死地盯着面前的这群铁憨憨。 我靠! 那个加布拉啊, 把这几位的名字记下来, 等事情忙完了单独奖赏。 斯潘达姆郑重地拍了拍海军士兵们的肩膀。 多谢司令官大人。 铁憨憨们一脸感激道。 赶快走吧。 斯潘达姆迫不及待地挥了挥手。 声音仔细一听, 似乎带有一些哭腔。 是! 海军士兵们最后对斯潘达姆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里, 才从办公室中彻底离去。 没错, 是彻底离去。 呼! 等到铁憨憨们终于离开办公室以后, 斯潘达姆立马如释重负地吐出了一口气。 这才发现自己全身上下早已被冷汗打湿。 尽管他知道, 草帽小子快要攻进司法之塔。 但不知为何, 总感觉适材那群海军士兵比草帽小子更恐怖啊。 看到斯潘达姆这个模样, 弗兰奇的笑声更加嚣张了。 其实从刚才到现在, 他一直没有停止过笑声。 吵得CP9成员心烦意乱。 要不是弗兰奇有古代兵器明王的设计图, 早就弄死了。 老大, 要不要我把草帽小子给你抓来? 狼人家布拉开口道。 说到底, 一切都是草帽小子惹出来的事。 斯潘达姆之所以射死, 草帽小子完全是罪魁祸首。 也因此, 斯潘达姆这会儿的心中, 的确是把王露飞恨得要命。 听到加布拉的话, 斯潘达姆刚想同意他的提议。 眼角一瞥妮可罗宾, 脑海中立马灵光一闪。 别急, 我有一个好主意。 斯潘达姆猥琐一笑道。 什么好主意? 狼人加布拉好奇问道。 草帽海贼团不是都来了司法岛吗? 既如此, 你们CP9成员干脆一对一。 一个接着一个, 把草帽小子的妄想和这个女人的希望缓缓撕碎。 斯潘达姆盯着罗宾的海楼石手铐, 若有所撕到。 让我想想, 这副海楼石手铐的钥匙, 是几号来着? 伟大航路, 司法岛, 前岛。 当斯潘达姆正在他办公室中酝酿着对付草帽一伙的奸计时, 麦恩已经利用门门裹石的能力, 美滋滋地来到前岛捡尸。 一个, 两个, 三个, 望着前岛的一片狼藉, 以及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海军士兵, 麦恩一边数数, 一边从海军士兵的身边走过。 手掌中的黑色漩涡, 疯狂转动。 诡异的黑色光芒和强大的吸附力, 使得麦恩一路走来, 躺在地上的海军士兵直接向麦恩的双手飞去。 一秒一个, 可能是现如今的麦恩已经是七千道理的强者。 吸收果实的能力也在无形之中被开发了些许。 麦恩还记得当初吸取斯潘达姆办公室前那个海军士兵时, 他整整花了五六分钟的时间方才吸收完毕。 现在则是一秒钟不到, 就能用黑色漩涡花纹吸取一个海军士兵的全部力量。 也因此, 当麦恩的路走到尽头, 地上的海军士兵已经全部被吸成了人感。 个,298个, 299个, 300个, 301个, 大功告成。 黑色漩涡花纹停止转动, 诡异的黑光和强大的吸附力消失不见。 麦恩收回双手, 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 呼, 他如释重负地吐出了一口气。 转过身子, 望着眼前的一地人干, 麦恩的双手立马合十。 前程的卫地上这301个蛇脊为他的海军士兵祈祷着。 早登极了, 本来麦恩就已经有了七千道理, 现在加上301个海军士兵的倒立, 麦恩的倒立值已然突破了一万。 至于地上这301个海军士兵的人干, 麦恩也不准备在意。 反正都是草帽一伙干的,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何况麦恩接下来还要去看一场好戏。 算算时间, 现在的陆飞怕是已经到了法院前那片广场处。 等到索大山智等人与他会合之后, 原著中那经典的一幕就要开始。 在前世, 看到乌索普用弹弓把那面旗帜打下来的时候, 麦恩自己可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没成想再过不久, 他就要亲眼见证这一幕。 当然, 这一点只是麦恩自己的小趣味。 他真正的目的, 乃是在草帽一伙将CP九成元挨个打败时, 利用吸收果实的能力接连吸收CP九成元的倒立值。 这才是麦恩期待已久的一刻。 哈哈。 感觉到体内那一股汹涌澎湃的力量, 麦恩的嘴角忍不住掀起一抹微笑。 但正当麦恩想打开空气之门去法院前那片广场看好戏时, 身后却传来了一声愤怒的吼声。 该死, 这里居然还有一个海军士兵。 听到怒吼声, 麦恩眉头一皱。 寻声望去, 看到身后这人时, 他眼中的瞳孔立马缩成了针尖状。 咦? 你怎么会在这? 发出怒吼声的人, 头上缠着绷带, 身穿一身黑色的连带裤, 胳膊上闻着四颗红星围绕着在一起的图案。 正是弗兰奇的小弟之一, 皱着眉头思考了好久, 麦恩方才想出来这个人的名字。 赞败, 司法岛的经典龙套之一。 存在的最大作用, 乃是张显路飞和索隆的强大实力, 也就是动漫中对主角膜拜不已的那类人。 司法岛一篇中, 弗兰奇家族跟随草帽一伙, 攻进了司法岛。 赞败出现在潜岛也是情理之中。 但麦恩惊讶的是, 赞败此刻居然还在潜岛。 那岂不是说, 怎么了?赞败的怒吼声极大, 很快就引来了一些人。 而当麦恩看到这些人时, 大脑只瞬间便空空如也。 因为这些人不是别人, 正是弗兰奇家族和草帽一伙。 而这之中的围首一人, 上身穿着白色短袖衬衫, 下身穿着黑色长裤, 腰间围着一束绿色的杜兜, 与满头的绿发相得一张。 最要命的是, 在杜兜的一旁挂着三把刀, 正是和道一文字, 学走和三代鬼车。 看到这, 此人的身份早已呼之欲出。 草帽海贼团二把手, 海贼猎人罗罗诺亚, 索隆。 索隆老大你看, 这里还有一个海军。 赞败看到索隆身子当即一震, 背后有人说话就是硬气。 顺着赞败的手指, 索隆向麦恩望去, 本来淡然的脸庞立马变得严肃不已。 身为见识, 总是对危险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直觉。 索隆自然也不例外。 也因此, 当索隆看到麦恩的一瞬间, 他的心中便猛然升起一股不安。 但具体不安在哪里, 索隆却说不上来。 毕竟麦恩此刻的穿着, 跟一名普通的海军士兵并没有什么两样。 那件上书正义二字的海军披风, 早就不知道被麦恩扔到哪里去了。 再加上, 麦恩本就很是年轻。 索隆当然会奇怪不已。 一个如此年轻的海军士兵, 怎么会让他感觉到不安呢? 更奇怪的是, 这一刻, 索隆心中的不安, 比在水之都面对豹子路其实都更加浓烈。 自从穿越到海贼王的世界, 麦恩就一直想着什么时候能跟索大见一面。 毕竟喜欢看, 海贼王的人没有一个是不喜欢索隆的。 只不过, 今天这种见面, 尾时过于尴尬。 奇怪。 麦恩摸着下巴, 望着眼前以索隆为首的罗宾援救大队苦思不得其解。 援助中, 这会儿的索隆等人应该已经打进了本岛, 与陆飞会合在法院前那片广场才对。 怎么现在还在本岛呢? 当然, 索大等人爱在哪里在哪里, 麦恩管不着也不想管。 但要命的是陆飞可已经在法院前那片广场了。 与司法之塔中的CP9成员和斯潘达姆之间只有一桥之隔。 陆飞那家伙向来又是个嘴炮。 这要是在不断挑衅之下, 招惹的CP9全员出动打他一个。 饶势主角光环加身陆飞也得死无葬身之地啊。 而对于麦恩而言, 陆飞是万万不能死的。 否则先前跟陆飞对打的时候, 麦恩就可以用吸收果实的能力趁机将陆飞吸成人干。 但他之所以对陆飞网开一面, 就是为了让海贼王的世界观不要崩塌。 继续围绕着陆飞转。 只有这样, 麦恩才可以利用他穿越者的bug继续在这个世界中完成他的解尸之旅。 可现在, 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麦恩的意料。 难道? 随着不断的思考, 麦恩的脑中突然闪过一抹灵光。 一只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 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此即为蝴蝶效应。 麦恩本来以为自己足够低调, 但现在看来, 他的出现还是导致了一些差异的发生。 因为按照援助, 此刻的陆飞不应该来到法院前的广场。 两个原因。 其一, 陆飞并不熟悉司法岛的地形。 其二, 陆飞也并不知道罗宾被斯潘达姆带去了哪里。 根据常理, 陆飞本该在本岛多多转转地绕些圈子, 然后再去法院前那片广场。 也正是在那片广场之中, 陆飞首次开启二党与牛角布鲁诺展开大战。 而在这期间, 由索大率领的罗宾援救大队将攻进本岛, 直达法院前那片广场。 之后两方会合, 曹茂一伙跟CP9全员的大战才拉开序幕。 可是由于麦恩的出现, 导致这一切逐渐脱轨。 因为先前麦恩遇到陆飞时, 给陆飞明明白白地指了一条名路。 莫, 那就是司法之塔。 就因为麦恩这一句话, 省了陆飞很多功夫。 导致陆飞不用兜圈子冲着司法之塔就急迟而去。 所谓的时间差也就此出现。 而当陆飞向司法之塔冲去时, 索隆等人方才来到司法岛。 一阵激烈的大战过后, 这才公开前岛的大门。 刚想冲本岛前进时, 弗兰奇的小弟暂败偶然发现了落单的麦恩。 麦恩才得以跟索大提前会面。 因为麦恩之所以想要赶往司法之塔,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在那里看到索大。 现在好了, 索大他是看到了, 但事情也出乎了他的预料。 索性的是, 麦恩之前将海军士兵吸尘人干的画面暂败没有看到。 否则这件事就真的处理不了了。 以索大的脾性, 麦恩如果选择将暂败杀人灭口, 他一定会站出来阻拦麦恩。 而不管是从感情角度上来说, 还是从现实角度上来说, 麦恩都不想跟索大开战。 同样, 此刻的索龙也不准备跟麦恩打。 心中对麦恩生起的不安是一部分的原因。 但最重要的还是索龙明白, 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 需要尽快去帮助陆飞援救罗宾。 而眼前的这个海军士兵虽然给他的感觉很不好, 但出人意料的是, 没有杀气。 奇怪的家伙。 索龙警惕地看着麦恩, 同时对赞败一白手。 救罗宾和弗兰奇要紧, 先跟陆飞会合, 这人别管了。 好吧。 赞败心不甘情不愿地点了点头。 弗兰奇家族的其他人, 包括方块姐妹, 听到这也没意义。 山智和纳梅等人, 也没说什么。 可就在异行人准备前往本岛时, 他们的耳边却传来了一声响。 喂, 要不要做个交易? 交易? 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 赞败不耐烦地地转过身子一挥手。 滚一边去, 你算哪根葱敢跟我们交易? 赞败话说到一半, 戛然而止。 因为在他的身后, 早已空无一人。 奇怪, 那个命大的海军士兵呢? 赞败眉头一皱, 疑惑不解地挠了挠头。 但赞败并没有发现, 就在他挠头的期间, 被他敬若神明的锁龙早已满脸凝重。 草帽海贼团三大战力之一的山智, 眼中也满是惊恐。 因为这一刻, 麦恩并不在他们的身后, 而是在他们的身前。 但诡异的是, 这里没有一个人发现, 麦恩是什么时候, 从他们的身后, 来到他们的身前的。 没有一个人。 四。 望着不知何时出现在面前的麦恩, 锁龙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右手也本能地把住了腰间和道义文字的剑柄。 身穿一身黑色西服的山智本来在抽着烟。 看到麦恩莫名出现在眼前, 惊恐之余香烟也掉在了地上。 他不知觉地看了一眼旁边的锁龙。 山智本来一直在纳闷。 因为自从眼前这个海军士兵出现以后, 绿藻头整个人的表现就有点不对劲。 一副如灵大敌的样子。 虽然弗兰奇家族和纳美乌索普乔巴 没有发现绿藻头的变化。 但身为CP的山智自是能感觉到。 只不过山智想不明白, 一个普通的海军士兵怎么会让绿藻头这个样子? 现在则是彻底清楚了。 这个海军士兵的确是不对劲。 草帽团三大战力之二都如此表现, 胆子本就晓得纳美乌索普乔巴三人就更别提了。 纷纷抱在一起, 望着面前的麦恩, 三人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但要说最可怜的, 还得数弗兰奇家族中的赞败。 一想起自己先前对面前这位海军士兵说的话, 赞败满头的冷汗就哗哗直落。 又是滚一边去, 又是算哪根葱的, 当真是不知死活。 可以说, 这一刻的麦恩, 着实让弗兰奇家族和草帽一伙惊恐交加。 但惊恐归惊恐, 真要打起来, 这些人也一定会全力以赴。 即便此刻的麦恩, 就是弗兰奇家族和草帽一伙的战力, 加起来也完全不是对手。 可望着眼前的麦恩, 他们依然做好了对战准备。 而身为这之中顶尖站立的索隆和山智, 自是站在最前。 一切都看麦恩怎么做了。 以他现在的实力, 如果愿意, 今日就可以将草帽海贼团覆灭于此地。 可那样一来, 且不说海贼王的世界格局要被打乱, 就是麦恩的心里面也会不得尽。 思极至此, 麦恩眼中一定, 果断狼面。 不要那么紧张, 我并没有阻拦你们的打算。 麦恩贪手道, 甚至, 我还可以帮你们跟草帽小子会合。 帮我们。 听到麦恩的话, 索隆等人的眉头全都一皱。 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了什么。 上下打亮了一眼, 麦恩身上所穿的海军士兵服。 索隆和山智齐声问道, 语气中充满了惊气。 你不是海军吗? 那又如何? 麦恩耸了耸肩膀。 既如此, 那你让我们过去就行。 我们会自己跟陆飞会合的。 山智开口说道, 眼中依旧对麦恩有所警惕, 这也合乎情理。 说实话, 一个海军要来帮助他们海贼。 跟黄鼠狼给击败年又有什么两样? 嗯嗯嗯。 那美乌索普桥八三人连连点头, 附和着山智的提议。 我可以放你们过去, 但是短时间之内, 你们是到不了草帽小子那边的。 本岛上还有不少海军士兵, 足够拦你们一阵子。 在这期间, 草帽小子很有可能会被CP9那伙人打败。 只有跟我合作, 你们才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到草帽小子那边去。 麦恩一字一顿地分析道, 句句都捅在索隆等人的心眼里。 但正因为此, 对于眼前这个海军士兵索隆等人是越发奇怪了。 为什么? 索隆死死地盯着麦恩道, 说话期间, 他的手一直放在和道一文字的剑柄上, 不曾有过半分离开。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们? 这个不重要。 麦恩摇了摇头, 语气已经充满了疲惫。 这年头, 想当的好人都不容易啊。 重要的是, 你们到底还想不想救妮可罗宾? 想, 就跟我合作。 不想, 趁早离开司法岛吧。 麦恩直截了当道, 听到麦恩的话, 索隆等人陷入了沉默。 说实话, 有点纠结, 因为麦恩的话不无道理, 可要命的是说这话的麦恩, 乃是一名海军。 但最终, 索隆等人还是做出了决定, 我们可以跟你合作, 但不知道, 你想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 索隆代表众人对麦恩说道, 我想要的很简单, 只需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麦恩眼巴巴地盯着索隆道, 什么问题? 看到麦恩的眼神, 索隆再次握紧了腰间和道义文字的剑柄, 一滴冷汗也从额尖渗出, 顺着古铜色的脸庞往下滑落, 啪哒一声砸在地上, 溅起小小的水花。 其他人这会儿, 也是一脸担忧地望着索隆, 就连一向看绿枣头不顺眼的山智也紧张不已。 毕竟眼前这个海军士兵既然愿意帮忙, 想要的东西一定很是不俗, 即便只是一个问题, 也绝对是一个超乎想象的问题, 而就在这万众瞩目, 紧张不已的气氛中, 麦恩终于缓缓开口, 对索大问出了一个他很久以来都很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你, 觉得达思奇怎么样? 啊? 听到麦恩的问题, 索隆直接猛逼了。 答达思奇? 索隆吞吞吐吐道道, 由于惊讶, 大脑都是一阵空白。 索隆怎么也想不到麦恩会问他这个问题。 但不得不说的是, 由于麦恩的这个问题, 索隆的脑海深处的确是浮现出了那个女孩的笑颜。 答达思奇是什么? 听起来像是个人名。 哦, 难道是索隆的朋友? 那美乌索普乔八三人在一旁议论纷纷。 山智则是忧郁地点起了一根香烟, 吞云吐悟着。 毕竟答达思奇这个名字, 听起来完全是个女孩。 该死的绿枣头? 深藏不露啊。 弗兰奇家族集体沉默无言, 老是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你跟答达思奇是什么关系? 索隆警惕地看着麦恩道。 有吼! 麦恩眼睛一亮。 这是在意了? 这是在意了对吧? 我就知道, 这两人之间绝对有那味儿。 没什么关系。 麦恩实话实话道, CP可拆不可立。 麦恩可不想搅入其中。 那你干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 索隆想不明白了。 他原以为眼前这个海军士兵跟达思奇该是认识的。 不说是男女朋友, 也该是那种友达之上, 恋爱未满的境界。 不然的话, 好端端的这家伙问自己达思奇怎样干嘛。 完全不合逻辑吗? 我就是好奇问一下。 麦恩一边贪手一边道, 但必须要回答。 而且还得是实话。 麦恩的语气坚定不移。 虽然严格说起来, 不管有没有这个问题, 麦恩都会帮索隆等人前往法院前那片广场, 去跟王陆飞会合。 因为只有这样, 司法倒的故事线才能继续下去。 CP9全员才会被草帽一伙通通打倒。 麦恩也才能坐收余力。 可关键是, 平白无故地帮忙总感觉有点亏。 无力不起早啊。 麦恩也不是那种老好人, 被人白嫖的感觉说什么都难受。 可此刻的锁龙等人也给不了麦恩想要的。 司机至此, 也只有满足一下前世的八卦心了。 于是乎, 可以回答了吗? 我的问题。 望着面前尴尬无比的所大, 麦恩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语气也净显催促之意, 直男就是这么麻烦。 喂, 绿枣头你要死啊。 感觉怎么样, 倒是快说啊。 山智翻了翻白眼道, 整个人比麦恩都更加不耐烦。 这一点, 从地上散落的一地烟头都能看得出来。 毕竟以他的人设, 是完全不能理解锁龙这会儿的尴尬的。 这家伙, 可是连第一次见面的小姐姐都能互诉忠常的存在。 喜欢你, 爱你, 不能没有你, 做梦都想你这些话。 不说是口头语, 也完全是信手拈来的话语。 有什么不能说的? 真是的, 你到底还是不是个男人? 有必要鱿鱼那么久吗? 纳梅双手插着细腰, 对锁龙持续逼迫。 乌索普则是郑重地摇了摇头, 一脸得意洋洋道。 哎, 锁龙你这就不如我了, 想当初我在家跟可雅那会儿。 以下省略一万字, 乔巴站在一旁, 小小的眼睛眨压眨, 一会儿看看锁龙, 一会儿看看山智, 耳边听着纳梅和乌索普的话语, 满头的雾水, 一脸的猛逼。 这一刻, 乔巴承受了以他的年纪不该承受的。 大家到底在说什么啊? 为什么那个海军士兵问出问题以后, 锁龙会尴尬无比? 山智会那么的不耐烦? 纳梅和乌索普的话, 也完全听不懂。 这个问题, 跟锁龙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 乌索普又在吹嘘着什么? 最诡异的是, 听到这里, 总感觉这个海军士兵的问题, 有一股让人害羞的意味呢。 弗兰奇家族依旧集体沉默无言, 老实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也就在这时, 锁龙终于开口了。 本就古铜色的脸庞, 这会儿早已仗得通红, 满头的大汉更是清晰可见。 呃, 我觉得达斯奇还行。 锁龙咬紧牙关道, 那模样, 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回答问题。 用刀砍人还差不多。 完了? 麦恩冷静地看着锁龙道。 完了? 锁龙轻点了一下头。 不是吧, 这就完了。 听到锁龙的回答, 麦恩还没怎样, 山智倒是先不乐意了。 绿枣头你给我清醒点。 身为骑士, 我绝不允许, 你以这样的答案敷衍达斯奇小姐。 山智拽着锁龙的衣领道, 你个色厨子, 又找砍士吧。 锁龙本就兴气不顺。 山智这么一闹, 锁龙的手立马就放在了和道义文字的剑柄上。 我怕你啊, 绿枣头。 山智毫不犹豫地抬起腿, 有黑的皮鞋在阳光的照耀下, 反着干净的光泽。 喂喂, 你们清醒点。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还想打架? 锁龙, 山智, 快出手。 看到这, 那美乌索普乔八三人赶忙冲过去劝架。 弗兰奇家族仍然处于沉默中, 老是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就在场面即将变得混乱无比时, 麦恩当即大手一挥。 伴随着咔嚓一声响, 一扇透明色的大门立马在空气中浮现而出。 正是麦恩利用门门裹食的能力造出的空气之门。 别闹了两位, 上来吧。 罗宾和陆飞可还在等着你们。 麦恩背负着双手, 一脸平静的面前众人说道。 以麦恩对海贼王的了解, 他早就知道, 山智会理所当然地对锁大的回答感到生气。 在他看来, 山智虽然是个色胚, 但也无愧于骑士之名。 烂情却不乱交, 口哗哗但却是真心实意。 而锁大则恰恰相反, 名副其实的钢铁直男。 这样的锁大, 要他说出喜欢二字, 还不如让他去死。 还行二字, 已经是很不错的评价了。 最少证明了, 在锁大的心中, 的确是有达斯奇的影子。 对于身为援助党的麦恩来说, 这一波已经是稳赚不赔, 满满的狗头微笑。 而且望着面前即将打起来的山智和锁大, 麦恩也终于明白了, 这两个人为何老看对方不顺眼。 花心豹和钢铁直男, 一个理智, 一个情感。 宛如理科男和文艺渣男。 试问, 这两个人放在一起, 怎么可能相处得愉快? 偏偏最要命的是, 山智是见一个喜欢一个, 但到头来却是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 所大则恰恰相反, 对于女人, 她向来不耍任何手段, 但身边的桃花园却源源不断。 初恋情缘古依娜, 海军一枝花达斯奇, 相守三年佩罗娜, 何之国花魁小子, 一个接着一个, 根本都不带断的。 树玉静而风不止, 再回过头, 愁愁草帽海贼团的厨师先生。 哎, 可怜的玩儿, 伟田不值得呀。 这是什么? 看到出现在面前的空气之门, 从刚才到现在, 一直处于集体沉默中的弗兰奇家族, 终于有所动作。 连同赞败和方块姐妹在内, 弗兰奇家族所有人, 全都以一种奇怪的目光, 上下打量着麦恩。 恶魔果实能力者, 毕竟也只有这一个解释了。 当然, 大白天撞到鬼除外。 这时, 山智和索隆也终于分开了。 不过望着对方依然是一脸, 你小子给我等着的表情。 看得一旁乌索普纳美乔八三人, 紧张兮兮, 生怕两人一言不合, 再干起来。 好了诸位, 按照交易, 既然索隆兄回答了我的问题, 那就请进去吧。 麦恩站在空气之门的一侧, 双手一伸, 一脸虔诚的对面前众人, 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 关于他是门门果实能力者的事实, 麦恩也不准备隐藏。 首先, 布鲁诺是原门门果实能力者一事, 草帽一伙只有王露飞和罗宾清楚, 索大等人并不了解。 其次则是, 就算他们知道了, 也无妨。 麦恩是海军, 草帽一伙是海贼。 除了司法岛, 从今以后, 他们的人生就像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刨去意外的可能性, 麦恩跟草帽一伙相见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毕竟在这片大海上, 海贼遇到海军一般只有两种选择。 一言不合, 直接开赶。 时机不对, 主动开溜。 像现如今这么和谐的对话, 完全是个奇迹。 更别提合作了。 进去。 听到麦恩的话, 山智将信将疑地看了空间之门一眼, 毫不掩饰道。 这道门看起来怪怪的, 万一是你的圈套怎么办? 不错。 你到底是海军, 我们不能轻易相信你。 索龙点头道。 咦? 麦恩眼睛一亮, 在山智和索龙两人间打量了一番,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道。 你们刚刚不是还在打架吗? 怎么这么快就和好了? 连话都说得差不多。 嗯? 文言, 山智捏着下巴想了想, 立马撇过头对索龙道。 你个死绿枣头, 我要你帮我说话吗? 谁帮你说话了? 你各色厨师, 能不能要点脸? 索龙气的脖子上, 青筋都抱了出来。 山智也是一脸的怒不可歇。 喂喂喂, 怎么又吵起来了? 索龙, 山智, 看来拯救罗宾的大人, 终究要落在我乌狙击之王大爷的身上。 那美乔巴和戴着面具的乌索谱连续说道, 眼瞅事态又要一发不可收拾。 迈恩却依旧是一脸的冷静, 一点都没有罪魁祸首的自觉性。 更过分的是, 就在索龙和山智将要打起来时, 迈恩居然抱着胳膊, 一脸奇怪地看着两人道。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看不懂? 索龙和山智扭头看着迈恩道。 什么意思? 难道你们自己不觉得奇怪吗? 迈恩摸着下巴, 一副思考撞道。 明明几十个人就敢攻进司法岛, 但却连一扇门都不敢进。 说实来就伙伴的, 现在却在这里打架。 在你们的心里, 尼克罗宾的生命到底重要吗? 废话, 罗宾将的生命当然重要了。 山智大吼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 索龙冷冷地望着迈恩道。 我想说, 既然伙伴对你们有这么重要, 那现在, 就赶快给我走进这扇该死的门。 别再说什么, 我是海军, 不放心我的话了。 如果真如你们所想的那样, 我是一个称职的海军的话。 此刻在这里, 你们一个人都活不了。 此刻在这里, 你们一个人都活不了。 这句话铿锵有力, 质地有声, 宛如一把尖刀狠狠插进索龙等人的心脏。 迈恩背负双手, 面色前所未有的严肃。 给脸不要脸。 鼓动, 望着态度陡然变化的迈恩, 弗兰奇家族众人全都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 纳美乌索普乔八三人也吓得不敢出声。 饶势索龙和山智也瞳孔一缩, 气氛一瞬间就压抑了下来。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但身为草帽团三大战力之二, 索龙和山智自是也有他们本身的傲气。 什么此刻在这里, 你们一个人都活不了。 迈恩的这句话, 未免过于小瞧人了。 没错, 索龙和山智是知道, 眼前这个海军士兵有两下子。 可要想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杀死, 也未必不是痴人说梦。 从刚才开始, 就一直在那里自吹自擂, 真当我们怕你吗? 此了。 山智缓缓点燃一根烟, 一边说话, 一边吞云吐雾。 烟条上的火星以极快的速度向后燃烧而去。 朗的一声响, 那是锋利的刀刃划过剑鞘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就在山智说话的期间, 索龙不紧不慢地抽出腰间的三把刀, 摆出他认真对战时该有的姿势。 左手拿着雪走, 右手握着三袋鬼彻, 嘴巴紧咬和道一文字。 这会儿正记着深绿色的头巾, 见识的尊严不容践踏。 拿出你的实链。 记完头巾以后, 索龙对麦恩这样说道, 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浓重的杀气。 三把刀也在阳光下泛着干净的光泽, 恰恰预示着他们的锋利。 即便相隔一段距离, 麦恩都能感觉面上一阵寒意森森, 可是他的嘴角却泛起了一丝微笑。 呵呵,笑声中, 嘲讽的意味清晰可见。 就算是再没有眼色的人, 听到这笑声也能明显感觉到其中的嘲讽意味。 该死, 是个混蛋! 听到笑声, 索龙和山智的脸色立马就黑得跟锅底一样。 再没有片刻犹豫, 两道人影飞快向麦恩冲去。 战斗就此开始。 豹, 琴, 玉, 三级绞肉。 战斗开始的一刹那, 索龙和山智就相对使出了自己较强的招式。 显然在他们的心中, 对于麦恩的实力还算是比较忌惮的。 力求一击致盛。 看到这, 纳美乌索普桥八三人只能双手握拳, 在心中默默为山智和索龙打气。 弗兰奇家族众人也是如此, 但赞败的嘴角却是勾起一抹得意的微笑。 他本就对麦恩看不顺眼。 因为从刚才到现在, 麦恩的表现就是个逼王。 装的都不像话。 不过现在好了。 索龙老大和山智老大一出动, 眼前这个海军士兵总算是装大发了。 正当赞败这样响时, 他的耳边陡然传来一声话语。 只会。 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却立马改变了场上的形式。 话落, 麦恩整个人的身体当即变得柔软异常。 就跟一张纸一样。 面对索龙和山智的猛烈攻势, 麦恩左躲右闪, 一脸平常。 明明看上去, 麦恩躲闪的速度是那样的缓慢。 仿佛下一秒, 索龙的三把大刀和山智的大皮鞋 就要甩到麦恩的脸上。 可每一次, 他们的攻势都会被麦恩完全躲避。 鬼斩? 虎兽? 龙卷风? 索龙三刀流招式进出。 和道一文字, 三代鬼扯。 学走三把块刀被他捂得虎虎生风。 周围的剑主都被移倒到剑气哥的七零八落。 大地都出现了十几米纵横交错的巨大剑痕。 可索龙的对手麦恩, 尼格, 照样毫发无伤。 二级绞肉, 一级绞肉, 最高级绞肉。 索龙生活中的宿敌, 战斗中的好友山智这边也是火力全开。 使出平生最强的踢技接连攻击麦恩。 一双腿愣式被他甩出了花来。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山智的大皮鞋都散发出了一股娇味。 那是在快速的攻击之下, 由于摩擦产生出来的味道。 可就是如此, 山智别说踢到麦恩了, 就连麦恩的头发他都没有碰到。 在海军六世, 指挥的加持下, 麦恩将索大和山智的招式尽数躲避。 整个人完全游刃有余。 该死,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司法岛果然是藏龙卧虎。 伴着激烈的攻势, 索龙和山智大汗淋漓, 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 整个人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但是索龙和山智知道, 他们之所以流这么多汗并不是因为他们持续不断地攻击, 而是因为面前这个持续躲避他们攻击的海军士兵。 因为麦恩的强大已经超出了索龙和山智的预料, 而且还不止一倍。 而在这期间, 躲在一旁观看着这场战斗的众人已经彻底傻在了原地。 纳美伸出双手, 捂住嘴巴, 乔巴下的亡魂大帽。 乌索普开始后悔来司法岛的决定。 弗兰奇家族众人则是扑通一声, 齐齐摔倒在地。 至于赞败, 就更别提了。 望着不远处宛若神明的麦恩, 他恨不得伸出剪刀手, 插下自己的双眼。 有眼无珠啊。 呼, 呼, 呼。 一阵猛烈的攻势后, 索龙和山智并肩站在一起。 胸膛起伏不定, 喘息声大作。 啪哒啪哒啪哒。 满头的汗珠顺着脸庞滴滴往下落, 砸在地上发出可恶的声音。 疲惫, 辛苦, 全身的酸疼和快要炸裂的心脏, 无疑不再彰显着索龙和山智的体力到达极限。 明明在海贼王的世界中, 体力根本就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 这一点, 草帽海贼团众人无疑是个中翘楚。 毕竟, 就连乌索普这样的普通人, 也能在关键时刻奇迹般地硬撑下去。 无论受到何种伤势, 无论战斗打到何时, 无论倒下多少次, 他们都可以因为一具信念重新站起身子。 主角光环显露无疑。 但是这一刻, 索龙和山智出人意料得很累。 尽管他们本人都没有受过伤。 在刚才的战斗中, 麦恩只是一味地躲避, 根本不存在出手伤人意说。 可即便如此, 这一刻的索龙和山智依然感觉体力耗尽。 对于索龙而言, 他手中的刀此刻显得无比的沉重。 诡异的重量似乎要把整个人都带倒在地。 山智也累得几乎抬不起腿来, 恨不得脱掉有黑的大皮鞋, 赤脚作战。 没错, 这两人的信念已经到了崩溃的顶点。 望着面前的麦恩, 索龙和山智都感觉自己似乎在攀爬一座没有终点的高山。 为什么就打不到呢? 他们绝望又无力地思考着。 伴随着思考, 他们的思想负担越发沉重。 一股极其强大的压力也随之出现,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最倒霉的是, 望着这样的索大和山智, 麦恩还不准备放水。 这就完了。 他摊了摊手道, 与其中的失望显露无疑。 听到这话, 索龙和山智自是无比愤怒, 但还没等他们愤怒出声, 他们的耳边就传来一声轻飘飘的话语。 T! 话语总共一个字, 却犹如地狱传来的呼唤。 一时间, 索龙和山智浑身上下的鸡皮疙瘩都泛了起来, 可眼前的麦恩却已然消失不见。 不好! 快退! 山智瞳孔一缩, 赶忙向后退去。 索龙凭住呼吸, 用三把刀摆出防御姿态。 可山智的脚步刚刚往后移, 索龙刚刚提起刀, 他们的耳边便再度响起那犹如地狱般呼唤的轻飘飘话语。 纸枪! 花音落下, 麦恩的身影便出现在索龙和山智的眼前。 眼中的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状, 可索龙和山智整个人却全无动作。 吓呆了? 不! 他们不是吓呆了, 而是不能动。 只因这一刻, 麦恩的两根食指已经抵在他们的咽喉地带。 零距离接触下, 麦恩食指上传来的杀意尤为明显, 使得索龙和山智五脏六腑都冒出了一股寒气直窜天灵盖。 那是一种让灵魂都站立的恐怖滋味。 而索龙和山智也毫不怀疑。 只要他们再敢妄动, 面前这个海军士兵便会轻而易举地用食指冻穿他们的脖子。 这一刻, 胜负一分。 索龙和山智惨败。 一招! 麦恩只用一招就结束了这场无聊的战斗。 但索龙和山智理应感到欣喜。 要不是看在他们是主角的份上, 饶势所大, 麦恩这一刻也绝不会手下留情。 对于挑衅, 麦恩已没有理由姑息, 这里不是前世他生活的地方。 而现如今的麦恩也再不是原先那个只会躲在家里, 躺在沙发上喝着肥宅快乐水追剧的宅男。 他是麦恩, 尼格, 非官方最强果实吸收果实的能力者, 注定要名扬天下的男人。 真要惹急了, 连伟田麦恩都想办法弄死他。 你们还想说什么? 麦恩收回抵在索龙和山智咽喉地带的食指, 望着两人满是汗珠的脸庞, 淡淡问道。 闻言, 索龙和山智相顾无言。 一个默默地放下腿, 一个缓缓地收起刀, 然后望着麦恩无力地摇了摇头, 气氛也就此一片死寂。 空气之门, 麦恩再度大手一挥, 咔嚓一声响。 空气一片连衣之下, 一扇透明色的大门再次浮现出。 而就在空气之门出现的一刹那, 索龙和山智便脚步一点, 窜入其中。 纳美乌索普乔八三人这会儿还处于震惊之中, 看到空气之门他们也无动于衷。 但在麦恩一个眼神之下, 这三个人立马飞一般地跑进空气之门里。 弗兰奇家族众人进入空气之门的速度倒是有点慢, 因为此刻他们所有人的腿都有些发软, 就连战力都有些勉强, 何谈奔跑。 无奈之下, 赞败只好带领弗兰奇家族众人 以匍匐前进的方式来到空气之门前, 然后以一个标准的蛤蟆跳, 跳进空气之门里。 至此, 所有人总算是都进入了空气之门里, 但待在空气之门里, 每个人的心情却都是一样的。 庆幸! 没错, 就是庆幸。 这一刻, 不管是弗兰奇家族众人还是草帽一伙, 都对麦恩没有一丁点的敌意。 因为事实正如麦恩所说的那般, 如果他是一个称职的海军, 如果他想对他们不利, 那么此刻在这里, 已然是一地的尸体, 一个都活不了。 他他他, 无数脚步声响起, 麦恩率领着索隆等人在空气之门中急行。 由于躲在空气之门中, 索隆等人很快就穿越了本岛, 来到了法院前那片广场处。 整个过程可谓是畅通无阻, 就是气氛着实尴尬。 在向法院前那片广场急行的过程中, 没有一个人说话。 所有人全都是沉默无语。 虽然这一刻的索隆等人对于麦恩已经没有了敌意, 但并不是不享有, 而是敌意完全被恐惧取代了。 这一点, 从索隆等人进入空气之门以后, 就与麦恩保持了十几米的距离就能看出, 把麦恩都搞得有些郁闷了。 说起来, 他可是在做好事啊。 为了让索隆等人尽快与王陆飞会合, 他可是煞费苦心啊。 就冲这一点, 索隆等人给他行的大礼都不过分, 这会儿竟然刻意与他保持距离。 一群不懂礼貌的家伙, 感恩的心都被狗吃了。 负匪中, 麦恩的脚步反倒愈发不停, 整个人的速度快得一逼。 索隆等人拼尽全力也才能将将赶上。 心中的震撼再次提升了一大减。 果然, 面前这个海军士兵, 不是他们能招惹的存在。 咔嚓, 距离法院前那片广场只有十几米的距离时, 麦恩立马大手一挥召唤出空气之门。 一片灰色的世界中, 一道透明色的大门再次浮下出。 诺, 前面那高高的建筑物就是司法之塔。 尼克罗宾就在那里。 不过能不能从这里赶到哪儿? 就要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我毕竟是海军, 就送你们到这。 麦恩转过身子, 望着面前的弗兰奇家族众人和草帽一伙道。 不出麦恩所料, 听到他的话, 弗兰奇家族众人和草帽一伙都没说什么。 只是一个接着一个, 飞快跑出空气之门。 就算是整天以骑士标榜自己的山智, 也顶多是对麦恩点了一下头。 是群畜赏。 麦恩眼角微抖, 一时间感觉自己好见。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舔狗? 麦恩自嘲地想着。 正这时, 本来快要走出空气之门的索大意外地停下脚步, 转头冲着麦恩道。 你的名字是? 麦恩。 麦恩如实答道。 麦恩, 尼格, 罗罗诺亚, 索龙。 索大郑重地对麦恩一点头道。 不管怎么说, 谢谢。 咕噜咕噜。 听到索龙的话, 麦恩的心里当即涌过一股暖流。 啊, 到底是索大? 就是这么有魅力。 不客气。 麦恩微微一笑, 友好的伸出手。 索龙见状一愣, 但还是伸出手与麦恩握了一下。 也就在这时, 麦恩忽然看到索大腰间挂着的三把刀。 尤其是其中的那一把刀。 鬼使神差般, 麦恩不由自主地开口道。 可怜的雪走。 你说什么? 听到麦恩的话, 索龙低头瞅了一眼腰间的雪走, 一脸不解道。 我的雪走有问题吗? 嗯, 没问题没问题, 不要在意。 麦恩心下已经故作镇定地摆手道。 看到这, 索龙也没说什么, 神走出了空气之门。 呼! 望着索龙的背影, 依旧处于空气之门中的麦恩, 当即如释重负地吐出了一口气。 好险好险! 差点又蝴蝶效应了! 援助中, 打败方块比南卡库的索龙, 在准备跟大家一起逃离司法岛时, 不幸地遇上了一个海军。 而这个海军, 虽然表面和实际都是个废柴, 但恰巧是绣绣果实能力者。 索龙一时不察, 导致雪走被这个家伙, 用绣绣果实的能力腐蚀, 就此毁掉。 关于这一点, 前世看海贼王的麦恩, 可没少可惜。 亦是所有深爱海贼王, 人们心中永远的痛。 也因此, 刚才看到索龙腰间的雪走时, 麦恩才忍不住开口, 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但关键是, 雪走即将被毁这件事, 麦恩是绝对不能让索大知道的。 且不说这样一来, 会不会暴露麦恩穿越者的身份。 但说雪走, 也一定要被毁才行。 因为只有雪走被毁, 索大才会想去换刀。 也只有这样, 黑刀秋水才能来到索大的手中。 而黑刀秋水又恰恰是何之国的国宝。 一环扣一环, 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绝对不能出错, 否则剧情一定会有所偏差。 这次的蝴蝶效应, 已让麦恩费了不少力气。 要不是恰巧吸收了布鲁诺的门门果实, 麦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来, 接下来的时光, 自己一定要低调才行。 打定主意以后, 麦恩立马走出空气之门, 准备躲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好好欣赏即将出现的经典一幕。 也就是王露飞让乌索普烧齐那一幕。 而这一刻, 麦恩也打定主意了。 看完烧齐以后, 直到草帽一伙跟CP9全员正式开战之前, 他整个人就待在空气之门中不出来了。 虽然严格来说, 就算是烧齐一幕, 麦恩也能待在空气之门里观看。 但关键是, 空气之门里的世界都是灰色的。 有爱观瞻, 就好比前世的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 而一般来说, 应该没有人会用黑白电视看海贼王吧? 当然, 如果麦恩知道接下来他会遇到谁的话, 说不定就会待在空气之门里, 选择用黑白电视看海贼王了。 指挥官大人, 麦恩正在找偏僻的角落时, 一声熟悉的呼喊突然从远处传来。 嗯? 麦恩眉头一皱, 这声音听上去有点熟悉呢。 指挥官大人, 喊声游远即近, 一道人影也飞快地来到了麦恩的身边。 小呼! 麦恩抬头一看, 怪不得声音听上去有点熟悉。 喊声的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斯潘达姆的护卫官。 在麦恩成为司法导二把手之后, 唯一的狗腿子。 不过望着面前的小护, 麦恩却有点惊恐。 因为他没有记错的话, 先前这家伙可是被王露飞从很高的地方扔下来, 而且还是以脑袋先着地的倒叉聪姿势。 砸在地上的一瞬间, 这家伙还接连翻了十几个滚, 全没有死。 指挥官大人,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没事的。 护卫官握着麦恩的双手, 一阵喜极而气道。 呵呵, 我也知道你一定会没事的。 麦恩的嘴角勉强勾起了一丝微笑, 一边说话一边上下打量着护卫官。 没看出来, 这家伙还有两把刷子, 在那样的情况下不仅没死, 全还能站起来, 全还能说话。 不过脖子要是被扭断了, 这家伙应该活不了了吧。 嗯, 说干就干。 没办法, 麦恩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还活着的事实, 尤其不想让斯潘达姆和CP9那伙人知道。 而在此之前, 这些人已经知道他跟草帽小子展开了战斗。 于是按照逻辑, 草帽小子既然没被麦恩打败, 这会儿还在法院前那片广场耀武扬威, 便变相说明麦恩已被草帽小子打败。 这样一来, 麦恩就算活着, 估计也是身受重伤。 这, 便是麦恩之前之所以要演技大爆发的目的之一。 毕竟只有让斯潘达姆和CP9那伙人误以为麦恩已经下线, 他才能更好地浑水摸鱼。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奥妙所在, 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真正的敌人在哪里。 可现在, 麦恩的计划出现了纰漏, 因为他的存在被小户发现了。 而且, 此刻在小户的眼里, 他麦恩, 尼格不仅没有身受重伤, 整个人还毫发无伤, 可谓是里里外外都没有一点战斗的痕迹。 以这样的面貌, 说他麦恩先前跟草帽小子战斗过, 谁信啊? 要是被斯潘达姆和CP9那伙人知道了, 还了得。 嫌疑侄瞬间加满啊。 司机至此, 当下的麦恩唯有杀人灭口了。 只有堵住小户的嘴, 麦恩才能不惹或上身。 虽然内心有点舍不得, 毕竟小户这个狗腿子, 还是很称直的。 哎, 望着面前的小户, 麦恩悠悠一叹。 大人你怎么了? 小户担忧地看着麦恩道。 呼啊, 别怪我。 麦恩伸出手正重地拍了拍护卫官的肩膀。 说完这句话后, 麦恩放在护卫官肩膀上的手, 就立马无止去身成爪状。 对准护卫官的脖子狠狠抓去。 以麦恩现在的力量, 他只需要稍稍一用力, 便能轻易地扭断一位成年男性的脖子。 整个过程连半秒都不到。 这样想来, 麦恩的心里也能有所安慰。 人故有一死。 能少点痛苦, 总归是好的。 早登极了啊, 小户。 祈祷间, 麦恩的左手也闪电般地来到了护卫官的脖梗。 相差的距离不过分毫。 转眼间就能结束一切。 可就在这时, 小户的一句话却令麦恩不得不停手。 本来来到护卫官脖梗的左手也闪电般地收了起来。 你说什么? 麦恩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听到了什么。 我说司令官大人让您赶快去司法之塔向他报道。 护卫官如实禀报道。 这么说来, 司令官大人知道我没事。 麦恩一脸猛逼。 原先不知道, 刚才知道了。 护卫官从口袋里掏出电话虫, 满面微笑地对麦恩道。 我才会报道。 望着护卫官手中的电话虫, 麦恩的大脑一片空白。 但有一件事, 却是毋庸置疑。 面前这家伙, 早该弄死了。 我? 小户啊, 我觉得你做事有点不符合罗简。 麦恩满面无语地看着护卫官道。 你在看到我没事之后, 难道不该先来问候我吗? 怎么可以直接用电话虫 给司令官大人汇报呢? 因为司令官大人 是司法岛的一把手啊。 护卫官一脸真诚地对麦恩说道。 不是, 司令官大人虽然是一把手, 但是但是我对你也不错啊。 麦恩勉强找出来一个理由。 我知道大人您对我不错, 但我是司令官大人的护卫官啊。 护卫官一脸紧张道, 麦恩无言以对。 他还从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被人对得无言以对。 毕竟小户的话的确在脸。 不管是体质还是私人感情, 司盘达姆这个废物都吻压麦恩一头。 官大一击压死人。 狗腿子还是别人家的。 我去。 惨败啊。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 接下来麦恩该怎么办。 由于小户的告密, 躲, 麦恩已经是躲不掉了。 再躲下去, 反而变相证明了麦恩心虚。 围经之际, 也只有去司法之塔正面硬钢了。 望着不远处那高耸露云的建筑物, 麦恩的眼中当即掠过一道冷芒。 该死, 草帽小子竟然在这里。 护卫官正准备前往司法之塔。 忽然看见法院前那片广场处, 草帽小子蒙奇蒂露菲和索隆等人已经聚在了一起。 灯石吓得浑身一抖。 我去, 居然还有海贼猎人落落诺亚, 索隆和其他草帽海贼团的人。 奇怪, 这群人什么时候聚在一起的? 海贼猎人刚才不还在前岛吗? 小胡歪着脑袋, 很势不紧。 这会儿还不自觉地拉着麦恩的衣袖, 一脸惶恐道。 坏了指挥官大人, 草帽一伙聚集在广场, 我们去不了司法之塔了。 司法岛总共有五大建筑, 依次是前岛、本岛、司法之塔、 筹筑之桥、正义之门。 麦恩和小胡要想去司法之塔会见斯潘达姆, 就必须要通过法院前那片广场。 经过一座大桥, 才能取得司法之塔。 可由于草帽一伙的到来, 广场与司法之塔间的大桥已被收回。 也因此, 麦恩和小胡如果要想去司法之塔, 就只有打败草帽一伙。 可关键是, 麦恩并不想跟草帽一伙开战。 如果想的话, 在此之前, 麦恩就可以把草帽一伙, 七七按在地上摩擦了。 以他现在的实力, 就是一人敖战草帽海贼团三大战力, 陆飞、 索隆和山智。 麦恩也是稳赢的局, 但那并不值得。 躲在一旁看CP9那伙人跟草帽一伙厮杀不相吗? 麦恩可没有那个给人擦屁股的好心。 该他干的事, 他会干。 不该他干的事, 就是斯潘达姆像狗一样舔他的鞋子, 麦恩也是无动于衷。 这就是麦恩的原则。 至于去司法之塔会见斯潘达姆, 麦恩也并不担心。 虽然不打败草帽一伙麦恩的确没办法经过法院前那片广场, 前往司法之塔。 但是, 会飞的话, 那就两说了。 越不, 小护还在这边愁眉苦脸, 耳边就响起了一声话语。 等他回头望去时, 他整个人已经被麦恩一只手提了起来。 那姿势就跟提小鸡崽子一样。 指挥官大人, 您这是? 被提在空中的护卫官一脸不解地望着麦恩。 但话还没说完, 他便惊奇地发现脚下的地面离自己越来越远。 等到他回过神时, 他整个人已经处于半空中。 下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 上面是蔚蓝无际的天空, 前面是高耸入云的司法之塔, 后面是草帽一伙断断续续的怪叫。 眼前则是斯潘达姆和CP九成员震惊的脸庞。 这一刻, 麦恩手提护卫官, 脚踏海军六十中的岳部, 直接从空中向司法之塔中跳去。 伴随着砰砰的响声, 麦恩的脚下持续发出犹如冲击波一样的气压。 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气压, 才使得麦恩的身体不受重力的影响掉落到大海深处。 整个人能直接在空中行走。 可问题是, 麦恩使出岳部以后并没有前往司法之塔, 而是直接来到斯潘达姆的办公室前。 透过窗户, 麦恩一边踏着岳部, 一边与斯潘达姆和CP九成员直面相对。 看到这, 斯潘达姆还没什么。 顶多是震惊不改。 但CP九的成员却是瞳孔一缩。 海军六十, 岳部本就是用强劲的角力踏在空气上, 产生强劲的滞空力, 以此来让人像彩楼梯般在空中行走。 可问题是, 岳部虽然好, 但却无法在空中停留太久, 只能在短时间内进行空中移动, 并不能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毕竟若真能如此, 海军就不需要军舰了。 每个人只要学会岳部就可以了。 上至海军圣地马林泛多, 下至推进城海底大监狱, 直接飞着去啊。 但这一刻, 麦恩使出的岳部却有所不同。 他整个人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未免有些长。 CP九成员本就对麦恩会岳部一事惊奇不已。 看到这姿势瞳孔一缩, 乖乖, 了不得呀。 望着窗外踢着护卫官的麦恩, 斯潘达姆的办公室内早已是一片死寂。 鹰无猫头鹰大嘴一脸, 狼人加布拉双眼微眯, 黑丝玉节卡利法红唇轻起, 狮子微曲唱戏般地拉起了长鹰, 豹子露奇眉头紧皱, 方块鼻南卡库却是微微一笑。 果然, 都说了, 优秀的剑士往往对危险有一种无以伦比的直觉。 锁龙如此, 卡库一世,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自从看到麦恩的那一刻起, 卡库的心中就陡然间涌现出一股不安。 现在看来, 他的不安是对的。 麦恩, 尼哥, 司法岛神藏不露的高手呢? 几乎同一时间法院前广场处。 我就知道, 草帽小子蒙奇蒂露飞本来很高兴, 因为就在刚才, 他心心念念的锁龙等人终于及时赶到。 一家人终于整整齐齐, 等到救出弗兰奇和罗宾以后, 他们又可以继续旅行了。 但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天空中却传来砰砰的声响。 陆飞抬头一看, 眼中的瞳孔立马缩成了针尖状。 因为不远处那道在天空中跳来跳去的身影陆飞怎么也无法忘记。 正是先前那个一拳把他打出百米之外的海军士兵。 一头具有代表性的蓝发, 使得陆飞在看到麦恩的一瞬间就感觉浑身上下一阵剧烈的疼痛。 说起来, 那一拳的伤势直到现在都没好通。 即便王陆飞是橡胶果实能力者, 但在那一拳之下, 他的身子算是留下后遗症了。 不过陆飞对麦恩却没有恨意, 好歹给他指路了, 有的只是浓浓的战役。 先前那一场战斗, 陆飞刚开二挡麦恩就自动倒下了。 虽然那时候陆飞想不明白麦恩怎么就倒下了, 但之后却是明白了过来。 装的, 那家伙一定是装的。 而这一刻看到在空中跳来跳去的麦恩, 陆飞的想法也得到了证实。 浑身的热血立马沸腾了起来。 喂, 你别走啊, 刚才没打够, 有本事你下来啊。 咱们再打一场。 陆飞冲着天空中的麦恩大喊大叫道, 但陆飞这一叫, 麦恩还没怎样, 索隆等人却是吓坏了。 说实话, 当看到麦恩在天空中跳来跳去时, 不管是索隆山智纳美乌索普桥巴, 还是弗兰奇家族众人, 全都默契地装作了吴氏。 看不到, 听不着。 为此, 他们还齐齐低下了头颅, 毕竟麦恩的实力, 他们在此之前, 已经完全领教过。 强得可怕啊。 可正这时, 陆飞却对麦恩大喊大叫起来。 说的话, 还是那样的嚣张。 有本事你下来, 下来给我们收尸吗? 嗖嗖嗖嗖嗖。 五道人影闪电般地向陆飞冲去。 这一刻, 索隆, 山智, 乌索普, 纳美, 乔巴五人万众一心, 同仇敌忾, 展现出了草帽海贼团 一直以来的良好团队精神。 在合力扑倒他们船长的一瞬间, 五双大手, 十只巴掌, 就立马捂住橡胶座的大嘴。 喂, 你, 陆飞本来还在对麦恩叫嚣, 但话还没说完, 身后就传来一股剧力, 整个人再没回过神期间, 就被压在地上, 捂住大嘴。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但回头一看, 陆飞却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因为对他痛下毒手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亲爱的伙伴们。 呜呜呜, 陆飞发出沉闷的声响, 眼中满是疑惑不解。 我去, 你们不长眼吗? 我是陆飞啊。 别无了, 知道你是陆飞, 但你不能做死啊。 空中那家伙, 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赶紧闭嘴吧。 为了罗宾, 索隆那美巫索普山志乔巴五人一人一句道, 拓摸星子剑的陆飞满脸都是。 陆飞倒在地上, 感觉到身上五个人的重量绝望至极。 望着空中那道海军士兵的身影, 陆飞这会儿的眼泪跟掉了线的珠子一样, 哗哗直落。 草帽海贼团的船长, 到底是我还是他? 我去, 这是内讧吗? 在空中将下面的场景尽收眼底。 当看到草帽海贼团的船员一拥而上将草帽小子扑倒之时, 小胡立马拽了拽麦恩的衣袖, 满面欣喜地禀告道。 什么情况? 与此同时, 斯潘达姆和CP9的成员也透过窗户看到了这一画面。 当时整座办公室都响起了斯潘达姆猥琐的笑声。 笑声不绝于耳。 CP9成员看到这也是各自的摇了摇头, 一群乌合之众。 唯有方块鼻南卡库, 眉头紧皱。 奇怪。 草帽一伙, 为了营救妮可罗宾, 连司法岛这种神圣之地都敢明目张胆地闯进来。 怎么这会儿说内哄就内哄啊? 望着法院前那片广场, 卡库发觉自己是越发看不懂草帽一伙了。 但他看不懂, 有两个人要比他更看不懂。 这两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先前被押解至斯潘达姆办公室里的弗兰奇和妮可罗宾。 听着斯潘达姆猥琐的笑声, 罗宾和弗兰奇的脸色已然是阴沉似水。 但更多的, 还是对面前这一画面的震惊。 喂, 你们到底行不行啊? 弗兰奇绝望地看着罗宾道, 自己能被救出去?现在看来, 得,洗洗睡吧。 奇怪,大家这是怎么了? 罗宾没有回答弗兰奇的话, 他也没办法回答, 因为他跟在场的所有人一样。 望着不远处突然内哄的草帽团, 皆是一脸猛逼。 透过窗户看着办公室里一群猛逼人士, 麦恩的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糊涂。 身为草帽团内哄的罪魁祸首, 麦恩不用想都能明白法院前那片广场发生了何事。 说到底,王露飞还是太自不量力了。 如今的麦恩, 可不是王露飞能用主角光环打败的家伙。 与麦恩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 就算战歌响起, BGM循环播放, 在麦恩的面前, 露飞该死还是要死。 好在索隆等人, 及时制止了露飞的作死之路。 不然的话, 麦恩倒真不介意跟露飞再打一场。 扣扣扣。 麦恩敲响办公室的窗户。 示意斯潘达姆让人将窗户打开好, 让自己和小户进去。 毕竟一直用月布在空中跳着, 也不像回事。 嘎吱。 办公室的窗户总算打开。 麦恩提着小户迈步走路, 可还没等麦恩将小户放下, 他的耳旁就陡然传来一阵疾风。 还真是不给人休息的时间啊。 麦恩无奈一笑, 身体却突然变得柔软异常, 宛如一张纸片。 在耳旁传来的这阵疾风中, 纸片麦恩随风自如, 以一种奇妙的规律左闪右闭, 将来者的攻击尽数躲开。 呦吼, 有两瞎呀。 看到这, 狼人加布拉嘴角冷笑连连, 但眼中却动了真正的杀意。 加布拉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相信, 先前只是一个区区海军士兵的麦恩, 竟然能学会海军六师这样高级的体数。 明明只有像他们这样, 从小被世界政府看好的天才, 才能学会来着。 麦恩, 尼格算是什么东西, 怎能跟他们这些人相比。 基于此, 狼人加布拉才在麦恩从窗户走进来的一瞬间, 就发动了海军六师——T, 对麦恩突然展开攻击。 麦恩耳旁陡然传来的那阵疾风也源于此。 加布拉的目的, 就是要以T来让麦恩认清自己。 就算你学会了海军六师, 也永远成为不了我们中的一员。 天才与蠢货, 一招可变。 可是加布拉没有想到的是, 他以T来突袭麦恩。 麦恩却以海军六师, 只会来进行应对。 而且应对的还轻松自如。 他加布拉从刚才到现在的所有攻击, 都被这家伙轻松躲避。 一根汗毛都休想碰到麦恩。 而这期间, 狮子威曲, 鹰无猫投鹰, 卡利法三人已然是看呆了。 加布拉的实力, 他们三人可是知道的。 不仅在他们之上, 还要超出他们一大捡。 可就是这样的加布拉, 竟然攻击不到麦恩。 看到这, 就连豹子路奇都有些不敢置信。 死死地盯着麦恩使出来的指挥, 路奇的眼角不禁微斗。 因为麦恩指挥一世的精通程度, 已经不下于他本人。 将路奇的表情看在眼里, 斯潘达姆的面上当即掀起一抹狂喜。 没办法, 斯潘达姆的实力跟垃圾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对于麦恩的实力, 斯潘达姆根本就不可能做出一个客观的评断。 只有通过CP9成员的表情, 才能略知一二。 但让斯潘达姆没有想到的是, 麦恩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健。 连路奇这家伙都不淡定啊。 乖乖, 那可是罗布路奇啊。 自从认识这家伙的那一天起, 他斯潘达姆就没见过这家伙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五官就跟冻住了一样。 但此刻, 麦恩的表现却让万年兵山路奇的表情产生了变化。 即便只是眼角微斗, 也足以说明一件事。 麦恩, 尼格, 很强。 哈哈。 斯潘达姆大嘴一脸, 猥琐笑容在线。 要不是麦恩这会儿还在跟加布拉战斗, 他恨不得扑上去给麦恩一个大大的拥抱。 毕竟麦恩的实力如此强劲, 斯潘达姆的手中就多出了一张可用的牌。 笑声之中, 卡库却是一脸的冷静。 他早就猜到麦恩的实力不俗, 这会儿自是淡定无比。 渴望着一旁的尼克罗宾, 卡库却无奈地摇了摇头。 天注定啊。 说实话, 草帽一伙想要从CP九成元手中抢走尼克罗宾, 本就难如登天。 现在好了。 司法岛这边又冒出了一个实力跟CP九成元不相上下的怪物。 敌人增多, 难度就会加大。 这一点, 从罗宾和弗兰奇这会儿的脸色就能看出。 满满的绝望啊。 拦脚! 正这时, 办公室中的战斗也接近了尾声。 接连的攻击无果, 已经让狼人加布拉的耐心到达了顶点。 眼中的杀意索性不再隐藏。 对准麦恩的身体, 加布拉干脆地使出海军六士拦脚。 全力的! 我去! 该死! 加布拉, 你疯了吗? 愤怒的叫骂声当即响起。 看到这, 斯潘达姆和CP九成员脸色净变。 海军六士, 蓝角! 来是海军六士中唯一的范围性攻击。 以超强的角力, 卷起真空进行攻击。 发出的银色光波, 锋利无比。 锁过之处, 一片狼藉。 宛如锐利的斩机, 能将面前的一切人事物尽数斩杀。 杀伤力可谓极大。 但要命的是, 狼人加布拉此刻所在的地方, 可是斯潘达姆的办公室啊。 斯潘达姆的办公室坐落在司法之塔的中间位置。 狼人加布拉莫名其妙的一记蓝角, 很有可能将司法之塔直接一销为二。 到时候, 整座司法之塔就将毁于一旦。 毕竟CP九成员之中, 加布拉的实力还算是上乘。 即便刨去他恶魔果实的能力, 单论海军六士加布拉也算是精通。 虽然海军六士中的蓝角并不是加布拉的强项, 可在权力之下, 加布拉的蓝角依然是犀利无比。 伴随着刷的一声响, 一道银色的光波直直地朝着麦恩飞去。 所过之处直接将办公室的地板划破, 碎石花花地往下落。 该死。 看到这, 卡库的眉头当即一皱。 可他刚想上前拦住这寄蓝角时, 他的肩膀却被人死死地摁住。 你。 卡库回头看去, 嘴里的话立马就堵在了嗓子眼。 因为摁住他肩膀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陆琪。 先等等。 陆琪一边摁住卡库的肩膀一边倒。 脸上的表情一如往常。 但双眼却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那道身影。 正是麦恩。 也就在这时, 狼人加布拉的蓝角也飞到了麦恩的镜前。 不得不说, 威力惊人。 即便相隔甚远, 麦恩也能感觉到面前这道银色光波所散发出来的浓浓沙气。 或者说, 发出这道银色光波主人的浓浓沙气。 可惜的是, 还是差得太远了。 如果是先前的麦恩, 对这纪蓝角或许还会招架不住。 但现在的麦恩, 这轻飘飘的蓝角已经不足以令他重视分毫。 也因此, 麦恩这会儿的视线仍然一直放在狼人加布拉的身上。 对于像他袭来的这道银色光波根本就没有半点在意。 顶多是在这道银色光波即将展在麦恩身上时, 麦恩的身子微微一侧。 抬起脚, 狠狠地踹在银色光波上。 自从学会海军六世, 麦恩才知道强劲的脚力原来能做很多事。 既能使用月步在空中闪转腾挪, 又能卷起真空发出银色光波。 既然如此, 一脚将加布拉的蓝角踹飞自然也理所应当。 毕竟现在的麦恩可是一万道立的超级强者。 不是狼人加布拉这种垃圾可以比拟的存在。 不过被垃圾小瞧的感觉还真是不好受呢。 So, 加布拉的蓝角经过麦恩的一脚踹去, 立马改变方向快速地向办公室的右侧斩去。 当蓝角狠狠地系在办公室的墙壁上时, 立马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声响。 砰! 墙壁四散倒塌, 碎石花花滚落。 本来一尘不染的办公室立马变得灰尘仆仆。 墙壁上一个巨大的破洞呈现而出。 幸运的是, 办公室并没有因此倒塌。 死法之塔也没有因此被毁。 斯潘达姆本来吓得魂都快丢了。 这会儿, 立马如释重负地吐出了一口气。 哇, 加布拉你这混蛋, 到底在干什么啊? 斯潘达姆指着加布拉的鼻子破口大骂。 鹰无猫头鹰, 狮子微曲, 卡利法三人也对加布拉怒目而逝。 卡库也无语地摇了摇头, 就连露奇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 显然, 对于加布拉的突然举动, 在场的每个人都很是不满。 只是试验一下麦恩指挥官的实力, 一时没控制好力度而已。 不要在意了, 加布拉双手一摊, 摆出一脸的无辜样。 不过他的心中却是惊骇至极。 他全力使出来的蓝脚竟然会被麦恩一脚踹飞。 这家伙的实力那么强大吗? 心中有此疑问的人不止狼人加布拉。 其他CP9成员皆是如此。 就连一旁的罗宾和弗兰奇这会儿也是对麦恩刮目相看不已。 但就在这时, 麦恩的声音却响彻在斯潘达姆破旧不堪的办公室中。 我有说过这场试验结束了吗? 一言不合地开始, 灰溜溜地结束。 加布拉先生, 这就是你们CP9成员的做事风格吗? 既然决定要做, 就干净利落地结束啊。 混蛋! 麦恩一字一顿道, 声音中不带有丝毫感情, 但听上去却让人不寒而栗。 你说什么? 加布拉的脾气本就火爆。 听到麦恩的话自食一点就着。 你这家伙, 真的想死吗? 哼, 我倒想看看看谁先死。 麦恩嘴角一瞥, 冷笑连连。 这一刻, 望着面前的加布拉, 他眼中的杀意也不再隐藏。 蓝脚! 将浑身的力量灌入腿中, 麦恩毫不犹豫地抬脚一滑。 刷! 强劲的角力卷起真气, 一道银色的光波立马浮现出。 这是麦恩的蓝脚, 亦是加布拉的丧衣。 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一次的麦恩是真真正正地被惹怒了。 望着不远处的加布拉, 麦恩的眼神宛如再看一具尸体。 死! 当麦恩的蓝脚出现在空中的那一瞬间, 在场的所有人全都齐齐倒吸一口冷气, 饶氏罗布鲁奇也不例外。 饶氏什么都不懂的斯潘达姆也是如此。 只是面前的那一道银色光波实在过于巨大, 长度大约几十米。 斯潘达姆足足两百多平米的办公室, 愣是被麦恩用脚划出的这道银色光波占了一半。 甚至整座办公室都充满了银色的光辉。 至于其上传来的巨大威力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刷! 当麦恩的蓝脚像狼人加布拉闪电般的斩去时, 四周的空间都有些嗡嗡作响, 带着一股无边的疾风, 似要将面前的一切人事物都尽数绞碎。 这! 狼人加布拉已经说不出话来, 他的身体已经无比僵硬。 明明这一刻, 他应该选择用铁块扛下这巨蓝脚。 毕竟麦恩的这巨蓝脚速度实在太快, 就跟死死锁定在加布拉的身上一般, 根本不容他躲避。 可关键是, 这样的一击蓝脚, 真的可以用铁块扛下来吗? 加布拉有些迷茫了。 明明CP9成员之中, 他的铁块是最强的。 原著中也是这样写的。 但这一刻, 加布拉竟然对自己的铁块产生了质疑。 可想而知, 他眼前的这道银色光波声势有多么的害人。 也就是在这时, 狼人加布拉的心中第一次出现了后悔。 他后悔自己刚才对麦恩出手的决定。 后悔一直以来, 仗着自己是CP9的成员, 就看不起海军士兵的行为。 现在好了, 一切全完了。 昔日不可一世的狼人加布拉, 即将死在他一直看不起的海军士兵麦恩, 尼格脚下。 这就是赤裸裸的事实, 亦是加布拉惹怒麦恩的代价。 都他妈说了, 不要惹怒麦恩。 惹极了, 连韦田麦恩都弄死他。 加布拉又算个掉。 可就在麦恩的恐怖蓝脚, 即将把狼人加布拉一分为二时, 一道身影却迅速来到加布拉的身前。 救兵吗? 看见这道身影, 麦恩的嘴角当即掀起一抹嘲弄的笑容。 这道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CP9最高战力罗布鲁奇。 毕竟也只有他, 才能接住麦恩的这级蓝脚。 除此之外, CP9其他人, 无论是谁上来, 都只会是一个下场。 跟狼人加布拉一块, 被分为两段。 只有罗布鲁奇不, 准确地说, 应该是最强阶段的罗布鲁奇, 才能救下他身后那头可怜的小狼。 没错, 这一刻, 鲁奇已经使用了他恶魔果实的能力, 整个人都化为了一只野兽, 铜体赤黄, 旗上布满着黑色的花纹, 外加一根细长的尾巴, 正是猫猫果实暴形态。 罗布鲁奇最大的杀手锏, 一般情况下, 他绝不轻易动用。 可当看到麦恩使出蓝脚的一瞬间, 鲁奇就毫不犹豫地变化成豹子形态。 因为鲁奇知道, 不变化成豹子形态, 就连他也无法阻挡这既恐怖的蓝脚。 六十奥义, 六王枪, 只身来到加布拉的身前后, 望着已来到他面前的银色光波。 豹子鲁奇, 立马双手成爪合拢, 使出了他的压箱底绝招。 砰的一声巨响, 一股无以轮比的冲击力, 瞬间从豹子鲁奇的双手中, 向银色光波射去。 又是砰的一声爆炸响。 豹子鲁奇的六十奥义, 六王枪和麦恩, 尼格的恐怖蓝脚展开碰撞。 两种全然不相同, 但一样恐怖的绝招互不相让。 一股无边的气浪瞬间四散而涌。 就连CP九成员都被这无边的气浪吹得站不住脚。 斯潘达姆这个窝囊废更是直接被掀飞。 整座办公室早已列文密布。 即便是高耸入云的司法之塔, 这会儿也是哗啦啦直晃。 碎石变电, 灰尘满满, 所有人都人心惶惶。 无数惊呼声在司法倒响彻。 纵然是草帽一伙, 这会儿也震惊无比。 可以说这一刻, 每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司法之塔上。 我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咳咳咳, 斯潘达姆的办公室中, 无数咳嗽声响起。 说起来, 这座办公室也的确是坚强。 即便是经过适才那样恐怖的大战, 都没有被毁。 虽然实际上已成为一片废墟, 灰尘漫天, 每个人的事业都被阻挡。 一阵朦胧胧, 伸手都不见五指, 嗓子眼里仿佛堆满了灰尘, 嘴巴根本就不能张开。 最后还是阴无猫头鹰挺身而出。 扎巴巴, 拉开嘴巴上的拉链猛吸一口气吐出。 一股大风就这么出现了, 看来嘴大的好处还是有的。 等到阴无猫头鹰将办公室里的灰尘都尽数吹出去以后, 面前的一切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斯潘达姆和CP9成员包括罗宾和弗兰奇趁机伸头望去。 果不其然, 办公室的中间地带, 麦恩和鲁奇依旧在针锋相对。 狼人加布拉却是一屁股坐在地上, 满面惶恐不安, 根本不敢抬头看眼前的麦恩。 又一次, 麦恩又一次超出了加布拉的想象。 毕竟加布拉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麦恩的实力竟然强到连陆奇都拿他没办法。 身为史上最强CP9, 罗布鲁奇的实力狼人加布拉还是认可的。 虽然表面上一副吊铃铛的样子, 平常也对陆奇不冷不热。 但在内心深处, 狼人加布拉却是一直以罗布鲁奇为目标追赶着。 可此刻, 加布拉突然发现自己要追赶的人不止罗布鲁奇。 还有麦恩、尼格。 只因不知道什么时候, 麦恩的实力已在他之上。 而且已与陆奇并肩。 说实话, 当陆奇出现在加布拉的面前时, 他整个人虽然很是羞愧。 毕竟让陆奇出手相助, 就变相证明了他加布拉已经不是麦恩的对手了。 否则以陆奇的性格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加布拉的身前。 这家伙, 是认定自己接不住麦恩的这纪篮脚啊。 可另一方面, 狼人加布拉的心中也有些窃喜。 毕竟, 他虽然没办法让麦恩吃些苦头, 但是陆奇的话一定可言。 而当看到出现在他面前的陆奇已经使用了恶魔果实的能力, 变身成为豹子形态时, 加布拉的嘴角更是掀起了一抹冷笑。 而当豹子陆奇使出六十奥义、六王枪时, 在加布拉的眼中, 不远处的麦恩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因为六十奥义、六王枪乃是陆奇的压箱底绝招。 一经施展, 没有人可以抵挡。 反正加布拉认识陆奇那么多年, 还从没看过陆奇使出这招以后, 敌人还能活着的。 不错, 麦恩是很强, 他的篮脚也恐怖至极, 远在自己之上。 但是跟陆奇的六十奥义、六王枪相比, 还是不值一提的。 麦恩, 尼格, 去死吧。 这是加布拉的心声。 就在豹子陆奇施展出六十奥义、六王枪时, 加布拉的心中也在这样咆哮着。 可是事情的结果, 却又一次出乎了加布拉的预料。 因为, 在陆奇的六十奥义、六王枪之下, 第一个活着的人终于出现了。 而且, 麦恩不仅活着, 整个人也活得很好。 浑身上下, 没有一丁点受伤的痕迹。 真真的毫发无伤。 扑通。 当看在这一幕时, 狼人加布拉再也忍不住心中的震撼, 一屁股跌坐在地。 他的骄傲, 他的自负, 终于在这一刻被麦恩的实力完全击溃。 虽然加布拉的身体, 很是正常。 但他的灵魂此刻, 却在因麦恩的强大站立着。 可加布拉并不知道, 他的噩梦还没有结束。 不愧是史上最强CP9, 实力果然强悍。 望着面前的豹子陆奇, 麦恩副手而立, 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陆奇身后跌坐在地的加布拉。 但是替人出头, 光挡住我的篮脚, 还是不够的。 你想怎样? 豹子陆奇, 冷冷地看着麦恩道。 杀了我? 麦恩面无表情道, 语气中却充满了挑衅的意味。 你不是世界政府培养的最优秀杀手吗? 我倒想看看你有没有本事杀了我。 当然, 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滚一边去, 别多管闲事。 死。 麦恩话音刚落, 办公室里面的所有人便全都倒吸一口冷气。 不管是CP9其他成员, 还是罗宾和弗兰奇也好, 还是斯潘达姆也罢。 毕竟这一刻, 麦恩可是在对陆奇出言不逊啊。 罗布陆奇, 这家伙可不是能随便招惹的人啊。 虽然经过适才的战斗, 麦恩的实力已然有目共睹。 可在办公室众人的心目中, 麦恩的实力还是不比陆奇的。 因为陆奇的强大实力已经深入人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麦恩只是算是一匹黑马。 想要掀翻司法岛这些年的第一战力, 未免有些过于猖狂。 但是这一刻, 陆奇的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 似乎并不为麦恩的话语感到生气。 可这并不是因为陆奇心如止水, 本就不好生气的性格。 而是他一点也不觉得, 麦恩的话有什么猖狂之处。 别人不懂, 已跟麦恩交过手的陆奇却明白。 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海军士兵, 的确有跟他罗布陆奇较量一二的资本。 真打起来, 谁胜谁负, 还真的不好说。 也因此, 陆奇浑身的热血都沸腾了起来。 一种战役在燃烧的感觉, 终于在很多年之后, 又一次出现在了陆奇的身上。 毕竟这一刻, 陆奇终于找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麦恩, 尼格, 这么说来, 你是非要杀了加布拉了? 罗布陆奇冷冷地看着麦恩道。 听你这句话, 你是要多管闲事到底了? 麦恩不打反问。 正是如此。 罗布陆奇毫不犹豫地一点头。 那就来吧。 麦恩上前一步, 此刻的他全身上下有些发热, 可以明显感觉到体内的血液在加速流动, 心脏也在砰砰直跳。 但这种感觉跟紧张大不相同。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感觉使得麦恩全身上下都一阵舒爽。 而如果这就是热血沸腾的话, 那麦恩愿意一辈子都处在这样的时刻。 可惜的是, 就在麦恩即将和陆奇展开大战之时, 一声猥琐的笑容却响彻在整座办公室之中。 哈哈。 伴着猥琐的笑声, 斯潘达姆走到陆奇和麦恩中间, 边笑边道。 好了好了, 一些小事, 不要伤了大家的和谐, 都是为世界政府做事。 些许的摩擦就让他过去吧。 现在最要紧的是将妮可罗宾压接到正义之门。 斯潘达姆人长得丑, 脑子却不笨。 在这么个结果眼上, 麦恩和陆奇要真打起来就完了。 草帽一伙还在旁边虎视眈眈。 自己身边的两员大将要是打得两败俱伤, 岂不是拱手将妮可罗宾还给草帽一伙。 妮可罗宾掌握着古代兵器冥王的秘密。 可是世界政府一直想要的人, 兜到嘴边的肉若是又让人叼了去, 身为司法岛的最高长官, 他斯潘达姆可罪责难逃。 等到将妮可罗宾压接到正义之门, 麦恩和陆奇想怎么打他都不会管。 但现在却必须要稀释宁人。 怎么样两位? 都消消气。 斯潘达姆满面微笑地对麦恩和陆奇道。 我没意见, 只是不知道麦恩指挥官愿不愿意。 陆奇依旧面无表情。 但说话间他已经解除了暴形态。 恢复到了人形。 用意不言而喻。 毕竟斯潘达姆的话的确有道理。 陆奇虽然很想跟麦恩大战一场, 但此刻的确不是好的时机。 压界尼克罗宾要解。 大事当前, 陆奇还是分得轻轻重的。 可陆奇这样子做, 无异于把难题抛给了麦恩。 因为这件事, 严格来说, 还是麦恩吃亏的。 稀释宁人? 哪有那么荣誉? 麦恩先前可看得清清楚楚。 当狼人加布拉使出全力, 对他发出一记篮角时, 方块比南卡库本来想帮助自己。 豹子陆奇却阻止了他。 其目的就是为了看好戏。 如果麦恩真的只是一个普通海军士兵的话, 加布拉先前的级篮角早就将他一刀斩为两断了。 怎么? 都是爹生娘养的。 加布拉是人, 他麦恩就不是人。 加布拉的生命受到威胁时, 你陆奇替他挺身而出。 我麦恩的生命受到威胁时, 你陆奇却阻止别人救我。 骂了个八子, 岂人太甚。 还有斯潘达姆这个窝囊废。 这会儿居然还有脸让我稀释宁人。 刚才干什么去了? 怎么样慢啊? 给我一个面子。 这是算了。 斯潘达姆依然在恬不知耻地说道。 殊不知, 他每说一句麦恩心里的怒火, 就高涨一分。 司令官大人, 我可是您清风的司法岛临时指挥官。 加布拉虽然是世界政府CP9中的要员, 但我现在的职位应该在他之上。 您刚才都看到了, 这家伙可是想杀了我。 以下范上, 您身为司法岛的司令官可得秉公处理啊。 麦恩一字一顿地对斯潘达姆说道, 话语滴水不漏, 条理甚是清晰, 即便让人鸡蛋里挑骨头都挑不出一点毛病。 可听到麦恩的话, 斯潘达姆的眼角却微微一抖。 虽然脸上依旧是满满的猥琐笑容, 但斯潘达姆的心里面却有一丝恼怒, 觉得麦恩过于不知好歹。 毕竟斯潘达姆骨子里还是强权主义, 这一点跟海军里不少人一模一样。 说一不二, 让你稀释宁人, 就乖乖地稀释宁人, 乃那么多废话。 也就在这一刻, 斯潘达姆才突然发觉, 面前的麦恩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 原以为是个合适的狗腿子。 现在看来, 却有点咬主人的苗头。 明明在此之前, 还是那样顺眼的一个人, 现在倒是稍微有点暗眼了。 不过大事在前, 斯潘达姆就算对麦恩再恼怒, 他也不会表现出来。 麦恩的实力如此强健, 现在还有用得着的地方。 等到这件事完了之后, 再开始大把的算账, 也不迟。 呵呵,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加布拉身为世界政府CP9的要员, 即便是我也不能下令, 处决他。 不如这样, 让他先戴罪立功, 等到这件事完结以后再处置。 麦恩, 你可是司法岛的指挥官, 总要拿出点长官的气量吗? 斯潘达姆笑眯眯地拍着麦恩的肩膀道。 那就磕头吧。 麦恩看都不看斯潘达姆, 以命令的口吻, 磕磕头, 斯潘达姆文言一愣, 拍着麦恩肩膀的大手, 也陡然一顿。 看在司令官大人您的面子上, 加布拉我可以网开一面, 但他必须要对我磕头认错。 然后以广播的形式, 传遍司法岛每个地方, 让岛上的所有海军士兵, 都听到加布拉的忏悔之声。 只有这样, 我才能原谅他。 麦恩甩开斯潘达姆, 放在他肩膀上的大手, 踢着一把椅子, 缓缓走到加布拉面前。 一屁股坐上去, 麦恩悠闲自得地翘起二郎腿, 俯视着依然跌坐在地上的加布拉, 麦恩伸手对他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 加布拉先生,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听到麦恩的要求, 狼人加布拉气得额头上的青筋都抱了出来。 望着坐在他面前, 抖着二郎腿悠闲自在的麦恩, 加布拉恨不得扑上去, 把他撕碎。 但迫于麦恩的实力, 加布拉自是只能想想, 无能狂怒。 此刻的加布拉就是这样, 毕竟一想到待会儿他要给麦恩磕头认错, 狼人加布拉就有一颗想死的心, 更别提他磕头认错时, 还要用司法岛的大广播给播出去。 这样一来, 他加布拉以后还有什么颜面在司法岛上混? 就是世界政府的脸也会被他一个人丢尽。 该死, 咚的一声响, 加布拉双手垂跌, 以此发泄他心中的怒火和悔恨。 看到这, 陆奇终于按耐不住性子站了出来, 准备又一次多管闲事, 说起来给麦恩磕头认错什么的完全没问题, 本来就是加布拉的错, 陆奇不想管也管不着, 可用广播公开什么的未免太过分了, 加布拉再愚蠢也是他们CP9中的一员, 家丑不可外扬啊, 麦恩指挥官, 你, 你少加了大人二子, 陆奇先生, 陆奇话还没说完, 麦恩就抬起头微笑提醒道, 陆奇眼角微抖, 被麦恩这句话, 咽得整个人心塞不已, 但最终还是顺着麦恩的话说道, 指挥官大人, 加布拉就算再有错, 也是世界政府CP9的要员, 我们CP9成员为世界政府办事, 你这样子做, 可不只是让加布拉一个人脸面无光, 世界政府的脸面还请您顾虑一下, 顾虑, 麦恩眉头一皱, 一脸听不懂陆奇在说什么的样子道, 我有什么好顾虑的, 世界政府的脸面, 陆奇冷冷地重复道, 那我们海军的脸面呢, 麦恩反戈一击, 他早就知道陆奇这个王八蛋会站出来, 替加布拉说话, 因此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他骂了个八子, 用世界政府来压老子, 你以为老子吓大的, 指挥官大人, 海军可是隶属于世界政府的, 陆奇一针见血道, 说这句话时, 即便是万年冰山的陆奇, 嘴一脚也忍不住一勾, 他以为自己抓到了麦恩的画笔, 殊不知正中麦恩的下怀, 哦, 原来陆奇先生也知道, 海军隶属于世界政府啊, 麦恩一脸惊叉道, 说完没等陆奇反应过来, 麦恩就上前一步, 死死地盯着陆奇的双眼道, 那么, 问题就来了, 你们CP9是为世界政府做事, 我们海军也是为世界政府做事, 都是一样的机构, 陆奇先生是凭什么认为, 你们CP9要凌驾于我们海军之上吗? 你们的成员颜面无光, 世界政府会跟着丢脸, 我们海军里的人颜面无光, 世界政府的脸就会好看吗? 说到底, 大家都是为世界政府做事, CP9有什么资格以下犯上拒不受罚啊? 这件事, 如果不严肃处理, 加布拉今天想杀我, 明天不知道想杀谁呢? 若是长此以往, 你们CP9的人, 岂不是连战国元帅都想杀就杀? 麦恩一番长篇大论, 唾沫星子喷得陆奇满面都是, 你……, 陆奇处理得愤怒了, 但话还没出口, 就被麦恩再次打断, 你什么你? 我麦恩今天把话放着, 加布拉不对我磕头认错, 不用广播公开, 他今日必死无疑, 老天爷也救不了他, 我说的, 这几句话铿锵有力, 掷地有声, 其中的坚定和浓烈的杀意, 让在场每个听到他的人都本能地心中生畏, 唯独陆奇不受此影响, 反而望着面前的麦恩, 咬牙切齿道, 我看你是真想死了吧指挥官大人, 陆奇先生也不是一副长寿的样子, 麦恩针锋相对, 丝毫不落下风, 他骂了八子, 老子怕你, 够了, 眼瞅着事态再次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程度, 斯潘达姆终于开口, 快步来到麦恩和陆奇, 两人中间, 用尽全力推开两人, 然后伸手指着跌坐在地上的加布拉道, 就照着麦恩指挥官的话做, 赶快磕头认错, 来人, 把电话虫打开, 连上广播, 斯潘达姆冲外面大吼道, 是, 斯潘达姆的办公室外, 一般都有助手士兵, 可以随时听候斯潘达姆的调检, 只不过这一次, 斯潘达姆的话还没说完, 外面的助手士兵就飞快推门进来, 在对斯潘达姆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里时, 这个士兵小心翼翼地望了一眼不远处的麦恩, 当看到麦恩的那一刻, 士兵的眼中灯石布满了小星星, 整个人完全一副看偶像的样子, 毕竟麦恩刚才的那些话, 这个士兵在外面可听得真真切切, 真他妈掉, 扑通, 斯潘达姆的办公室中, 加布拉双膝跪地, 动, 对着面前的麦恩, 加布拉弯下身子, 将头重重地磕在地板上, 出手冒犯指挥官大人, 还望大人饶命, 加布拉开口说道, 声音无比的低沉, 就跟嗓子眼里被塞了什么东西一样, 此刻的加布拉, 哪里还有原先一点趾高气阳的模样, 整个人宛如一条丧家之犬, 就连头都不敢抬起半分, 看到这, 其他CP九成元的脸色全都是一阵清一阵白, 就连卡库也是眉头紧皱, 至于罗布鲁奇, 就别提了, 苍白的脸庞上虽然依旧是面无表情, 但任谁都能看出, 此刻的鲁奇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渴望着这样的罗布鲁奇, 坐在椅子上的麦恩, 却觉得心里很是痛快, 大点声, 麦恩对加布拉这样说道, 说话期间, 麦恩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罗布鲁奇, 用意不言而喻, 你鲁奇觉得过分, 我麦恩还就过分给你看, 加布拉虽然已经磕头求饶, 但声音还是太小啊, 司法岛上全体海军士兵听不到啊, 你没吃饭吗, 加布拉先生, 麦恩伸手抠了抠耳朵, 一脸的不以为然, 语气却充满了担忧, 但正因为此才更加的气人, 要不要让人送点饭, 等你吃饱了, 再对我求饶, 不过公平起见, 吃饭的时候, 你可要跪着吃啊, 你, 听到麦恩的话, 加布拉气得目次欲裂, 感觉一口老血, 都要从嗓子眼里喷出来, 其他CP9成员也对麦恩怒目而逝, 这一刻, CP9全体成员空前团结, 只因麦恩实在是欺人太甚, 但这正是麦恩想要的, 前世的他一无所有, 只能被人肆意欺负, 而正因为不想出去被人欺负, 前世的麦恩才选择去当一个混吃等死的肥宅, 但这一世不一样, 麦恩已经拥有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力量, 穿越到海贼王世界中的他, 注定不会是前世的那个死肥宅, 既如此, 他为什么还要选择忍耐, 为什么还要肆意认人欺负, 以牙还牙, 加倍奉还, 麦恩不是喜欢招惹别人的家伙, 但如果有人胆敢招惹他, 就别怪麦恩心狠手了, 很不幸, 狼人加布拉成为了第一个有眼无珠的存在, 在最不该招惹麦恩的时刻, 他不仅招惹了麦恩, 竟然还对麦恩起了杀意, 既如此, 麦恩说什么都不会放过他, 磕头求饶并不是麦恩原谅加布拉的条件, 广播公开也只是让麦恩暂且压下对加布拉的杀心, 因为麦恩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等到加布拉被杀志打败的那一刻, 麦恩会亲自出现砍下加布拉的狗头, 所以说此刻的加布拉与其说是个人, 不如说是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死刑犯, 从他对麦恩起了杀意的那一刻起, 他的人生就进入了倒计时, 而就是这倒计时, 麦恩都不准备让加布拉好好的过, 说话啊, 到底是要饭还是不要饭, 不要饭就赶紧大点声道歉啊, 别浪费大家的时间嘛, 加布拉先生, 麦恩冷笑地看着加布拉道, 我, 加布拉双拳紧握, 这一刻的他虽怒火冲天却悔恨无比, 毕竟连斯潘达姆都不站在他这边, 除了听从麦恩的话, 加布拉没有第二个选择, 出手冒犯指挥官大人, 还望大人饶命, 加布拉加重语气道, 听不见, 麦恩一字一顿道, 出手冒犯指挥官大人, 还望大人饶命, 加布拉大声道, 还是听不见, 麦恩贪了贪手道, 加布拉浑身发颤, 第一次发现, 面前的麦恩是那样的恐怖, 就跟一条疯狗一般, 咬住了人就不松口, 出手冒犯指挥官大人, 还望大人饶命, 加布拉拼尽全力地嘶吼道, 吼完这一句话后, 加布拉整个人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摊在地上, 因为当他吼出这句话时, 整座司法岛的上空都响起了他的声音, 这一刻, 由于广播的公开, 司法岛上的所有人都能听见加布拉的这句忏悔之言, 麦恩的目的终于到达, 但他不知道的是, 听到加布拉的这句忏悔之言后, 整座司法岛上的海军士兵无一例外, 全都激动不已, 毕竟一直以来, CP9的成员的确是太过分, 加布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仗着自己为世界政府办事, 是一丁点都不把他们海军士兵放在眼里, 仿佛偌大的司法岛只有他们在守卫, 海军士兵全都是中看不中用的废物, 但现如今,麦恩指挥官为他们海军出了一口恶气, 让CP9的人知道了, 他们海军内部也有顶尖站立, 麦恩, 尼格万岁, 嗯? 斯潘达姆的办公室中, 麦恩的眉头微微紧重, 按理说这会儿他本该高兴, 毕竟他的目标已然达到, 狼人加布拉不仅磕头认错, 而且被广播公开, 这下子, 就算是司法岛上的一个普通海军士兵, 也能对加布拉嗤之以鼻, 但就在加布拉耻辱的瞬间, 意思的一幕, 不远处, 鹰无猫头鹰正围着方块比南卡库说些什么, 而且一边说, 一边还有意无意地看向自己, 听到鹰无猫头鹰的话, 卡库还一脸为难, 什么情况? 麦恩一头雾水, 毕竟他又不会蠢语, 自是看不懂, 鹰无猫头鹰那张带有拉链的大嘴在说些什么, 够了吗? 指挥官大人, 正这时, 麦恩的耳边响起了陆奇的声音, 什么够了? 麦恩转回头, 望着面前压抑着愤怒的豹子陆奇和脚下面如死灰的加布拉, 方才回过神来, 马马虎虎吧, 麦恩这样说道, 马马虎虎, 听到这句话, 陆奇额头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 跪在地上的加布拉脸色更加的苍白, 可就在这时, 一张大脸却出现在陆奇身后, 正是鹰无猫头鹰, 看到这, 麦恩的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他早就看鹰无猫头鹰那张大脸不顺眼了, 正愁没机会扇他自己, 就送上门了, 可出人意料的是, 这一次麦恩完全想错了, 他本以为鹰无猫头鹰是来帮加布拉和陆奇的, 但一出口, 麦恩竟发现这家伙是来帮自己的, 扎巴巴, 陆奇,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鹰无猫头鹰与不惊人死不休道, 我不对, 陆奇一脸惊奇地望着面前的鹰无猫头鹰,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听到了什么, 加布拉也是一副见到鬼的样子, 你狗日的到底是哪一伙的, 无视鹿奇和加布拉震惊无比的脸庞, 鹰无猫头鹰依旧在自说自话, 扎巴巴, 指挥官大人身为司法导的二把手, 加布拉以下犯上自是要严惩, 鹿奇你出来替加布拉说话, 自是不对, 扎巴巴, 难道不是吗, 指挥官大人, 扎巴巴, 鹰无猫头鹰咧着大嘴, 对麦恩露出一个虔诚的笑容, 自是如此, 麦恩毫不犹豫地一点头, 虽然不知道鹰无猫头鹰葫芦里卖着什么药, 但既然帮他说话麦恩自是何乐而不为, 扎巴巴, 鹰无猫头鹰再度一笑道, 既如此, 接下来的草猫一伙就拜托指挥官大人了, 草猫一伙, 麦恩眼角微抖, 果然, 狐狸尾巴总算露出来了, 麦恩早就知道鹰无猫头鹰这家伙不怀好意, 听到这句话反而内心稍安, 说实话, 鹰无猫头鹰要真的是背弃CP9成为麦恩的狗腿子, 那麦恩的心里倒真要七上八下了, 猫头鹰先生, 你该不会让本指挥官一个人对付草猫一伙吧, 麦恩微笑反问道, 扎巴巴, 这怎么可能呢, 鹰无猫头鹰摆了摆小手, 其实手也不小, 只不过这家伙脑袋太大, 导致手看起来很小, 对付草猫一伙, 我们CP9全员自是要全力以赴, 扎巴巴, 只不过, 这个还请指挥官大人小心收藏好, 扎巴巴, 一边说, 鹰无猫头鹰一边对麦恩缓缓伸出手, 手掌摊开的那一刻, 麦恩定睛望去, 赫然发现鹰无猫头鹰的掌心里, 放着一把小小的银色钥匙, 上面还清清楚楚地标了一个阿拉伯数字, 呜, 这是什么, 麦恩眉毛一挑, 不明白鹰无猫头鹰这什么鬼操作, 但就在这时, 一旁的斯潘达姆却陡然一拍额头, 啪的一声响, 斯潘达姆的脑门都被他自己拍红了, 哦对, 忘了跟你说了, 斯潘达姆快步来到麦恩身边, 拍着麦恩的肩膀一字一顿道, 麦恩, 这把钥匙你可要保管好, 无论草帽一伙用什么鬼主意, 你必须要保证这把钥匙不被他们抢走, 钥匙草帽一伙, 听到斯潘达姆的话, 麦恩的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 点滴记忆浮现出, 这把钥匙该不会, 伴着思考, 麦恩偏过头望着不远处的妮可罗宾, 巧合的是, 这一刻的妮可罗宾也在望着他, 没错, 这把钥匙就是妮可罗宾手上那副海楼石手铐的钥匙, 你也应该知道, 妮可罗宾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只有戴着海楼石手铐, 他才无法做出反抗, 这把钥匙可是我们能否顺利压界妮可罗宾到正义之门的关键所在, 交给你了, 麦恩指挥官, 说完, 斯潘达姆郑重地拍了一下麦恩的肩膀, 但感受着肩膀上传来的重量, 麦恩却恨不得一巴掌扇在斯潘达姆的脸上, 让这家伙没带铁皮面具的那半张脸, 也带上铁皮面具, 好家伙, 这使命的不行改完案的了, 一群人和起伙来坑他一个, 小蝌蚪找妈妈, 围着甲鱼转, 装什么王八犊子, 望着鹰鲁猫投鹰掌心里的五号钥匙, 麦恩要再不明白, 这大脸猫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 他就真成傻子里了, 海贼王司法导片中, 有一段极为精彩的剧情, 除了王露飞以外, 草帽海贼团其余人围绕着罗宾的海楼石手铐钥匙, 与除了陆七以外的CP9全员展开了一场场激烈的战斗, 名为钥匙争夺战, 这之中, 纳美对上了眼睛黑丝玉洁卡利法, 弗兰奇对上了扎巴巴鹰鹉猫猫头鹰, 乔巴对上了白毛男狮子威曲, 山智对上了狼人加布拉, 索大对上了方块鼻南卡库, 可关键是, 只有方块鼻南卡库手里的钥匙才能打开罗宾的海楼石手铐, 而这把钥匙正是因无猫头鹰此刻递给麦恩的五号钥匙, 怪不得这大脸猫刚才一直围着卡库转, 原来是索要卡库手里的五号钥匙, 借刀杀人, 不得不说, 这个奸计实在很多, 诚如麦恩都挑不出半点毛病, 因为严格来说, 五号钥匙交给麦恩的确是再合适不过, 他就是不想拿都不行, 没办法, 先前的战斗已经说明了一切, 此刻在这里, 论实力, 只有麦恩能跟豹子路七打个平手, 这至关重要的五号钥匙不交给麦恩看管, 还能交给谁呢? 可关键是, 麦恩要真拿了这五号钥匙, 无异于烫手山芋, 他甚至都能想象到待会儿开战之时, 草猫一伙一定会集中攻击他, 虽然按照游戏规则, 草猫一伙不应该知道五号钥匙在麦恩的手上, 但CP9一伙人要是把这个消息故意告知给草猫一伙的话, 麦恩是乖乖地交出五号钥匙, 还是跟草猫一伙血战到底呢? 而且毋庸置疑的是, 当麦恩陷入跟草猫一伙的血战时, CP9那伙人一定会袖手旁观, 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人来帮他, 因为他们巴不得麦恩死在草猫一伙人手中, 而这便是鹰鹉猫投鹰的计划, 虽然计划的本身奈何不得麦恩, 毕竟以麦恩陷入金的实力, 草猫一伙就算全体出动也不是麦恩一个人的对手, 但关键是, 恶心啊, 这种明知被人算解, 还不得不接受的感觉, 是真的让人想吐, 扎巴巴, 指挥官大人, 这个重任您应该不会拒绝吧? 鹰鹉猫投鹰咧着大嘴道, 说话时, 他的手掌已经伸到了麦恩的面前, 用意不言而喻, 哼, 怎么可能呢? 麦恩嘴角一勾, 将五号钥匙从鹰鹉猫投鹰的手上拿起, 塞入怀中, 麦恩缓缓站起身子, 真是谢谢你了, 猫投鹰先生, 为您做事是我的荣幸, 扎巴巴, 鹰鹉猫投鹰捂着大嘴道, 满脸止不住的兴奋, 这会儿, 豹子鲁奇和狼人加布拉也不对鹰鹉猫投鹰默而视了, 一起共识这么多年, 他们自是猜到了鹰鹉猫投鹰的用意, 相识一望之下, 豹子鲁奇和狼人加布拉的眼中都掠过了一抹冷亡, 卡利法和狮子威曲也是嘴角一勾, 只有卡库无奈地摇了摇头, 在场众人之中, 只有斯潘达姆这个窝囊肺看不出鹰鹉猫投鹰的诡计, 只是觉得五号要是交给麦恩保管的确保险, 将斯潘达姆和CP9全员的表情尽收眼底, 麦恩的拳头早已紧握, 被摆了一道呢, 而就在这时, 办公室中却响起了一个声音, 我有一个请求, 声音清脆无比, 宛如天籁, 但听到这句话, 在场所有人的脸色全都是一变, 因为说话,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妮可罗宾, 从被押接到斯潘达姆的办公室后, 就一直沉默无言的妮可罗宾, 这会儿, 却突然有一个请求, 奇怪, 闭嘴, 你有什么资格, 要请求? 斯潘达姆警惕地望着妮可罗宾, 没办法, 妮可罗宾可是恶魔之子, 身上还掌握着世界政府一直想要的古代兵器冥王的秘密, 容不得斯潘达姆大意, 可悲的是, 罗宾根本就不搭理斯潘达姆, 一双璀璨如星辰的眼眸一直死死地锁定在麦恩的身上, 麦恩指挥官, 我想看看钥匙, 罗宾缓缓说道, 钥匙, 麦恩眉头一皱, 望着妮可罗宾美若天仙的俏脸, 麦恩跟斯潘达姆一样也有点警惕, 好看的女人都不是好惹的, 更何况, 麦恩前世看过海贼王, 妮可罗宾的智商可是高得离谱, 不过只是看看钥匙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 想到这, 麦恩从怀中掏出钥匙, 向罗宾走去, 一旁的斯潘达姆看到这也没有阻拦, 毕竟妮可罗宾的这个要求, 还是可以接受的, 诺, 麦恩走到罗宾的身前, 摊开手将钥匙放在罗宾的眼前, 果然, 当麦恩摊开手掌的那一刻, 罗宾眼中的瞳孔就缩成了针尖状, 然后抬起头, 一脸神奇地望着麦恩道, 真是漂亮哪, 漂亮, 麦恩嘴角一抽, 这女人该不是这些天压力太大疯了吧, 只是一把钥匙而已, 犯不着用漂亮来形容吧, 我几时说你手中的钥匙漂亮了, 罗宾对麦恩摇了摇头, 温柔一笑道, 我说的漂亮, 指的是你手中的黑色漩涡花纹, 哄, 麦恩的脑海深处响起了一声爆炸响, 妮可罗宾的这句话, 犹如一桶炸药将麦恩整个人炸得支离破碎, 她的身体骤然僵硬, 她的脸色逐渐发白, 这一刻, 麦恩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来自哪里, 整个人彻底地傻在了原地, 你你说什么, 麦恩吞吞吐吐地说道, 根本没发现她说话时嘴唇都在微微发颤, 我说, 你手中的黑色漩涡花纹真的很漂亮, 一个很美丽的纹身呢, 罗宾依旧保持着她温柔的微笑, 说话的嗓音也十分软朦, 仿佛暖到了人的骨子里, 说起来, 妮可罗宾本来是一个气场十分强大的女人, 但当她微笑时, 整个人却十分地温柔可人, 打个比方, 就是高冷女总裁瞬间变成凌家大姐姐, 赤裸裸的成熟女人魅力, 可惜的是, 这样的感觉, 麦恩是感受不到的, 望着面前本就美若天仙, 笑起来更加动人的妮可罗宾, 麦恩却从内心深处感到了一股无以伦比的恐惧, 就连麦恩自己都没发现, 这一刻的她, 浑身上下都不满了杀气, 而这也的确是麦恩的真实所想, 要不是这里是斯潘达姆的办公室, 要不是CP9全员都在看着她, 此刻的麦恩, 手上早已沾满了妮可罗宾的鲜血, 毕竟罗宾已经掌握住了麦恩的命门, 说到这, 麦恩的心里也有点后悔, 她大意了, 她忘记了妮可罗宾的身份, 恶魔之子, 考古学圣地奥哈拉硕果仅存的遗孤, 这女人懂得东西可不少, 连古代兵器冥王的所在地都知道, 知道吸收果实的秘密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妮可罗宾这个女人也真是狡诈, 明面上说要看钥匙, 其实是借此机会观察麦恩手掌中的黑色漩涡花纹, 思极至此, 麦恩的心里破天荒地认同起了斯潘达姆的话, 不错, 妮可罗宾这个女人的确很危险, 不过与其将她关进推进城, 还是直接杀了好险, 望着面前的妮可罗宾, 麦恩的眼中当即掠过一道冷芒, 但碍于这会儿不能发作, 麦恩只能顺着妮可罗宾的话道, 没错,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美丽的纹身, 麦恩举起手, 满脸尬笑, 一旁的斯潘达姆和CP9全员看到这, 全都是一脸的无语加猛逼, 这两人到底在干嘛, 麦恩, 别跟那女人多说话, 赶快回来, 斯潘达姆冲着麦恩喊道, 麦恩本就巴不得赶快离开妮可罗宾, 听到斯潘达姆的话, 自是飞快转过身子, 也就在这时, 妮可罗宾的声音再度响起,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纹身总感觉有点熟悉呢, 听到这句话, 麦恩的身子陡然一阵, 双腿都有些发软, 险些整个人栽倒在地, 妮可罗宾的这句话, 将麦恩心中抱有的那一丝期望彻底粉碎, 他本来期望妮可罗宾只是误打误撞, 只是单纯地觉得他手中的黑色漩涡花纹, 是一个好看的纹身, 虽然这个想法十分的天真, 但麦恩好歹能以这个想法, 暂时宽慰一下他受惊的心灵, 可这一刻, 事实已经无需赘述, 妮可罗宾绝对看出来了, 这个女人绝对已经知道了, 麦恩手中的黑色漩涡花纹代表着的是什么, 妮可罗宾一亲二楚, 该死, 麦恩暗暗一咬牙, 双拳紧握到极致, 使家盖都刺进了肉脸, 一股剧烈的疼痛感瞬间袭来, 可正因为这股剧烈的疼痛感, 使得麦恩压制住了自己想要杀人灭口的冲动, 整个人也强制性地冷静了下来, 而就在这时, 一声熟悉的呼喊再次传来, 罗宾, 王露飞的声音具有极其强大的穿透力和辨识度, 只听第一个罗字, 办公室众人便无一例外奇奇面色异素, 当然, 不是因为王露飞的声音, 而是这声罗宾背后的意义, 寻战, 草帽海贼团攻进司法岛, 是为了救回妮可罗宾, 而想要救回妮可罗宾, 草帽一伙就必须要经受住最严厉的考验, 打败CP9全员, 只不过那是援助, 此刻的情况略微有些不同, 因为草帽海贼团的对手不仅是以罗布露奇为首, CP9全员, 还有最新上任的司法岛指挥官麦恩, 尼格, 这是司法岛的幸运, 但却是草帽海贼团的不幸, 愈发悲催的是, 由于妮可罗宾适才的话语, 麦恩已经憋了一肚子的气, 接下来的战斗, 麦恩已经下定决心, 他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对所大等人留守, 轻易放过王露飞, 妮可罗宾既然猜到了他的秘密, 那他就将妮可罗宾最真实之人一一摧毁, 蝴蝶效应什么的, 要来就来吧, 世界观什么的, 要崩溃就崩溃吧, 麦恩也没有办法, 罗宾既然抓住了麦恩的命门, 麦恩也必须抓住罗宾的命门, 因为只有这样, 麦恩才能杀了妮可罗宾, 司法岛里这么多人眼巴巴地看着, 司潘达姆和豹子鲁奇又在一旁形影不离, 麦恩想杀妮可罗宾真的是不容易, 当然, 强行动手的话自然可以, 反正真打起来豹子鲁奇也不是麦恩的对手, 可麦恩强杀妮可罗宾这件事要传出去, 他也完了呀, 妮可罗宾可是世界政府一直想要的人, 麦恩把他杀了岂不是明目张胆的跟世界政府作对, 到时候惹急了派个大将来追杀自己, 麦恩就是提前苟呆的结局, 但如果麦恩将王露菲等人的小命攥在手中, 以此逼迫妮可罗宾自杀的话, 那无论说什么, 这件事都怪不到麦恩的头上了, 嗯, 计划很完美, 怀揣着这样的想法, 接下来的一切都变得出奇的无聊, 当麦恩和CP9全员站在司法之塔的建筑上, 居高临下地望着站在法院前广场建筑上的草帽一伙时, 他的心中感受不到任何的激情, 明明这一幕是麦恩期待已久的经典画面, 草帽一伙和CP9全员之间这时也火花四箭, 气氛极度的压抑,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战役犹如烈火一般在每个人的身上熊熊燃烧, 一场大混战在所难免, 草帽一伙是要救出妮可罗宾, CP9全员是要阻挡草帽一伙前进的脚步, 双方互不相让, 都在等待着战斗开始的那一刻, 可麦恩却等得有些着急, 恨不得这一刻立马展开战斗, 毕竟谁能保证这期间妮可罗宾会不会把他的秘密告诉其他人, 要是按照一传十, 十传百的节奏流传下去, 麦恩岂不是要把司法岛上的所有人都杀得干净, 司机至此, 麦恩自视对面前的经典画面极度的不感冒, 望着王露飞和斯潘达姆这两个大嘴炮, 恨不得一人一巴掌甩过去, 嗶嗶个毛线, 也因此, 麦恩并没有发现这一刻剧情已经跟原著稍微有些不同, 原著中, 草猫一伙本来是坚定不移的, 但这会儿每个人的脸色却有点苍白, 眼神也有点躲避, 似乎有点不敢看对面的人, 而看到这, CP九泉源全都是嘴角一勾, 掀起一抹淡淡的嘲笑, 瞧见没有, 还没打那边就开始怕了, 其实呢, 草猫一伙是有点怕, 但并不是怕CP九泉源, 而是最边上的麦恩, 索龙和山智这会儿的眉头早已紧皱, 望着对面的麦恩, 他们心里纳闷的不行, 什么情况, 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刚才不是还帮了我们呢, 现在又准备阻拦我们了, 乌索普那美乔八三人, 这会儿早已是满头冷汗, 哗哗直落, 完蛋, 看这架势, 那家伙是准备帮海军了, 这可怎么办, 草猫海贼团之中, 唯独王陆飞对麦恩全无巨色, 一脸的跃跃欲试, 恨不得现在就跟麦恩好好地打一场, 也因此, 陆飞说话时, 他的视线一直死死地锁定在麦恩的身上, 而原著中, 陆飞说话时, 他的视线是一直锁定在豹子路奇身上的, 毕竟原著中的豹子路奇, 被陆飞视为司法岛最强, 想要救回罗宾, 从一开始陆飞就明白要打败豹子路奇, 但这会儿的情况却有点不一样, 因为在陆飞此刻的眼中, 鸽子混蛋还是差点意思, 司法岛上最强的家伙, 还得是这个蓝发混蛋, 看到这, 陆奇的自尊心有点小受伤, 心里对麦恩的怒火更加膨胀了, 但这一切麦恩都不知道, 也没兴趣知道, 毕竟此刻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是垃圾, 不管是CP9全员也好, 还是草帽一伙也罢, 想来找事尽管来好了, 他麦恩求之不得, 必杀, 火鸟星, 正这时, 麦恩的耳边响起了一句话, 也正是麦恩一直在等待的那句话, 总算熬出头了, 麦恩嘴角一瞥, 寻声望去, 果不其然, 对面的乌佐普已拿出他的大弹弓, 对准司法之塔上的海军旗帜, 发射了一剂弹药, 只听了嗖的一声响, 乌佐普发射出的弹药, 在半空中突然化为一只熊熊燃烧的火鸟, 一股热浪, 瞬间扑面袭来, 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下, 火鸟轻而易举地穿过了司法之塔上的海军旗帜, 将整面旗帜燃烧殆尽, 现场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谁都不敢想象草帽海贼团竟然如此胆大包天, 罗罗的宣战, 不容姑息, 但麦恩身为海军看到这却很高兴, 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 一切的走向都变得混乱起来, 原著中, 王露飞命令狙击之王, 也就是乌索普捎完旗子以后, 他本该对罗宾大声地喊出那句激动人心的话语, 可这一刻, 就在露飞即将开口之际, 麦恩的声音却先一步响起, 越部, 砰砰砰, 司法之塔和法院前那片广场之间传来沉闷的气压声, 麦恩脚踏跃步, 双手背后向对面的草帽一伙快步走去, 在场的所有人看到这全都是一脸的猛逼, 因为没有人知道麦恩想要干什么, 尽管每个人的心中都已经有了猜测, 但他们还是不敢置信, 毕竟那实在是太快了点, 可就在这时, 所有人眼中的瞳孔都骤然缩成了针间状, 只因面前的麦恩已经抬起了脚, 冲着对面的草帽一伙, 他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抬起的脚用力一滑, 蓝脚, 唰的一声响, 一道银色光波浮现出, 闪电般地向草帽一伙斩去, 该死, 看到这, 王露飞旁边的索龙和山智立马栖身上前, 三十六道烦恼风, 一击绞肉, 砰的一声爆炸响, 一股巨大的风浪从爆炸处向四周滚滚扩散, 绝招碰撞之下, 司法导指挥官麦恩, 尼格与草帽团三大战力之二索龙和山智暂时打了个平手, 可麦恩一言不合就开干的态度, 着实惹怒了在场的所有人, 喂, 蓝发混蛋, 用不着这么着急吧, 王露飞恨恨一咬牙, 冲着空中的麦恩大声喊叫着, 麦恩, 尼格, 我命你赶快给我回来, 斯潘达姆在司法之塔器的直跳脚, 着实好笑的一幕, 这一刻, 司法岛上的司令官大人竟然帮悬赏金一意被利的草帽小子说话, 果然, 废物就是废物, 铁, 斯潘达姆和王露飞的话音刚落, 麦恩就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他们, 一阵急风扑面袭来, 在望去之时, 麦恩的身影已经闪现在王露飞的面前, 毫不犹豫地一拳轰出, 麦恩和拢的五指正中王露飞的脸蛋, 嗖的一声响, 王露飞的身子被麦恩这一拳打得直直向后飞去, 速度快得离谱, 直到整个人重重地撞在法院的墙壁上, 才堪堪停下身子, 斯, 看到这, 无数倒吸冷气声忍不住地响起, 只因广场到法院的距离足足有三百多米, 麦恩一拳之下, 竟然将草帽小子蒙奇蒂露飞打出三百多米开外, 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 司法之塔的建筑物上, CP九成元卡利法, 狮子威曲早已目瞪口呆, 鹰无毛头鹰已经开始后悔刚才他坑麦恩的举动, 方块鼻南卡库满面震惊, 虽然早就知道麦恩实力不俗, 但他没想到麦恩的体术竟然修炼到了这种程度, 豹子鲁奇浑身热血沸腾, 他已经越来越想跟麦恩好好的打一场了, 狼人加布拉面色一白, 有气无力地低下头去, 再次亲眼见证了麦恩的实力后, 他已经明白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是麦恩的对手了, 唯独斯潘达姆眼睛一亮, 本来他还对麦恩擅自开战的行为恼怒不已, 这会儿却是完全消了气, 这家伙果然很强, 站在CP九成元身后的弗兰奇看到这, 当即开口对身旁的罗宾说道, 听到弗兰奇的话, 妮可罗宾沉默不语, 但眼睛却死死地锁定在远处的麦恩身上, 好巧不巧的是, 将王露飞一拳掏飞出去以后, 麦恩也回过头死死地望着司法之塔上的妮可罗宾, 以妮可罗宾的智商, 麦恩觉得这女人应该能明白她的意思是什么, 二级绞肉, 七十二道烦恼风, 正这时, 索隆和山智从两边窜出, 呈一左一右的态势两相夹击麦恩, 一人手持两把刀, 一人抬起大匹鞋, 各自使用着绝招狠狠地向中间的麦恩冲来, 但看到这, 麦恩整个人却无动于衷, 眼睛依旧死死地盯着远处的妮可罗宾, 只是在索大的剑技和山智的梯技即将攻击到麦恩身上时, 他嘴唇微微如动, 缓缓吐出两个字, 铁块, 麦恩话语刚落, 他全身的肌肉便骤然紧绷, 体内的血液都停止了流动, 这一刻, 他全身上下各个角落都有一种鼓鼓的感觉, 五脏六腑, 四肢百骸仿佛被什么东西给塞满了一板, 原来这就是铁块, 感知这身体的变化, 麦恩的心里惊奇不已, 说起来, 这还是麦恩第一次使用海军六世中的铁块, 没办法, 熟毒, 海贼王, 援助的人都知道, CP9全员一半都死在铁块上, 搞得麦恩对铁块也有点阴影, 但这一刻, 麦恩却毫不犹豫地动用了铁块, 其目的, 就是为了让妮可罗宾亲眼见证他, 亲爱的伙伴们在实力上跟他的差距有多么的大, 哪怕麦恩不动分毫, 索龙和山智也拿他没办法, 而事情的发展也正如麦恩所料, 当索龙的三十六道烦恼风和山智的二级脚肉 狠狠攻击在麦恩的身上时, 只听得咣当一声响, 麦恩的身体纹丝不动, 索龙拿进了两只手, 却微微发颤, 至于山智就更别提了, 直接捂着腿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啊, 惨叫声响彻天地, 山智捂着自己的右腿膝盖, 额头冷汗哗哗直落, 面上一片痛苦之色, 说起来, 之前在海上列车的时候, 山智也跟CP9中的牛角布鲁诺交过手, 当时的牛角布鲁诺也使出了海军六十之一的铁块进行防御, 可在山智宛如疾风骤雨般的踢技之下, 牛角布鲁诺的铁块却差点被山智踢崩溃, 也因此, 刚才看到麦恩使出铁块之后, 山智的心里面还有点那么小窃喜, 有一种麦恩终于露出破绽的想法, 但事实证明了, 山智的这个想法有多么的愚蠢, 他本以为自己引以为傲的二级脚肉可以像踢牛角布鲁诺那样, 把麦恩的铁块也踢崩溃, 可当山智有黑的大皮鞋甩到麦恩身上的那一刻, 一股巨大的反振之力却陡然传来, 好像山智用二级脚肉踢的不是麦恩, 而是他自己, 伴随着反振之力的传来, 山智的右腿当即发出了一声响, 咔嚓, 山智的膝盖骨产生了裂纹, 但这已经是极其幸运, 毕竟山智只是用二级脚肉攻击麦恩, 如果是用最强的一级脚肉攻击麦恩的话, 那山智的双腿此刻已然被废, 麦恩使出的铁块可跟牛角布鲁诺那样的垃圾, 使出的铁块完全不同, 不管是防御力还是硬度都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宛如钻石与废铁, 山智好歹是草帽团三大战力之一, 他的双腿踢一块废铁自视轻松, 但碰上钻石却是注定要自不量力, 同一时间, 索龙握剑的双手也被反振之力震得虎口开裂, 啪哒啪哒, 鲜血顺着索龙的双手缓缓向下流, 但索龙已经顾不上自己的伤势, 他的视线从刚才到现在就没有离开过麦恩半分, 一直死死地锁定着, 虽然不想承认, 但眼前这个名为麦恩, 尼格的海军士兵的确是拥有秒杀他们草帽团任何一人的实力, 不过以索大的性格, 他自是不会退却, 即便以他现如今的实力, 无法阻止麦恩, 可如果麦恩真的要暴弃杀人, 那么索龙最起码可以保证, 第一个死的人绝对是他自己, 这时, 站在司法之塔上的CP9全员已经不淡定了, 连同豹子陆棋在内, 全都双拳紧握, 眸光闪烁不定, 虽然他们的借刀杀人之计, 已然成功, 麦恩现如今已经在一个人力战草帽海贼团所有人了, 可CP9全员看到这却并不感到高兴, 鹰无猫投鹰更是一脸的郁闷, 毕竟面前的景象已经说明了一切, 草帽海贼团根本就不是麦恩一个人的对手, 战斗刚开始, 将将一照面, 草帽团三大战力就被麦恩一个人打得惨不忍睹, 草帽小子蒙骑地露飞, 直接被揍飞, 至今都没站起来, 海贼猎人啰啰诺诺亚, 索龙被震得虎口开裂, 鲜血直流, 手中的剑都有些握不住, 黑族山智捂着右腿, 在地上疼得直打滚, 指不定从今以后就要与拐杖相依为命了, 就这个情况, 还借刀杀人? 杀你妹! 看到这, 司法之塔上的卡利法, 狮子威曲, 卡库, 加布拉, 鹰无猫投鹰, 全都转头望着站在最中间的罗布鲁奇, 他们已经不能再等下去了, 麦恩, 如果真的一个人把草帽海贼团屠杀殆尽, 那就是天大的功劳一件, 瞬间就把他们CP九成元比下去了, 身为司法岛的守护神, 在草帽海贼团攻进司法岛的这一刻, 如果让麦恩一个人出尽风头, 那他们CP九从今以后, 还有和颜面在司法岛立足, 感受着聚集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豹子鹿奇当即点了点头, 跃步, 鹿奇刚刚一点头, 卡库五人就齐齐一开口, 伴随着砰砰砰的气压声, 除了鹿奇以外, 所有CP九成元, 全都脚踏跃不向对面的草帽海贼团冲去, 大混战就此开始, 看到这, 麦恩的嘴角当即掀起一抹得意的微笑, 毕竟如果他愿意, 在CP九等人参战之前, 麦恩就能一个人把草帽一伙全都打趴下, 不过那样一来, 就没有意思了, 在麦恩的心中, 比起草帽一伙CP九那伙子人要更令他恶心, 若不是尼克罗宾知道了麦恩的秘密, 比起草帽一伙麦恩, 还是更愿意把CP九全元杀得干净, 基于此, 麦恩才从一开始就调着草帽团三大战力, 并没有使出全力, 鹰无猫投鹰这孙子不是想借刀杀人吗? 既如此, 麦恩干脆顾忌重施, CP九全元想借草帽一伙的手杀了麦恩, 麦恩就借草帽一伙的手杀了CP九全元, 把碍事碍言的家伙一口气出个干净, 麦恩的心里才能畅快无比, 伟大航路, 司法岛, 本岛, 法院前那片广场, 卡库等人已经加入了战斗, 与草帽海贼团众人展开了厮杀, 眼瞅着形势逐渐往草帽团不利的方向发展, 只听得砰的一声响, 王露飞终于从倒塌的法院废墟中走去, 此刻的他浑身赤红, 散发着倒倒热气, 已然是使用了二等, 该死的蓝发混蛋, 二等路飞直直地朝着麦恩冲来, 速度飞快, Jet喷气手枪, 向麦恩冲来的过程中, 露飞不断使用Jet喷气手枪, 嗖嗖嗖, 数十道带有热气的冲击波, 瞬间向麦恩袭去, 只会, 望着向自己袭来的这数十发Jet喷气手枪, 麦恩的身体陡然变得柔软异常, 将露飞的远程攻击尽数躲避, 而在这期间, 露飞的身影已经来到了麦恩的身前, 没有任何犹豫之说, 无数道带有热气的拳影瞬间向麦恩挥去, Jet喷气机关枪, 与麦恩的战斗一开始, 露飞就使出了他最强的二等绝招, 可想而知, 露飞对麦恩的实力是何等的慎重, 绝不容他大意分毫, 必须要先发制人, 不得不说, 王露飞的思路很正确, 但这并不能弥补他与麦恩之间的强大实力差距, 更何况, 麦恩也知道, 此刻, 司法之塔上的妮可罗宾还在眼巴巴地看着, 铁块, 钢, 面对露飞的Jet喷气机关枪, 麦恩毫不犹豫地使出了铁块, 并且, 为了万无一失, 特意使出了铁块的加强板, 使得麦恩身体的防御力和硬度陡然加强, 光光光光光, 露飞带有热气的拳头打在麦恩那坚硬异常的身体上时, 灯石爆发出巨大的响声, 用硬物大力敲击钢铁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这一刻, 却出现在法院前这片广场处, 使得整座本岛上空都是一阵光光响, 响声络绎不绝, 给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都带来了一场噪音盛宴, 所有人捂着耳朵, 这一刻,因为陆飞和麦恩的战斗, 就连处于憨战中的CP95人与草帽一伙都停下了动作, 暂且休战, 只为了看看陆飞的JET噴气机关枪能否将麦恩的铁块打崩溃, 但毋庸置疑的是, 不管是CP9全员还是草帽一伙, 此刻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打败他, 杀了他, 让他感受到恐惧, 毕竟不知不觉之间, 麦恩已经成为了在场所有人的敌人, 饶氏司法之塔上的罗布鲁齐这会儿都攥紧了双拳, 尼克罗宾和弗兰齐更是紧张不已, 唯独斯潘达姆与众不同, 在心里面为麦恩默默地祈祷着, 说来也真是可笑, 这一刻, 既然只有斯潘达姆这个窝囊废, 希望麦恩不要被陆飞打扮, 将所有人的表情收入眼中, 麦恩的嘴角当即勾起了一丝得意的微笑, 真是不好意思啊, 让诸位失望了, 指枪, 当麦恩的声音响起的那一刻, 在场众人的脸色全都是一白, 但还是草帽一伙的表情要比所有人都惊恐万分, 眼中的瞳孔骤然缩成针尖状, 一张张脸庞已无人色可言, 扑斥一声响, 麦恩的食指毫不犹豫地贯穿了陆飞的肩膀, 鲜血瞬间飘散了出来, 啪哒一声箭在地上, 箭在麦恩的脸上, 陆飞, 撕心裂肺的大喊声响起, 竟然是从身后传来, 麦恩缓缓转过身子, 望着司法之塔上目刺欲裂的妮可罗宾, 麦恩的眼中不带有丝毫感情, 提起满是陆飞鲜血的食指放在嘴上, 闻着浓浓的血腥味, 麦恩对司法之塔上的妮可罗宾做出了一个虚的姿势, 用意不言而喻, 闭上你的嘴, 这也是麦恩之所以不杀陆飞原因所在, 说起来, 试财的那一剂只枪麦恩完全可以贯穿陆飞的胸口, 将她的心脏趁机戳个大洞, 这样一来, 就算有主角光环加持, 王露飞也必死无疑, 但关键是狗急了也会跳墙, 麦恩如果真在妮可罗宾的面前把王露飞杀了, 谁知道这封女人会做出什么事, 万一直接在此地将麦恩的秘密大喊出来, 麦恩可就真要大开杀戒了, 不到万不得已, 麦恩还是不想这么做的, 但有件事, 麦恩却必须要让妮可罗宾明白, 别惹我, 逼急了, 下次用纸枪贯穿的可就是她的胸口了, 望着司法之塔上惊魂欲绝的妮可罗宾, 麦恩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将麦恩的动作看在眼里, 妮可罗宾当即对广场上的麦恩点了点头, 就像是小鸡卓米一般, 毫不犹豫, 快得一尝, 哈哈, 斯潘达姆的猥琐笑声响起, 望着法院前广场中央的麦恩, 越看越顺眼, 毕竟麦恩实在是太懂事了, 显然, 看到麦恩对妮可罗宾做出的动作以后, 斯潘达姆误会了什么, 他以为麦恩是为了他才警告妮可罗宾的, 不要再指望别人来救你了, 死了这条心吧, 跟着司令官大人老老实实地通过正义之门, 俺是你唯一的选择, 老实点, 不然, 我现在就用纸枪捅穿草帽小子心脏, 听着斯潘达姆的笑容, 望着远处的麦恩, 豹子露奇的脸色已经黑得跟锅底一样, 显然, 看到麦恩对妮可罗宾做出的动作以后, 豹子露奇也误会了什么, 挑衅,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麦恩, 尼格这个混蛋, 是故意做给他看的, 瞧见没有, 我可是把草帽小子打败了哦, 用的还是你最引以为傲的纸枪, 该死, 广场上的卡利法, 加布拉, 狮子威曲, 鹰无猫头鹰, 卡库看到这里, 脸色也是极度的阴沉, 他骂的, 风头全让麦恩这家伙一个人给占了, 从今以后再司法倒, 他们CP9怕是再没有资格趾高气扬了, 鹿飞你怎么样, 索隆等人已经来到王鹿飞的身边, 满地早已是王鹿飞的鲜血, 看着鹿飞肩膀上被麦恩用纸枪戳出的大洞, 乔巴赶忙给鹿飞包扎起来, 没事, 就是有点痛而已, 王鹿飞强颜欢笑道, 说话时, 眼睛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麦恩, 其中的恨意不言而喻, 但他的双手却在忍不住的发展, 心中的震撼更是无以复价, 我真的能打败他吗? 望着面前的麦恩, 鹿飞想要拯救罗宾的信念第一次产生了动摇, 毕竟, 面对使出的铁块的麦恩, 鹿飞拼尽全力, 直接使出二档最强招式Jet喷气机关枪都没办法将他打败, 反而震得双手一阵发麻, 一时间连拳头都攥不出来, 而反观麦恩, 只用了一剂纸枪就轻易地贯穿了他的肩膀, 让他瞬间倒下, 短时间内就算想爬起来也不能,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鹿飞在此之前只感受过一次, 正是面对海军大将轻制时, 而正因此, 鹿飞才会开发出二档和三档, 其目的, 就是为了面对更强大的敌人时, 他仍能像以前那样保护伙伴, 可鹿飞没有想到, 即便使用了二档, 在麦恩的面前, 他依旧不堪一击, 索龙, 带大家退后, 鹿飞突然开口道, 退后, 索龙等人闻言一愣, 可你的伤口还在流血, 乔八担忧地说道, 他还没帮鹿飞包扎好肩上的伤口, 我说了, 退后, 鹿飞咬牙切齿道, 语气充满了坚定, 乔八还想再说什么, 一只大手就按在了他的肩膀上, 回头望去, 乔八发现索龙的面色前所未有的严肃, 听船长的, 索龙这样说道, 看到这, 乔八只能乖乖闭上了嘴巴, 于纳美, 乌索普, 山智, 索龙四人快步向后退去, 这是, 看到这, 卡库等人全都是眉头一皱, 不知道草帽一伙, 想要干什么, 唯独麦恩神色如常,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王露飞准备动用三挡了, 毕竟当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就连Jet喷气机关枪都不能伤得了麦恩分毫, 不使用威力更大的三挡王露飞还能怎么办, 不过麦恩并不准备阻拦王露飞, 原因有两个, 其一, 麦恩想知道以他现在的实力, 能不能扛住王露飞的三挡, 其二, 王露飞的三挡目标虽然是他, 但跟麦恩距离很近的卡库等人, 势必会被卷入其中, 麦恩正巴不得CP9这活子人赶紧死呢, 此刻又怎会阻拦王露飞, 帮他清除目标, 一举两得的好事, 麦恩说什么, 都要好好看王露飞表演下去, 这时, 露飞已经站起了身子, 面色苍白, 脚步虚浮, 肩膀上的大洞依旧在不停地流着鲜血, 啪哒啪哒, 鲜血滴在地上, 溅起小小的血花, 看到这样的草帽小子, 卡库等人全都是面露不屑, 毕竟任谁看, 这会儿的王露飞都已是强弩之末, 就算重新站起来又怎样, 可笑的坚持, 喂, 蓝发混蛋, 听索龙说, 你叫麦恩是吧, 露飞抬起头, 死死地盯着麦恩道, 麦恩, 尼哥, 麦恩回答道, 我叫蒙奇蒂露飞, 是注定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麦恩喊出了他的经典宣言, 同时将右手的大拇指放在嘴中, 扑吃, 听到草帽小子的话, 卡库等人全都忍不住吃笑起来, 就连司法之塔上的斯潘达姆和罗布鲁奇都嘴角一勾, 喂, 你听到了吗, 这家伙说要成为海贼王吗, 就凭他, 我呸, 羞辱声不绝于耳, 但露飞却无动于衷, 这样的经历, 他已有过无数次, 早已习惯不会生气, 可就在这时, 让露飞不敢置信的一幕发生了, 因为当他发出这可笑的宣言时, 当周围的所有人都在耻笑他的时候, 就连锁龙等人, 也只能保持沉默的这期间, 面前的蓝发混蛋, 却对他毫不犹豫的一点头, 嗯, 我知道, 全场一片死寂, 麦恩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四个字, 使得在场的每个人都大脑一片空白, 当露飞说出他想要成为海贼王的宣言时, 这里的每个人都当成了笑话, 唯独麦恩给予了回答, 以一种严肃的态度, 给予了回答, 嗯, 我知道, 除此之外, 麦恩没有说任何话语, 什么我相信, 你一定是可以的, 你一定能做到, 加油吧少年, 麦恩可不是中二病患者, 这样的话, 他不可能说也说不出来, 但关键是, 成为海贼王是露飞的梦想, 而对于人的梦想, 麦恩觉得不应该给予嘲笑, 即便这个梦想过于不切实际, 也应该以一种严肃的态度, 给予自己的回答, 卡库等人的态度是不对的, 斯潘达姆和豹子露气的不屑笑声, 是不对的, 就连索隆等人的沉默, 也是不对的, 此刻在这里,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 浑身浴血, 伤痕累累, 面对着比他强大很多倍的敌人, 但依然不忘初心, 大声地喊出了他的梦想, 我叫蒙奇蒂露飞, 是注定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既如此, 麦恩觉得生而为人, 理应对此寄予回答, 说起来, 海贼王之中, 麦恩喜欢的人物有很多, 但讨厌的人物却很少, 黑胡子蒂奇, 就是麦恩最讨厌的一个人, 但不得不说的是, 即便如此, 黑胡子那混蛋, 有一句话, 还是值得肯定的, 人的梦想, 是永远不会结束的, 嘻嘻, 听到麦恩的话, 陆飞的嘴角, 当即掀起一丝微笑, 果然, 你这家伙, 真的很有意思, 跟这里的人全都不一样, 麦恩耸了耸肩膀, 对王陆飞的话, 不置可否, 该死, 麦恩那家伙到底在干嘛, 司法之塔上, 斯潘达姆的脸色早已阴沉至极, 麦恩这混蛋, 草帽小子说疯话, 这家伙跟着凑什么热闹, 这一刻, 望着站在法院前广场中央的麦恩, 斯潘达姆又看麦恩不顺眼起来, 但斯潘达姆没有看到, 当他对麦恩气得直跳脚时, 他身后的妮可罗宾却是眼睛一亮, 罗宾本以为, 麦恩是跟斯潘达姆和豹子露气一样的人, 但直到刚才, 他才发现, 麦恩跟这座岛上的海军全都不一样, 毕竟, 只要是个正常的海军, 都不会对陆飞刚才的话, 给予严肃的回答, 斯级至此, 妮可罗宾的心思陡然直转, 一个大胆的想法, 瞬间浮现在他脑海深处, 而就在这时, 陆飞也开始往嘴里的大拇指吹气, 伴随着源源不断的空气灌入大拇指, 陆飞的右手快速地膨胀起来, 这是, 看到这, 卡库等人全都是面色一惊, 该死, 不能让草帽小子完成这招, 狼人加布拉大声道, 话刚说完, 他整个人就准备使用替攻击陆飞, 想趁陆飞三挡没完成的时候, 就将他杀死, 可就在这时, 一只大手却按在了他的肩膀上, 别急嘛, 加布拉先生, 麦恩满面微笑道, 草帽小子已是强弩之末, 不用担心, 看到麦恩, 狼人加布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就跟被踹了一脚的小狗一样, 只能无声地点了点头, 卡库, 卡利法, 狮子威曲, 鹰无猫头鹰四人, 本来跟狼人加布拉一样, 也想趁机攻击陆飞, 不让他使出三挡, 可听到麦恩的话, 四人只能停下脚步, 毕竟麦恩表面上是阻拦狼人加布拉, 但实际上却是在警告众人, 这个疯子, 事已至此, 卡库等人只能提前使出铁块, 然后一脸不安地望着面前的草帽小子, 这时, 鹿飞的右手已经膨胀为庞然大雾, 跟巨人族的胳膊一样, 将法院前那片广场都占个干净, 三挡, 橡胶巨人枪, 鹿飞使出全力挥动着他庞大的右手, 向麦恩和卡库等人直直冲来, 五, 王鹿飞巨大的拳头还没轰在麦恩和卡库等人身上, 但一股庞大的风浪却已经扑面熄来, 鹰无猫头鹰和卡利法以及狮子威曲这样的实力不计者, 这会儿都被风浪吹得直直朝后一去, 就连狼人加布拉和方块鼻男卡库也不能无动于衷, 唯独麦恩神情自若, 双脚就跟扎在地上落地生根盘, 使得他整个人的身体都纹丝不动, 看到这, 鹿飞嘴角微笑不减, 浑身战意更甚, 说起来, 刚才麦恩阻止加布拉发动攻击的一幕鹿飞也清楚地看在眼里, 而麦恩这样子做得用意鹿飞也十分明白, 当然, 鹿飞不会认为麦恩这样子做是帮助他, 那家伙, 一定是想看看, 他能不能接住自己这一拳, 果然, 麦恩, 你果然是一个有意思的家伙, 橡胶巨人枪即将轰在麦恩的身上时, 鹿飞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对麦恩大吼道, 听到鹿飞的话, 麦恩什么也没说, 但嘴角却掀起了一抹微笑, 这是属于麦恩和鹿飞两个人的时刻, 一个有梦想的人, 和另一个有梦想的人之间的战斗, 铁块, 钢, 光的一声巨响, 鹿飞的橡胶巨人枪狠狠地轰在麦恩的身上, 即便麦恩已经驶出铁块, 但一股巨大的力量仍然袭遍麦恩全身, 我去, 麦恩第一次感觉到了疼痛, 双脚开始疯狂向后移去, 刺了, 向后移去的过程中, 麦恩的双脚与大地都摩擦出了火花, 一股焦黑的意味都弥漫了出来, 而在这期间, 卡库, 卡利法, 狮子威曲, 鹰无猫投鹰, 加布拉五人已经经受不住, 鹿飞橡胶巨人枪的力量, 纷纷被打飞, 嗖的一声响, 除豹子鹿七之外, CP9全员全都飞速地向司法之塔撞去, 只有麦恩一个人, 还在肩挺, 鹿飞那恐怖无比的橡胶巨人枪愣事, 被麦恩一个人挡了下来, 但就在这时, 鹿飞竟然将左手的大拇指, 也含在了嘴中, 伴随着一阵猛烈的吹起, 鹿飞左边的胳膊也快速地膨胀起来, 双管齐下吗? 看到这, 麦恩嘴角微笑不紧, 整个人全无巨色, 来吧, 蒙骑蒂鹿飞, 三挡, 橡胶巨人枪, 呀, 鹿飞的怒吼声响彻天地, 炸进体内的最后一丝力气, 将巨大无比的左手狠狠向麦恩挥去, 同时, 右手也在用力, 两只巨大无比的拳头就这样一起轰在麦恩的身上, 咣, 又是一声巨响传来, 完全不是先前那声巨响可以比较, 这一刻, 巨响声传遍了整座死法斗, 使得听到这声巨响的每个人头皮都一阵发麻, 该死的橡胶混蛋, 麦恩只来得及说这么一句, 整个人就飞快地向后射去, 嗖的一声, 速度飞快无比, 要知道, 鹿飞的三挡威力巨大, 援助中, 就连豹子鹿奇也被一招橡胶巨人枪打飞出去百十米, 而那时的鹿奇已经使用他恶魔果实的能力, 整个人化为了暴形态, 本来鹿奇就有四千道力, 使用恶魔果实的能力以后少说也要翻上一番, 八千道力的豹子鹿奇都挡不住鹿飞的橡胶巨人枪, 更何况, 麦恩此刻硬生生挨了两剂, 只不过鹿飞的橡胶巨人枪虽然威力巨大, 但要想以此就伤害麦恩, 还是有些异想天开, 麦恩这一刻之所以被打飞, 完全是计划使然, 而他这样子做的目的, 砰的一声响,麦恩的身体狠狠地撞在了司法之塔的墙壁上, 与此同时, 鹿飞的两只巨大的拳头也狠狠地轰来, 速度完全不减, 眼瞅着鹿飞的两剂橡胶巨人枪就在狠狠地轰在高耸鹿云的司法之塔上, 豹子鹿奇终于动了, 跃步, 话音刚落, 鹿奇就一手拎着斯潘达姆, 一手拎着罗宾和弗兰奇向上空踏去, 啊, 斯潘达姆大叫不已, 整个人恐惧到了极点, 也就在这时, 鹿飞拼尽全力才使出的两剂橡胶巨人枪终于狠狠地轰在司法之塔的墙壁上, 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 两只巨大无比的拳头直接横向贯穿了司法之塔, 经此沉重的打击, 司法之塔再也坚持不住, 开始哗啦啦地倒塌起来, 无数碎石落地, 灰尘阵阵袭来, 这一刻, 司法岛上五大建筑物之一, 司法之塔已然成为了一片废墟, 说起来, 这之中还有点卖恩的责任, 之前他在司潘达姆的办公室中曾经跟豹子陆奇短暂地交过手, 绝招碰撞之下, 司法之塔本就已经支离破碎, 现如今王露飞两剂橡胶巨人枪这么一轰, 自是再也承受不住, 完了完了, 这一下全完了, 抱着陆奇的胳膊, 望着下方缓缓倒塌的司法之塔, 司潘达姆的脸色已经苍白到了极点, 身为司法岛的司令官, 司法之塔被毁这件事, 要是传到世界政府和海军本部那里, 司潘达姆未来的仕途就算不毁, 也将成为他职业生涯一个重大的污点, 我去杀了草帽小子, 望着被陆飞两拳轰他的司法之塔, 抱着陆奇的眼中早已杀意满满, 听到陆奇的话, 司潘达姆刚想点头同意, 但在看到面前的尼可罗宾后, 立马就改变了主意, 不不不, 现在草帽小子不是最主要的, 把尼可罗宾压界到正义之门才是大事, 司潘达姆抬起头对陆奇说道, 这家伙的思绪还是很清晰的, 不管再怎么生气, 司法之塔都已经被毁了, 这个责任, 他司潘达姆无论如何都要担了, 只有尼可罗宾才能拯救他, 将功不过, 可是, 陆奇还想争论, 司潘达姆直接以命令的口吻道, 没什么可视的, 照我的话做, 陆奇无奈一点头, 脚踏跃步, 拎着司潘达姆, 罗宾和弗兰奇三人向仇出之桥走去, 也就在这时, 下方一片废墟中, 麦恩的身影缓缓在弥漫的灰尘中浮现, 望着远去的陆奇, 麦恩的嘴角当即掀起一抹奸计得逞的微笑, 贴, 嘴角喃喃吐出一个字, 麦恩的身影陡然消失在原地,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向法院前广场冲去, 而这时, 由于使用三档的副作用, 王露飞已经变成小孩模样, 他身上的伤本来就极其严重, 逞能地发出两剂橡胶巨人枪后, 王露飞再也坚持不住彻底昏死过去, 锁龙等人看到, 这飞快地跑到露飞身边, 乔八赶忙给露飞医治起来, 但就在这时, 一阵疾风却扑面袭来, 锁龙等人回头望去, 眼中的瞳孔纷纷缩成针尖状, 脸色也齐齐变得苍白不已, 不见一丝血色那种, 只因他们的身后, 麦恩正友好的对他们挥着手, 浑身上下, 没有一点受伤的寄仰, 整个人看起来跟原先并无区别, 除了身上那一成不变的白色衬衫, 多了些许灰尘以外, 这个从刚才到现在, 一直是草帽团噩梦的海军士兵, 又一次完好无缺地出现在了锁龙等人的面前, 阴魂不散, 该死, 这个怪物, 奇怪, 露飞刚才那两拳, 不是狠狠地打在这家伙的身上吗? 怎么还能站起来啊? 麦恩, 尼哥, 锁龙, 山智, 乌索浦, 乔八, 纳美, 望着面前的麦恩, 咬牙切齿地说道, 牙齿都快咬出血来, 脑子这会儿, 也着实不够用了, 毕竟就算绞尽脑汁, 锁龙等人也想不出打败麦恩的方法, 或者说, 眼前这个名叫麦恩的海军士兵, 真的能被打败吗? 就连陆飞的两剂橡胶巨人枪, 都完全不起作用, 他们就算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 又能怎样? 想到这, 锁龙等人的眼中面上, 心里就是一片浓浓的绝望,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望着面前齐齐一脸绝望的锁龙等人, 麦恩微笑地竖起了剪刀手, 第一, 自己打晕自己, 第二, 我来帮你们打晕自己, 开什么玩笑, 听到麦恩的话, 锁龙立马抽出腰间的三把刀, 然后偏头对山智说道, 你带陆飞他们先走, 我来电后, 不, 我来电后, 山智果断地摇了摇头, 不, 你们一个走不掉, 麦恩的声音不合时意地插了进来, 话音刚落, 他整个人就猛然向锁龙等人冲去, 速度飞快, 眨眼间就来到锁龙的面前, 纸枪, 嗖嗖两声响, 麦恩双手并用, 两根食指闪电般地向锁龙的肩膀戳去, 宛如两条毒蛇, 扑斥扑斥, 麦恩的纸枪轻而易举地洞穿了锁龙的肩膀, 心血瞬间如注, 锁龙的白色衬衫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染红, 啊, 直到这时, 锁龙才感觉到肩膀上传来巨大的疼痛, 伴着肩膀上的两个血洞, 锁龙浑身的力气像是流出的鲜血一样, 缓缓消失, 左右手的三代鬼侧和血走变得越发沉重, 嘴里面的合道一文字更是重得异常, 光当一声响, 三把刀掉在地上, 扑通, 锁龙无力倒地, 眼前一片黑暗, 身体变得异常疲惫, 锁龙再坚持不住闭上了双眼, 跟王露飞一样彻底昏死过去, 锁龙, 看到这, 乌索普那美乔八三人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声, 山智更是目次欲练, 你这家伙到底干了些什么啊, 我已经给过你们选择了, 望着山智愤怒至极的脸庞, 迈恩贪了贪手道, 是你们自己不珍惜机会, 你这混蛋, 再次大吼一声, 山智的眼中立马划过一抹决然, 下一秒, 山智整个人突然在原地疯狂转动起来, 由于那恐怖的转速, 四周都卷起了一股风浪, 刺了, 有黑的大皮鞋与地板快速摩擦的过程中, 无数火花四溅, 一股浓烈的意味也四处弥漫, 仿佛有什么东西, 被烤焦一般, 看到这, 那美乌索普乔八三人全都愣在原地, 不明白, 山智这会儿在干什么, 唯有迈恩一脸淡然, 熟知, 海贼王的他, 自是知道, 山智这会儿在准备他的大招, 恶魔疯脚, 凭借着高速旋转的方式, 让脚产生高温呈赤红色, 这样一来, 双脚再踢出去的速度便会更加快速, 而且由于高温, 踢向目标时连敌人的骨头也能烧焦, 威力可见一般, 原著中, 狼人加布拉就是被山智的恶魔疯脚秒杀, 不过在迈恩看来, 加布拉的惨败, 与其说是山智的恶魔疯脚威力巨大, 不如说是加布拉本身愚蠢, 面对山智的恶魔疯脚, 加布拉竟然选择用铁块进行防御, 这不是白给吗? 铁块再能扛也阻挡不了高温啊! 面对山智的恶魔疯脚, 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硬碰硬, 迈恩倒想看看, 到底是谁的脚更胜一筹? 死了! 无数道热气冒出, 恐怖的高温使得空间都一阵扭曲, 在疯狂转动之下, 山智脚下的大地都有些粘稠, 即将被烤化。 恶魔疯脚? 山智抬起右腿, 整只脚连同有黑的大皮鞋已经变成赤红色, 散发着象征高温的热浪。 看到这, 那美乌索普乔八三人的眼睛灯时一亮, 希望诞生了。 在陆飞和索隆接连倒下的这一刻, 山智隐藏的绝招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有本事就用铁块接接看。 山智对迈恩开口道, 语气中充满了挑衅, 听到山智的话, 迈恩的嘴角当即一瞥, 满脸不屑。 山智这句话的用意何在? 迈恩一清二楚, 赤裸裸的激将法。 都说了, 铁块虽然可以进行防御, 但并不能阻止高温。 迈恩如果真按山智的话, 用铁块应接这几恶魔封角。 就算不至于被打败, 也免不了吃些苦头。 小表杂坏得很啊。 呵呵, 看透一切的迈恩立马嘴角一勾, 果断反击道。 手下败将, 还真好意思说啊。 就跟不知道, 先前捂着腿在地上疼得直打滚的人是谁呀。 你…… 果不其然, 山智被激怒了, 但却没有立马对迈恩展开攻击。 望着迈恩的眼神中, 山智依旧充满了警惕。 即便对自己的恶魔封角很有信心, 可山智也明白, 机会只有一次。 以迈恩那恐怖的力量和速度, 他绝不会有出第二角的机会。 一击绞肉。 四集至此, 山智毫不犹豫地使出了他最强的踢技。 一击绞肉的力量, 加上恶魔封角的威力。 此刻的山智已经底牌尽出。 为了保护草帽团伙伴的生命, 山智闪电般地朝对面的迈恩冲去。 一脚狠狠地飞出。 蓝角! 感受着面前的热浪, 迈恩立马抬腿一滑。 也就在这时, 迈恩清楚地看到面前的山智嘴角一勾, 掀起一抹自信的微笑。 显然, 在山智看来, 迈恩的蓝角并不是他恶魔封角的对手。 毕竟迈恩先前也在他的面前使出过蓝角。 威力虽然惊人, 但要看跟谁比。 原先的他自是挡不住那一记恐怖的蓝角。 可此刻, 该轮到迈恩挡不住他的恶魔封角了。 你说了, 山智的恶魔封角还没攻击到迈恩的身上。 整个人就已经对这场战斗的结果下了论断。 但就在山智嘴角掀起微笑的这一刻, 迈恩的嘴角也在掀起一抹微笑。 不知道为何。 看到这, 山智的心里陡然产生了一股极大的不安。 哼, 山智先生, 你是凭什么认为, 先前的蓝角威使出全力了呢? 说话间, 迈恩的眼中明显地掠过一抹脚下。 与此同时, 他抬起的腿也滑到了尽头。 刷! 只听着一声刺耳的脆响。 声音仿佛刀剑出鞘。 一道银色光波赫然出现在空中。 蓝角! 夹墙板! 迈恩抬起头, 望着面前的山智眼中, 不带有丝毫感情。 嘶! 看到这, 山智猛然倒吸了一口冷气。 满面惊恐至极。 原因却不是迈恩那不带有丝毫感情的眼神。 而是面前那道银色光波, 长度竟然达到百米之距。 宛如一柄要撕裂天地的巨剑, 狠狠地向山智横斩而去。 伴随着呜呜的声响, 迈恩的加强板蓝角在向山智斩去的过程中掀起了一阵巨大的风浪。 一旁早就吓呆了的那美乌索普桥巴三人都被这风浪直接掀翻在地, 就连山智的身形都被这风浪吹得有些不稳。 事到如今, 山智才明白自己适才的想法有多么的可笑。 他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是迈恩的对手。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 结果早已提前定下。 哄, 山智的恶魔风脚狠狠地撞上了迈恩的加强板蓝角, 响起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没有丝毫意外。 山智败了, 整个人以一种极快的速度砸在地上, 带着嗖嗖的风声。 砸在地上的一瞬间, 山智周围的百米大地瞬间军裂, 无数道裂纹密布。 与此同时, 犹如一把巨剑的银色光波依旧速度不减, 直直地站在法院前广场上, 只听得哗啦一声响, 长达百米的银色光波就跟切豆腐一样, 将偌大的法院广场一分为二。 可想而知, 迈恩的加强板蓝角威力有多么的巨大。 啊, 看到这, 那美巫索普桥巴三人吓得一阵大喊大叫, 抱在一起, 泪流满面, 根本站不起来。 毕竟当前的情景着实恐怖。 迈恩一脚之下, 法院前广场中央已然变成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满满的悬崖济视感, 将广场上的人也分得清清楚楚。 左边是迈恩, 右边是昏死在地的草帽团三大战力, 以及哭嚎不已的胆小三人组。 这一刻, 草帽海贼团已被迈恩以一己之力彻底瓦解。 山智, 索龙, 陆飞, 胆小三人组抱着草帽团三大战力, 痛哭流涕不及, 听着耳边不断传来的痛苦声, 迈恩早已是一脸的不耐烦。 这眼泪都不要钱的吗? 迈恩捂着耳朵, 无语地看着对面的乌索普纳美乔巴三人。 踢! 再也忍受不住噪音对耳朵的折磨。 迈恩一个剑步跨过篮在他面前的巨大裂缝, 闪现到胆小三人组面前。 啊, 救命啊! 看到迈恩陡然出现在面前, 纳美立马一阵疯狂的白手。 但乌索普这会儿已经吓晕了过去, 显然指望不上。 乔巴倒是勇敢地站起身子, 从包里面掏出了篮波球。 可惜, 由于对迈恩的恐惧导致乔巴的双手一直在颤抖, 只听得咚的一声响。 刚从包里面掏出来的篮波球, 乔巴还没吃就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咕噜咕噜向前滚去, 仿佛天意弄人。 蓝波球正巧滚到迈恩的脚下, 气氛一片死寂,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乔巴满面尴尬, 纳美则是想死的心都有。 迈恩弯下腰拾起脚边的蓝波球, 在手中饶有兴趣地把玩着。 那个是我的。 乔巴小心翼翼地指着迈恩手中的蓝波球道。 我知道。 迈恩点了点头。 那你可以还给我吗? 乔巴一边擦着额头的冷汗一边道。 当然。 迈恩微笑英语, 手指却猛然一弹。 嗖的一声响。 迈恩手中的蓝波球飞快地向不远处的乔巴射去。 速度之快, 让乔巴的肉眼根本无法捕捉。 自视也无法躲避。 咚的一声脆响。 蓝波球稳稳命中了乔巴的额头。 命中额头的一瞬间, 蓝波球扑的一声骤然变成一团粉雾。 剧烈的疼痛瞬间传来。 乔巴的额头明显红肿了一大块。 但乔巴来不及发出任何惨叫, 眼前就是一片黑暗袭来。 扑通一声响。 乔巴直直地倒在了地上, 彻底昏死过去。 乔巴啊! 看到这, 纳美的脸色瞬间苍白。 一股无名之火, 也瞬间在纳美的心中生腾起来。 你这混蛋! 纳美鼓足勇气站起身子, 掏出乌索谱为他制作的天后棒。 二话不说, 就向麦恩冲了过来。 我不喜欢打女人的。 麦恩一脸无奈地看着纳美, 但手上的动作却没有丝毫地停顿。 啪的一声脆响。 麦恩的大手, 结结实实地扇在了纳美那白皙粉嫩的脸颊上。 伴随着一股距离传来, 纳美整个人, 直接被麦恩这一巴掌扇地向后倒飞出去。 向后倒飞的过程中, 纳美的翘脸快速红肿起来。 红润的嘴唇也带有一丝血迹。 扑通一声响, 纳美重重地砸在地上, 发出一声闷哼。 整个人便彻底昏死过去。 但看到这, 麦恩却点了点头。 来了一句还好, 毕竟纳美要是还能站起来的话, 麦恩接下来的一巴掌可就要用全力了。 虽然纳美长得很漂亮, 但对熟知海贼王的麦恩而言, 他是不可能对纳美这样的女人产生兴趣的。 在麦恩的心中, 就算要找女人也要找一个没有多少心机的那种。 像纳美、 罗宾还有CP九中卡利法那样的女人, 麦恩果断是吃不消的。 一个个不仅聪明无比, 而且手段很辣。 天使般容颜的背后, 手上不知道沾了多少男人的鲜血。 对于这样的女人, 一巴掌打晕过去最好。 毕竟麦恩也不能保证, 纳美的美人计就一定不会对他奏效。 呼, 望着昏死过去的纳美, 麦恩如释重负地吐出了一口气, 然后转过身子, 望着不远处躺在地上的乌索谱, 一脸无聊道, 你还在等什么? 气氛再次陷入了一片死寂。 只因当麦恩的话脱口出时, 躺在地上的乌索谱明显动了一下, 那是在极度紧张之下, 无法避免的动作。 没错, 从刚才到现在, 乌索谱一直在装运。 其目的, 就是为了趁麦恩完全放松之时, 他偷袭麦恩, 来个绝地反杀。 可惜的是, 麦恩早就看穿了乌索谱的计划。 毕竟乌索谱这个人, 胆小归胆小, 可在这种结果眼上他说什么, 也不会晕过去。 看过, 海贼王的人都知道, 顺境靠路飞, 逆境靠索龙, 绝境靠乌索谱。 而在麦恩看来, 乌索谱这个家伙, 之所以能频繁上演绝地反杀的好戏, 便在于, 这家伙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 智商越飙升。 堪称集中生智的典范。 此刻同样如此, 怎奈麦恩技高一筹? 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搞得乌索谱措手不及, 整个人彻底暴露。 在麦恩的冷冷注视下, 乌索谱只能缓缓站起身子, 然后从包里面掏出一柄大铁锤。 看到这, 麦恩无语地翻了翻白眼, 刚想对乌索谱一脚踹去, 耳边就传来咚的一声响, 麦恩抬头望去, 赫然发现, 乌索谱一锤子砸在自己脑袋上。 我选择一。 说完这句话以后, 脑袋流血的乌索谱就扑通一声 倒在地上彻底昏死过去, 看得麦恩一脸猛逼。 麦恩疑惑地望着昏死过去的乌索谱, 有点想不明白, 这算是最后的傲娇吗? 反正草帽海贼团已经免不了 被麦恩一人团灭的结局, 所有人也都倒下。 麦恩想杀他们一如反掌, 还不如自己给自己一个痛款。 可惜乌索谱并不知道, 麦恩现在并没有想杀之中任何一人的心思。 最少现在没有, 妮可罗宾还没死去, 草帽一伙在麦恩的手中还有点用处。 当然, 如果妮可罗宾不听话的话, 麦恩也不会手下留情。 空气之门, 麦恩大手一挥, 面前的空间陡然泛起一阵涟漪。 咔嚓一声响, 一扇透明色的大门凭空浮现出。 麦恩双手不停, 一个接着一个地将草帽一伙 全部扔进空气之门中。 说起来, 门门裹食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作用多多, 比如空气之门, 不仅能隐秘地进行移动, 而且还能进行存储。 灰蒙蒙的空间中, 麦恩可以往里面放任何人事物。 算是麦恩的一个移动仓库, 免去随身携带的麻烦不说, 放在里面的东西, 还能保证不被任何人找到。 实用性堪称完美。 相比之下, 牛角布鲁诺那个家伙, 也真的是废物一个。 拥有这样方便的恶魔果实, 却不好好利用。 一门心思的钻研, 海军六世, 暴殲天物啊。 咦? 这不是。 正当麦恩把草帽一伙, 全部扔进空间之门时, 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充满惊疑的声音。 麦恩回头望去。 果不其然。 正是CP9那活子人。 黑丝玉姐卡利法。 方块鼻男卡库。 白发男狮子微曲。 狼人加布拉。 扎巴巴鹰无猫头鹰。 此刻, 五人皆是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 望着面前的麦恩, 眼中满是警惕。 路飞先前的一记橡胶巨人枪, 将这五人全部打飞了出去。 直到刚才, 他们才悠悠醒来。 发现了法院广场, 有人在战斗以后, 他们五人便一起向法院广场冲来。 不曾想刚到, 这就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望着麦恩面前的透明色大门, 卡库等人一眼就认出了这是空气之门。 乃是他们的同僚牛角布鲁诺, 利用他门门裹食的能力, 造出来的大门。 可关键是, 这样的大门麦恩怎么也能造出来。 这样想来, 布鲁诺先前去对付草帽小子之后就没再回来。 而那时, 麦恩还在跟草帽小子战斗。 想到这, 卡库等人的脸色已经阴沉似水, 因为他们的心中已有猜测。 说说吧, 指挥官大人, 你是如何获得门门裹食的? 卡库冷冷地望着麦恩道。 有什么好说的? 麦恩挥了挥手, 空气之门立马紧闭, 缓缓消失在空气中。 与此同时, 麦恩抬起头对卡库再度道。 我说我捡到的, 你信吗? 混蛋, 你把布鲁墨怎么了? 狼人加布拉怒吼道, CP9虽然是暗杀机构, 但常年累月地相处下来, 麦琪等人之间还是有一些感情的。 原著中, 草帽一伙打败麦琪等人以后, 就是牛角布鲁诺利用门门裹食的能力, 将麦琪等人一一救走。 不然在之后的涂抹令之下, 早已丧失行动能力的麦琪等人, 绝不可能活下去。 又和谈麦琪之后, 进入CP01说, 由此可见, CP9这伙子人跟草帽一伙一样, 都将成员视为重要的伙伴。 这一点, 从狼人加布拉本来对麦恩畏惧不已, 这会儿却为了布鲁诺对麦恩大吼就能看出。 说实话, 听到加布拉的怒吼, 诚如麦恩也有点惊讶, 没想到这头小狼还有点良心。 可惜的是, 那良心不是对麦恩。 加布拉先生, 你也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过于愚蠢。 麦恩冷笑地看着加布拉道, 如果我想要你的全权果实, 你觉得我会怎么做呢? 你这混蛋! 听到麦恩的话, 加布拉的双眼立马变得赤红起来。 卡库, 卡利法, 狮子威曲, 鹰无毛投鹰, 这会儿浑身上下也爆发出了极大的杀气。 虽然麦恩一直在访问, 但他话中的意思已然不言而喻, 因为门门果实, 布鲁诺死了, 麦恩, 尼格杀的, 再也没有任何犹豫。 加布拉和卡库果断地使用了恶魔果实能力, 一个变成狼, 一个变成长颈鹿, 生命归还, 话音刚落, 狮子威曲的体型就直接增大了一倍。 鹰无毛投鹰和卡利法, 这会儿也摆出了对战姿势。 大战一触激发, 麦恩刚刚解决了草猫一伙, 不给他片刻喘息, 就要迎来与卡库等人的战斗。 麦恩本来还很担心, 生怕卡库等人听到布鲁诺的死讯后, 不跟他打, 反而跑去找斯潘达姆打小报告。 这么一来, 麦恩反而会有些头疼。 毕竟, 猫捉老鼠的游戏, 不是所有人都想玩的。 现在卡库等人要为布鲁诺报仇, 与他决一死战。 麦恩真的求之不得。 第六十章, 法院前那片广场处, 望着面前的卡库等人, 麦恩浑身的热血都沸腾了起来。 说起来, 这还是麦恩第一次以少打多, 一个打五个。 而且, 麦恩面前的这五人, 都算是较为厉害的家伙。 虽然单挑出来任何一个都不是麦恩的对手, 可双拳难敌四手。 卡库等人若真是合力围攻, 麦恩也不一定能稳操胜券。 更何况, 他们在CP9共事多年, 彼此之间, 早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默契。 这样的一伙人, 真连起手来。 所发挥的实力, 可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那样简单。 可饶是如此, 麦恩的心里仍然止不住地兴奋。 一颗心脏, 也砰砰砰乱跳个不停。 糟糕! 麦恩捂着胸口, 嘴角勾起一抹无奈的笑容。 他发现自己现在越来越喜欢战斗了。 自从穿越到海贼王的世界以后, 麦恩与人的战斗加起来不到十场。 可每一场都让麦恩的心境产生极大的变化。 从一开始跟陆飞打斗时的精打细算, 到之后跟加布拉打斗时的愤怒异常, 以及跟罗布鲁奇短暂的绝招碰撞。 外加刚才用铁块硬生生扛住陆飞的两剂, 向交巨人枪。 麦恩战斗时的态度改变得十分明显。 他变得毫无畏惧。 他变得自信非凡。 他变得敢于挑衅任何人。 他变得无论何时都不会后退。 面对战斗, 麦恩的嘴角总是含着一抹标志性的微笑。 诚如此刻正在发生的这般。 我只给你们一次机会。 麦恩一边微笑, 一边对卡库等人竖起一根手指。 把握不住, 你们将会死得特别惨。 跟布鲁诺那家伙一样。 你? 听到麦恩的话, 本就恼怒不已的CP-95人灯石器的目刺欲裂。 额头上的青筋都齐齐爆了出来。 铁! 没有任何犹豫之说。 CP-95人立马化为五道人影, 齐齐向麦恩射去。 分为不同的角度。 从不同的方向疯狂向麦恩展开攻击。 蓝角! 白雷! 死亡指枪! 鞭! 生命归还! 狮子指枪! 铁块! 狼牙! 兽炎傲义! 猫头鹰乱拳! 绝招相互叠加。 笼罩在麦恩全身上下各个角落。 这一刻, 麦恩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有无数攻击袭来, 令他无法躲藏。 不愧是CP-9啊! 看到这, 麦恩的眼中流露出一抹赞许。 毕竟CP-95人将他们的人数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如此猛烈的攻击宛如疾风骤雨。 麦恩如果用海军六十中的指挥进行躲避, 无异于自取其辱。 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全是CP-95人的攻击, 麦恩没有躲避之处啊。 而麦恩如果用海军六十中的铁块进行硬抗也不是办法。 因为那样一来就正中了CP-95人的下怀。 他们巴不得麦恩那样做。 水滴石川。 麦恩的铁块就算硬度再高, 防御力再强, 但在CP-95人不间断的攻击下也绝对会入出破绽。 危机已然到来。 在卡库、卡利法、狮子威曲、 鹰无毛头鹰、加布拉五人的联手攻击下, 麦恩已经无路可逃, 无险可避。 就连选择硬抗都是一种慢性自杀。 但即便如此, 麦恩仍然是满脸的兴奋。 这种死亡临近的感觉, 使他整个人都癫狂不已。 完蛋! 这下子是彻底上瘾了。 望着面前那五张愤怒到扭曲的脸蛋, 麦恩嘴角的微笑非但不见。 反而愈发强烈。 赌一把吧。 眼中一道金光掠过。 麦恩将视线死死锁定在鹰无毛头鹰的大脸上。 纸枪! 将全身的力量通通灌注进右手的食指上。 麦恩毫不犹豫地一纸戳出。 速度快的异常。 明明是CP95人先行发动攻击。 但这一刻, 还没等他们的攻击落到麦恩身上。 麦恩的纸枪就已经来到鹰无毛头鹰的眼前。 不过这也理所应当。 麦恩现如今的倒立指数高达一万。 饶视CP95人夹在一起也不如。 也因此, 使出了全身的力量后, 麦恩这剂纸枪的威力可想而知。 在向鹰无毛头鹰戳去的过程中, 纸枪周围的空间都被带得一阵扭曲。 滑出斯拉一声响。 这一刻, 选择全摆在了鹰无毛头鹰的面前。 面对这样恐怖的纸枪, 鹰无毛头鹰如果不用铁块进行防御, 他的大脸绝对会被麦恩一直贯穿。 可如果鹰无毛头鹰选择用铁块进行防御, 他就必须要放弃对麦恩的攻击。 是死是生! 全在鹰无毛头鹰的一念之间。 而事实证明, 麦恩没有赌错。 鹰无毛头鹰这家伙, 果然还是怕死的。 铁块! 就在麦恩的纸枪即将冻穿鹰无毛头鹰的大脸时, 早已满头冷汗的鹰无毛头鹰立马放弃了对麦恩的攻击, 使出铁块进行防御。 也就在这时, CP-95人本来严丝合缝的攻击圈突然就产生出一个破绽。 那从东南西北上下左右不断向麦恩逼近的攻击, 由于鹰无毛头鹰的怕死, 终于让麦恩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或者说一个躲避的空间, 只会。 第61章 只会。 化鹰落下的一瞬间, 麦恩的身体再次变得柔软异常, 向鹰无毛头鹰戳去的纸枪也瞬间收回。 麦恩本来就没准备用纸枪戳死鹰无毛头鹰, 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为了逼迫鹰无毛头鹰使出铁块进行防御, 从而放弃攻击给麦恩一个躲避的空间, 一个能用指挥躲避其余四人攻击的空间。 当然, 如果鹰无毛头鹰真的不怕死的话, 那麦恩也无话可说, 只不过指枪贯穿因无毛头鹰大脸的一瞬间, 麦恩的身体也将遭到其余四人的猛烈攻击。 一命换一命, 没办法, 战斗本身就是薄命, 在战斗中赌博更是如此。 只不过这一次, 麦恩赌赢了, 修砰刷, 无数声音在麦恩的周身炸响。 卡库, 加布拉, 卡利法, 狮子威举的攻击尽数落下, 他们拼尽全力, 斗大的汉珠伴随着猛烈的攻击滚滚直下。 可即便如此, 麦恩仍然毫发无伤。 海军六世指挥之下, 麦恩将卡库四人的攻击尽数躲避。 毕竟麦恩的速度要远在卡库四人之上, 他们的攻击落在自己眼里, 很是迅速, 可在麦恩眼中却慢得异常。 我说了, 你们只有一次机会。 麦恩的声音陡然响起, 不但有一丝感情, 宛如地狱的呼唤。 也就在这时, 卡库四人惊奇地发现, 面前的麦恩陡然消失在了原地。 反击从现在开始, 铁! 那家伙使用了铁! 不好! 快使用铁块! 卡库, 卡利法, 狮子微曲, 加布拉的声音一起响起, 充满了浓浓的恐惧。 眼中的瞳孔, 这会儿也齐齐缩成了针尖状。 他们飞快聚在一起, 一人警惕一个方向。 由于心中的不安, 卡库四人此刻连因无毛投鹰都来不及教训, 只想团结在一起迎接麦恩即将到来的反击。 毕竟当下的事实已经再清楚不过。 CP-95人已经失去了打败麦恩的大好良机。 这一刻, 战斗的形势已经产生了逆转。 CP-95人的目标不再是找麦恩报仇, 而是活命。 蓝角! 就在这时, 上空突然传来声音。 CP-95人抬头一看, 一道长度大约几十米的银色光波正冲着他们展来。 快闪开! 卡库面色一白, 大喊一声的同时用力地推了一把站在他身旁的其余四人。 T! 卡库话音刚落。 加布拉, 卡利法, 狮子威曲, 鹰无毛投鹰四人就纷纷使用T向四处闪去。 卡库紧随其后, 但由于他的实力在五人中属于最强, 使出T的一瞬间反倒比其余四人速度更快。 而在这时, 麦恩的蓝角才将将斩下。 轰的一声巨响! 法院广场本就不堪重负! 在刚才麦恩跟草帽一伙的战斗中已被一分为二。 现在麦恩又一记蓝角展来, 灯石开始支离破碎起来。 哗啦啦一声响! 左边那一半法院广场再也坚持不住, 缓缓坍塌。 伴着无数碎时, 一股浓浓的灰尘瞬间弥漫开来, 将右边那一半法院广场完全站满。 身处一片灰尘中, 所有人的视野都被阻挡。 看到这, 卡库本来因为躲开麦恩的蓝角而有些庆幸的心情瞬间跌落到了谷底。 糟了! 加布拉, 卡利法, 威曲, 猫头鹰! 小心啊! 卡库大吼一声, 语气焦急不已。 由于视线被灰尘阻拦, 卡库根本看不到加布拉四人, 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提醒他们。 可就在这时, 他的耳边却响了一个人的声音。 你还有空担心他们? 声音无比熟悉。 卡库的身体骤然僵硬。 蓝角, 麒麟, 扑齿。 卡库刚刚抬起的脚瞬间定在半空中, 低头望着从自己胸口窜出来的手指头。 卡库感觉他浑身的力气都在这一刻消失不见。 整个人也从长颈鹿形态缓缓变回人形。 扑! 变回人形以后, 卡库再也坚持不住。 从嘴里喷出一大口鲜血, 溅在面前的大地上。 而这时, 卡库全身上下, 都被他自己的鲜血浸染, 俨然变成了一个血人。 为什么? 卡库无力地问道。 虽然知道他的身后就是麦恩, 但此刻的卡库已经没有转身的力气, 只能背靠着麦恩问道。 你不是海军吗? 为什么要杀布鲁诺? 我也是海军, 但之前加布拉却想要杀我。 麦恩这样回答卡库, 可他杀不了我。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杀布鲁诺的原因。 为了变强吗? 卡库嘴角一勾, 得到麦恩的回答以后, 卡库缓缓闭上了双眼。 麦恩也在这一刻, 抽回贯穿卡库胸口的食指。 扑通一声响, 卡库无力地倒在地上, 胸口鲜血如重, 将他周身的大地, 尽数染红。 但此刻的麦恩已经转过身子, 缓缓消失在卡库身后, 依旧弥漫的灰尘中。 第62章, 微曲, 有点不对劲啊, 扎巴巴。 鹰鲁猫头鹰, 转头对身旁的狮子微曲道。 此刻, 广场四周依然灰尘弥漫, 眼前依旧是一片的灰蒙蒙, 什么都看不到。 也因此, 尽管卡库这时 已经被麦恩一指枪冻穿了心脏, 但鹰鲁猫头鹰和狮子微曲两人 却对此毫不知情。 不过望着周身弥漫的灰尘, 鹰鲁猫头鹰却紧觉得发现了一丝端倪。 悠悠一, 怎么了? 狮子微曲拉着唱戏一般的长音问道。 扎巴巴, 卡库自从刚才提醒我们以后, 可没再说话了。 鹰鲁猫头鹰满面担忧, 话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文言, 狮子微曲却果断地摇了摇头, 继续拉着唱戏一般的长音道。 悠悠一, 不会的。 卡库在我们这几人里面道力最高, 麦恩就算在神通广大, 也不可能将他秒杀。 放心吧。 扎巴巴, 但愿如此吧。 鹰鲁猫头鹰悠一叹, 对狮子微曲的话半信半疑。 虽然他也知道卡库的道力在他们几人之中最高, 可鹰鲁猫头鹰刚才可是亲身感受过, 麦恩使出全力的纸枪有多么可怕。 也就是那纸枪没落在他的大脸上。 不然鹰鲁猫头鹰毫不怀疑, 就算他使出铁块, 麦恩使才那一记纸枪也将轻易动穿他的大脸。 而这正是鹰鲁猫头鹰此刻担忧卡库的原因所在。 那样的一记纸枪, 他挡不了, 卡库怕是也抵挡不了吧。 怀揣着这样的想法, 鹰鲁猫头鹰终于按耐不住内心的担忧, 冲着眼前弥漫的灰尘小心翼翼地呼唤着。 扎巴巴, 卡库, 卡库, 你还好吗? 该死, 你在干什么? 狮子威曲吓了一跳。 由于恐惧, 说话时连唱戏般的长鹰都不落了, 满头的白发立马快速变长, 像触手一般将鹰鲁猫头鹰的大嘴死死捆上。 你个蠢货是想死吗? 万一把麦恩招来怎么办? 狮子威曲人长得丑, 脑子却不笨, 广场此刻灰尘弥漫, 所有人的视线皆被阻挡, 对于他们CP95人而言是这样, 但对麦恩而言同样如此, 在狮子威曲看来, 只要他们老老实实地待在原地不被麦恩发现, 等到灰尘散去自是能再度联手对抗麦恩, 胜负人未可知, 可鹰鲁猫头鹰这会儿却大声呼唤, 这不是把他们所在的方位主动告知给麦恩吗? 跟自曝又有什么区别? 这会儿, 望着恍然大悟的鹰鲁猫头鹰, 狮子威曲的心中早已是一片苦涩, 恨不得直接用白发将鹰鲁猫头鹰勒死, 但想了想, 还是只用白发捆住鹰鲁猫头鹰的拉链大嘴, 确定这家伙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之后, 狮子威曲赶忙拖着鹰鲁猫头鹰向后退去, 一边退, 狮子威曲一边用眼睛死死地观察着四周, 生怕麦恩突然从某个方向角落窜出, 可狮子威曲并不知道, 当他向后退去的这一刻, 在他的身后, 一扇透明色的大门已经悄无声息地打开, 一个人影陡然出现, 正是利用萌萌果实的能力, 绕到狮子威曲身后的麦恩, 说起来, 还真是要感谢鹰鲁猫头鹰刚才那声呼唤, 不然的话, 麦恩就算想找他们, 也得费点时间, 想到这, 望着面前一脸惊恐的鹰鲁猫头鹰, 麦恩的嘴角当即掀起一抹微笑, 多谢了大脸, 看到这, 鹰鲁猫头鹰一阵疯狂白首, 想要提醒狮子威曲麦恩就在他的身后, 可由于他的拉链大嘴, 被狮子威曲用白发死死封住, 导致鹰鲁猫头鹰就算使出权力, 也根本发不出任何声音, 除了一连串的呜呜响, 就只能通过白首来提醒狮子威曲, 可惜对于鹰鲁猫头鹰发出的一连串呜呜声响, 和一阵疯狂的白首, 狮子威曲是全都视而不见, 反而很是不耐烦道, 你有病啊, 说话间, 狮子威曲还加大了白发的力量, 将鹰鲁猫头鹰的拉链大嘴再次封紧, 这下子, 就连呜呜呜的声响鹰鲁猫头鹰都发不出来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麦恩笑眯匿的竖起食指, 站在狮子威曲的身后, 冲着他的后背一指头戳去, 指枪, 扑齿, 狮子威曲的身体骤然紧绷, 浑身的力气转眼间消失不见, 封住鹰鲁猫头鹰拉链大嘴的白发, 也无力地垂在地上, 围曲, 拉链大嘴解封以后, 鹰鲁猫头鹰立马发出一声怒吼, 沙巴巴, 兽颜傲义, 猫头鹰乱全, 伴着响彻天地的怒吼声, 鹰鲁猫头鹰快速向麦恩冲来, 一张大脸写满了愤怒, 一对死鱼眼充满了杀气, 铁块, 对于鹰鲁猫头鹰的愤怒, 麦恩无动于衷, 随意地使出海军六世铁块后, 麦恩站在原地, 任由鹰鲁猫头鹰的拳头砸在他身上, 光光光光光光, 一连串剧烈的声音响起, 宛如一柄大锤疯狂地敲击在铁块上, 伴着这样的声音, 麦恩仍就是一脸的无动于衷, 可鹰鲁猫头鹰本来满是愤怒的大脸, 却逐渐被痛苦取代, 砸在麦恩身上的拳头, 鲜血直流, 就连麦恩身上的白色衬衫都被染成了一件彻彻底底的血液, 但饶是如此, 鹰鲁猫头鹰仍然攻势不停, 拳头仍然像雨点般落在麦恩的身上, 直到咔嚓一声脆响, 双手齐齐被麦恩的铁块震骨折, 鹰鲁猫头鹰才不甘心地停下攻击, 也就在这时, 麦恩终于竖起了他那早已沾满CP九成元鲜血的食指, 毫不犹豫地向前戳去, 扑斥, 鹰鲁猫头鹰的胸口瞬间被开了一个血洞, 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麦恩, 鹰鲁猫头鹰听到了他这辈子最后的一句话, 第三个, 第六十三章, 扑通, 鹰鲁猫头鹰无力地倒在地上, 望着眼前已经死透了的狮子微曲, 双眼逐渐被泪水堆满, 第三个吗? 果然, 卡库他, 话说到一半, 鹰鲁猫头鹰的声音戛然而止, 眼中的瞳孔逐渐放大, 最终定格不动, 望着流淌到脚下的鲜血, 麦恩缓缓抬起头, 将视线锁定在面前弥漫的灰尘中, 尽等那两人的出现, 嗖嗖, 不出麦恩所料, 弥漫的灰尘中终于窜出两道人影, 正是听到鹰鲁猫头鹰先前的惨叫, 而飞快赶来的加布拉和卡利法, 两人本来还抱有一丝希望, 到得这里之后, 才发现希望是多么的可笑, 不, 望着倒在地上的鹰鲁猫头鹰和狮子微曲, 加布拉和卡利法当即发出一声惨叫, 你这该死的混蛋, 卡利法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麦恩, 绝美的容颜由于愤怒变得极其争鸣, 可正当卡利法想对麦恩冲去时, 一只毛茸茸的爪子却拦在他的身前, 正是使用恶魔果实的能力变成狼人的加布拉, 跑吧卡利法, 有多远就跑多远, 一定要将这件事告诉路奇和老大, 加布拉一字一顿道, 声音中充满了坚定和决然, 赤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麦恩, 加布拉接下来想干什么已经不言而喻, 看到这, 卡利法眼眶微红, 但也知道当下只有这个办法了, 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子, 卡利法毫不犹豫地使出海军六十, T, 速度飞快地向后冲去, 无聊的游戏开始了, 麦恩无奈地瘫了瘫手, 眼睛却死死锁定在及时的卡利法身上, T, 双脚连踩地面数百下, 麦恩的速度快地异常, 眨眼间就追到了卡利法的身后, 你的对手是我, 眼瞅着就要抓到卡利法, 麦恩的身后突然响起加布拉的声音, 你有那个资格吗? 麦恩转过身子, 望着面前的加布拉, 嘴角忍不住掀起一抹嘲笑, 对于麦恩的嘲笑加布拉视若无睹, 只用实际的行动来回答他, 铁块, 狼兽, 四面八法之手, 加布拉果断地使用了他最强的招式, 毛茸茸的两只爪子闪烁着锋利的光泽, 疯狂地向麦恩袭来, 速度十分之快, 这一刻, 加布拉使出了他全身的力气, 锋利的爪子在向麦恩袭来的过程中, 滑的空气都一阵斯拉响, 可想而知之一招的威力, 但加布拉面前的麦恩依旧是无动于衷, 嘴角依然挂着一抹嘲笑, 原封不动, 加布拉先生,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话语落下的一瞬间, 麦恩抬腿在空中一滑, 蓝角, 刷, 一道巨大的银色光波瞬间浮现在麦恩的脚下, 长度约有十几米, 飞快地向加布拉斩去, 砰砰砰砰砰, 银色光波与加布拉的爪子相互碰撞, 发出一连串巨响, 加布拉的绝招本来是为了阻拦麦恩, 这会儿, 却连麦恩的一记蓝角都挡不住, 两只毛茸茸的爪子, 在抵挡银色光波的一刻间早已鲜血直流, 就连加布拉身上的衣服都被接连割出十几道口子, 整个人看起来狼狈不堪, 可加布拉的嘴角这会儿却扯起了一丝微笑, 只因这期间, 卡利法已经利用替跑出去了好远, 这样想着, 加布拉缓缓闭上了双眼, 两只爪子也不在拼命抵挡面前这道即将斩在他身上银色光波, 毕竟无论如何都是个死, 扑驰一声响, 加布拉放弃抵挡以后, 银色光波毫不犹豫地将加布拉整个身子一分为二, 大量的鲜血瞬间飘散下来, 夹杂着五脏六腑他击一声瘫在地上, 自不量力的家伙, 麦恩摇了摇头, 不明白加布拉牺牲自己的计划有什么意义, 说是让卡利法去找路奇和斯潘达姆去打小报告, 也要看他是不是能去得了才行啊, 这样想来, 加布拉有可能忘了一件事, 空气之门, 麦恩大手一挥, 咔嚓一声响, 熟悉的透明光闻, 再次浮现在麦恩面前, 麦恩快步走路, 大门缓缓消失在空中, 与此同时, 已经来到仇畜之桥的卡利法正大口地喘着气, 他本就是CP9成员里面最弱的那一个, 再加上是个女人很容易体力不支, 使用T1阵狂奔之下, 卡利法的心肺都快要跑爆炸了, 好在一切都是值得的, 望着面前的仇畜之桥, 想着死在麦恩手下的成员们, 卡利法的翘脸一片猙獰, 透出一股极大的恨意, 可正当卡利法想要走进仇畜之桥时, 他面前的空气却泛起一片涟漪, 一扇透明色的大门紧接浮现出, 卡利法眼中的瞳孔瞬间缩成针尖状, T! 再也不敢有丝毫地停留, 卡利法赶忙向前跑去, 可他刚刚抬起脚, 透明光门就咔嚓一声打开, 一只手闪电般地伸出, 瞬间就扼住了卡利法纤细的脖子, 啊... 扼住脖子的大手宛如铁钳, 卡利法无论如何都挣脱不掉, 眼前的景象逐渐模糊, 脸色铁青不已, 最后一个, 麦恩的声音从空气之门里飘出, 咔的一声响, 卡利法的头颅瞬间向后搭去, 至此, 除罗布鲁奇以外, 所有CP九成员全面, 麦恩, 你隔干的, 第六十四章, 扑通, 掐断卡利法的脖子以后, 麦恩将他整个人拖进空气之门中, 扔在地上, 灰蒙蒙的空间里, 血腥味十足, 左边是昏死过去的草帽一伙, 右边是卡库, 加布拉, 鹰无猫头鹰, 狮子威曲, 卡利法五人的尸体, 司法岛人多眼杂, 麦恩杀了CP九五人以后, 自是不能将他们的尸身留在外面, 何况死去的CP九五人, 对于麦恩而言, 还有大用, 望着手中的黑色漩涡花纹, 麦恩嘴角一勾, 蹲下身子, 将手放在究竟的卡利法身上, 秀, 麦恩掌中的黑色漩涡花纹, 疯狂地转动起来, 伴随着诡异的黑光, 和强大的吸附力, 一股源源不断的力量, 灯石涌入到麦恩的体内, 卡利法的身体, 则是快速萎缩, 不一会儿, 年轻漂亮的卡利法小姐, 就变成了一个人干, 而在麦恩手中, 一颗紫色芒果状果实, 儼然出现, 正是卡利法的泡泡果实, 不过望着手中的泡泡果实, 麦恩并不准备吸收, 超人系果实中, 泡泡果实, 着实垃圾, 现在的麦恩根本看不上眼, 还是留着卖钱食用鞋, 一颗恶魔果实的市场价, 最少在一亿杯粒以上, 麦恩自是不会放过, 吸收完卡利法以后, 麦恩故技重施, 利用他掌中的黑色漩涡花纹, 以此将因无毛投鹰, 狮子威曲, 加布拉, 卡库四人的力量, 吸收得一滴不剩, 手中请客间, 有多出了两颗恶魔果实, 正是加布拉的全权果实狼形态, 和卡库的牛牛果实长颈鹿形态, 价值三亿杯粒的巨款啊, 望着手中的三颗恶魔果实, 麦恩的呼吸都有些加重, 毕竟, 无论在哪个世界, 钱财都是必备之物, 即便是像白胡子卡普那样的大人物, 也不可能是钱财如粪土, 先杯喝酒不要钱吗? 将三颗恶魔果实单独藏在一个地方以后, 麦恩走出空气之门, 感受着身体内传来的恐怖力量, 麦恩的眼中满是惺喜, 卡库的2200倒立, 加布拉的2180倒立, 狮子威曲的820倒立, 鹰无猫头鹰的810倒立, 卡利法的倒立, 加在一起就是6640倒立, 算上麦恩原先的1万倒立, 此刻的麦恩倒立指数已经高达16000之多, 实力骤然提升了小一倍, 尼克罗宾, 望着面前的肘肘之桥, 麦恩的脑海中浮现出罗宾绝美的笑脸, 只不过这张绝美的笑脸对于任何人而言都可以如沐春风, 唯独麦恩是个例外, 牙齿惊咬, 眼中凶光闭露, 此刻的麦恩杀气十足, 贴, 再也没有任何犹豫, 麦恩果断地冲进仇储之桥, 速度飞快, 毕竟留给麦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会儿, 斯潘达姆和豹子露奇压着妮可罗宾和弗兰奇, 应该快要通过仇储之桥, 而仇储之桥后面就是正义之门, 麦恩说什么都要在此之前追上妮可罗宾, 不然, 等妮可罗宾走进正义之门以后, 麦恩要想找这个女人, 就要大闹推进城或者马林犯多了, 吸收果实是麦恩最大的依仗, 亦是他人生的希望, 但他是吸收果实能力者一事,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不然这个消息传出去, 麦恩可就麻烦大了, 吸收果实这样的好东西, 在这片大海上谁不想要, 尤其是像黑胡子那样的家伙, 知道这件事, 以后一定会来追杀麦恩, 毕竟只有身为吸收果实能力者的麦恩死去, 吸收果实才能重现人间, 基于此, 无论说什么, 麦恩都不能让妮可罗宾活着离开, 这个女人必须死, 铁, 怀揣着这样的想法, 麦恩立马使出全身的力气, 一瞬间连踩地面数百下, 麦恩的速度再次提升, 犹如一道闪电狠狠向前冲去, 与此同时, 瞅瞅之桥的尽头, 豹子露其耳朵微微一动, 咦, 停下脚步, 缓缓转过身子, 望着身后的躊躇之桥, 罗布露其眉头轻皱, 因为就在刚才, 他听到身后的躊躇之桥传来响声, 怎么了, 露其, 马上就到正义之门了, 赶紧走啊, 看到露其停下身子, 斯潘达姆立马不耐烦地催促道, 一旁早已是满脸死灰的妮可罗宾和弗兰奇, 也诧异地望着罗布露其, 不对劲, 罗布露其淡淡道, 这一刻, 他的心中突然生腾起一股不安, 罗布露其可是猫猫果实暴形态能力者, 而一只豹子, 往往听觉灵敏警惕性强, 不对劲, 听到露其的话, 斯潘达姆的身子明显抖了一下, 嗓门都不自觉变小了, 什么不对劲, 有人来了, 罗布露其咬牙吐出这几个字, 眼中已然是一片冷芒, 虽然面前空空如也, 但罗布露其已经猜到来者是谁, 我就知道, 草帽小子那两拳, 怎么可能把你打趴下, 麦安, 尼格, 第六十五章, 什么, 有人来了, 谁, 草帽小子吗, 听到露其的话, 斯潘达姆立马跑到露其身后, 拽着露其的袖子, 紧张地望着面前的愁愁之桥, 额头的冷汗都下来了, 露飞, 尼可罗宾飞快抬起头, 本来面如死灰的脸蛋, 瞬间容光焕发, 终于来了吗, 草帽小子, 弗兰奇的嘴角也掀起了一抹微笑, 看到这, 诚如万年兵山, 罗布露其也忍不住嘴角一抽, 这群人都不长脑子的吗, 就草帽小子, 那副重伤的身体, 现在能活着就不错了, 还追来, 他凭什么, 说实话, 罗布露其从一开始, 就没把王露飞放在眼里, 即便得知草帽一伙攻进司法岛, 也是一脸淡然, 原著中亦是如此, 毕竟要是没有主角光环, 王露飞早就死在了露其的手下, 可麦安, 逆格不同, 那家伙是让露其第一次感觉到不安的男人, 也因此, 麦安这会儿的追击, 才让露其感觉到不对劲, 他和斯潘达姆, 押解妮可罗宾和弗兰奇, 去正义之门, 麦安来干什么, 你先带他们去正义之门, 这里留我来应付, 露其对斯潘达姆这样说道, 他并没有点名, 前来的人是麦安, 既然斯潘达姆误会来者是草帽小子, 那就继续误会吧, 反正, 他罗布露其刚好想跟麦安, 你得干一场, 哦好, 那就交给你了, 听到露其的话, 斯潘达姆飞快一点头, 他对此自是求之不得, 毕竟像露其和草帽小子那样的怪物, 打起来很有可能误伤到他, 光明的未来就在眼前, 斯潘达姆自是无比爱惜自己的小命, 看什么, 赶紧给我走, 斯潘达姆抽出腰间, 吃了恶魔果实的相剑, 推着妮可罗宾和弗兰奇往前走, 而当这三人的身影消失在陆奇的视线内, 只听得嗖的一声响, 一道人影飞快出现在陆奇身前, 正是刚刚追击到此地的麦安, 妮可罗宾呢, 刚刚立定身子, 麦安就迫不及待地对陆奇问道, 刚走, 这会儿应该快走出仇出之桥了吧, 罗布露其如实答道, 那你还站在这干嘛, 不用保护司令官大人吗, 麦安明知顾问, 你说呢, 陆奇不答反问, 话音刚落, 身形就陡然膨胀起来, 刺拉一声响, 陆奇得体的西装服碎裂成布条状, 显露出他健壮的身躯, 背后五道标志性的伤疤, 看起来刺眼无比, 也就在这时, 黑色的暴纹逐渐浮现在陆奇的身体上, 金黄色的毛发也透体而出, 伴随着身体逐渐变得高大, 陆奇头上戴的那顶魔术帽也掉在了地上, 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早已披在身后, 五官已然不成人样, 尤其是那一对短小的耳朵, 还有身后那条细长的尾巴, 刚才没打完, 有本事再来, 陆奇冷冷地望着麦恩, 眼中的杀意不再隐藏, 都是为世界政府办事, 有必要吗? 麦恩贪了贪手, 与其中满是无奈, 现在可不是跟陆奇干架的时候, 尽快追上妮可罗宾要紧, 当然有必要, 陆奇冷冷一笑,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麦恩, 就跟豹子盯着他的猎物一样, 望着豹子路奇的眼神, 麦恩只感觉心里一阵不得尽, 仿佛这一刻, 陆奇能通过双眼看透他的内心, 麦恩, 米格, 你想杀了妮可罗宾对吗? 麦奇的声音淡淡响起, 不带有一丝感情, 气氛一片死寂, 麦恩的脸色阴沉似水, 他本来还想跟陆奇好好说, 现在却是没有必要了, 可以打了吗? 豹子路奇再度问道, 你会后悔的? 麦恩只来得及说这么一句, 整个人就飞快向陆奇冲去, 妮可罗宾马上就要通过仇出之桥到达正义之门, 麦恩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这场战斗, 生命归还, 指挥舞身, 看到麦恩向他冲来, 豹子路奇的眼睛灯湿一亮, 但也不敢拖大, 使出生命归还只会舞身的一瞬间, 豹子路奇的身形陡然变得瘦弱起来, 但速度却是暴涨一倍, 蓝角! 正这时, 麦恩的攻击突然袭来, 他双脚在空中飞快滑起, 十几道银色光波瞬间在脚下浮现,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将陆奇斩去, 刷刷刷刷刷, 死, 看到这, 豹子路奇当即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从麦恩发出的这十几级蓝角来看, 他的实力好像比之前更强了, 对于海军六世的运用也变得熟练了好多, 奇怪, 豹子路奇眉头轻皱, 眼中对麦恩的警惕愈发加大, 身体同是一阵闪转腾罗, 将麦恩发出的这十几级蓝角堪堪躲避, 豹子路奇伸出两只爪子, 果断对麦恩展开了反击, 飞指枪三把, 砰砰砰, 三颗空气弹快速向麦恩射去, 铁块, 钢, 麦恩不闪不闭, 将豹子路奇的这一招尽数接下, 当当当三声响, 路奇的飞指枪三把根本没对麦恩的铁块造成任何伤害, 不过路奇也不在意, 他本就没幻想这一招能打败麦恩, 可就在这时, 令路奇不敢置信的一幕出现了, 第66章, 说实话, 由于先前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路奇很讨厌面前这个名叫麦恩, 尼格的家伙, 可麦恩的实力路奇却是认同的, 在偌大的司法部, 应该说自路奇出生以来, 麦恩是第一个能跟路奇打成平手的人, 这种实力不相上下的感觉令路奇浑身热血沸腾, 很想跟麦恩好好地打一场, 可惜路奇并不知道, 他想享受这场战斗, 麦恩却想尽快结束这场战斗,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 望着面前的豹子路奇, 麦恩直接使出他的绝招, 先前跟你在办公室打架的时候, 我就一直很好奇, 直到刚才我才明白, 是这样的对吧, 麦恩一边说, 一边肩膀下沉, 双脚一前一后, 身子微轻, 眼中不带有丝毫感情, 两只手微微抬起, 成爪状合并在一起, 向后缓缓拉去, 这事, 豹子路奇话说半截, 就直接咽下, 这一刻, 他眼中的瞳孔, 早已缩成了针尖状, 望着面前的麦恩, 以及他摆出的那个姿势, 豹子路奇再熟悉不过, 但正因为此, 他才不敢相信自己, 看到了什么, 其实本来, 麦恩也不会这一招, 直到吸收了卡库五人的力量以后, 他才感觉到了, 自己的脑海中多出了一些什么, 吸收果实之所以强大, 就在于他的能力, 不仅仅能吸收一个人的实力, 还有这个人的招式, 以及这个人对招式的领悟, 不然, 麦恩也不可能在吸收完牛角布鲁诺的力量以后, 就能自由地使用海军六式, 与牛角布鲁诺一样, 卡库五人也都是海军六式精通者, 麦恩吸取他们力量的同时, 也在吸收这五人对海军六式的领悟, 再回想起, 先前在办公室跟豹子路奇对打时的场景, 麦恩立马就明白了, 豹子路奇那跟龟派气功差不多姿势的绝招,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六式奥义, 麦恩全身的力量飞快向他的双手汇集而去, 六式奥义, 六王枪, 乃是对海军六式精通无比之人才能使出来的绝招, 发动的一瞬间, 将全身的力量灌注到双手, 在死死压缩一段时间以后, 在某一个时间点, 将这股力量经由双手一股脑轰出, 就像是发射的大炮一样, 这股力量经过压缩, 将极快地向对手冲去, 击打在对手身上的一瞬间, 强大的冲击力将瞬间将对手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震成粉末, 不然的话, 援助中的豹子陆奇也不可能靠这一招打得王露飞生不如死, 正因为是冲击波一般的力量, 才能使向焦果实能力者王露飞感觉到巨大的疼痛, 只不过现在, 生不如死的人换成了罗布陆奇, 望着麦恩那不带有一丝感情的眼神, 豹子陆奇再也没有丝毫怀疑, 他眼前的这个家伙, 是真的会六式奥义, 六王枪, 生命归还, 从麦恩的双手感觉到那股恐怖的力量, 陆奇果断解除了生命归还, 只会捂身, 略显瘦弱的身躯立马变大, 陆奇毫不犹豫地双手合并, 将全身的力量灌住其中, 六式奥义, 六王枪, 最大轮, 呵, 陆奇的话音刚刚落下, 麦恩的嘴角就掀起了一抹微笑, 这一刻, 他的六式奥义, 六王枪已经积攒好了力量, 没有丝毫犹豫, 趁他病要他命, 狠一痒牙, 双手奋力向前一推, 罗布鲁奇, 我说过, 你会后悔的, 砰的一声巨响传来, 一股极其强大的冲击力, 瞬间从麦恩的双手中发出, 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 向对面的罗布鲁奇, 急驰而去, 急驰的过程中, 大地都咔咔咔, 列出了无数细纹, 四周的空间一阵扭曲, 整座愁出之桥, 都一阵微微的颤动, 该死, 看到这, 罗布鲁奇只来得及说这么一句, 双手就用力向前一挥, 将那可怜的, 还没准备好的六十奥义, 六王枪, 最大轮发出, 结果可想而知, 鲁奇本身的实力, 就不比麦恩, 绝招碰撞之下, 也没准备好, 没有一丁点阻隔, 麦恩的六十奥义, 六王枪就像是一汪大海, 瞬间就将罗布鲁奇小戏般的六十奥义, 六王枪最大轮淹没, 铁块, 钢, 看到这, 豹子鲁奇赶忙使出铁块进行防御, 可当那股恐怖的冲击力, 轰在豹子鲁奇的身上时, 只听得砰的一声响, 豹子鲁奇的体内, 竟然传来了爆炸声, 然后整个人就宛如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软瘫在地, 连倒在地上, 本该发出的扑通一声响都没发出, 罗布鲁奇就从暴形态变回了人形, 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整个人生机全无, 脸上依旧保持着那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无聊透顶的战斗, 麦恩走到鲁奇的身边, 大手一挥打开空气之门, 将全身骨骼都被震成粉末的鲁奇扔进去, 麦恩深呼吸一口气, 他现在可没时间吸取罗布鲁奇的力量, 当然, 体内的猫猫果实暴形态也没时间取出, 毕竟妮可罗宾才是麦恩眼前的大患, 这个该死的女人, 麦恩眼角微抖, 贴, 化为一道人影, 麦恩再度向前冲去, 即便刚刚才用尽全身的力量, 发出六十奥义, 六王枪, 麦恩的速度依旧快得惊人, 宛如一道闪电, 在长长的褚雏之桥中一闪即逝, 第67章, 伟大航路, 司法岛, 褚雏之桥, 该死, 丢走快点, 斯潘达姆愤怒的咆哮声响起, 一边说, 一边用力地推着妮可罗宾和弗兰奇, 距离褚雏之桥的出口只有几百米, 妮可罗宾和弗兰奇行走的速度却异常缓慢, 就跟乌龟爬一样, 无论斯潘达姆是用脚踹还是用拳头打, 妮可罗宾和弗兰奇的脚步都不往前迈去, 说来也怪罗布鲁奇, 明知道来者是麦恩却不点破, 使得妮可罗宾和弗兰奇误认为真的是王露菲来救他们了, 救兵就在身后, 这一男一女自食慢得要死, 斯潘达姆对此也无能为力, 弗兰奇身上有古代兵器冥王的设计图, 妮可罗宾知道古代兵器冥王的藏身地, 这两人都是世界政府眼里面的大宝藏, 斯潘达姆在横, 也只能对这两人拳打脚踢, 弄死什么的, 根本不可能, 何况就算可以, 斯潘达姆也没那个本身, 妮可罗宾还好, 身为恶魔果实能力者, 戴上了海楼石手铐, 基本废人一个, 但弗兰奇可不是个好惹的主, 全身上下都由钢铁打造, 斯潘达姆刚才气得不行, 一拳砸在弗兰奇身上, 咚的一声响, 捂着手趴在地上嚎了半天, 直到现在, 手还肿着, 吃了恶魔果实的相剑, 只能换成左手拿着, 把弗兰奇乐坏了, 哈哈, 笑声不绝于耳, 该死, 等陆奇过来以后, 有你们好受的, 斯潘达姆举着手中的相剑怒吼道, 哼, 指不定是谁来呢, 弗兰奇冷笑地望着斯潘达姆道, 要是草帽来了的话, 不可能, 弗兰奇话还没说完, 斯潘达姆就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但脸色的瞬间苍白, 却证明了斯潘达姆口不对心, 不会吧, 一边想, 斯潘达姆一边扭头向身后望去, 额头上的冷汗再次渗出, 顺着火红色的铁皮面具, 啪哒啪哒往下落, 陆奇, 你这家伙, 可别给我掉链子啊, 斯潘达姆擦着额头的冷汗, 在心里默默祈祷, 陆飞, 妮可罗宾这会儿也死死地盯着身后, 希望陆飞的身影能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哪怕是一声呼喊也好, 当然, 罗布这样子, 想并不是希望陆飞来救他, 而是希望陆飞能安然无恙, 毕竟罗布鲁奇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要是陆飞被打败的话, 想到这, 罗宾想死的心都有了, 而就在这时, 大地突然震动起来, 哗啦啦的一声响, 四周的墙壁陡然裂开无数细纹, 灰尘扑速速地往下落, 四潘达姆刚好吃进去了一口, 嗨嗨呸呸呸, 四潘达姆一边咳嗽一边往地上吐口水, 哈哈, 弗兰奇再次开心地笑了起来, 唯有罗宾脸色一白, 司法岛可是海世界政府三大建筑之一, 与海军本部圣地马林泛多和深海大监狱推进成齐名, 向来风调雨顺, 绝不可能发生海战, 毋庸置疑, 墙壁的军列, 大地的颤抖一定来自于战斗, 陆飞和罗布鲁奇那家伙一定打起来了, 而且看着架势过程一定激烈, 别输呀陆飞, 罗宾紧张地手心发汗, 死死咬着下嘴唇, 斯潘达姆这会儿也反应了过来, 望了一眼身后, 斯潘达姆的心里七上八下, 毕竟陆奇要真的输了, 他也完了, 草帽小子那家伙一个人就能打他一百个, 该死, 赶紧给我走, 想到这, 斯潘达姆一把拽住罗宾的长发, 直接向前拖去, 啊, 罗宾吃痛不已, 混蛋, 放开他, 身为罗宾的官方CP, 弗兰奇看到这姿势不能无动于衷, 脚步飞快上前, 钢铁座的身躯狠狠撞在斯潘达姆的身上, 扑通一声响, 斯潘达姆直接被弗兰奇撞倒在地, 摔了个经典的狗吃屎, 大门牙都磕到了两颗, 怎一个惨子了得, 啊, 斯潘达姆发出一声惨叫, 捂着流血不止的嘴巴, 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你这混蛋,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们, 斯潘达姆搜的一声站起身子, 用力挥舞手中的相剑, 猫的一声响, 相剑的剑锋陡然变成一只大象, 甩着长长的鼻子向弗兰奇冲去, 弗兰奇, 看到这, 罗宾脸色一白, 立马发出揪心的呼喊, 该死, 弗兰奇双手被手铐死死烤住, 再加上体内没有渴乐, 根本进行不了反击,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变成大象的相剑, 对自己冲来, 但就在这时, 只听着嗖的一声响, 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在弗兰奇的面前, 正是麦岸, 冷冷的眼神, 像变成大象的相剑扫去, 只听着猫的一声响, 本来一脸猙獰的大象, 立马变得满脸惊恐, 直接往回窜去, 这一刻, 相剑从面前这个人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就连罗布鲁奇那样的家伙, 都完全比不过的恐惧, 唰的一声响, 变成大象的相剑, 每一等斯潘达姆的命令, 就重新变回剑锋, 十分的实时悟, 毕竟动物都对危险, 有天生的感知力, 喂, 你干什么, 看到相剑突然变回了剑锋, 斯潘达姆一脸猛逼, 但当他抬头向对面的弗兰奇望去时, 满脸的猛逼, 立马化为了满满的惊喜, 麦恩, 看到麦恩出现在面前, 斯潘达姆就跟见到亲爹一样, 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就朝着麦恩冲去, 我的指挥官, 你怎么才来啊, 斯潘达姆张开双臂, 想给麦恩一个大大的拥抱, 但眼前却有一只拳头在飞速放大, 砰的一声响, 麦恩的拳头直直地砸在斯潘达姆的脸上, 赤红色的面具光当一声直接落地, 露出斯潘达姆那不忍直视的另半张脸, 扑通, 斯潘达姆直直倒在地上, 翻着白眼, 口吐白沫, 彻底昏死过去, 总算安静了, 麦恩伸出手扣了扣耳朵, 缓缓转过身子, 望着面前那张不敢置信的绝美容颜, 微微一笑道, 我们又见面了, 妮可罗宾, 第六十八章, 嗯, 你们认识吗, 听到麦恩的话, 弗兰奇满脸惊奇, 当然, 麦恩毫不犹豫地一点头, 哦, 原来如此, 弗兰奇恍然大悟, 他本来还在纳闷, 麦恩身为海军, 但麻药一拳, 掏云斯潘达姆, 感情这家伙, 是妮可罗宾的朋友, 真是谢谢你了兄弟, 要不是你挺身而出, 我刚才说不定就被那大将弄死了, 弗兰奇哈哈一笑, 对于麦恩的好感蹭蹭, 往上涨, 可弗兰奇并没有看到, 他身后的妮可罗宾, 面色早已苍白不已, 眼中的瞳孔都在颤抖, 快跑, 罗宾开口对弗兰奇说道, 声音充满了不安, 快跑, 别回头望去, 一脸纳闷地望着妮可罗宾, 但就在这时, 一只手猛然抓住弗兰奇的后颈, 你, 弗兰奇话未说完, 后颈上的那只手, 就传来一股剧力, 根本不容弗兰奇, 有丝毫反抗, 就带着他整个人向地面上狠狠砸去, 光当一声巨响, 麦恩抓着弗兰奇的后颈, 往地上死命拍去, 力量之大, 使得肘肘之桥的地面都被震碎, 弗兰奇钢铁座的脸庞也瞬间被拍扁, 饶势不死也彻底失去了知觉, 一拳一拍, 只瞬间, 斯潘达姆和弗兰奇两人便彻底昏死过去, 终于, 这里只剩下麦恩和妮可罗宾两人, 弗兰奇, 望着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弗兰奇, 妮可罗宾立马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心疼了, 麦恩恶去胃一笑道, 你到底想怎么样? 罗宾缓缓抬起头, 一张美若天仙的俏脸, 早已布满了绝望, 你说呢? 麦恩蹲下身子, 右手猛然上前, 一把抓住妮可罗宾的脸蛋, 缓缓用力, 告诉我,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的? 麦恩抬起空闲的左手, 将黑色悬涡花纹展现在妮可罗宾的眼前, 哼, 你果然是吸收果实能力者, 看到这, 罗宾快被捏成方形的俏脸上, 立马闪过一抹恍然, 他本来还不确定, 现在却是毋庸置疑了, 只不过, 罗宾没有想到, 麦恩竟然如此疯狂, 为了杀他灭口, 连司法岛的司令官斯潘达姆都不放在眼里, 但他哪里知道, 麦恩的疯狂远超他的想象, 关于吸收果实, 你还知道些什么? 通通告诉我, 麦恩冷冷地望着面前的女人, 心中激动不已, 妮可罗宾竟然能通过他手掌中的黑色漩涡花纹, 猜到他是吸收果实能力者, 可想而知对于吸收果实, 妮可罗宾一定大有研究, 奥哈拉可是著名的考古学圣地, 全知之术又藏有这个世界所有学者们的重要文献, 斯潘达姆那个窝囊废都能知道吸收果实的存在, 恶魔之子妮可罗宾一定知道更多, 我的确是知道一些吸收果实的事情, 但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呢? 麦恩, 尼哥, 罗宾恶狠狠地盯着麦恩, 麦恩不傻, 他也不笨, 麦恩连斯潘达姆都敢打晕, 杀他的意思已经极其明显, 横竖都是一死, 罗宾弹弹麻药那么好心, 可就在这时, 令妮可罗宾不敢置信的一幕出现了, 空气之门, 麦恩大手一挥, 一扇透明光门立马浮现而出, 咔嚓一声响, 大门缓缓打开, 卤出昏死在地的草帽一伙, 没办法, 对于像妮可罗宾这样, 脑子既聪明又不怕死的女人而言, 想要撬开她的嘴可着实不易, 但现在, 妮可罗宾可失去了骄傲的资本, 路飞, 看到空气之门里的路飞等人, 罗宾眼中的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状, 混蛋,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罗宾冲麦恩咆哮道, 好看的容颜都变得猙獰起来, 浑身气得直颤, 冷静点, 他们又没死, 不过机会只有一次, 告诉我, 你还知道些什么? 麦恩死死地盯着妮可罗宾道, 妮可罗宾不甘心地闭上了双眼, 事已至此, 他已经失去了闭嘴的资本, 看到这, 麦恩的嘴角立马掀起一抹得意的微笑, 不过下一秒, 灵球鲜花, 妮可罗宾的一句话, 瞬间就使得麦恩的脸色变得苍白不已, 吸收果实是有缺点的, 妮可罗宾面无表情道, 缺点? 麦恩眉头紧皱, 捏着妮可罗宾翘俏脸的大手, 也不自觉用上了些许力量, 本来好好的一张脸, 麦恩快速问道, 语气中满是不安, 吸吸收果实虽然可以吸取别人的力量, 让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就获得强大的实力, 可人的身体终归有限, 贪婪不尽地吸收下去, 终有一天会让你的身体坚持不住爆炸开来, 罗宾缓缓说道, 这么说, 我需要将自己的身体开发到极限, 零? 麦恩猜测道, 罗宾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即便你将身体开发到极限, 终有一天还是会坚持不住的, 你现在感觉吸收果实的能力很好, 可你终究无法通过吸取别人的力量, 成为真正的强者, 像亲至那样的怪物, 你永远都打不过他, 麦恩文言一愣, 不敢置信地望着妮可罗宾道, 也就是说, 吸收果实的能力有上限, 不错, 罗宾毫不犹豫地一点头, 不, 不可能, 你一定在骗我, 麦恩疯狂地摇了摇头, 不愿意相信罗宾口中的事实, 毕竟那样一来, 麦恩的梦想就碎了, 他可是要闻名于天下的男人, 如果连亲至那样的人都打不败的话, 麦恩怎么可能让他的名字, 变得比戈尔蒂罗杰都响亮, 这一刻, 麦恩感觉大脑一片空白, 一颗心碎了半边, 整个人生无可恋, 连捏着妮可罗宾翘脸的大手, 都放了开来, 看到这, 罗宾的眼中当即掠过一抹金光, 他本来是不想说的, 渴望着空气之门中的陆飞等人, 他只能下定决心, 别灰心, 你还有一个机会, 将吸收果实的上线消除的机会, 麦恩灰心丧气的期间, 罗宾的声音淡淡响起, 宛如一道璀璨的阳光, 照亮麦恩这一刻黑暗的未来, 以第69章, 说实话, 自从见到妮可罗宾以后, 麦恩还是第一次发现, 这女人竟是那样的美丽, 什么机会, 麦恩死死地抓着罗宾的肩膀, 在此之前, 我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罗宾开口道, 说, 麦恩直接吐出一个字, 放了我们, 妮可罗宾的条件简单明了, 麦恩听到这却眉头紧皱, 草帽小子等人, 我可以放过, 但你不行, 不需要过多的思考, 麦恩就果断地摇了摇头, 妮可罗宾掌握着他的秘密, 让他活着, 就相当于在身边放个定时炸弹, 使不定什么时候崩麦恩一脸, 那你怎么保证, 你不会出而反而, 妮可罗宾好看的毛子眨呀眨, 仿佛要通过麦恩的双眼, 看透他的内心, 我死了之后, 你要是把露菲他们杀了的话, 妮可罗宾话没说完, 但意思已经不言而喻, 果然, 这个女人真的很讨厌, 因为刚才的那句话麦恩, 本来还对妮可罗宾抱有好感, 零九现在, 确实认清了现实, 好, 我可以放过你, 但你怎么向我保证, 你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万一, 你随便胡周一个, 我岂不是亏大发了, 麦恩反问道, 你可以带我走, 如果你发现我说谎骗你, 随时可以杀了我, 罗宾淡淡道, 嗯, 麦恩摸着下巴, 细细琢磨了一阵, 眼睛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女人, 从妮可罗宾的脸上, 发现不了一丝一毫的慌乱后, 麦恩静止一点头, 一言为定, 说吧, 怎么样才能消除吸收果实的上限, 呼, 妮可罗宾如释重负地吐出了一口气, 对麦恩再度道, 你既然能使出空气之门, 应该吸收了布鲁诺的门门果实对吧, 嗯, 麦恩点了点头, 既如此, 想要消除吸收果实的上限, 你必须要用吸收果实的能力, 吸取另一颗恶魔果实, 而这颗恶魔果实, 将抵消吸收果实的副作用, 两两中和, 吸收果实的上限, 就能被消除, 罗宾缓缓缓对麦恩说道, 那颗恶魔果实是什么, 麦恩的眼中一片坚定, 这一刻, 他已下定决心, 不管那颗恶魔果实是什么, 在哪里, 麦恩都会想尽办法得到, 也就在这时, 妮可罗宾的声音再度响起, 听到这句话后, 麦恩的表情立马变得丰富起来, 暗暗果实, 只有吸取暗暗果实, 才能消除吸收果实的上限, 如此, 不管你今后想要吸取多少人的力量, 身体都不会坚持不住, 罗宾缓缓缓说道, 一边说, 一边咬着下嘴唇, 整个人显得很不安, 毕竟罗宾清楚, 这句话的分量, 身为一名学者, 奥哈拉硕果仅存的孩子, 他本不该将这个秘密告诉麦恩, 因为麦恩如果真的用吸收果实, 吸取暗果实的话, 后果根本不敢想象, 到了那时, 全天下都不会再有人是麦恩的对手, 唯一庆幸的是, 暗果实没那么容易找到, 想到这, 罗宾心中的不安才削减了些许, 可当他抬头向麦恩望去时, 他眼中的瞳孔却骤然缩成了针尖状, 暗果实是吗? 麦恩喃喃着, 嘴角已经忍不住掀起一抹笑容, 眼中金光暴闪, 满面欣喜不已, 哈哈哈哈, 癫狂的笑声响彻整座愁躇之桥, 这一刻的麦恩跟疯子无异, 毕竟旁人不知道, 暗暗果实在哪里还说得过去, 麦恩不知道, 那就不像话了, 身为一名光荣的穿越者, 前世还是海贼迷的麦恩, 做梦都能说出, 暗暗果实在哪里, 马歇尔弟弟齐, 别名黑胡子, 原白胡子海贼团团员, 杀害四番队队长萨奇以后叛逃, 在巴罗拿岛跟艾斯大战以后, 成功打败艾斯, 借机成为王下七五海, 为后来的顶上战争埋下伏笔, 可以说, 黑胡子就是海贼王世界中最大的嚼势棍, 不过黑胡子之所以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暗暗果实, 被誉为史上最强自然系, 最为凶险的恶魔果实, 食用之后, 身体会变化成黑暗, 拥有黑洞般的引力, 可以将一切与黑暗接触的事物吸入, 压缩以及粉碎, 以及吸引恶魔果实能力者, 使其能力失效, 这样想来, 吸收果实和暗暗果实, 的确是天作之合, 吸收果实, 可以源源不断地吸收别人的力量, 暗暗果实, 则可以将人的身体, 化为黑暗, 吞噬一切, 和吸收一切, 这样两颗果实, 若是放在一个人的身上, 无论怎么想, 都根本打不败啊, 不过麦恩此刻之所以如此高兴, 并非为此, 毕竟现如今, 黑胡子已经使用了暗暗果实, 成为了暗暗果实能力者, 加上他本身就不俗的体术, 实力堪称可怕, 而麦恩如果想要吸收暗暗果实, 就必须打败黑胡子, 将暗暗果实从他的体内夺过来, 可在黑胡子强大的实力下, 麦恩想要打败他, 谈何容易, 但是, 麦恩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原著中, 黑胡子那一伙人, 可是去过深海大监狱推进城, 被推进城署长, 一招秒杀, 若不是与之溪流这个叛徒, 后来拿着解药过来, 黑胡子一伙, 全都要团灭在推进城之内, 有机可衬哪, 呼, 麦恩缓缓吐出一口气, 满脸的轻松随意, 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后, 他大手一挥, 空气之门, 咔嚓一声响, 透明光门再次出现, 麦恩迈步走近, 将王露飞等人全部拖拽出来, 然后转过身子, 伸手对面前的妮可罗宾, 做出一个请的姿势, 看到这, 罗宾也没说什么, 毕竟都跟麦恩约定好了, 最后看了一眼地上的伙伴们, 罗宾便走进空气之门中, 只不过, 罗宾前脚刚刚迈进去, 一股血腥味便扑面袭来, 扑通, 罗宾顺着血腥味望去, 整个人瞬间吓得花蓉失色, 双脚当即一软, 狠狠摔在地上, 只因在他的面前, 乃是一地的人干, 罗宾拼尽全力, 才认出这些人干是CP9那伙人, 卡库, 加布拉, 卡利法, 狮子威曲, 鹦鹉猫头鹰, 旁边还躺着一个人, 正是罗布鲁奇, 只不过现在的罗布鲁奇, 与其说是个人, 不如说是一滩肉, 毕竟他全身的骨骼, 都被麦恩一招六十奥义, 六王枪打得粉碎, 看到这, 妮可罗宾的心中, 突然涌现出一股悔恨, 觉得自己不该把吸收果实的秘密, 告诉给麦恩, 毕竟站在他面前的麦恩, 妮可, 手段残忍的, 根本不像是个人, 第七十章, 哦, 隆重的血腥味扑面袭来, 妮可罗宾的胃里翻江倒海, 连连干呕, 看到这, 麦恩的嘴角掀起一抹冷笑, 缓缓走到罗布鲁奇的身边, 蹲下身子将手放在罗布鲁奇的身上, 咻, 掌中的黑色漩涡花纹疯狂转动, 伴随着一股诡异的黑光和强大的吸力, 罗布鲁奇的身子缓缓干扁, 哦, 罗布本就恶心得不行, 看到这再也忍受不住, 吐出一堆马赛克, 嘻嘻, 麦恩饶有兴趣地望着妮可罗宾, 心中的跨意到达顶点, 在这期间, 罗布鲁奇的力量源源不断地灌注到麦恩体内, 加上麦恩原有的一万六千多道理, 麦恩的道理值瞬间突破两万, 感受着手中沉甸甸的重量, 罗布鲁奇的猫猫果实暴形态不出意料地出现在麦恩手中, 咻, 麦恩将手中的恶魔果实扔到妮可罗宾的面前, 嗯, 罗宾一脸迷茫, 不明白, 麦恩这是什么意思,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的私人女仆, 麦恩的声音淡淡响起, 负责帮我看管这里面的所有东西, 既然决定跟我走, 你总不能什么事都不做, 女仆, 罗宾文言一愣, 回过神后, 银牙立马惊要, 好看的翘脸, 仗得通红, 混蛋,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女仆啊, 麦恩瘫了贪手, 一脸欠揍的样子, 你, 罗宾气得浑身直颤, 大大的眼睛瞪着麦恩, 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出来, 麦恩却根本不搭理他, 信部走出空气之门, 大手一挥, 光当一声响, 大门瞬间紧闭, 喂, 你好歹把手铐给我打开啊, 大门关闭的一瞬间, 里面传来尼可罗宾愤怒的叫唤, 麦恩恍若未闻, 望着地上躺着的草帽一伙, 弗兰奇和斯潘达姆, 麦恩先是一脚踹在斯潘达姆的胸口上, 咔嚓一声响, 斯潘达姆的胸骨明显地凹陷下去, 身子明显一颤, 肥厚的嘴唇流出一大串鲜血, 斯潘达姆彻底死去, 没办法, 麦恩刚才可是结结实实给斯潘达姆来了一拳, 等他醒来不找麦恩的事都怪了, 当然, 麦恩之所以杀斯潘达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黄金电话虫, 蹲下身子在斯潘达姆的身上摸了半天, 麦恩才从斯潘达姆右侧的口袋里, 找到那只可以发动图抹令的黄金电话虫, 援助中, 就是斯潘达姆这个蠢货误打误撞地按下了黄金电话虫的启动键, 发动了图抹令, 导致偌大的斯法岛被图抹令毁于一旦, 还连累斯法岛上不少海军士兵死亡, 麦恩不是善人, 可他毕竟在斯法岛上当了两年的海军士兵, 这期间在海军里, 麦恩还是认识了一些朋友, 基于此, 斯潘达姆就必须要死, 毕竟以斯潘达姆的为人, 典型的得不到就要毁掉, 杀了他, 保证图抹令不被发动, 也算是麦恩作为朋友进的最后一点情谊, 将黄金电话虫小心翼翼的贴身藏好, 麦恩走到弗兰奇身边, 这一刻, 麦恩突然有种前世打游戏摸尸的感觉, 毕竟弗兰奇的身上也有好东西, 正是古代兵器冥王的设计图, 原著中, 设计图虽然被弗兰奇毁掉, 但那是在草帽一伙来到法院前广场对CP9等人宣战之后, 现在这个海贼王的世界里, 由于麦恩先前的急于动手, 导致弗兰奇根本就没机会毁掉设计图, 如今反倒全便宜给了麦恩, 手握古代兵器冥王的设计图, 空气之门的世界里, 还关押着妮可罗宾, 等有朝一日撬开妮可罗宾的嘴, 问出古代兵器冥王的藏身地以后, 势必会成为麦恩手中的一大杀器, 当然, 妮可罗宾如果真的打死也不说的话, 也没关系, 古代兵器冥王并不是麦恩的第一选择, 杀死黑胡子夺得暗暗果实才是麦恩的目标, 不过聊胜于无, 冥王的设计图就在眼前, 麦恩没理由不要, 从弗兰奇的身上搜出冥王的设计图后, 麦恩一并放在口袋里, 转身望着眼前的草帽一伙, 麦恩面露犹豫, 但一想到妮可罗宾终归还是帮了他以后, 麦恩还是伸出手放在王陆飞的身上, 手中的黑色漩涡花纹疯狂转动, 但诡异的黑光和强大的吸附力却没有出现, 也就在这时, 本来重伤不已的草帽小子, 身上的伤痕奇迹般地愈合起来, 肩膀上先前被麦恩用纸枪戳出的血洞也飞速愈合, 没错, 这一刻的麦恩正在利用吸收果实的能力, 吸取王陆飞的伤势, 使用吸收果实的能力, 吸收那么多人以后, 麦恩发现了一点不同, 他掌中的黑色漩涡花纹如果是反转, 便会产生出黑色光芒和强大的吸附力, 将面前的人吸成人干, 可如果是正转的话, 怎能吸收别人的伤势, 使人奇迹般地完好如初, 望着王陆飞逐渐红润的脸色, 麦恩撤下放在王陆飞身上的手, 化为一道人影闪电般地向正义之门急驰而去, 与此同时, 王陆飞缓缓睁开了双眼, 望着面前的一切, 他一脸猛逼, 锁龙, 山智, 看到锁龙等人昏死在地上, 陆飞赶忙上前, 趴在胸口听到他们还有心脏声之后, 陆飞立马如释重负地吐出了一口气, 但就在这时, 司法岛的警报声突然大作,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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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着响彻天地的警报声, 无数脚步声传来, 啪啪啪, 王陆飞扭头望去, 前了的, 只见数百个海军士兵疯狂地向这里冲来, 该死, 看到这, 即便王陆飞再傻也明白就罗兵是不可能办到的一件事, 伸长胳膊将面前的伙伴和不远处的弗兰器卷起来, 陆飞快步向后跑去, 而这时, 麦恩正站在数百士兵的身后, 一脸大意凛然道, 上, 给我上, 抓住草帽小子, 给司令官大人报仇, 为死去的CP9成员们报仇, 正义永不磨面, 啊, 那, 经过麦恩的一番训化, 数百海军士兵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疯狂地向王陆飞追去, 毕竟草帽小子实在是太过分了, 就出了尼可罗宾和弗兰奇以后, 还将CP9全体成员和斯潘达姆司令官大人杀死, 要不是麦恩指挥官大人跑得快, 司法岛全体高层险些被王陆飞团灭啊, 第71章, 伟大航路, 司法岛, 前岛正门处, 麦恩身穿一身标准的海军礼服, 披着宽大的正义披风, 嘴里叼着一根牙签, 饶有兴趣地望着手中的报纸, 黑白版的报纸上印着一张悬赏令, 正是微笑招手的草帽小子, 蒙奇地露飞, 悬赏令下面赫然是一串零, 最前面标注着一个大大的三, 报纸的头版头条也用三个大大的惊叹号注视着, 三亿被利大海贼诞生, 来自东海的草帽小子, 啊, 真是厉害呢, 麦恩放下手中的报纸, 由衷地发出一声感叹, 距离司法岛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天, 草帽小子蒙奇地露飞的大名, 已经彻底响彻在这片大海上, CP9全员静灭, 司令官斯潘达姆身死, 恶魔之子尼克罗宾和弗兰奇被救走, 草帽海贼团大获全胜, 一则则今天的消息, 宛如狂风在这片大海上肆虐, 让每一个听到这些消息的人都胆战心惊不已, 海军本部和世界政府尤为震怒, 草帽小子的赏金瞬间飙升到三亿倍率, 在伟大航路彻底声明确起, 虽然, 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 不过罪魁祸首麦恩, 尼格对此自是乐见其成, 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 三天前在愁出之桥, 麦恩为什么要吸收王露飞的伤势, 其目的, 就是为了让王露飞有那个力气, 带着索隆等人逃走啊, 毕竟只有王露飞逃走, 麦恩才能顺理成章地把所有的事情都赖在他身上, 这样想来, 一开始不弄死王露飞果然是无比正确的决定, 望着面前蔚蓝无际的大海, 麦恩的嘴角当即勾起一抹自得的微笑, 司令官大人, 正当麦恩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唤, 正是小户, 说来这家伙也真是命大, 司法之塔被王露飞轰摊那会儿, 小户正在斯潘达姆的办公室里面打扫卫生, 结果面对坍塌的司法之塔, 护卫官不仅没死, 整个人也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看在好歹是自己第一个狗腿子的份上, 麦恩果断把他提拔起来, 身为司法岛的临时司令官, 麦恩手底下必须要有一个可用的人, 说起临时司令官, 麦恩也真的是不好意思, 没办法, 明心所向, 司潘达姆死后, 司法岛群龙无主, 结果所有海军士兵愣是让麦恩暂时接任司令官一职, 麦恩再三推托也不行, 所有海军士兵死活都要他当这个司令官, 无奈之下, 麦恩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 说, 听到小护的呼唤, 麦恩头都不回, 静止一摆手, 大人, 上头刚刚打来电话, 说库赞大将即将到达司法岛, 让我们赶紧做好迎接的准备, 说到这, 护卫官扭头望了望四周, 确定附近没有人之后, 他弯下身子, 小声地对着麦恩的耳朵道, 大人, 你可要小心啊, 小心? 麦恩眉毛一抬, 扭头望着满脸紧张的小护道, 什么意思? 哎呀, 大人您还是年轻啊, 护卫官小心翼翼道, 您就不想想, 库赞大将位列三大将之一, 无缘无故来我们司法岛干嘛, 这次前来, 一定是为三天前的司法岛事件, 问罪于您的, 问罪于我, 麦恩瞳孔一缩, 面上强制镇定, 心里却陡然一沉, 司法岛事件是草帽小子一手搞出来的事, 斯潘达姆司令官, CP9全体成员都是那家伙杀的, 尼可罗宾和弗兰奇, 也是那家伙抢走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麦恩一字一顿道, 语气略显不安, 这个小人知道, 小狐缩了缩脑袋, 对于麦恩略显激动的语气, 有点害怕, 草帽小子, 当然是罪无可赦, 可这件事, 世界政府和海军本部, 还是需要有一个人负责的, 您现在是司法岛的临时司令官, 库赞大将真要找人问责的话, 护卫官话没有说完, 意思却以不言而喻, 小心翼翼地看了麦恩一眼, 小狐整个人都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 生怕麦恩听到这句话后, 会把怒火发泄到他身上, 可让护卫官没有想到的是, 这时的麦恩反倒松了一口气, 哦, 原来你是在说这个啊, 麦恩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我就说嘛, 计划天衣无缝, 怎么可能被人发现, 伸出手拍了拍小狐的肩膀, 麦恩重拾微笑道, 放心吧, 库赞大将那边我早就做好了准备, 这件事砸不到我头上, 准备, 护卫官文言一愣, 虽然心里面很是好奇, 但却没有问出口, 身为一个合格的狗腿子, 一定要有良好的自我之名, 上面人的心思, 你别猜, 猜来猜去也不明白, 看到这, 麦恩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也是他为什么要提拔小狐的原因所在, 用着顺手, 正这时, 远处传来嘟嘟的气笛声, 麦恩扭头望去, 果不其然, 一艘巨大的军舰, 缓缓在海面上出现, 挂着白色的海军旗帜, 向司法岛飞快开来, 军舰的甲板上, 站着一个瘦虚的身影, 个头很高, 大约一米九左右, 身穿一身白色西装背心, 与深蓝色衬衫, 隔前戴着一个绿色的眼罩, 满脸无精打采, 一副想要睡觉的样子, 正是海军本部三大将之一, 库赞, 别名轻致, 故动, 艰难的咽下一口唾沫, 满头的冷汗, 哗哗直落, 其他海军士兵, 也不知觉地绷紧了身体, 一脸的紧张, 唯独麦恩一脸淡然, 目光平静, 当然, 也就是这次来司法岛的人, 清智, 要是赤犬那家伙的话, 麦恩这会儿早跑了, 毕竟三大将之中, 清智是最讲道理的那一个, 这一点, 从清智二十年前, 私放妮可罗宾, 和先前对王露飞手下留情就能看出, 也因此, 麦恩整个人不仅不害怕, 反而还很激动, 因为只有清智, 才能帮麦恩完成他的计划, 第七十二章, 呼啦啦, 冒着滚滚的浓烟, 巨大的军舰终于到达司法岛, 咣当一声响, 跳板展开搭在岸边, 哈, 清智捂着嘴巴, 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一副严重缺叫的样子, 顺着跳板走下, 清智的眼睛根本不看下面的麦恩, 但麦恩却不敢大意, 大手一抬, 身后的小护立马浑身一震, 大吼道, 敬礼, 刷, 一群海军士兵飞快抬起手, 对面前的轻致, 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士兵礼, 所有人的面色都是一片严肃, 挺胸抬头, 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 麦恩当然也不例外, 在司法岛当了两年海军士兵, 敬礼力证这些必备的姿势, 麦恩经过专业的训练, 展现出来一点都不弱于其他人, 再配上麦恩那帅气的脸庞和得体的海军礼服, 无论任谁看, 此刻的麦恩都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海军, 身后的正义披风随风飘扬, 颇有少帅风范, 也就在这时, 轻致终于走到了麦恩的面前, 哈, 再次捂着嘴巴打了一个哈欠, 轻致淡淡地扫了麦恩一眼, 你就是麦恩, 尼格, 是的大人, 麦恩快速回答道, 自证枪圆, 吐字清晰, 说话时一直目视前方, 镜里的手也没放下, 倒不是麦恩不想放, 而是不能放, 轻致身为大将, 军衔远远在麦恩之上, 海军内部等级严格, 规矩是死的人也是死的, 面对长官的问话, 回答必须要简洁明了, 不能只是长官, 不让你少席就必须要保持立正, 除非长官允许, 镜里的手绝不能放下, 不过麦恩之所以如此, 也并不完全是恪守海军的规矩, 更重要的是, 麦恩想以此获得清智的好感, 三大将之中, 黄元最为懒散, 赤犬最为死板, 唯有清智最讲道理, 而且极为礼貌, 而一个极为礼貌之人, 说什么都不会讨厌一个, 恪守规矩的海军士兵, 物以类聚吗? 有意思, 果不其然, 看到这样的麦恩, 清智的嘴角, 立马掀起一抹微笑, 跟我来吧, 拍了拍麦恩的肩膀, 清智单手提着正义披风向后走去, 是, 麦恩浑身一震, 转身跟在清智的身后, 小虎见状赶忙带着一群海军士兵紧随着, 一群人就这样慢悠悠地向前走去, 没办法, 清智走路本来就慢, 麦恩身为下属, 自是不能走到清智前面, 只能慢悠悠地跟着, 小虎和其他海军士兵亦是如此, 由于清智的率领, 所有人的速度完全拉胯, 不知道的, 还以为麦恩等人是来司法岛观光的呢? 虽然事实的确如此, 哈啦啦啦, 还真是过分啊, 一路走来, 竟是断壁残垣, 法院前广场, 只剩一半, 司法之塔完全倒塌, 看得清智苦恼不已, 早知如此, 他先前就不放过草帽一伙了, 但就在这时, 清智的眉头突然一皱, 眯着眼盯着不远处, 只剩一半的法院前广场, 清智的心里, 暗呼奇怪, 看到这, 麦恩的心里陡然一沉, 眸光开始闪烁不定, 麦恩, 尼哥, 清智偏过头, 指着法院前的广场, 冲着麦恩问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大人, 您的意思我有些不懂, 麦恩上前一步, 顺着清智的手指, 盯着不远处的法院前广场, 恰当好处的皱眉道, 这有什么问题吗? 蓝角, 清智一边说, 一边用眼睛死死地盯着麦恩, 那片广场, 应该是被海军六十中的蓝角, 一分为二的吧? 是的大人, 麦恩毫不犹豫的一点头, 该装傻时要装傻, 不该装傻时, 千万不能, 清智既然已经看出, 麦恩要是说不知道, 那就是引火烧身, 看到麦恩毫不犹豫的一点头, 清智眼中的一律顿销, 他本来准备麦恩, 要是敢说不知道请客间, 就将其拿下的, 说起来, 自从得知司法岛事件以后, 清智就一直觉得不对劲, 关于草帽小子蒙奇地露飞的为人, 清智虽然不怎么清楚, 但无论如何, 也不像是个把事做绝的人, 既然就走了尼可罗宾和弗兰奇, 草帽小子没有理由对CP9全员和斯潘达姆痛下杀手, 毕竟这么一来, 这件事就真的大条了, 灵球鲜花, 这三天, 世界政府那边已经吵翻了天, 战国元帅气得够呛, 赤犬已经把草帽海贼团定为是要清除的目标, 就连一向不爱管事的黄元, 对这件事都有些在意, 卡普那老头子就更别提了, 鲜辈都不吃了, 整个人都变得抑郁了, 想来也是, 自家孙子成了杀人狂魔, 哪个也能受得了, 基于此, 清智才决定亲自前来司法岛, 显然, 麦恩, 尼格是清智眼中的第一嫌疑人, 因为司法岛事件的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 草帽小子杀害斯潘达姆和CP9全员时, 只有麦恩, 尼格一个人看见, 其他海军士兵都是之后听麦恩所说, 才认定草帽小子是凶手, 零, 可关键是, 麦恩的表现着实天衣无缝, 无论清智怎么打量都没从麦恩的脸上发现一点不对劲, 一副深正不怕影子鞋的样子, 奇怪, 清智摇了摇头, 继续向前走去, 麦恩再次跟在清智的身后, 不发一言, 但就在这时, 清智突然转过身子, 望着面前的麦恩, 大手用力一挥, ice ball, 冰球, 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清智的大手立马凝结成冰, 四周的温度陡然直降, 嗖嗖嗖嗖嗖嗖五声响, 五道冰柱从清智的掌心深处飞快窜出, 闪电般向面前的麦恩刺去, 彻骨的寒风迎面扑来, 麦恩的身子都忍不住一颤, 望着向自己刺来的五道冰柱, 麦恩眼中的瞳孔骤然缩成真肩状, 身子却不闪也不必, 只是一脸不敢置信地望着面前的清智, 一副您怎么能这样对我的样子, 看到这清智的心脏猛然一颤, 赶忙撤回大手, 咔的一声响, 向麦恩刺去的五道冰柱立马停下, 距离麦恩的脸庞不到半寸, 为什么不躲, 轻智冷冷地望着麦恩道, 明明会海军六世, 为什么要躲呢, 麦恩不打反问, 一脸猛逼, 也是, 麦恩什么都没干, 他干嘛要躲呢, PS, 现在是凌晨1点25, 说了通宵马字就不能含糊, 求订阅, 以, 第73章, 啊, 望着麦恩一脸的猛逼, 轻智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真真是无话可说, 道德此刻, 轻智如果在怀疑麦恩有问题, 就连他自己的良心都过意不去了, 他之所以突然对麦恩出手, 就是想试探试探麦恩的心理到底有没有鬼, 如果有鬼, 麦恩一定会在心中对他有所防范, 轻智突然出手, 麦恩一定能躲避开来, 如果没有躲避, 就证明麦恩的确是深正不怕影子嫌, 面对他的突然出手, 自是会躲避不及, 显然, 麦恩的表现出乎了轻智的意料, 草帽小子那个浑蛋, 轻智眼角微抖, 这一刻完全认定司法岛事件就是蒙奇地露飞所为, 看到这, 麦恩依旧是一脸猛逼, 心里却是窃喜不已, 道高8201尺魔高一丈, 这一刻, 麦恩预判了轻智的预判, 如果说赤犬的正义是凝错杀一百, 也绝不放过一个, 那么, 轻智的正义则刚好反了过来, 犹如他们的恶魔果实一样, 冰火两冲天, 面对妮可罗宾和王露飞亲智都能手下留情, 怎么可能对身为海军的麦恩真正地痛下杀手, 库赞大人, 你刚才是, 麦恩得了便宜, 还卖乖, 哦, 没什么, 亲智罕见的老脸一红, 不自觉地抬头看天, 不敢与麦恩四目相对, 就是想考验一下你的反应速度, 别在意, 亲智摆了摆手, 哦, 原来如此, 麦恩洋装一脸恍然大悟, 也不追问下去, 彼此见好就收, 给大将留点脸, 看到这, 小户和其余海军士兵立马对麦恩佩服的五体投地, 瞧瞧咱们司令官这气度, 在扭头望着不远处的轻致, 根本不能比啊, 连同小户在内, 司法岛上的海军士兵本来听到酷赞大将要来, 一个个都期待得不行, 毕竟那可是大将啊, 海军政府的顶级战力, 寻常海军士兵哪有机会见到, 可现如今, 小户和其他司法岛上的海军士兵反倒希望亲智赶快走了, 哦, 大将就可以随便对人动手了, 大将就可以随意耍人完了, 我们麦恩司令官招你惹你了, 拿他的生命练手, 这就是海军大将的行事风格吗? 呸, 我, 酷赞, 感受着周围一众海军士兵望着自己异样的眼神, 自知理亏的亲智, 无话可说, 心中却在开始后悔来司法岛的决定, 毕竟这次前来, 调查司法岛事件的真相只是亲智的私心, 还有一件公事要罢, 想起这件公事, 亲智就觉得一阵头疼, 更加难以面对眼前的麦恩, 小户的猜测没有错, 亲智这次前来司法岛, 的确是要从司法岛上选出一个人来承担司法岛事件的全部责任, 毕竟海军本部和世界政府这次可是颜面尽失, 司法岛毁了一大半不说, 掌握古代兵器冥王所在地的妮可罗宾和古代兵器冥王设计图的弗兰奇也被救走, CP9全体成员和司令官斯潘达姆身死, 草帽海贼团反倒全身而退,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耻辱, 海军本部和世界政府不能什么都不做, 尽快抓捕草帽一伙, 是一个解决办法, 推出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也是一个解决办法, 显然, 在这个接骨眼上, 身为临时司令官的麦恩正好撞枪口上了, 唉, 清智悠悠一叹, 望着麦恩的眼神中充满了可惜, 多好的一个年轻才俊, 稍加锻炼, 日后一定是海军的栋梁之才, 现在却要毁在自己人的手里, 就为了那可笑的脸面, 库赞大人, 清智正不知道该怎么跟麦恩说这个残酷的事实, 麦恩这时却上前一步对清智开口道, 我有一个东西要交给你, 东西? 清智文言一愣? 什么? 这个? 麦恩面露难色, 清智立马明白过来, 你们都下去, 挥手将周围的一众海军士兵赤退, 只剩下麦恩和清智两人在此时, 麦恩立马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掏出一张纸递给清智, 看到麦恩掏出一张纸给自己, 清智的脸上瞬间掠过一抹失望, 但当他仔细看去, 眼中的瞳孔立马缩成了针尖状, 这是古代兵器冥王的设计图, 正是库赞大人灵, 麦恩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没等清智开口发问, 就再读到, 草猫一伙恭敬司法岛时, 我生怕这张图丢失, 提前从弗兰奇的身上搜了出来, 干得漂亮, 麦恩, 清智眼睛一亮, 从麦恩的手中, 接过古代兵器冥王的设计图, 藏在怀中, 清智的大手, 郑重地拍了拍麦恩的肩膀, 他本来还在苦恼, 该怎么跟麦恩说上面, 让他当替罪养一事, 现在, 却是如释重负了, 古代兵器冥王, 可是世界政府一直追求的存在, 为此不惜毁灭罗宾的故乡奥哈拉, 不惜制造罪名, 杀死弗兰奇的师父汤姆, 说起来, 世界政府之所以对司法岛事件, 如此愤怒的原因, 也并非是草猫一伙, 杀死CP9全员和斯潘达姆, 救走妮可罗宾和弗兰奇, 才是真正的心头恨, 但现在, 由于麦恩的心思缜密, 古代兵器冥王的设计图, 失而复得, 这可是大功一件, 而身为功臣, 麦恩自是不需要当替罪羊, 望着面前的麦恩, 清智这会儿, 是越看越满意, 果断抛出橄榄枝, 麦恩, 尼格, 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做事? 来了, 麦恩心里一动, 面上却是一脸的不敢置信, 可以吗? 当然, 清智不假思索的一点头, 多谢库赞大人, 麦恩满面感激, 赶忙对面前的清智鞠了一躬, 弯腰的一瞬间, 麦恩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得意的微笑, 应该的, 清智耸了耸肩膀, 对了库赞大人, 还有这个东西, 要交给你, 麦恩从口袋中, 掏出黄金电话虫递给清智, 清智连看都不看, 大手一拍麦恩的肩膀, 就静止向前走去, 给你了, 多谢库赞大人, 望着清智的背影, 麦恩的嘴角已经难以自知, 几乎裂到耳根措, 在旁人看来, 麦恩这是在位获得了清智的青睐, 而高兴不已, 但只有麦恩自己知道, 他离推进城又进了一步, PS, 凌晨三点还在马自, 血压都熬上来了, 以生命求订阅, 第74章, 推进城, 世界第一监狱, 位于伟大航路前半段的无风带, 由于求进的都是一些重犯, 守卫异常严密, 监狱内强者众多, 卫异常麦哲伦拥有大将实力, 监狱外的海底, 有大量的大型海王类, 依儿有铜墙铁壁之称, 麦恩如果想只身混入推进城, 难度堪比登天, 援助中, 曹茂小子蒙奇蒂露飞为了营救艾斯, 躲藏在海贼女帝汉库克的袍子下, 才得以进入, 麦恩自认没有王露飞那个福气, 他想要混入推进城, 就只有一个办法, 光明正大的走进去, 清智无疑拥有那个权力, 麦哲伦在牛逼也只是个署长, 大将的话他敢不听, 当然, 现在自视还需要等待, 黑胡子还没到推进城收小弟, 麦恩的当务之急是跟清智搞好关系, 获得他的完全信任, 等时机成熟再提出去推进城任职的想法, 麦恩如果没记错的话, 推进城看守长的位置可还空着, 原看守长宇智西流这会儿, 应该已经因为试杀犯人被判了死缓09, 关在深海大监狱第六层, 倒是给想要进入推进城的麦恩一个空子可钻, 正这样想着, 麦恩的身后慢悠悠地响起哈欠声, 哈, 清智捂着嘴巴一脸眷容, 赶忙对麦恩摆了摆手, 走吧, 跟我去马林泛多, 是, 麦恩浑身一震, 对清智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里, 什么, 马林泛多, 小胡和其余海军士兵听到这, 全都是一脸震惊, 先前他们被清智挥手赤退, 并不知道麦恩和清智说了什么, 但鉴于刚才清智对麦恩突然出手的行为, 小胡和其余海军士兵还是不敢离麦恩太远, 现在听到清智的话, 才终于明白, 感情司令官大人不是碍了库赞大人的眼, 而是被相中了, 想到这, 司法岛上的海军士兵望着麦恩的眼中已然布满了小星星, 果然, 偶像啊, 明明前不久还跟他们一样, 只是个海军士兵的麦恩, 三天前突然就成为了司法岛的二把手, 这会儿又被海军本部大将库赞看中, 谁说平凡人不能走出一条光明的道路, 瞧瞧麦恩, 尼格, 大人, 一声呼唤打断了众人的思绪, 所有人扭头望去, 只见护卫关搜的一声跑到麦恩的身边, 抱着麦恩的大腿就一阵摇, 大人, 你走了我怎么办啊, 小胡鼻子一把泪一把刀, 哎哎哎, 鼻涕鼻涕, 眼瞅着自己的裤子即将被小胡的鼻涕污染, 麦恩赶忙道, 好了好了, 你跟我一起走行了吧, 石榴一声响, 小胡飞快将一串鼻涕吸回鼻中, 然后擦了他鼻子, 一脸感激不尽道, 多谢大人, 麦恩摆了摆手, 当看到小胡鼻子一把泪一把地冲他飞来时, 麦恩就知道这鸭绝对是故意的, 其目的就是为了继续跟在麦恩的身边, 跟着海军本部大将做事, 麦恩日后的前程势必远大, 身为一个优秀的狗腿子, 该抱大腿时绝对不能含糊, 麦恩对此看破不点破, 其一是小胡做事的确干净利索, 深得麦恩的心思, 其二则是离开司法岛以后, 麦恩认识的人就只有小胡了, 呼, 麦恩缓缓吐出一口气, 眺望着远处一望无际的大海, 麦恩深知他以后的人生就跟大海一样, 表面上看似波澜不惊, 实际上十分凶险, 一个小时后, 麦恩站在军舰的甲板上, 冲着下面的一众海军士兵挥手告别, 敬礼, 不知道是谁喊出这一声, 只听刷的一声响, 司法岛上所有海军士兵站在岸边, 其其对甲板上的麦恩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士兵里, 看到这, 麦恩的心中猛然涌出一股暖流, 举起手掌对准太阳穴, 对所有司法岛海军士兵回礼, 呼啦啦, 蒙烟滚滚, 嘟嘟嘟, 气笛声传来, 巨大的军舰向远方行驶, 与司法岛渐行渐远, 冲着他的目标海军圣地马林泛多快速开去, 直到看不见司法岛, 看不见司法岛上的海军士兵, 麦恩才把禁礼的手掌放下, 没想到你这么受人爱戴, 轻智的声音淡淡响起, 将司法岛所有海军士兵的禁礼看在眼中, 诚如他都有些感动, 库赞大人说笑了, 他们只是跟我交情好一些而已, 谈不上爱戴, 麦恩摇头道, 说的话, 也的确是发自他的真心, 就算只是交情好一些, 也很难得了, 轻智拍着麦恩的肩膀, 微微一笑道, 我们海军虽然强者众多, 但像你这样, 能跟手底下的士兵打成一片的将领, 可寥寥无几, 斯摩格那个家伙, 算是一个, 再来就是你了, 这样算好吗? 麦恩好奇问道, 不知道, 轻智摇了摇头, 一脸无精打采道, 卡普老头子觉得无所谓, 战国元帅却觉得不好, 萨卡斯基就更不用提了, 波鲁萨利诺, 什么都懒得管, 拿库, 赞大人您呢? 麦恩指示着轻智道, 您觉得身为一个将领, 应不应该跟手下的士兵打成一片? 啊啦啦啦, 我呀, 轻智摸着下巴, 一边想一边道,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这个应不应该, 可我知道一件事, 说到这, 轻智抬起头, 一脸欣赏地望着麦恩道, 说起来, 这件事还是司法岛上的海军士兵告诉我的, 在草帽小子攻进司法岛的时候, 你优先让人去救助被草帽小子打伤的海军士兵, 自己一个人留下来阻拦草帽小子是吗? 啊, 麦恩文言一愣, 虽然事实的确如此, 但轻智这话说的, 实在是令麦恩不好意思, 我有那么伟大吗? 麦恩挠着脑袋, 脸色有点尴尬, 但落在轻智眼中, 这就是谦虚, 麦恩, 尼哥, 一个多么优秀的海军啊, 可惜最后还是没阻拦住草帽小子, 麦恩一脸沮丧道, 他也没办法, 轻智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麦恩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 哎, 伟大就伟大吧, 任你说, 我不在意, PS, 凌晨三点才睡, 这会儿才起, 不好意思, 第75章, 没有拦住草帽小子, 固然可惜, 但关键是, 麦恩, 你让我看到了海军的正义, 轻智拍着麦恩的肩膀道, 士兵也是, 他们的生命应该得到重视, 在强敌来犯之时, 麦恩你做出了一个勇敢的选择, 干得好, 应该的, 应该的, 麦恩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脸上有些燥热, 看到这, 轻智的嘴角立马掀起一抹微笑, 只当麦恩是被他夸得有些害羞, 并没有在意, 实际上, 麦恩是心虚, 要不是为了吸收海军士兵的力量, 他才懒得组织简视大队, 跟王陆飞对打, 也并非是麦恩的本意, 只是那时候, 曹帽小子刚好撞到上他, 不打不行, 现在被轻智这么误会, 满面欣赏, 满口夸赞, 就差没对麦恩竖起大拇指了, 让麦恩着实有些尴尬, 可麦恩并不知道, 就在他尴尬期间, 轻智已经用电话虫, 将这件事汇报给了海军本部, 伟大航路, 马林泛多, 元帅办公室, 巴拉巴拉巴拉, 桌子上响起电话虫标志性的铃声, 一只大手果断按下接听键, 说, 嗯, 你说什么, 古代兵器冥王的设计图, 砰的一声巨响, 一拳狠狠地砸在桌子上, 一个人影从椅子上猛然站起, 面旁略显苍老, 戴着一副青蛙眼镜, 下巴的长胡子绑成麻花状, 头上的帽子顶着一只海鸥造型, 穿着一身得体的海军礼服, 右侧胸口上摆满了勋章, 正式现任海军本部元帅, 至江佛之战国, 迈恩, 你格式吗? 战国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便挂断了电话虫, 呼, 深吸一口气, 缓缓吐出, 战国瘫坐在椅子上, 身处手揉了揉满是血丝的双眼, 战国的嘴角勉强扯出一丝微笑, 天知道这三天他经历了什么, 身为海军本部元帅, 战国掌握着这个世界最高权力的同时, 也承受着无以伦比的压力, 司法岛事件爆发以后, 世界政府那边已经彻底闹翻了天, 一口一个海军无能, 战国下台, 对此战国也无话可说, 只能默默地承受着, 毕竟司法岛事件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 结果都是一败涂地, 虽然严格上说, 这是跟海军本部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世界政府才应该为此负责, 且不说尼可罗宾和弗兰奇这两人都是世界政府派人抓的, 单说CP9那活子人, 他们只属于世界政府, 根本不受海军本部管辖, 肩负着守卫司法岛的重任, CP9全员却被草帽一伙团灭, 这才导致尼可罗宾和弗兰奇被救走, 真真是一群废物, 只不过道理虽如此, 海军本部终究在世界政府之上, 屎盆子没有人会往自己头上扣, 战国只能忍气吞声, 不过现在好了, 轻致的一通电话彻底解放了战国, 有了古代兵器明王的设计图, 司法岛事件就不算是一败涂地, 世界政府那边也能消停会儿了, 噔的一声响, 战国拉开办公桌的抽屉, 抽出一打指, 转身走到自己的爱宠面前, 一只脖子上挂着铃铛的山羊, 这些天太忙, 忘了喂你, 呃坏了吧, 拍了拍山羊的身子, 战国将手中的纸递过去, 诺, 吃吧, 面, 山羊发出一声叫唤, 张嘴叼住战国手中的纸张, 咯吱咯吱地咀嚼起来, 最后拍了拍山羊的身子, 战国重新坐回办公椅上, 本来平静的面庞立马变得严肃起来, 目光也变得犀利无比, 大手一挥, 来人, 咔嚓一声响, 办公室的大门飞快打开, 一个海军士兵迈步走近, 举起手对战国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士兵里, 语气略有些紧张道, 在, 元帅大人请指示, 传我的话, 让下面的人尽快贴张告示出去, 就说司法岛海军士兵迈恩, 尼格在司法岛事件中英勇作战, 有目共睹, 经大将酷赞推荐, 破格提升五级吧, 受少为闲, 战国一字一顿道, 五级? 海军士兵闻言一愣, 尽管知道面前的人是元帅战国, 这一刻的海军士兵依然是了规矩, 有什么问题吗? 战国抬起头, 死死地盯着海军士兵道,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就去, 抱歉, 元帅大人, 海军士兵面色一白, 对战国鞠躬道歉之后便快步走出, 战国也没有在意, 毕竟海军士兵的反应也实属正常, 自从海军本部创建以来, 还从没有人可以连升五级, 战国本来也不想这样做, 但出于对亲自的信任, 还是下令了, 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酷赞, 战国喃喃完这一句后, 便开始埋头处理公务, 与此同时, 麦恩正在军舰的甲板上, 欣赏着海景, 从这里到马林泛多, 将是麦恩最后的空闲时光, 要享受, 只能趁现在, 司令官大人, 小胡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搞好了, 麦恩转回头问道, 搞好了, 小胡一边点头, 一边擦着满头的大汗道, 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 地板也给您擦了一遍, 行李里面的衣服, 我也给您叠整齐了, 床也给您铺好了, 干得漂亮, 小胡, 麦恩毫不吝啬对小胡的夸赞,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把你带在身边, 真的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 那当然了, 小胡一脸骄傲道, 你有我在身, 前了的, 边, 随叫随到, 大事什么的我不敢说, 力所能及的琐事, 我肯定帮您办得妥妥的, 哈哈, 麦恩微微一笑, 现在的他, 虽然不再是前世那个宅男, 可宅男像征信的一点, 还是未变, 瞎务活不想干, 打扫卫生这种事, 麦恩想想都头疼, 所幸, 小胡在这方面, 是一把能手, 怪不得能成为一个标准的狗腿子, 对了小胡, 说到这还有一件事, 要你帮我去办, 大人但说无妨, 小胡浑身一震, 拍着胸膛道, 为您做事, 是我的荣幸了, 麦恩上前一步, 在小胡的耳边小声说道, 没问, 女装, 小胡文言一愣, 拍着胸膛的大手, 也定在了空中, 望着面前的麦恩, 脚步不知觉地向后一退, 眼神极其怪异, 第76章, 开往马林泛多的军舰上, 麦恩站在自己的房间中, 望着一尘不染的地板, 和整整齐齐的床铺, 麦恩一时之间, 都有些愣神, 可以啊, 小胡, 登登登, 正这时, 门外响起敲门声, 咔嚓, 麦恩拉开大门, 小胡快步走路, 大人, 女装我实在是找不到, 一边说, 小胡一边从怀中掏出一套衣服, 递给麦恩, 你也知道, 军舰上都是男人, 我只能把我们海军的衣服, 给改成女装, 您凑合着用吧, 这是你改的, 麦恩伸手接过衣服, 一脸惊奇地望着面前的小胡, 可以啊, 小胡, 多才多艳, 小事小事, 小胡客气地摆了摆手, 咦, 麦恩展开衣服, 发出一声轻疑, 面前用海军衣服改成的女装, 虽然不错, 怎么这么大, 麦恩扭头望着小胡, 大吗, 小胡看了一眼, 自己花费一番心血, 才改做出来的女装, 又打量了一下麦恩的身材, 不大呀, 大人, 您这样看, 可能觉得有点大, 但您穿在身上, 绝对合身, 不信您现在试试看, 小胡拍着胸膛, 对自己的手艺, 还是有那个自信的, 麦恩一脸无语, 心里着实恨透了妮可罗宾, 麦恩又不是女装大佬, 让小胡搞来女装, 自是为了给空气之门中的妮可罗宾穿, 说起这女人, 也真实是多, 一天三顿饭为着不说, 又要洗澡, 又要换衣服, 麦恩这几天无数次地想伸出手, 咔嚓一声, 把那纤细的脖子扭断, 不过, 看在妮可罗宾掌握着那么多秘密的份上, 麦恩还是强忍了下来, 你先出去吧, 麦恩无奈地挥了挥手, 妮可罗宾的存在是麦恩的另一个秘密, 绝对不能让人知道, 女装大佬就女装大佬吧, 好的大人, 小胡点了点头, 身为一个优秀的狗腿子, 小胡深刻明白麦恩这时候的尴尬, 小心翼翼地拉开房门, 小胡刚刚迈步, 身后就传来麦恩的声音, 哎, 这件事别说啊, 放心吧大人, 小胡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光当一声响, 大门紧闭, 哎, 麦恩悠悠一叹, 大手顺势一抬, 咔嚓一声响, 透明光门在空气中浮现而出, 麦恩抓着手中的衣服迈步走入, 一股花香味扑鼻袭来, 此刻, 空气之门中的世界已经跟原先大为不同, 刺鼻的血腥味早已消失不见, CP9全员的尸体也早就被麦恩清理完毕,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一套崭新的桌椅, 一张宽阔的大床, 左边的一侧摆着书柜, 右边放着一个大大的浴缸, 中间则是一盆盆花朵, 麦恩闻到的花香味就是从这里发出, 进来的那一刻, 妮可罗宾正坐在椅子上看书, 为了让妮可罗宾生活自理, 麦恩用五号钥匙打开罗宾的海楼石手铐, 制成脚链带着罗宾洁洁白的脚腕上, 我的衣服呢? 听到脚步声, 罗宾头也不抬, 视线一直放在手中的书籍上, 看得津津有味, so? 麦恩将手中的衣服甩到妮可罗宾的脸上, 你? 眼前一片黑暗, 罗宾猛然抬起头, 将头上的衣服拿下来, 灿如星辰的眼眸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麦恩, 但还是不敢发作, 麦恩冷冷一笑, 可正当他准备走出去时, 妮可罗宾的声音却再度响起, 怎么这么大? 你哪那么多事? 麦恩不耐烦地转过头, 刚想对妮可罗宾发火, 看到眼前的景象却猛然一整, 因为这一刻, 妮可罗宾已经把原先身上所穿的黑色紧身衣脱了下来, so? 麦恩飞快地转回了身子, 直接走出空气之门, 光当一声响, 大门紧变, 呼! 麦恩深吸一口气, 缓缓吐出, 要了老命了, 登登登, 正这时, 敲门声再度响起, 谁? 麦恩开口问道, 我? 略促的嗓音响起, 极其具有辨认性, 甩了甩脑袋将刚才看到的一切强制忘记, 麦恩快步跑到门前, 咔嚓一声响, 大门打开, 瘦削的身影出现在麦恩的视野中, 正是轻质, 罕见的是, 出现在麦恩面前的轻质并不是往常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灵球鲜花, 双目前所未有的明亮, 准备一下, 马上我们就到马林泛多了, 轻质开口对麦恩说道, 多谢库赞大人, 我这就准备, 麦恩毫不犹豫地一点头, 心里却有点纳闷, 不明白, 现在亲自在想什么, 到马林泛多, 就到马林泛多了呗, 又不是去打四皇, 至于这么紧张吗, 还亲自到他的房间里来提醒, 派个士兵前来不就好了, 麦恩心里正纳闷, 一只大手就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说起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冰冻果实能力者的关系, 麦恩总感觉亲自的大手很冷, 哪怕不使用恶魔果实的能力, 灵, 麦恩也觉得自己的肩膀一阵凉, 可就在这时, 亲自的一句话, 却连麦恩的心脏都把粮把粮的, 啊啦啦啦, 忘了跟你说了, 为了表彰你献上古代兵器, 冥王设计图的功劳, 战国元帅已经同意, 授予你少尉贤, 加油啊, 麦恩少尉, 说完这句话后, 亲自再度拍了拍麦恩的肩膀, 就转身离开了, 少尉, 由于心中的震惊, 麦恩都忘了对亲自行礼, 海军内部等级严格, 授贤制度明确划分, 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杂用, 三等兵, 二等兵, 一等兵, 五长, 军曹, 曹长, 准卫, 将校从下道上依次是少尉, 中尉, 大卫, 少佐, 中佐, 大佐, 准将, 少将, 中将, 总督最简单, 持有大将和元帅, 而麦恩此刻的军衔只是个一等兵, 虽然之前麦恩被斯潘达姆任命为司法岛的临时指挥官, 地位一跃而上, 但那属于放权, 并不属于授贤, 可现在, 麦恩已经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自己是海军之中的一名少尉了, 从基层到将校, 从一等兵到少尉, 麦恩连升五级, 分量可见一斑, 但也正因为此, 麦恩势必会遭到很多人的妒忌, 马林泛多可是海军圣殿, 里面的天之骄子数不胜数, 如果麦恩没有猜错的话, 此刻在马林泛多, 应该有不少人在摩拳擦掌地等着他了, PS, 捡个头回来继续码, 以, 第七十七章, 糟糕, 麦恩一脸阴沉, 没有想到, 事情的结果竟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先前献出古代兵器冥王的设计图只是为了自保, 并没有妖宫的心思, 毕竟设计图的本身并没有多大用处, 只有从尼可罗宾的口中得知古代兵器冥王的所在地, 设计图才能发挥出他的效果, 但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为了一张本身没有多大用处的设计图, 战国那老家伙竟然把他整个人的军衔连升五级, 老糊涂了吧, 海军本部一向等级森严, 纪律严格, 有功必赏, 有过必罚, 可此刻, 麦恩的功劳和他的赏赐未免过于不成正比, 恭喜啊大人, 正当麦恩愁眉苦脸期间, 小胡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 快步跑到麦恩的身边笑眯眯道, 海军从创建以来可从没有人可以一次性连升五级, 大人, 战国元帅和库赞大将都很看好你啊, 麦恩本就心里烦躁, 小胡的一记马屁正好拍到了马腿上, 身为一个优秀的狗腿子, 小胡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滚, 麦恩没好气地吐出一个字, 护卫官瞬间吓懵了, 他哪里知道, 清智和战国这样一搞, 麦恩的计划将被全盘打乱, 麦恩本来只是想跟在清智的手下, 兢兢业业地做事, 等到时机成熟, 再想个办法让清智把他调去推进城任职, 哪怕不当看守长, 哪怕只是去执行一下公务, 只要能赶在黑胡子那一伙人被麦哲伦团灭的那一刻, 出现在推进城, 麦恩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吸取黑胡子体内的暗暗果实, 完成吸收果实的生化, 可现在不行了, 麦恩高调了, 身为海军创建以来第一个连生五级的存在, 麦恩, 尼格少尉必须要展现出相应的实力, 所以起码要扶纣, 不然, 清智一定会把麦恩赶回司法岛, 海军本部口口声声以正义为本, 实际上还是用拳头说话, 跟海贼唯一的区别, 就是做事情明面上有个章法, 至于遵不遵循就随意了, 这一点从原著上也能看出, 顶上战争以后, 海军本部为了提升自家战力, 通过世界大征兵破格将藤虎和绿牛两人提拔为大将, 这两人之前可不是海军, 以前也从没为海军做过任何贡献, 可就因为他们强大的实力, 使得海军本部的等级制度彻底崩坏, 相比之下, 麦恩现在的连生五级又算得了什么, 藤虎和绿牛才是真真正正的空降兵啊, 死, 这时, 麦恩身后的小虎突然倒吸一声冷气, 麦恩抬头望去, 只见远处的海面之上, 一座巨大的岛屿轮廓已经浮现出, 马林泛多, 麦恩眼角微抖, 不自觉地开口说道, 马林泛多, 世界政府的直属机构, 海军本部的所在岛屿, 一项为权力和正义的象征, 位于伟大航道的中央位置, 毗邻相拨地珠岛, 红土大陆和圣地玛丽乔亚, 若有人从空中看去, 整座岛屿就像一个月牙的形状, 骑上建筑林立, 人员众多, 呼啦啦, 滴滴滴, 伴着滚滚的灰烟和刺耳的汽笛声, 麦恩乘坐的军舰快速向马林泛多开去, 马林泛多整个岛屿的面貌也逐渐展现在麦恩眼前, 我去, 麦恩目不转睛地望着面前的马林泛多, 被这座巨大的岛屿深深震撼, 亲眼见到果然就是不一样啊, 一旁的小户这会儿也是激动不已, 要不是麦恩刚才吼了他一嗓子, 小户早就扑上去给麦恩一个大大的拥抱了, 怎么样, 轻智的声音在耳边淡淡响起, 感觉如何, 名不虚传, 麦恩由衷地赞叹道, 希望你待会儿也能那么想, 轻智耸了耸肩膀, 眼中划过一抹不亦为人察觉的金光, 虽然如此灵, 但还是被麦恩准确捕捉到, 我就知道, 捕捉到轻智眼中金光的一瞬间, 麦恩就知道自己的猜测没有错, 连升五级这件事, 绝对是轻智搞出来的, 战国性子沉稳, 一向以大局为重, 绝不可能因为, 麦恩线上冥王设计图, 就把麦恩的军衔, 从一个一等兵提到少尉, 但如果身为大将的轻智, 大力推荐的话, 战国说不定会允准, 毕竟就算连升五级, 麦恩也只是一个少尉, 在将领众多的马林贩多, 军衔在麦恩之上的人大有人在, 包括他身边的小户, 身为司法岛前任司法官斯潘达姆的护卫官, 小户的军衔已是中尉, 不过身为一个称职的狗腿子, 小户的眼光自是不会那么浅薄, 麦恩的军衔只是现在比他低, 未来才重要啊, 可小户并不知道, 麦恩如果想保住他的少尉军衔, 还需要经过一场试验, 战国先前竟然决定答应亲自的要求, 破格提升麦恩, 为什么又让人把这件事写成告示贴出去, 奇目点, 就在于亲自对他说的话, 而这一点, 麦恩也想到了, 都说了, 海军本部表面上已正义标榜, 实际上也是用拳头说话, 在大海贼时, 戴, 实力才是决定一个人成就高低的唯一标准, 麦恩的实力如果配不上少尉, 那么就算亲自磨破嘴皮战国, 也不可能答应他的请求, 除非亲自对战国说, 麦恩的实力不可小视, 与此同时, 元帅办公室中, 战国正全身心地处理公务, 桌子上的电话虫就响起了独特的铃声, 巴拉巴拉巴拉, 哒的一声响, 战国伸手按下接听键, 报告元帅, 库赞大人已经归来, 知道了, 战国点了点头, 说完刚想挂断电话虫, 突然想起, 亲自先前跟他说的麦恩, 尼格, 立马将电话虫重新放在耳边, 喂, 又数那家伙是不是还在岛上? 第七十八章, 伟大航路, 马林泛多, 海军公告栏前, 乌泱泱地聚集了一群海军, 将整个公告栏围的水泄不通, 所有人的视线都死死地盯着公告栏上, 最新贴出的一张告示, 有人面露不屑, 有人满面震惊, 有人摸着下巴, 苦思不已, 也有人嘴角微微一笑, 不错, 公告栏上最新贴出的告示, 正是关于麦恩连升五级的指令,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一等兵, 陡然成为一名海军少尉, 麦恩, 尼格的大名, 虽然没在马林泛多的总督层, 掀起什么大的风浪, 但在将校层合集层, 却着实动静不小, 该死, 凭什么这混蛋, 可以连升五级啊? 说话这人, 站在公告栏最前方, 身形消瘦, 虽是男人, 却披着一头金黄色的长发, 腰间跨着两把库尔格弯刀, 眼睛上戴着一圈黑色墨镜, 一边指着公告栏上的告示, 一边对身旁的男子说道, 这也太不公平了, 身旁的男子体型零九中等, 右眼上方有一个十字形的疤痕, 粉红色的头发上记着一件图案鲜艳的手帕, 身着一身标准的海军蓝夹克衫, 面容俊朗, 听到金黄色长发男子的话, 他眉头微微一皱, 语气略有些无奈道, 贝鲁眉博, 你不能这样说, 麦恩少尉, 我们现在只是曹长, 麦恩少尉的军衔在我们之上, 算是我们的长官, 贝鲁眉博, 谢兹尔镇, 小boss, 援助中, 他仗着自己父亲是海军上校的身份, 嚣张跋扈, 在谢兹尔镇, 无恶不作, 由于索隆砍死他的宠物狼, 怀恨在心, 将索隆捆在柱子上, 准备以私刑处死时, 恰巧遇到了陆飞和克比, 被陆飞两拳打晕过去后, 这家伙洗心革面和克比, 投身海军, 在卡普的手下做事, 至今已是一名草长, 可能是当上草场以后, 就觉得有点飘, 除了好友克比以外, 贝鲁眉博在马林泛多的基层里面, 谁也看不上, 此刻得知麦恩连升五级的事情, 自然一脸愤愤不平, 拜托克比, 现在只是出了告示, 那个麦恩还没经过授贤一事, 如今仍旧只是一个可怜的一等兵, 我身为草长, 怎么是对他出言不逊吗? 贝鲁眉博不屑一笑道, 他身旁的粉发男子正是克比, 蒙奇蒂露菲的好朋友, 本来性格懦弱, 在东海女海贼亚尔利塔的手下做打杂, 贝鲁飞解救出去以后, 受到露菲的影响, 发誓要成为海军大将, 与贝鲁眉博不同, 克比为人谦虚谨慎, 善良正直, 堪称海军正义的代表人物, 不过虽然如此, 看到麦恩的噤声告示以后, 克比也有些纳闷, 司法导致性的结果, 现如今已经众所周知, 海军和世界政府这边, 可是一败涂点, 麦恩就算如告示上所说的那样, 应勇作战, 可毕竟没有什么实际, 要是把草帽一伙抓住的话, 这晋升自是合理, 想到草帽一伙, 克比的眼神突然一样, 原因自是显而易见, 克比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那个给予他生命中希望的男人, 蒙奇蒂露菲竟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对亚尔利塔那样的人露菲先生, 都没有伤其幸免, 为什么会杀死CP九泉员和司法岛司令官斯潘达姆呢? 唉, 克比悠悠一叹, 但正这时, 四周却突然响起了一轮声, 喂, 你们看, 咦, 那个人是, 我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 难道他就是, 伴着逐渐四起的一轮声, 聚集在公告栏前那群乌泱泱的海军, 一个接一个转回头, 将视线死死地锁定在远处的一道人影身上, 贝鲁梅博和克比也不例外, 纷纷转头望去, 眼中的瞳孔猛然一缩, 从远处走来的那个人影面容俊了, 一头蓝发, 身材略显壮硕, 穿着一身得体的海军礼服, 正是麦恩, 马林范多贵为海军本部, 虽然助手的海军众多, 但抬头不见低头剑之下, 陌生的面孔反倒很少, 像麦恩这样, 完全陌生的面孔就更少了, 更何况, 此刻在他的身边还跟着大将亲致, 想不引人注意都不行, 自从踏上马林范多部, 准确来说应该是自从军舰停靠在岸边以后, 麦恩就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齐刷刷地锁定在他身上,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面对诸多异样的目光, 麦恩还是感觉如芒在背, 好在一路走来, 麦恩已经逐渐习惯这种异样的目光, 毕竟大将亲致就在他身边, 你们再不服还能打我咋地? 再说了, 以麦恩现在的两万道力, 马林范多中将以下级别的人物, 麦恩完全可以不放在眼里, 想到这, 麦恩反而抬头挺凶起来,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们羡慕嫉妒恨, 干脆就让你们眼红到死, 将麦恩的变化看在眼里, 亲致面上虽无动于衷, 但眼中却飞快掠过一抹满意, 毕竟麦恩的军衔只是提升到少尉, 纵然连升五级又怎样, 这么一点小事就让麦恩害怕了, 他以后还怎么成为海军的栋梁? 要知道, 在少尉之上, 还有很多军衔等着麦恩晋升, 并提拔麦恩的那一刻起, 在亲致的眼中, 麦恩就是稳稳的大将资质, 也因此, 当看到公告篮前聚集的那一大批乌泱泱的海军时, 亲致立马伸出手推了麦恩一把, 然后耸了耸肩膀, 对面前那一大批乌泱泱的海军淡淡说道, 不错, 这就是麦恩, 尼格, 你们要不服, 可以随时上来挑战, 谁能将他打败, 连升五级的机会立马拱手相让, 气氛一片死寂,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亲致短短的几句话, 使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尤其是麦恩, 什么情况, 亲致不是跟我一伙的吗, 库赞大人, 您, 麦恩呆呆地望着亲致, 话还没说出口, 身后就陡然嘶嘶嘶地响声, 那是倒吸冷气的声音, 亦是众人按耐不住心中激动的表现, 鼓动, 麦恩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 机械般地转回身子, 果不其然, 公告篮前那乌泱泱的一群海军全都疯了, 双眼金光暴闪, 看着麦恩的眼神就跟狼见到了肉一样, 真真的宝藏男孩啊, 嗖的一声响, 乌泱泱的人群中陡然窜出一个身影, 麦恩, 尼哥, 受死吧, 窜出来的人影这样说道, 衣服上的尖章说明他草长的身份, 落地的一瞬间, 这位草长双手飞快从腰间抽出两把火枪, 对准面前的麦恩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只听得砰砰两声响, 枪管喷出热气, 两枚钢弹闪电般地向麦恩射去, 窜出, 落地, 拔枪, 扣动扳机, 整个过程仅用了一秒, 足以见得这位海军曹长用枪的技艺何其精湛, 而当看到面前的麦恩此刻仍是一脸猛逼时, 海军曹长的嘴角立马掀起了一抹得意的微笑, 连升五级的机会到手了, 从今以后, 我就是海军中校, 中佐, 但就在这时, 这位梦想着海军中校的曹长耳边却传来光光两声响, 他脸色一变, 猛然抬头看去, 只见他那两枚可怜的钢弹在射到麦恩身上的一瞬间就化为了两滩钢粉, 风一吹, 直接消失不见, 铁铁快, 曹长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麦恩, 四周也再次陷入了死寂, 所有人的面色全都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那群乌泱泱的海军本来看到曹长窜出全都恨恨一咬牙, 毕竟麦恩只有一个, 连升五级的机会只有一次, 让曹长站了先, 他们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了, 但现在看到曹长的两颗钢弹直接被麦恩的身体震成粉末, 这群海军才终于明白, 麦恩的实力可不像表面上那样简单, 这群海军之中, 由于克比赶出最深, 跟在卡普手下修炼, 克比对海军六世十分了解, 按理来说, 一般的铁块只能将曹长的两枚钢弹弹飞, 但麦恩的铁块却直接将曹长的两枚钢弹震成粉末, 这说明在钢弹射到麦恩身上的一瞬间, 铁块传来了一股巨大的反震之力, 由此才把钢弹震成粉末, 好强, 克比通过人群望着不远处的麦恩, 双拳不知觉地紧握, 明明是差不多的年纪, 但他现在只掌握了海军六世中的体, 可麦恩却已经把铁块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 将海军六世中唯一的防御绝技, 硬生生地变成了攻击手段, 果然, 能连升五级的家伙的确不一般, 贝鲁梅伯, 我们回去, 克比一边转头一边道, 麦恩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克比, 刚想叫贝鲁梅伯回去跟他一起加强修炼, 却发现身旁的贝鲁梅伯早已不知道到哪去了, 该不会, 克比心里一沉, 脑海中闪出了一个不好的猜测, 赶忙转头望去, 果不其然, 贝鲁梅伯已经站在了麦恩的面前, 咦, 这不是, 看到贝鲁梅伯, 麦恩的眉头微微一皱, 莫名感觉眼前这个人很熟悉, 细细一回忆, 方才想起, 赶忙扭头向人群中扫去, 果不其然, 麦恩看到了克比的身影, 奇怪, 看到克比和贝鲁梅伯, 麦恩的眉头愈发紧皱, 毕竟麦恩没记错的话, 原著中, 司法岛事件爆发以后, 卡普曾带着这两人去水之都找过王露飞, 按照时间的推算, 也应该就在这几天, 但现在, 克比和贝鲁梅伯却还在马林范多, 难道卡普不准备去找王露飞了? 麦恩摸着下巴, 一时之间有些想不明白, 他也真是不要脸, 就不想想, 这会儿卡普怎么去找王露飞, 斯潘达姆和CP9全员的命都算在王露飞的身上, 草帽海贼团跟海军这边已经是不共戴天, 卡普身为海军中将, 目前的形势已不容许他放水, 而以卡普的实力, 一根手指就足以挑翻整个草帽海贼团啊, 喂, 你在想什么? 麦恩皱眉思考期间, 贝鲁梅伯的脸色已经阴沉似水, 这也太不尊重人了, 他站出来对麦恩发出挑战, 麦恩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赤裸裸地瞧不起人啊, 该死, 贝鲁梅伯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抽出腰间的库尔格弯刀就向麦恩冲去, 速度飞快, 这时候的贝鲁梅伯已经掌握了海军六十, T, 在他看来, 麦恩虽然会铁块, 但在速度上绝对不会是他贝鲁梅伯的对手, 连续的砍杀之下, 麦恩的铁块总会有支撑不住的时候, 可就在贝鲁梅伯的库尔格弯刀即将砍在麦恩的身上时, 他的面前却陡然出现了一道人影, 克比, 贝鲁梅伯眼中的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状, 不仅是因为克比的出现, 更是因为这一刻, 他双手的动作已经停不下来, 两把库尔格弯刀正向克比的身子斩去, 不好, 该死, 快停手, 无数声叫喊同时响起, 众人的面色一片震惊, 不少人都不忍地闭上了双眼, 就连大将亲至这一刻都想栖身上前, 但就在这时, 一道淡淡的声音却突然响起, 飞至枪把, 砰砰, 麦安抬手发出两剂空气弹, 稳稳命中贝鲁梅伯手中的两把库尔格弯刀, 前了好, 叮叮两声响, 贝鲁梅伯手中的两把库尔格弯刀被直接打飞, 没有了武器, 贝鲁梅伯的动作纵然不停, 也只是两拳打在克比的身上, 危机悄然化解, 围观的海军众人立马松了一口气, 亲自的嘴角也掀起了一抹微笑, 唯独贝鲁梅伯一阵气急败坏, 该死, 克比你到底在干什么, 无缘无故, 你窜出来干嘛, 克比一脸无奈, 什么也不说, 只是伸出手指着身后, 贝鲁梅伯顺着克比的手指转身望去半, 只见他那两把库尔格弯刀已经碎裂, 顿时双脚一软, 扑通一声坐在地上, 看到这, 克比的嘴角掀起一抹苦涩的笑容, 如果可以他刚才自是不想站出来, 但以麦安的铁块, 贝鲁梅伯是才, 如果真的挥刀砍在麦安的身上, 等反正之力传来, 现如今, 碎裂的, 可就不只是那两把库尔格弯刀了, 第八十章, 多谢麦安少尉, 出手相救, 克比转回身子, 对面前的麦安, 深深地鞠了一躬, 表示感谢, 藏在袖子里的大手, 对地上的贝鲁梅伯顺势一摆, 意思不言而喻, 看到这, 贝鲁梅伯赶忙从地上爬起, 跟克比一样, 对面前的麦安, 深深地鞠了一躬, 抱歉, 麦安少尉, 没关系, 麦安摇了摇头, 他还没有小气到那个程度, 更何况这时候, 麦安已经没时间, 去管克比和贝鲁梅伯了, 转头望着不远处的青智, 麦安的脸上满是微笑, 心里却恨得要死, 到得此刻, 麦安要是再不明白, 青智把他推出去的用你他就是傻子了, 虽然青智是一番好心, 为了让麦安在面前这一群海军中, 树立威信, 证明他配得上连升五级的荣誉, 可关键是, 实际不对啊, 就算要高调, 再过几天不行吗, 为何非要是现在呢, 毕竟麦安才刚来马林范多, 上岸至今不超过半个小时, 青智想让麦安大放异彩, 可落在别人的眼中会怎么想呢, 枪打出头鸟啊, 没错, 在青智的赶鸭子上架下, 麦安的实力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包括始作俑者青智本人, 区区的少尉军县, 现在看来, 麦安不仅配得上, 还算是委屈了, 单从麦安的海军六世铁块来看, 再连升五级配一个海军大笑都不为过, 一时间全场再次陷入了一片死寂, 聚集在公告栏前那群乌泱泱的海军, 这会儿也用极度敬畏的眼神望着麦安, 就连克比和贝鲁梅伯也对麦安一脸尊敬, 于是后, 事情的性质就这样变得扭曲了, 麦安, 尼格来马林范多究竟目的何在, 这会儿说不准了, 在旁人原本的眼中, 麦安之所以来马林范多, 往大了说是为了跟亲智做事, 往小了说是来接受受贤仪式, 现在不同了, 麦安, 尼格是来立威的, 好家伙, 马林范多的东南西北还没摸准, 麦安这边就开始跟人干架了, 他想要干什么, 疯了, 反了, 要起飞了, 本来对于麦安连升五级一事, 马林范多上的海军就有点兴气不顺, 但碍于战国元帅的命令和大将亲智的推荐, 很多人终归是硬生生地忍了下来, 现在不行了, 麦安, 尼格太嚣张了, 而事实也正如麦安所料, 此刻在这里, 表面上只有克比和贝鲁梅伯那一群海军, 实际上暗地里, 已经有不少人在偷偷关注着麦安, 也就在这时, 暗中关注麦安的不少人里, 有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快步窜出, 砰砰砰的响声从空中传来, 顷刻间便吸引了麦安等人的注意力, 所有人抬头望去, 只见不远处, 一人正脚踏跃不向这里快速冲来, 这人身材高大, 体型略瘦, 穿着一身淡紫色条纹的西装与深蓝色衬衣, 肩披正义披风, 顶着旁客头, 留着八字弧, 腰间垮一把红色长刀, 但最重要的是, 这个人衣服上的尖章, 足足三条杠, 海军中将, 嘶嘶嘶, 倒吸冷气声四起, 看到来人, 麦安四周的海军全都向后退去, 贝鲁梅伯和克比也不例外, 可能是麦安距离他们比较近的缘故, 这一刻, 麦安可以清楚地看到, 克比和贝鲁梅伯的额头上都渗出了冷汗, 气氛也在这一刻又一次陷入了一片死迹, 只不过与之前的死迹相比, 周围的海军望着麦安的眼神, 已经不再有一丝一毫的敬畏而言, 每个人无一例外, 眼神中全都是满满的可怜, 麦安这会儿, 也一脸忧怨地看着一旁的清智, 过分了, 酷赞大人, 我不知道, 清智耸了耸肩膀表示无辜, 但眼中的期待却已将他出卖, 麦安无语地转回头, 望着不远处脚踏跃不向他冲来的那个人, 嘴角掀起一抹苦涩的笑容, 这还真是看得起他啊, 身为穿越者, 前世资深海尼, 麦安自从看到来人的第一眼起, 就认出了这个人是谁, 右鼠, 海军本部老牌中将, 援助中戏分不多, 无庸置疑, 麦安记得最清楚的一点, 就是这家伙, 曾经在强制召集七五海之一海贼女帝波雅, 汉库克时, 曾经一剑, 杀死一只巨大海王类, 剑术十分高强, 而且除此之外, 右鼠的霸气, 和海军六势, 也一定不弱, 不然也不可能成为海军中将, 该死, 麦安双拳紧握, 牙齿惊咬, 右鼠的到来, 让他始料未及, 但是已至此, 麦安只有全力一战, 碰的一声响, 右鼠停下跃步, 落下身子, 解下腰间的红色长刀, 扔给周围的海军, 右鼠缓缓走到麦安的面前, 放弃晋升吧, 凭你的实力, 只要踏踏实实, 不出一年, 肯定能成为少尉, 没必要急于一时, 右鼠好言相劝, 与其中多多少少有些无奈, 没办法, 战国元帅有令, 非让他试试麦安, 逆格, 不然, 以右鼠的为人, 绝不可能掺和其中, 援助中, 在波亚汉库克动用妹妹果实的能力时, 右鼠曾用匕首刺伤自己的左手, 以巨大的疼痛来让自己保持头脑清醒, 这样的一个人, 又怎么会对麦安以大欺小, 但正因为此, 战国才选择让右鼠来试试麦安的身手, 因为右鼠做事, 向来一丝不苟, 绝不会放水, 麦安如果不知进退, 等待他的, 绝对会是一场恶战, 可惜的是, 右鼠用错了方法, 说实话, 麦安本来就准备低调, 能不跟右鼠打他, 自然乐意, 但现在不行了, 放弃近声, 踏踏实实, 没必要急于一时, 我去, 这是什么意思, 稳赢吗, 嘴角掀起一抹冷笑, 麦安双拳紧握, 抬起头指示着面前的右鼠, 麦安的声音淡淡响起, 我就不, 第八十一章, 麦安觉得右鼠可能误会了什么, 他之所以想要低调, 不是因为麦安觉得自己配不上连升五级的荣誉, 和少尉的军衔, 而是不想惹是生非, 但如果右鼠因此就觉得麦安不是他的对手, 那麦安将会用实际行动证明他这个想法, 大错特错, 你说什么, 右鼠文言一愣, 我就不, 麦安果断重复了一遍, 急急大声的, 气氛不知道多少次陷入了死寂, 听到麦安的话, 四周的海军全都杀在了原地, 被鲁梅伯和克比额头上的冷汉, 哗哗直落, 一旁的轻质都有点反应不过来, 至于右鼠本人就更不用提了, 脸色刷的一声, 完全阴沉, 战国元帅说的没有错, 眼前这个名叫麦安, 尼格的海军的确需要好好调教一番, 只是个少尉就飘成这样, 以后要当上少校, 岂不是连大将都不放在眼里, 看来, 你以为自己很强, 右鼠冷冷地望着麦安道, 强到连中将都敢出言不屑, 不不不, 我并不认为自己很强, 麦安摆了摆手, 冷笑地望着右鼠道, 只不过中将大人现在一来, 我倒是感觉自己有点强了, 毕竟我要是不强, 中将大人也没必要前来不是吗? 你? 右鼠是个老实人, 这一点从他做事一丝不苟就能看出, 话语上的争锋老实人右鼠自然不是麦安的对手, 再说下去, 只能被麦安气得够强, 果断发出挑战, 既如此, 倒要领教麦安少尉的海军六世, 中将大人不用见吗? 麦安扭头看了一眼, 刚才被右鼠扔给海军的红色长刀, 不需要, 右鼠不假思索地摇了摇头, 希望您待会儿也能这么说, 麦安耸了耸肩膀, 你? 右鼠气得目刺欲裂, 本来准备想让麦安先攻, 现在则是瞬间放弃了这个想法, 踢! 话语落下的一瞬间, 右鼠就嗖的一声来到了麦安的面前, 指挥, 软泥, 吸收CP9全员的力量以后, 麦安也掌握了CP9全员对于海军六世的开发, 指挥, 软泥本来是因无毛投影的招式, 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指挥的闪避速度, 麦安嘴上对右鼠不屑一顾, 针打起来却提起了12分的精神, 望着右鼠飞来的拳头, 麦安的身体变得柔软异常, 就跟一滩软泥一样, 柔弱无骨, 轻轻松松就能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 整个人全方位360度的进行扭曲, 将海军六世指挥的特点强化到最大程度, 闪避的速度也快得惊人, 一时之间, 右鼠的两只拳头竟然碰不到麦安的身体, 所有攻击全部落空, 嘶嘶嘶嘶, 无数道吸冷气声再次响起, 四周的海军还没从先前麦安对右鼠出言不逊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就又一次陷入了震惊, 被鲁梅伯此刻浑身都被冷汗打湿, 一想到, 是才他竟然敢挑战麦安, 就觉得自己真的是不知死活, 刻比眼中的瞳孔早已缩成了真肩状, 他虽然早就知道麦安很强, 但并没有想到麦安可以这么强, 竟然就连右鼠中将短时间内都奈何不了他, 一旁的轻质这会儿已经忍不住嘴角的笑容, 双眼愈发明亮, 到得此刻, 麦安的表现已经超出了轻质的预料, 让他惊叹不已, 与此同时, 一直在暗中关注麦安的人们也频频点头, 都觉得麦安的确是有两把刷子, 这一刻, 就连对麦安发动攻击的右鼠也是眼睛一亮, 海军六世之中, 指挥可是最为难学的仪式, 但此刻的麦安, 不仅将海军六世中的指挥修炼得极为精通, 还在一定程度上将这招开发了些许, 不得不说, 是个人才, 不过正因为此, 右鼠也终于起了好奇心和对战的兴趣, 灵球鲜花, 终归是海军中将, 麦安就算把右鼠惹得再生气, 右鼠也不可能在战斗开始的一瞬间就毫无保留地出权力, 万一不小心把麦安弄死了, 损失的还是他们海军本部, 可现在不一样了, 经过这刚开始的试验, 右鼠已经可以放心地使出权力, 因为他知道, 面前这个名叫麦安, 尼格的小子并不是他轻易能弄死的存在, 思极至此, 右鼠向麦安挥去的双拳瞬间加快, 威力也瞬间加强, 喷喷喷喷喷之下, 轰得空气都一阵响, 如果说右鼠先前的攻击像是狂风暴雨, 那么此刻就是惊涛骇浪, 感觉到右鼠终于使出了权力, 麦安的嘴角立马勾起了一丝微笑, 依旧使出指挥, 软泥进行躲避, 只不过整个人比之前更加专心, 这一刻, 麦安的眼中已经容不下其他人, 任何事也都不能让分心, 不管四周的海军和一旁的亲质发生了什么, 他的眼中面上心里只有右鼠, 以及那宛如雨点般向他轰来的双拳, 可就在这时, 麦安的脸色却突然一变, 终于发现了吗? 右鼠的声音淡淡响起, 不好, 麦安心里一沉, 铁块, 钢, 光, 右鼠一拳轰在麦安的身上, 发出一声震天响, 一股巨力瞬间袭遍麦安的身体, 嗖的一声响, 麦安整个人直直向后飞去, 向后飞去的过程中, 麦安的视线一直停留在右鼠的拳头上, 因为这一刻, 右鼠的拳头一片无黑, 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干净的光泽, 该死的霸气, 麦安只来得及说这么一句, 整个人就直接砸在身后的建筑上, 轰的一声巨响, 一座跟房子差不多大小的建筑瞬间倒塌, 灰尘滚滚, 一片废墟, 麦安整个人被埋在下面, 生死未知, 以, 第八十二章, 元帅办公室内, 战国正一门心思地处理公务, 但就在这时, 不远处却传来光的一声响, 嗯, 战国停下手中的笔, 扭头望向窗外, 眉头紧皱, 来人, 咔嚓一声响, 大门快速被打开, 门外驻守的海军士兵飞快走近, 双脚并拢, 挺胸抬头, 对战国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士兵里, 在, 元帅大人请指示, 去调查一下刚才是什么声音, 战国开口吩咐道, 是, 海军士兵浑身一震, 飞快走出办公室, 仅仅过了一分钟, 海军士兵就再度走近, 报告元帅大人, 刚才那八二三声响, 是右蜀中将跟新来的麦恩少尉发生的战斗所引起的, 你是说, 麦恩, 你哥, 战国眉毛一条, 经海军士兵这么一说, 他才想起, 先前他曾让右蜀去试验一下麦恩的实力, 没想到这么快就开打了, 战国做事向来稳重, 清智虽然大力推荐麦恩连升五级, 晋升少尉, 但战国却必须要知道, 麦恩的实力够不够那个资格, 战斗怎么样, 战国开口问道, 眼神中隐隐有一丝期待, 现在还不清楚, 元帅大人, 海军士兵回答道, 不过麦恩少尉刚才已经被右蜀中将打飞了出去, 是吗, 战国面露一丝失望, 以为麦恩是在战斗的, 一开始就被右蜀打飞了出去, 但就在这时, 海军士兵的声音却再度响起, 从右蜀中将使用了武装色霸气来看, 麦恩少尉应该, 你说什么, 战国猛然抬起头,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面前的海军士兵, 右蜀那家伙使用了武装色霸气, 是的元帅大人, 海军士兵点了点头, 那你怎么不早说, 战国没好气地白了海军士兵一眼, 眼睛这一刻却甚为明亮, 右蜀的为人战国很是清楚, 一向懂得分寸, 战国之所以让右蜀去试验麦恩的实力, 就在于右蜀这个人既能在战斗中不放水, 又能在关键时刻点到为止, 也因此, 右蜀不到万不得已之下, 是断然不会对麦恩使用武装色霸气的, 既然使出了武装色霸气, 就说明麦恩值得让右蜀付出权力, 哼, 这个酷赞, 逃到宝了呢, 偏头望向窗外, 战国的青蛙眼镜反着耀眼的光泽, 让人看不到他的嘴角微翘, 与此同时, 战斗仍在继续, 望着不远处倒塌的房屋, 站在两侧围观这场战斗的海军们, 面色早已苍白不已, 结结束了, 贝鲁梅伯吞吞吐吐地说道, 不, 还没有, 克比飞快得一摇头, 他之所以这样确定, 除了相信麦恩的实力, 不会轻易被右蜀打败, 还有此刻右蜀和青蛀的表情, 对于不远处倒塌的房屋, 右蜀的表情依然凝重, 青蛀则是站在原地无动于衷, 而这已说明了一切, 果不其然, 砰的一声响, 碎石飞剑, 灰尘再次扬起, 一片灰尘之中, 一道人影缓缓地站了起来, 正是麦恩, 尼格, 该死的霸气, 麦恩咬牙恨恨恨道, 他此刻灰头土脸, 身上所穿的海军礼服脏得不像样子, 原本披在肩上的正义披风也破了好几个大洞, 但整个人看起来却毫发无伤, 而这多亏了麦恩, 先前及时使出了海军六十中的铁块, 不然让右蜀那使用了武装色霸气的一拳轰在麦恩身上, 麦恩就算不筋骨劲断, 也要躺在床上十天半个月, 但麦恩这会儿, 恨的却不是右蜀使用了武装色霸气, 而是剑纹色霸气, 之前加上现在那两具该死的霸气, 指的也是这个, 因为以麦恩现在的实力, 他使出的指挥, 软尼跟鹰无毛头鹰使出的指挥, 软尼可完全不一样, 在全神贯注之下灵, 足以应对右蜀的徒手攻击, 哪怕右蜀拼尽了全力, 也休想碰到麦恩一根汗毛, 不然, 右蜀在使出全力的那一刻, 就该打到麦恩, 但问题是, 麦恩就算全神贯注, 他的指挥, 软尼也抵挡不了右蜀的剑纹色霸气, 指挥, 软尼虽然是海军六十中唯一的闪避绝招, 但闪避都是有规律的, 而这一点, 恰巧成为了麦恩的死穴, 毕竟在使出剑纹色霸气之下, 右蜀可以轻而易举地看穿麦恩的闪避规律, 从而一击至圣, 还要来吗? 看到一脸愤愤的麦恩, 右蜀当即说道, 当然, 麦恩毫不犹豫地一点头, 我还会使用霸气, 右蜀提醒道, 不使就没意思了, 麦恩冷冷一笑, 这一刻, 他浑身的热血再次沸腾起来, 心脏砰砰直跳, 就连五脏六浮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疏爽, 仿佛体内的每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 又一次, 那种能让人上瘾的战斗滋味, 又一次让麦恩感受到了, 嘴角的笑容不知何时已经咧到了耳根处, 麦恩望着面前的右蜀, 缓缓伸出一根食指, 我想提一个要求, 只要不是让我手下留情, 右蜀耸, 拉耸肩膀, 呵呵, 麦恩大嘴一脸, 双眼在这一刻变得没有丝毫感情, 死死地盯着右蜀, 麦恩一字一顿道, 中将大人, 我可以杀了你吗? 气氛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克比和贝鲁梅伯瞳孔一缩, 就连轻智都有点反应不过来, 右蜀更是大脑一片空白, 毕竟任谁都没有想到, 麦恩竟然敢对中将这样说话, 但就在所有人都不敢置信的这一刻, 一道慢悠悠的声音却突然响起, 哟, 真是可怕呀, 互赞, 你带来的这个少年, 好可怕呀, 第83章, 麦恩眸光一闪, 当听到好可怕这三个字时, 麦恩就已经知道了, 来者是谁, 扭头望去, 果不其然, 一头黑色卷发, 身穿一身黄白色条纹的西装, 脸上的胡须, 拉里拉遢, 戴着一副太阳眼镜, 身材瘦高, 整个人看上去, 活脱脱一副猥琐大书法, 正是与亲至同为三大将之一的黄园, 闪闪果实能力者, 波鲁萨利诺, 你怎么来了, 亲至眉毛一挑, 对于黄园的到来, 有些惊讶, 元帅大人说我闲得没事, 就让我过来看看, 没想到一到这就听到那么可怕的一句话, 黄园双手插兜, 一边耸肩膀一边倒, 眼睛直直地望着不远处的麦恩, 突然话锋一转道, 不过仔细一想, 你带来的那个少年, 说得也没错, 既然要战斗, 自是要抱着杀死对方的信念, 对吧, 麦他叫神灵九们来着, 黄园偏头看向亲至问道, 麦恩, 尼格, 亲至面无表情地提醒道, 死, 可怕, 连名字都这么可怕, 黄园倒吸一口冷气道, 亲至满脸无语, 不在李会儿身旁的黄园, 转头看着右鼠, 看到亲至的眼神, 右鼠立马对面前的麦恩一点头道, 当然, 只不过这样一来, 我也不会留守了, 斯拉一声响, 右鼠话音刚落, 双手就飞快覆盖了一层黑色, 就跟用墨水染过了一般, 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干净的光泽, 赫然是武装色霸气, 生命归还, 砰的一声响, 麦恩话音刚落, 他的身子就陡然暴增了一倍, 身上所穿的礼服扭扣, 直接被崩飞, 袖子也直接炸脸, 哦, 不只掌握了海军六世, 还会生命归还吗? 一旁的黄园看到这, 嘴巴立马张成了圆圈状, 亲至暗暗一点头, 眼中的期待越发深刻, 怪不得杨延要杀了我, 原来, 你还会生命归还, 右鼠眼睛一亮, 越发觉得, 战国的吩咐是对的, 不逼到最后一刻, 还真的不知道, 麦恩的实力, 究竟上限几何, 可惜也就到这了, 生命归还, 虽然可以短时间内, 提升你的力量, 但要想杀我, 还远远不够, 右鼠缓缓说道, 话虽如此, 但他脸上的凝重, 却只增不减, 呵, 麦恩冷冷一笑, 感受着身体里澎湃的力量, 望着眼前的右鼠, 麦恩的眼神, 犹如在看一句死事, 踢, 麦恩脚步一点, 一瞬间, 连踩地面数百下, 闪电般的, 向右鼠冲去, 纸枪, 兽颜, 麦恩双手握拳, 向右鼠疯狂地击打而去, 纸枪, 兽颜乃是因无毛投鹰的绝招, 以双拳代替实质, 速度不仅比一般的纸枪更快, 破坏力也更大, 可在右鼠的剑纹色霸气之下, 麦恩的攻击, 不是被右鼠抵挡, 就是被右鼠躲避, 根本碰不到右鼠分毫, 投降吧麦恩, 你的动作, 已经全被我看穿了, 再打下去, 根本就没有意义, 右鼠面无表情地对麦恩说道, 一旁的轻质看到这早已眉头紧重, 不明白, 麦恩在干什么, 唉, 本来还以为是一个可怕的少年, 没想到也就那样, 黄元大失所望, 包括克比和贝鲁梅伯在内, 周围的一众海军, 这会儿也是眼神奇奇一暗, 虽然事到如今, 麦恩的表现已经达到, 甚至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以他现在的年纪, 能逼得海军中将右鼠使出全力, 已经是很不容易, 可关键是, 麦恩先前的那句话, 已经让在场所有人对他的期望值变高了, 现在看到麦恩这样的表现, 自是有些失望, 连右鼠的身子都碰不到, 还扬言, 要杀了右鼠, 麦恩,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可正因为此, 这些对麦恩感到失望的人们, 才并没有发现, 这一刻, 麦恩的嘴角已经掀起了一抹笑容, 狡猾的笑容, 飞纸枪把, 十, 声音响起的同时, 麦恩向右鼠疯狂袭曲的双拳, 骤然伸开, 砰砰砰砰砰砰砰, 只听得一连串的响声, 麦恩的十根手指, 发出了十发空气弹, 出人意料地向右鼠射去, 这, 右鼠惊呆了, 眼中的瞳孔, 骤然缩成了针尖状, 这一刻, 即便右鼠依然在使用剑纹色霸气, 也根本躲不开这十发空气弹, 甚至, 就连海军六十之一的铁块右鼠, 也来不及施展,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十发空气弹洞穿自己的身体, 而这就是麦恩的计划, 在他被右鼠, 一拳打飞出去以后, 麦恩就在思考他该怎么对付右鼠的剑纹色霸气, 答案只有一个, 出其不业, 使出鹰无毛头鹰的纸枪, 兽炎只是麦恩表面上的伪装, 他的目的就是在右鼠认为他山穷水尽时, 使出罗布鲁奇的飞纸枪拔给予右鼠致命一击, 右鼠本以为麦恩的拳头就是他攻击自己的全部, 实际上, 真正的杀招藏在麦恩的手指里, 永别了中将大人, 眼瞅着十发空气弹即将冻穿右鼠的身体, 麦恩的嘴角当即掀起一抹冷笑, 但就在这时, 一道刺眼的金光却突然闪现在麦恩眼前, 砰的一声巨响, 十发空气淡稳稳地命中金光, 将金光炸开的同时也失去了所有的威力, 呼, 看到这, 满头冷汗的右鼠立马如是重负地吐出了一口气, 而这时, 被炸开的金光也缓缓俱拢, 逐渐形成一个人影, 麦恩, 尼格是吧, 你果然很可怕呢, 慢悠悠的声音响起, 黄元的身形从金光中浮下出, 望着面前的麦恩, 尼格, 眼中已经是一片欣赏, 第84章, 波鲁撒利诺大人过奖了, 望着面前的黄元, 麦恩不卑不亢道, 对于黄元的出现, 麦恩并不感到奇怪, 只是有点可惜, 到底是海军大将,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身为中将的右鼠死在麦恩手上, 而以黄元闪闪裹食的能力, 在适才那种情况下, 也的确只有他能及时救下右鼠, 右鼠, 你大意了呢, 亲自这事也走了过来, 毫不留情地对右鼠予以斥责, 右鼠无言以对, 毕竟亲自说的的确是事实, 麦恩现在虽然很强, 但也只是中将水准, 跟右鼠顶多只能打个平手, 当然, 如果麦恩能学会武装色霸气和剑文色霸气的话, 战斗在开始的一瞬间就将奋出胜负, 右鼠必败无疑, 思极至此, 麦恩又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不足, 跟右鼠的战斗虽然并非麦恩的本意, 但现在看来倒是一件好事, 打个中将都这么费劲, 以后谈什么文明事件, 实力, 还要变得更强, 望着手中的黑色漩涡花纹, 麦恩的眼中流露出浓浓的渴望, 正这时, 一只大手拍在了麦恩的肩上, 麦恩本来以为是轻质, 抬头一看却眉毛一条, 因为拍着他肩膀的人乃是黄元, 可怕的少年, 有没有兴趣跟我干啊, 黄元满面微笑道, 配上那张猥琐的老脸, 整个人更显猥琐了, 麦恩本来以为斯潘达姆那个窝囊费, 就已经够猥琐了, 现在倒是一山更比一山高了, 没有回答黄元的话, 麦恩直接转头望向轻质, 意思不言而喻, 倒不是麦恩这些天跟轻质处出了感情, 而是轻质地为人麦恩可以信得过, 黄元就不一定了, 就连所谓的正义都是模棱两可, 麦恩要是跟着黄元混, 只不定哪一天就被坑死, 毕竟黄元可是海贼王中的第一放水大师, 万一哪天碰到什么强敌这家伙还放水的话, 依靠闪闪果实的能力, 这家伙自是可以光速开溜, 麦恩怎么办呢, 轻质就不同了, 在关键时刻, 麦恩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 轻质还是会挺身而出的, 基于此, 麦恩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看到麦恩转头望向自己, 轻质就算是冰冻果实能力者, 心里也着实涌过了一股暖流, 身为上级, 没有人不喜欢忠诚的下属, 抬起头冷冷地望着黄元, 轻质一把甩下黄元, 放在麦恩肩膀上的大手, 别闹了, 波鲁萨利诺, 麦恩还要进行授贤仪式, 我们没时间陪你玩, 好可怕呀, 库赞大人在威胁我呢, 黄元贪了贪手, 一脸可惜道, 不过麦恩既然不愿意的话, 那也没办法, 但以后要是在库赞手底下待得不舒服,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黄元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麦恩道, 不会有那个时候的, 轻质说这句话时, 放在他肩膀上的大手, 明显用力了几分, 掌心的温度也骤降, 使得麦恩浑身上下, 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也就在这时, 从轻质的口袋中, 传来了巴拉巴拉巴拉的响声, 嗯? 轻质眉头一皱, 从口袋中掏出电话虫, 果断按下接听键, 电话虫那边, 立马传来一道十分急促的声音, 库赞大人, 请您赶快去元帅办公室报道, 知道了, 轻质挂断电话, 面色显得有些凝重, 扭头望向身边的麦恩, 轻质的语气略显无奈, 麦恩, 看来你的寿闲意识, 巴拉巴拉巴拉, 轻质话还没说完, 电话虫独特的铃声, 便再度响起, 却不是从他的口袋中发出, 奇怪, 一旁的黄元, 从口中掏出电话虫, 果断按下接听键, 电话虫那边, 立马传来声音, 语气同样急促, 波鲁萨利诺大人, 请您赶快去元帅办公室, 打, 电话虫那边还没说完, 黄元就已经按下了挂断键, 抬起头看着面前的轻质, 海军本部两位大将的脸色, 已然阴沉至极, 到得此刻, 即便是一向懒散的轻质, 和一向不爱管事的黄元, 也不能保持平静了, 他们两人就在马林泛多, 却几乎同时收到了, 赶忙去元帅办公室报道的命令, 毋庸置疑, 肯定出大事了, 刷, 没有丝毫的犹豫, 黄元立马化为一道金光, 向战国的办公室窜去, 自己小心, 轻质郑重地拍了拍麦恩的肩膀, 双脚便传来咔咔咔的响声, 四周温度骤降, 一条冰道快速在轻质脚下浮现, 踩着冰道, 轻质直直地冲着战国的办公室而去, 四周的海军这会儿已经满头冷汗, 哗哗直落, 克比和贝鲁梅伯的脸色也极为苍白, 就连右蜀也是眼角微斗, 道德此刻, 众人已经没有心情去谈论麦恩和右蜀适财的那场战斗, 包括麦恩和右蜀本人, 毕竟所有人都不傻, 好了, 都别在这待着了, 赶快散了, 望着四周的海军一脸的惊疑不定, 右蜀赶忙大手一挥道, 刚才的事不许瞎说, 要是引起了什么骚动, 拿你们试问, 是, 众人飞快一点头, 而右蜀已经转身离去, 身为海军中将, 潜了赵, 如果真有大事发生, 那用不了多久, 他也必须要去战国的办公室报到, 奇怪, 望着右蜀离去的背影, 想着轻质和黄元慎重的脸色, 麦恩却是一头雾水, 身为穿越者, 麦恩还是第一次搞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何事, 此刻距离司法岛事件不过四五天的时间, 本该是一片平静才对啊, 麦恩摸着下巴, 百思不得其解, 正这时, 脑海中一道灵光闪过, 麦恩的面色唰的一声, 变得苍白不已, 摸着下巴的手, 也死死定住批, 不对, 不是什么事都没有, 麦恩这才想起, 司法岛事件爆发三天以前, 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 抬起头望着不远处战国的办公室, 麦恩的嘴巴, 缓缓吐出两个字, 艾斯, 第八十五章, 伟大航路, 马林范多, 元帅办公室内, 战国一脸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前, 即便是他这样的男人, 也难以消化刚才那个惊人的消息, 正这时, 办公室外传来唰的一声响, 咔嚓, 大门推开, 黄元插着都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什么是催得那么急, 等酷暂来了再说, 战国缓缓道, 黄元也没说什么, 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 正这时, 周围的温度骤然下降, 咔嚓, 轻至推门走近, 身上还带着惊人的冷气, 直接对战国问道, 发生了什么, 黄元偏头看向战国, 该不会要等萨卡司机来吧, 那家伙, 这会儿可在记忆直播, 这件事, 我待会儿会单独通知萨卡司机, 战国抬起头, 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黄元和清智道, 你们应该知道, 白胡子海贼团四番队队长萨奇, 被杀害一世吧, 知道, 清智点了点头, 听说是白胡子海, 贼团上的人做的, 叫什么来着, 黄元摸着下巴思考道, 马歇尔弟弟齐, 清智开口道, 对, 就是这个名字, 黄元耸了耸肩绑道, 不过真没想到啊, 白胡子手下,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都那么可怕, 但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 打败了火拳艾斯, 战国的声音淡淡响起, 火拳艾斯, 白胡子二番队队长, 清智和黄元文言一乐, 身为新世界的四皇之首, 海军本部, 自是对白胡子海贼团十分忌惮, 不止白胡子本人, 手下的十六个队长, 也调查得极为清晰, 尤其是火拳艾斯, 那可是世界政府, 曾经想要招收为王下七五海的家伙, 实力可见一般, 但正因为此, 清智和黄元, 听到火拳艾斯被打败的消息, 才十分惊讶, 不错, 战国点了点头, 紧接一字一顿道, 马歇尔弟弟齐, 在打败火拳艾斯以后, 并没有选择杀死他, 而是移交给了世界政府, 马力乔亚那边刚刚传来消息, 火拳艾斯已经抵达, 世界政府准备将马歇尔弟弟齐, 晋升为王下七五海, 填补前王下七五海科洛克达尔的空缺, 战国一番话说出口, 整座办公室的气氛便是一片死尽, 清智和黄元的面色, 罕见得极为凝重, 毕竟他们都知道, 火拳艾斯被抓的消息一旦传出, 白胡子海贼团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消息应该封锁了吧, 沉默良久, 清智开口说道, 封锁不了几天, 世界政府那边发了话, 要以直播的形式当众处行火拳艾斯, 再过不久, 这个消息就会传遍整个伟大航路, 接着是整个事件, 战国面无表情道, 但从他说话时一直发颤的双手, 就能看出此刻他心中的脑木, 同样, 这一刻的清智和黄元也愣在了原地, 毕竟这样一来, 一场恶战便在所难免了, 哇, 世界政府那群人真是可怕呢, 黄元冷冷一笑, 如此一来, 现在就要做准备了, 清智开口说道, 语气中多多少少有些无奈, 海军本部隶属于世界政府, 两方完全是上下级的关系, 只要是世界政府那边做出的决定, 海军本部就要无条件地执行, 不过这一次, 的确是太过乱来了, 世界政府公开处刑火拳艾斯, 跟向白胡子海贼团直接宣战有什么区别, 这个消息一旦公布了事件, 白胡子就算不想救火拳艾斯也必须要来了, 可关键是, 白胡子海贼团岂是那么好对付的存在, 世界政府做出的这个决定, 海军上上下下不知道死多少人, 就算这场围绕着火拳艾斯的战争, 海军最后取得了胜利, 也势必是惨胜, 好了, 事情你们也知道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尽快把玛丽乔亚上的火拳艾斯转移到推进城, 这一次转移, 务必不容有失, 你们俩谁去, 战国望着面前的黄元和清智道, 别看我, 火拳艾斯那么可怕的存在, 我才不想押送吗, 黄元摆了摆手道, 实际上战国压根也没看黄元, 主要视线一直盯在清智的身上, 放心吧, 看到战国的眼神, 清智立马点了点头, 交给你了库赞, 战国点头回应, 至于陪你一起押送火拳艾斯的人, 你自己看着办吧, 马林泛多上的所有中将, 没有公务的, 全都任你掉钱, 不是中将行吗, 清智反问道, 不是中将, 战国文言一愣, 黄元却是先反应了过来, 你要把那个麦恩带过去, 不错, 清智毫不犹豫地一点头, 麦恩的实力行吗, 战国眉头紧皱道, 押送火拳艾斯可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必须要保证战力的基准, 可当战国问出这句话以后, 他却亲眼看到, 清智的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 与此同时, 黄元的声音也在他耳边响起, 当然行了, 那个可怕的少年, 可是连右鼠都打败了, 你说什么, 战国猛然站起身子, 略显苍老的脸庞上, 满是不敢置信, 右鼠被打败了, 是啊, 黄元漫不经心地一点头, 要不是我出手, 马林范多这会儿, 已经在准备右手的追悼会了, 死, 听到这, 战国又一次被震惊了, 整个人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但心中自是欣喜不已, 原先因为世界政府的任意妄为, 而生得一肚子闷气都消解了些许, 既如此, 我就不用担心了, 扑通一声, 坐回椅子上, 战国如释重负地吐出了一口气, 偏头望着面前的酷赞, 战国无奈地摇了摇头, 只是逃到了宝, 现在看来, 何止是宝啊? 第八十六章, 快快跟上, 踏踏踏, 一排排整齐的脚步声响起, 一队队海军士兵在马林范多跑来跑去, 迈恩将一切尽收眼底, 面上虽无表情, 但心里已经大致确定, 自从黄元和清智去了战国的办公室, 热大的马林范多就陡然变得繁忙起来, 一股压抑的气氛也笼罩在海军本部, 尽管所有人的心里都是满满的疑问, 但任谁都能看出是发生大事的节奏, 而这也无可厚非, 白胡子海贼团二番队火拳艾斯被捕, 马林范多自然是要从现在开始就做好一切准备, 毕竟从这一刻开始,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奇怪, 大家怎么变得这么慌张? 小虎挠头问道, 下了军舰以后, 迈恩就让小虎把他的行李搬到海军宿舍中去, 直到刚才才忙好, 也因此, 小虎并不知道迈恩刚刚打败了海军中将右蜀, 而这本来该成为轰动整个马林范多的大消息, 毕竟迈恩现在的年纪还不到二十岁, 在这个年纪, 即便是现在的海军本部三大将, 库赞, 波鲁萨利诺和萨卡斯基, 也不敢说打败一位海军中将, 更何况, 迈恩是杀死, 但现在火拳艾斯的事情一出, 迈恩打败右蜀的消息, 反倒没人去在意了, 也好, 反正迈恩一开始就准备低调行事, 大人,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小虎一脸不解地冲迈恩问道, 你说呢? 迈恩贪了贪手, 哎, 我们才刚来马林范多, 千万别发生什么大事啊, 小虎双手合十地祈祷着, 呵呵, 迈恩微微一笑, 眼中掠过一抹金光, 说实话, 马林范多要是发生什么别的大事, 迈恩或许会跟小虎一样, 但若是火拳艾斯被捕一事, 迈恩根本求之不得, 因为迈恩知道, 这一刻, 去推进城的机会就摆在他的面前, 原著中, 对于巴拿地岛一战只是简单的描述, 关于太阳与黑暗的战斗, 唯一知道的就是, 艾斯最后被黑胡子打败, 等到后期剧情一转, 艾斯已经在推进城之中, 但问题是, 艾斯不可能是被黑胡子关进推进城的, 在没成为王下七五海之前, 黑胡子再厉害也进不去推进城, 而他要想成为王下七五海, 就只能带着艾斯去一个地方, 圣地玛丽乔亚, 只有世界政府允诺, 黑胡子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王下七五海, 但艾斯不可能一直留在玛丽乔亚, 必须要派人将艾斯从圣地玛丽乔亚, 押送到深海大监狱推进城, 而以艾斯的身份和实力, 能押送他的人只有海军本部大将, 战国为什么要让黄元和清智赶忙去办公室一事, 其目的就是从这两个人中选一个人押送火拳艾斯, 显而易见, 黄元那老兄根本不可能, 只有亲智才能接手, 思极至此, 麦恩的嘴角已经忍不住掀起一抹笑容, 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 麦恩本来以为自己要去推进城还要颇费一番功夫, 现在则是机会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 酷赞大人万岁, 大人,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望着满面笑容的麦恩, 小虎早已是一脸不解, 马林泛多都热闹成这个样子了, 所有人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麦恩反倒笑得跟个什么似的, 换谁谁能不纳闷, 看看小虎啊, 我的行李你弄好了吗, 麦恩不打反问道, 当然, 听到麦恩问起行李, 小虎立马精神一震, 一脸自豪道, 您的生活用品都已摆放整齐, 床铺也已整理好, 衣服我也叠好了, 放到柜子里, 您房间里的地板和门窗, 我也用水擦了一遍, 哦, 那再打包吧, 麦恩淡淡一点头道, 好, 我现在就打打包, 小虎文言一愣, 什么打包, 把整理好的生活用品, 放进柜子里叠好的衣服, 再放回行李里, 就叫打包, 麦恩解释道, 不是大人, 意思我明白, 但为什么呢, 小虎一脸震惊地看着麦恩, 眼中的委屈, 早已泛滥, 因为太阳与黑暗, 说完这句话后, 麦恩郑重地拍了拍小虎的肩膀, 便抬一脚向海军本部走去, 太阳与黑暗, 小虎一脸猛逼, 抬头仰望天空, 太阳还在, 可哪里有黑暗呢, 小虎摸着下巴不明所以道, 而这时, 麦恩已经来到了海军本部, 他也不进去, 只是在门外等待着清智, 好不容易得到一个, 可以去推进城的机会, 麦恩自是不能放过, 无论用什么办法, 哪怕使出浑身解数, 麦恩都必须要让清智带自己去, 但就在这时, 他的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响, 麦恩少尉, 麦恩眉头一皱, 这声音有点熟悉啊, 扭头望去, 麦恩立马一脸恍然, 克比, 贝鲁梅伯, 你们怎么到这来了, 呼喊麦恩的人正是克比和贝鲁梅伯, 虽然之前发生过一点小小的不愉快, 但麦恩与这两人之间, 现在也算是熟识, 好歹是来到马林泛多以后, 认识的第一批人, 关系没必要搞得那么僵, 我们是跟中将大人来的, 麦恩少尉, 你是在这等酷三大将吗, 克比开口问道, 是的, 麦恩点了点头, 紧接眉头一皱, 等等, 你说什么, 中将大人, 麦恩拉着克比的胳膊问道,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克比疑惑地望着麦恩, 你们口中的中将大人该不会是, 麦恩话还没说完, 他的耳边就传来咔嚓一声响, 一股烟香味也随之传来, 麦恩扭头望去, 果不其然, 是先辈, 咦, 第八十七章, 一身得体的海军礼服, 满头白发, 就连眉毛和胡子也是一片雪白, 身材壮硕, 面容略显苍老, 左眼处一道曲线扒痕, 拿着仙辈的手, 青筋毕露, 正是海军英雄, 蒙奇帝卡普, 喂, 你为什么盯着老夫的仙辈看, 老夫最近心情可不好, 再看揍你啊, 看到麦恩一直在盯着自己手中的仙辈, 卡普立马将仙辈藏在身后, 然后举起拳头, 对麦恩叫嚣着, 眼中满事不善, 看到这, 克比和贝鲁梅伯赶忙拦在麦恩身前, 要是放在以前, 克比和贝鲁梅伯自会对此微微一笑, 因为卡普每次扬起拳头说要揍人都只是说说而已, 并不会真的垂下去, 9833算垂下去也不会下死手, 不然马林贩多的海军怕是要死完了, 但这一次不一样, 卡普说的没错, 这几天他心情的确不好, 因为司法岛事件王露飞的所作所为, 导致卡普整个人都郁闷了起来, 今天好不容易才拾起对仙辈的乐趣, 就遇到了一个想跟他抢食的年轻人, 卡普立马就恼了, 不过话虽如此, 卡普也没想要真的弄死眼前这个年轻的海军士兵, 但痛揍一顿还是可以的, 好在克比和贝鲁梅伯是真讲义气, 有事真上, 中将大人您别生气, 麦恩少尉没那个意思, 没错没错, 克比和贝鲁梅伯一唱一鹤地为麦恩求着情, 嗯? 你们认识? 卡普放下举起的拳头, 从身后的鲜背带中抽出一块, 放在嘴里咬了起来, 咔嚓咔嚓的声音再度大作, 嗯? 都是朋友, 克比和贝鲁梅伯一左一右摟着麦恩的肩膀道, 看到这, 麦恩也只能一阵点头, 对对对, 哦, 既然是克比和贝鲁梅伯的朋友, 那就不揍你了, 卡普也伸出手拍了拍麦恩的肩膀, 多谢中将大人, 麦恩勉强一笑道, 没办法, 别说麦恩现在的道理高达两万, 就是高达二十万, 他也不是卡普的对手啊, 一拳下去, 麦恩准宝歇菜, 说起来, 刚才看到卡普扬起拳头的那一刻, 麦恩都有一种想打开空气之门进去, 跟罗宾一块看书的冲动了, 咦? 奇怪, 卡普一边咬着仙背, 一边疑惑地望着麦恩道, 马林泛多, 像你这么年轻的海军少尉可不多, 老夫, 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我是刚刚才被提拔为海军少尉的, 还没经过授贤仪式, 中将大人, 麦恩老实回答道, 但话音刚落, 麦恩就感觉自己的脚, 被谁踩了一下, 扭头望去, 只见克比和贝鲁梅薄, 对他一阵挤眉弄眼, 你们这事, 麦恩正那着闷, 面前的卡普, 已经摸着下巴思考起来, 刚刚提拔的海军少尉, 嗯? 卡普眉头一皱, 有点阴沉, 低头望着面前这个海军士兵, 卡普冷冷道, 你是麦恩, 你格? 文言, 麦恩还没说话, 身旁的克比和贝鲁梅薄, 已然是一脸苍白, 而到得此刻, 麦恩才终于明白, 克比和贝鲁梅薄, 从刚才到现在是闹哪样, 不得不说, 很是感谢, 但望着面前的卡普, 麦恩却是毫不犹豫的一点头, 正是, 中将大人, 我听说, 你是因为在司法岛英勇作战, 才被破格提升为海军少尉的, 卡普语气不善道, 正是, 中将大人, 麦恩不卑不亢道, 那这么说, 你一定见过草帽小子了, 卡普死死地盯着麦恩道, 只不过说这句话时, 麦恩可以明显地看到, 卡普眼中的瞳孔, 有些许微颤, 而这, 也正是克比和贝鲁梅薄, 先前又是踩麦恩的脚又是, 对麦恩几没弄脸的原因所在, 毕竟司法岛事件, 关乎着王露飞, 麦恩身为原司法岛海军士兵, 要是一个回答, 不好惹了卡普生气, 一拳下去, 绝对够麦恩瘦的, 但这只是克比和贝鲁梅薄两个人的猜想灵, 虽然这么说, 有点不好意思, 但事实的确如此, 比起克比和贝鲁梅薄, 麦恩要更了解卡普, 见过, 中将大人, 麦恩回答道, 那家伙真的杀了斯潘达姆和CP9吗? 卡普继续问道, 是的, 中将大人, 麦恩毫不犹豫地一点头, 你亲眼看到了? 卡普双眼微眯, 亲眼看到了, 麦恩再堆一点头, 说话时, 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那你要是再见到草帽小子呢? 卡普大手按在麦恩的肩膀上, 一边用力一边问道, 能逮捕就逮捕, 不能逮捕就就地处决, 麦恩一字一顿道, 说话时, 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面前的卡普, 一眨都不眨, 嘶, 文言见状, 克比和贝鲁梅薄当即倒吸一口冷气, 手心都紧张地冒出了汗来, 而这时, 麦恩也暗暗咬紧了牙根, 因为这一刻, 卡普握着麦恩肩膀的大手, 已经用上了些许力气, 疼痛感已经传来, 麦恩的心里极为震惊, 尽管早就有所心理准备, 但真到这一刻, 麦恩还是有点不敢置信, 卡普这老头果然强得可怕, 纵然这一刻, 卡普只用上了些许力气, 但麦恩却感觉他整个人都被一把铁钱死死夹住, 根本就挣脱不开, 只要面前的卡普再用上三成左右的力气, 他整个人都要被卡普弄散架, 索性就在这时, 卡普终于放开了麦恩的肩膀, 说得好, 卡普对麦恩伸伸一点头, 然后将手中的仙辈袋扔给麦恩, 诺,给你吃吧, 算是老夫给你的赔罪礼, 说完, 卡普就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 看着手中的仙辈, 麦恩抬头望着卡普远去的背影, 海军英雄的背影依然高大伟岸, 但这一刻落在麦恩的眼中, 却显得有些无助, 第88章, 亲孙子成了杀人狂魔, 养孙子即将被处刑, 双重的伤痛夹在卡普身上, 即便是一个铁人, 怕也承受不住, 何况卡普本身还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 说实话, 这一刻的卡普还能稳稳地站在地上, 已经实属不易, 麦恩对此非常敬佩, 但心里却没有一点羞愧之情, 毕竟大家都是一样的, 在大海贼时代,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 王露飞想要成为海贼王, 卡普身为海军英雄必须要例行正义, 艾斯死心塌地地追随白胡子, 黑胡子是要称霸世界, 他们一往无前亦无怨无悔, 无论结果好坏, 这一点, 麦恩跟他们是一样的, 为了闻名于世界, 为了让麦恩, 尼格这个名字比戈尔蒂罗杰都更加响亮, 麦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没有原则, 就是麦恩的原则, 酷赞, 你带来的这个少年实在太可怕了, 正这时, 一道慢悠悠的声音在麦恩耳边响起, 麦恩都不用回头, 就知道黄元已经来零九到他身边, 不过出于海军的规矩, 麦恩自是飞快转过身子, 抬手敬礼道, 酷赞大人, 波鲁撒利诺大人, 青智和黄元站在麦恩的面前, 三米多高的个头, 使他们整个人看起来跟巨人一样, 麦恩说是敬礼, 但他的目光直视之下, 除了尴尬, 青智和黄元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自顾自地说道, 刚才那一幕, 要换成我早吓死了, 你也知道, 卡普老头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人, 青智摇了摇头, 并不理会黄元的话, 从麦恩手中的仙辈袋中拿出两块, 一块扔给黄元, 一块叼在嘴里, 咔嚓一声响, 青智一边吃着仙辈, 一边拍了拍麦恩的肩膀, 走了, 再见, 波鲁撒利诺大人, 麦恩抬手对面前的黄元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士兵里, 便转身跟在青智的身后, 徒留黄元一个人对手中的仙辈发呆, 而这时, 青智和麦恩已经走出去了很远, 虽然青智仍然是一脸的无精打采, 但走路的速度却不慢, 麦恩紧赶慢赶才能赶上, 而这也不是麦恩废物, 要怪就只能怪青智的腿大长, 好家伙, 三米多高的个头, 青智的一双腿最少得一米五往上, 这一步跨出去, 够麦恩一个人的身高了, 先前因为青智慵懒的性格, 走路速度极慢, 麦恩自是能稳稳跟在青智的身后, 现在, 青智一个麦恩接着一个麦恩的大步跨出去, 麦恩跟起来着实有点费劲, 他一不能跑, 二不能使用T, 光靠双脚跨出去的距离, 青智每走一步, 麦恩就要走三步, 不过虽然如此, 麦恩的心里却乐开了花, 因为这样的青智, 恰恰变相证明了, 麦恩的猜测是对的, 毕竟只有艾斯被捕一事, 才能让三大将之中最为冷静的青智变得那么焦急, 也就在这时, 青智终于停下了脚步, 麦恩本来在紧跟着青智, 这会儿差点撞上去, 麦恩, 我接下来要跟你说的是, 你要保证不对任何人说, 青智缓缓转过身子,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麦恩道, 是, 库赞大人, 麦恩浑身一震, 对青智狠狠一点头, 双眼异常明亮, 心里又一次乐开了花, 在这个结果眼上, 青智要对他说的事情显而易见, 可关键是, 青智为什么要对麦恩说呢, 如果他不准备带麦恩去的话, 思极至此, 望着面前的青智, 麦恩是真的很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呼, 青智深吸一口气, 缓缓吐出, 然后对麦恩开口道, 你知道火拳艾斯这个人吧, 知道, 白胡子二番队队长, 麦恩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青智对麦恩讲述了整件事情的始末, 也交代了本次任务的严重性, 但青智却惊奇地发现, 他面前的麦恩十分冷静, 火拳艾斯被捕了, 嗯, 我们要去玛丽乔亚, 嗯, 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将火拳艾斯安全压界到推进城, 嗯, 白胡子海贼团的势力庞大, 押送火拳艾斯这件事,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嗯, 青智嘴巴不停, 接连吐出好几个惊人的消息, 而这些消息, 就连青智和黄云这样的人物, 乍一听到都是心中一己, 哪怕是佛制战国, 都需要一些时间冷静冷静, 但麦恩对此, 却始终是一个动作一句话, 点头一声嗯, 然后就没了, 说实话, 看到这样的麦恩, 青智都有点害怕了, 麦恩, 你真的听懂了我说的话吗? 青智拍着麦恩的肩膀道, 这孩子, 该不会被吓傻了吧? 听懂了, 麦恩无语地点了点头, 看到青智的表情, 麦恩自是知道, 青智这会儿在想什么, 不过, 麦恩也没办法, 火拳艾斯这件事, 对于青智, 黄云, 战国, 卡普, 哪怕是赤犬这样的人来说, 乍一听到, 自是会震惊无比, 但对于麦恩而言, 实在不值得大吃一惊, 其实麦恩已经在节里表现震惊的样子, 但事实证明, 他的演技不佳, 望着青智不敢置信的脸庞, 麦恩只能举起拳头, 一字一顿道, 不过事已至此, 库赞大人, 我们只能选择面对不是吗, 为了正义, 不管是火拳艾斯, 还是他身后的白胡子海贼团, 我们必须要义无反顾, 没什么大不了的, 从决定成为海军的那一天起, 我麦恩, 尼格就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气氛一片死寂, 青智的大脑一片空白, 这一刻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因为青智这才发现, 他从一开始就看错了麦恩, 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 这样的麦恩, 可不仅仅拥有大将前置, 你这家伙, 拍着麦恩的肩膀, 青智的嘴角破天荒地掀起一抹较大的幅度, 双眼明亮至极, 宛如再看一件西式珍宝, 第八十九章, 呼啦啦, 滴滴滴, 伴着滚滚浓烟和刺耳的气笛声, 一艘巨大的军舰在海面上快速行驶, 麦恩站在军舰的甲板上, 扒着栏杆望着面前无边无际的大海, 眉头微微紧皱, 从玛林范多出发已有两天时间, 在军舰的超快速度下, 麦恩等人距离玛丽乔亚已经不远, 但这两天麦恩却很愁, 明明到达圣地玛丽乔亚以后, 麦恩就能去往他心目中真正的圣地推进城, 但此刻, 麦恩整个人却根本高兴不起来, 大人, 你真神了, 小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语气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脸上也满是敬佩之情, 他刚刚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 整个人已然是兴奋不已, 怪不得您让我打包行列, 原来您早就猜到我们要去玛丽乔亚, 真是太好了, 呵呵, 麦恩冷冷一笑, 偏头望着兴奋不已的小虎, 心中恶趣味地想着, 等到小虎知道事情的真相, 以后该是何等表情, 处于亢奋状态中的小虎, 压根没看到麦恩的冷笑, 依旧是满脸欣喜的, 啊, 我已经等不及要踏上玛丽乔亚的土地了, 那可是圣地啊, 若是让司法岛上的海军知道, 他们指不定要多羡慕我们, 前脚刚从玛丽乔多出来, 后脚就要去圣地玛丽乔亚, 我这辈子算是值了, 可怜的家伙, 怜悯地望了小虎一眼, 麦恩转过头不再理会儿, 依旧沉淀在自己的惆怅中, 因为自从先前那件事过后, 亲自对麦恩的态度陡然上升, 这两天闲得无事就跑到麦恩身边, 拉着他一起畅谈海军的未来, 要不然就是跟麦恩战斗, 或者抱着一大堆海军资料, 让麦恩彻夜研读, 最过分的是, 连麦恩的私人时间亲自都予以霸占, 吃饭一起吃不说, 就连洗澡都一起洗, 有时候连上厕所都要问麦恩有没有兴趣一起, 真真是把麦恩折磨得够呛, 毕竟亲自这个人不爱说话, 五官也很少有表情, 整个人就跟一块冰疙瘩一样, 无趣至极, 麦恩跟他待在一起, 气氛着实尴尬, 搞得麦恩现在都后悔了, 早知如此, 先前听到亲自对他说火拳艾斯的事情时, 麦恩就该穷尽毕生眼计, 展现出一副完全震惊的模样, 现在好了, 麦恩的无动于衷, 落在亲自眼中就是极其冷静, 心中的分量陡然提高, 直接把麦恩当作下下一任海军本部元帅培养, 而这也无可厚非, 因为在亲自的眼中, 海军本部元帅最需要的三个条件, 麦恩恰好都满足了, 第一, 实力, 麦恩现在的年纪不到二十岁, 却已经极其精通海军六世和生命归还, 之前在马林泛多, 连海军本部老牌中将右手都战胜了, 实力毋庸置疑, 假以时日, 必定拥有极其强大的战力, 第二, 心中的正义感, 这一点也无需赘述, 麦恩先前在司法岛的所作所为, 已经证明了一切, 一个将海军士兵的生命都重视不已的人, 一个敢独自一人阻拦草帽小子的人, 心中怎么可能没有正义感, 第三, 为人冷静, 这一点尤为重要, 援助中, 战国准备卸任海军元帅时, 为什么要推荐三大将之中的亲自做他的接班人, 就是因为亲自的性子沉稳冷静, 向来以大局为重, 海军元帅掌握着调动整个海军的大权, 凡事绝对不可以任性妄为, 否则一步走错, 无数条人命将寝客间化为乌有, 赤犬在这一点就不如亲自, 不然的话, 战国也不会在世界政府想让赤犬接任海军元帅时推亲自一把, 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 但好在给了亲自一个机会, 因为赤犬的实力虽然位于三大将之首, 但为人过于急躁, 急于求成, 这一点从原著上也看得出来, 赤犬当上海军元帅以后, 为了奉行他彻底正义之理念, 显示打击新世界各路海贼的决心, 非要把海军本部从马林泛多迁到新世界G1支部, 但这样一来, 马林泛多的戒备便开始变得薄弱, 与马林泛多临近的相拨地珠岛, 无法地带也开始增加, 而亲自如果当上了海军元帅, 就绝对不会任由事情发展成这样, 大局为重, 战国深知这一点才选择了亲自, 亲自也深知这一点才选择了麦恩, 只不过, 亲自并不知道, 麦恩对于海军元帅一直并没有丝毫的兴趣, 毕竟海军元帅只是表面上好听, 实际上就是吴老星和世界政府的舔狗, 麦恩想要文明于世界, 靠的可不是给人当舔狗, 望着手中的黑色漩涡花纹, 麦恩的眉头紧皱到了极点, 亲自这两天的凡人麦恩可以不予理会, 甭管是一起吃饭, 还是一起洗澡, 就算是一起上厕所, 麦恩也可以捏着鼻子忍受, 但关键是, 亲自现在对他的这个态度, 让麦恩很是担心, 他的计划能不能顺利实施, 麦恩本来准备押送火拳艾斯到达推进城以后, 就顺理成章地告知, 亲自他想要留下来, 而以亲自的随和, 钱好赵, 以及他之前对麦恩的青睐, 想来也不会拒绝麦恩, 但现在, 估计不行了, 青睐值超标了, 如果青睐真的是把麦恩当成未来的海军元帅培养的话, 怎么可能愿意把麦恩留在推进城, 海军自从创立以来, 立任海军元帅可从没有过在推进城里任过职的, 倒不是看不起深海大监狱, 而是深海大监狱的含金量不高, 能立地功很少描, 不像在外面, 立功的机会很多, 麦恩这会儿, 已经能在脑海中想象出彼时, 亲自听到他的要求后, 满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了, 看来得另做谋话了, 麦恩摸着下巴, 伴着脑中的思考眸光闪烁不已, 也就在这时, 他的耳边陡然传来了一声惊呼, 哦, 玛玛丽乔亚, 第九十章, 玛丽乔亚, 又名圣地, 乃是世界政府总部的所在地, 位于伟大航路前半段和后半段之间, 红土大路顶峰是到达新世界的两条路之一, 居住在此的人是世界贵族, 天龙人, 小虎的惊呼声打断了麦恩的思考, 转头望去, 一座宏伟靓丽的岛屿, 当时出现在麦恩眼前, 伴着军舰的缓缓开静, 麦恩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座岛屿繁华无比, 身旁的小虎看到这, 已然是双眼迷离, 但麦恩看到这, 本就紧皱的眉头, 却立马皱得更紧了, 双手也忍不住握紧成拳, 而这跟待会儿, 要押送火拳艾斯一事, 全无关系, 正这时, 一只冰冷的大手, 拍在了麦恩的肩膀上, 麦恩都不用抬头, 就知道, 轻智也来到他身边, 话我只说一遍, 你要认真地记在心里, 轻智的声音在麦恩身边响起, 但语气却前所未有的严肃, 麦恩忍不住抬头望去, 只见轻智的脸庞, 罕见得极为凝重, 上岛之后, 你就是笼子瞎子, 只要跟在我身后, 走就行了, 轻智俯视着麦恩, 一, 自一顿道, 无论如何, 都不要多管闲事, 切记, 我明白, 麦恩正重一点头, 这时, 军舰也已经来到了 玛丽乔亚的岸边, 咣当一声响, 跳板从军舰放下, 走吧, 轻智拍了拍麦恩的肩膀, 然后顺着跳板走下, 麦恩紧跟其后, 之后就是军舰上 大部分海军士兵, 小呼一在其中, 看到繁华的玛丽乔亚, 小呼这会儿 已经喜不自禁, 也因此, 他根本没看到 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 不管是轻智, 麦恩, 还是军舰上 大部分海军士兵, 全都是一脸凝重, 那样子, 根本让人感觉不到 他们来到了圣地, 反而像是奔赴了战场, 就连海军本部大将轻智, 这会儿也低下了头, 望着地面走路, 气氛罕见的压抑, 唯独小呼一个人在自嗨, 也就在这时, 由轻智和麦恩率领的 这支队伍, 终于进入了 玛丽乔亚这座岛屿的中心, 极尽的繁华映入眼帘, 所有建筑物都是金光闪闪, 但轻智和麦恩等人 却根本没有抬头, 因为这一刻, 无数道不善的目光 已经汇聚在他们身上, 一群头戴泡泡头罩的人 正冷冷地盯着他们, 天龙人, 居住在圣地玛丽乔亚的 世界贵族高端人士, 八百年前建立 世界政府的二十位王的后裔, 以造物主的后裔自居, 因为自是高贵, 而不屑与一般人 呼吸同样的空气, 而头戴着泡泡头罩, 并把其他种族的人 当作奴隶, 享有所有特权, 一旦被冒犯, 海军本部的大将或CP0 必须出动进行保护, 轻智为什么要在军舰上 提醒麦恩, 麦恩为什么要双拳紧握, 一切都是因为 玛丽乔亚的天龙人, 果不其然, 冷冷地忘了轻智 和麦恩等人一会儿, 一道充满着不屑和嘲弄的声音 终于响起, 哟, 来了走狗吗? 哈哈, 大笑声四起, 不屑和嘲弄之意更甚, 这一刻, 麦恩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面前每一个天龙人的眼中 都充满了轻面, 就像再看一个垃圾, 一只蚂蚁, 一颗小渣子一样, 就连他面前的轻智 都毫不例外, 小户这会儿 已经不再满面微笑, 处于天龙人的嘲笑声之下, 小户的头颅 已经不知觉低了下去, 周围的建筑 依然是那样的华丽, 就连空气中 都弥漫着一股尊贵的气息, 但这一刻, 包括小户在内, 来到玛丽乔亚的所有海军 都想快点离开这该死的地方, 可就在这时, 只听得一连串啪啪响, 麦恩等人抬头望去, 只见不远处 一个天龙人 正骑着一个人 向这里缓缓走来, 看到这, 麦恩的眉头猛然一皱, 因为不远处 这个天龙人他认识, 留着卷曲向上的黑色头发, 面貌肥瘦, 厚嘴唇, 鼻子上挂着一大串鼻涕, 正是原著中, 在香坡地群岛 被王露飞一拳打飞的 那个天龙人, 查尔罗斯圣, 天龙人事件的罪魁祸首, 不过按照现在的时间推算, 查尔罗斯圣 还没去香坡地群岛, 这下可麻烦了, 麦恩眼角微抖, 因为查尔罗斯圣 这个天龙人过于愚蠢, 仗着自己的身份 什么事都敢干, 而看目前这样子, 显然是来找他们似的, 该死, 起快点, 啪, 查尔罗斯圣 一边对身下的奴隶 大声咒骂, 一边用手中的鞭子 狠狠抽打, 奴隶这会儿 早已鲜血淋漓, 皮开肉绽, 但查尔罗斯圣 一鞭子抽在他身上, 奴隶却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脸上已然是一片绝望, 双眼再无明亮可言, 显然, 在查尔罗斯圣的虐待下, 这个奴隶 已经失去了 对生活的所有信心, 庆幸的是, 奴隶这会儿 终于把查尔罗斯圣 驼到了迈恩等人的面前, 啪的一声响, 查尔罗斯圣 从奴隶的身上跳下, 然后抬起脚 狠狠地踹在奴隶的身上, 奴隶本就伤痕累累, 被查尔罗斯圣这一踹, 再也坚持不住 扑通一声趴在地上, 废物, 看到这, 查尔罗斯圣的眼中 划过一抹极致的厌恶, 毫不犹豫地 从腰间掏出一把金色手枪, 对准身下的奴隶, 奴隶眼中的瞳孔 逐渐涣散, 就这样死在迈恩等人的面前, 但轻质和迈恩看到这里, 都是一脸的无动于衷, 丝毫不为奴隶的死去感到惊讶, 更不为这一刻 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幕 感到惊恐, 但在两人身后的海军士兵们 看到这, 却已是齐齐一脸苍白, 小护更是直接扑通一声 坐在地上, 望着死去的奴隶, 整个人都被吓蒙了, 看到这, 四周的天龙人 立马发出一阵阵哄笑, 查尔罗斯圣的大嘴 也猛然一脸, 指着面前的轻质 一字一顿道, 跪下, 第九十一章, 气氛一片死尽, 查尔罗斯圣的跪下二字一出口, 所有海军士兵 全都抬起了头, 就连小呼望着 查尔罗斯圣的眼中 也充满了无言的愤怒, 但周围的天龙人 却是一脸平静, 似乎查尔罗斯圣 让轻质下跪 本就是一件普通的事情, 连恩这会儿 也有点惊讶, 虽然早就知道 查尔罗斯圣 是个愚蠢的天龙人, 但连恩没想到 查尔罗斯圣 竟然愚蠢到这个地步, 轻质可是海军本部的大将, 这家伙是疯了吗? 果不其然, 听到查尔罗斯圣的话, 自从进入圣地 玛丽乔亚以后 就一直低头的轻质, 终于抬起了头, 一双眼睛 死死地盯着面前的 查尔罗斯圣, 空气中的温度骤降, 每个人都能感觉 一股莫名的寒冷袭来, 连恩更是如此, 由于就站在轻质身旁, 连恩这会儿 只觉得一股寒气 嗖嗖地往身体里钻, 阿蒂, 莫名的寒冷之下, 查尔罗斯圣 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鼻子上挂着的那串鼻涕 立马拉长, 但望着面前的轻质, 查尔罗斯圣 依旧狂妄地叫嚣着, 喂, 你这该死的海军 赶快给我跪下, 没看到我的坐骑死了吗? 身为走狗, 就应该有走狗的自觉啊, 海军隶属于世界政府, 不受天龙人管辖, 亲自冷冷地看着查尔罗斯圣道, 你没资格让我下跪, 那你们就休想过去, 查尔罗斯圣大嘴一脸, 插腰站在亲自的面前, 一脸挑衅道, 除非你们有那个胆子, 敢从我的身上跨过去, 亲自眸光一冷, 查尔罗斯圣越发无赖的行为, 着实激怒了他, 要是换成旁人, 这会儿早成冰雕了, 但是, 面对是天龙人的查尔罗斯圣, 亲自再愤怒也只能忍受, 倒不是爱惜自己大将的头衔, 而是身为大将的亲自, 如果敢对查尔罗斯圣做什么, 整个海军本部都将受到波及, 自是体大, 亲自向来以大局为重, 自是不能任性妄为, 好在查尔罗斯圣是个废物, 单凭他可阻拦不了亲自, 面色一沉, 亲自悄悄从体内放出一道冷气, 伴随着咔咔咔的响声, 查尔罗斯圣的鞋子快速凝结出一层冰霜, 这这是什么, 查尔罗斯圣吓了一大跳, 但因为鞋子被死死冻在地上, 导致他整个人都没办法移动, 快走, 亲自回头对麦恩等人说了一句, 便快速越过查尔罗斯圣向前走去, 麦恩等人紧随其后, 一群人就这样突破了查尔罗斯圣, 虽然所有人的心里都很是不得尽, 明明是来玛丽乔亚, 执行押送火拳艾斯的公务, 这会儿却有种做贼的感觉, 明明是天龙人查尔罗斯圣, 虎脚蛮缠, 肆意妄为, 但连同亲自和麦恩在内, 所有人却只能选择像个逃兵一样离去, 这该死的世界, 麦恩一边跟在亲自身后, 一边紧握双拳, 感受着手中的黑色漩涡花纹, 麦恩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 很想把一个人吸成人干, 虽然麦恩不会那样做, 没办法, 谁让查尔罗斯圣是天龙人呢, 别说杀死, 就连碰都碰不得, 原著中, 查尔罗斯圣在香波地群岛的所作所为, 简直是人神共愤, 可偌大的香波地群岛到头来, 不还是只有一个王露飞敢站出来吗, 就连冥王雷厉那样的存在都对此视而不见, 现如今的麦恩自然也没必要那么冲动, 可就在这时, 从麦恩的身后却传来砰的一声响, 身子骤然一僵, 麦恩飞快转头望去, 只见查尔罗斯圣手中的金色手枪还在冒着热气, 脸上本来满是愤怒, 但这会儿的嘴角却掀起了一抹得意的微笑, 只因伴随着刚才那声枪响, 一个海军士兵已经缓缓倒下, 而这个海军士兵麦恩再熟悉不过, 正是小胡, 扑通, 小胡倒在地上, 身上所穿的海军衫已被鲜血染红, 查尔罗斯圣的一枪打在了小胡的肚子上, 灵球鲜花, 鲜血这会儿正在大地流淌, 大大人, 小胡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麦恩, 左手微微抬起, 似乎是想要麦恩过去, 一边说话, 一边嘴里可血, 整个人俨然是一副掩掩一息的样子, 麦恩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视线死死地锁定在小胡身上, 这一刻, 没有人知道麦恩在想什么, 你这混蛋, 轻至此刻的脸色极为阴沉, 看到查尔罗斯圣竟然敢枪击小胡, 浑身气的直颤, 大半个身子都不自觉地凝成了冰块, 伴着嗖嗖直冒的冷气, 空气中的温度瞬间下降到了冰点, 但望着面前的天龙人查尔罗斯圣, 轻至再气也只能死死地压抑住自己心中的怒火, 可轻至能压住, 麦恩却不能, 贴, 不需要过多地思考, 没有任何的犹豫, 双脚一瞬间连踩地面数十下, 麦恩闪身来到查尔罗斯圣的面前, 住手, 耳边响起轻至的大吼, 可惜却没有什么用, 此刻的麦恩满脑子都是小胡倒在血泼中的场景, 虽然一直以来, 麦恩都从来没有把小胡当成自己的朋友, 因为自从穿越到海贼王的世界以后, 麦恩就从没想过要跟人交朋友, 所以这一刻, 麦恩并不是在为小胡出头, 只是单纯地想要杀了查尔罗斯圣而已, 生而为人, 查尔罗斯圣此刻的所作所为已经过了人的底线, 麦恩虽然不是成恶扬善的英雄主义者, 但这一刻麦恩真的是忍不住, 砰的一声巨响, 麦恩一拳狠狠地轰在查尔罗斯圣的大脸上, 眼神中不带有丝毫感情, 但拳头钻的是真紧, 力气用得也极大, 一拳掏过去, 把查尔罗斯圣的五官都打得凹陷了下去, 也就在这时, 只听得咔嚓一声响, 查尔罗斯圣的头骨传来了碎裂声, 咦? 第九十二章, 咳, 一大口鲜血从查尔罗斯圣嘴里喷出, 夹杂着五六颗牙齿, 查尔罗斯圣的身体向远处飞去, 在地上接连翻了十几个滚材看看停下, 整张脸已经惨不忍睹, 鲜血淋漓, 翻着白眼, 彻底昏死过去, 气氛再次一片死尽, 所有人全都傻了, 玛丽乔亚的天龙人傻了, 海军本部大将轻至傻了, 一众海军士兵傻了, 就连倒在地上, 肚子上鲜血直流的小户也傻了, 这一刻, 所有人的视线全都汇集在麦恩身上, 他穿着一身得体的海军礼服, 肩披正义披风, 一头蓝发, 面无表情, 拳头上的鲜血啪哒啪哒地点滴在地, 死死的八三七盯着不远处的查尔罗斯圣, 全身上下都充斥着一股森然的杀气, 宛如恶魔降临, 毕竟只有恶魔, 才会如此无法无天, 啊, 玛丽乔亚的天龙人们, 齐齐发出一声惨叫, 望着不远处的麦恩和昏死在地的查尔罗斯圣, 每个天龙人无一例外, 全都下蒙了, 见过这种场面, 一直欺负别人的他们, 何曾见过有人敢对他们挥舞双全, 但这一刻, 他们不仅见到了, 还亲眼见证了, 不远处的那个海军士兵疯了, 他疯得敢对一个天龙人一拳相想, 还是在圣地玛丽乔亚, 快跑啊, 也不知道是哪个天龙人吼出这一声, 但伴随着这声吼, 玛丽乔亚的所有天龙人全都抱头鼠窜, 这一刻, 他们抛弃了身为世界贵族的礼仪, 放弃了身为天龙人理应保持的骄傲, 一个接着一个, 全都像得乞丐一般向远处跑去, 劈头散发, 大喊大叫, 满面惊恐, 双脚飞快, 因为麦恩一个人, 玛丽乔亚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当中, 吵闹得不像样子, 简直有辱圣第二字, 但是亲至已经管不了这些了, 当他回过神来, 看到查尔罗斯圣已经被麦恩一拳轰飞时, 亲至已经无比的后悔, 后悔带麦恩前来玛丽乔亚, 后悔让麦恩参与压界火全艾斯到推进城的任务, 库赞, 瞧瞧你自己不干了些什么啊, 呼, 深吸一口气, 缓缓吐出, 亲至强制性地让自己镇定下来, 望着躺在地上的小户, 亲至当即大手一挥, 嗖的一声响, 一道冷气直直向小户射去, 接触到小户身体的一瞬间, 冷气直接将小户冻成冰雕, 他肚子上的伤势已经被我用冷气冰封, 你们快点带他回军舰找人医治, 说不定还有机会, 亲至转头对一众海军士兵道, 是, 一众海军士兵齐齐一点头, 事情紧急也顾不上尽力了, 一众海军士兵抬着变成冰雕的小户就飞快向军舰跑去, 徒留亲至和麦恩两人留在此地, 相顾无言, 只能大眼瞪小眼, 抱歉, 酷赞大人, 麦恩率先开口打破平静, 没事, 亲至摆了摆手, 勉强一笑道, 我来想办法, 你放宽心, 没有办法的, 麦恩摇了摇头, 抬起双手冲着轻智道, 把我抓起来吧, 酷赞大人, 身为海军大将, 你必须要履行你的职责, 把手放下, 轻智抬起头,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麦恩, 语气中充满了坚定,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但天龙人, 麦恩还想再说, 轻智便飞快出口打断了麦恩的话, 是, 我知道你打了天龙人, 可天龙人也有错,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不会有事的, 轻智快速说道, 看到这, 麦恩的心中有点感动, 很难想象, 平常那么懒散的轻智, 此刻竟然会像连珠炮般的说着话, 但正因为此, 才变相证明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就连轻智都很慌, 虽然嘴上是那样讲, 但实际上, 轻智想不出什么办法, 不知道该怎么样才保护麦恩, 哪怕是保住麦恩的性命, 轻智的大脑都一片空白灵, 而就在这时, 轻智的耳边传来了一声响, 噗,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这声响, 轻智的心中陡然升起了一股不安, 他机械般地转头望去, 只见不远处的查尔罗斯圣, 又喷出了一口鲜血, 而由于这家伙躺在地上, 导致他喷血的时候, 就跟喷泉一样, 向上喷向下落, 血花飞快就溅满了查尔罗斯圣, 那张丑恶的大脸, 可关键是, 此刻的查尔罗斯圣, 依旧处于昏死状态, 这难道, 看到这, 轻智眼中的瞳孔, 立马缩成了针尖状, 就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一样, 飞快扭头向麦恩看去, 望着轻智惊恐的脸庞, 麦恩毫不犹豫地一点头, 这也是麦恩刚才想对轻智说的话, 只不过, 由于轻智地开口打断, 麦恩这句话, 并没有完整地说出来, 索性, 眼前的一切即将证明, 喷出一口鲜血后, 查尔罗斯圣的身体, 圣口吐白沫, 白眼死命地往上翻, 脖子青筋直冒, 满头冷汗, 哗哗直落, 没过一会儿, 查尔罗斯圣的脖子就猛然一歪, 整个人一动不动, 眼中生机快速, 涣散, 显然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没办法, 麦恩从一开始, 就没准备给查尔罗斯圣留一口气, 打查尔罗斯圣的那一拳, 麦恩根本没想过留手, 力量满满, 而以麦恩现在的实力, 这样的一拳下去, 足以把查尔罗斯圣的头骨轰链, 给查尔罗斯圣造成极为严重的脑外伤, 也因此, 当一拳轰在查尔罗斯圣大脸上的那一刻起, 麦恩就知道查尔罗斯圣必死无疑, 回天乏朔, 无论找谁来都救不了, 除非查尔罗斯圣是黄泉果实能力者, 扑通一声响, 亲自一屁股坐在地上, 望着死去的查尔罗斯圣, 亲自的大脑一阵轰鸣, 就连耳朵都发出嗡嗡响, 第九十三章, 伟大航路, 圣地马林乔亚, 一座空旷的大厅中, 仅有五道身影, 这五道身影或高或矮或胖或瘦, 全都不一而同, 但面容却都是一样的苍老, 五道人影之中, 一人身穿黑色西装, 手中组着一根螺旋形的拐杖, 一头白色卷发, 续着蓬松的白色胡子, 头戴扁帽, 左脸有一道疤痕, 坐在椅子上不知道在想什么, 另一人身穿深蓝色西装, 一头白色的长直发, 长长的胡子直达胸口, 静静地站在大厅中央, 还有一人身穿深红色西装, 金发金胡, 胸前有一道疤痕, 翘着二郎腿, 坐在阶梯上, 另一人身穿深绿色西装, 秃顶, 留有两铁八字形的胡子, 额前有一般胎记, 正背着手在大厅中走来走去, 剩下一人身穿白色道袍, 光头, 戴眼镜, 面上无虚, 手上抱着一把红色长刀, 站在大厅的窗户旁, 眺望远方, 不错, 此五人, 就是世界政府的最高领导者, 圣地玛丽乔亚的顶梁支柱, 地位凌驾于海军本部元帅之上, 就连战国这样的人物, 都要俯首听命, 零九首握海贼王这个世界, 最为巅峰权力的吴老星, 该死, 库赞那小子, 怎么还不来, 吴老星之一的秃顶老人, 性子显然有些急躁, 语气中满是不耐烦, 刚刚才收到消息说, 库赞已经登上了玛丽乔亚, 可能过一会儿就来了吧, 金发老人淡淡道, 该不会跟岛上的天龙人, 产生了什么冲突吧, 主拐老人眸光一闪, 也不是没有可能, 长虎老人一字一顿道, 岛上那些家伙, 向来把海军视为他们的走狗, 即便是库赞这样的海军本部大将, 也不例外, 该死,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秃顶老人眉头紧皱道, 当务之急, 是赶快让库赞把火拳艾斯压进推进城, 万一走落了风声, 让人知道火拳艾斯在玛丽乔亚, 不会的, 金发老人果断摇头道, 战国做事还是有分寸的, 还有库赞, 长虎老人补充道, 以他的为人, 即便跟天龙人起了冲突, 也会选择忍耐, 不会有事的, 但愿如此吧, 主拐老人叹了一口气道, 从始至终, 持刀老人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一直站在大厅的窗户旁, 眺望远方, 似乎其余四人谈论的事情, 并不足以让他在意, 也就在这时, 巴拉巴拉巴拉的电话虫铃声响起, 听到铃声, 除了持刀老人以外, 其余四人全都面色一沉, 主拐老人更是眉头紧皱, 从口袋里掏出特制的电话虫, 果断按下接听键, 就见本来处于沉睡中的电话虫, 立马睁开双眼, 以一副惶恐至极的样子道, 不好了五位大人, 天龙人查尔罗斯圣被打了, 什么? 主拐老人搜的一声站起身子, 面色瞬间阴沉到了极点, 金发老人, 长虎老人和秃顶老人也是眸光一朗, 就连一直站在窗户旁的持刀老人这会儿, 也转过了身子, 不过, 面上依然是无动于衷, 查尔罗斯圣伤势如何? 主拐老人冷冷问道, 不清楚, 只知道被打晕过去了, 电话虫那边回答道, 是谁干的? 库赞吗? 金发老人快步走到竹拐老人的身边问道, 不是, 据说是库赞大将手下的一个少尉干的, 电话虫那边回答道, 少尉? 文言, 竹拐老人和金发老人相识一望, 皆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一抹震惊, 长虎老人和兔顶老人也是眉头一皱, 区区一个海军少尉竟然敢打天龙人? 包天的胆子啊, 快点派人去救治查尔罗斯。 说完这句话后, 竹拐老人就切断了电话虫的接听见, 抬头望着大厅中的四位同僚, 摊了摊手道, 还好只是个少尉。 是啊, 金发老人点头附和道, 如果是库赞动手的话, 这件事可就不好办了。 有什么不好办呢? 天龙人的权威不容挑战。 徒顶老人冷声道, 就算是库赞也要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战国和刚骨要是来说情吗? 长虎老人淡淡提醒道, 海军本不是我们手里面最为强大的力量, 处理这种问题还是要谨慎些, 一旦逼急了, 对谁都不好。 没错, 文言, 金发老人和主拐老人全都是赞同一点头。 徒顶老人虽然是一脸不愤, 但对此也是默认。 迟到老人这会儿已经转过身子, 重新透过窗户眺望远方。 显然, 得知打查尔罗斯圣的人只是一个区区的海军少尉。 吴老星全都松了一口气, 但就在这时, 主拐老人口袋中的特制电话虫 却再次响了起来。 巴拉巴拉巴拉。 嗯? 主拐老人眉头一皱, 但也没多在意。 以为是会报查尔罗斯圣的伤情。 从口袋中再次掏出电话虫按下接听键。 刚刚才陷入熟睡中的电话虫再次惊醒, 但嘴巴却死死紧闭, 不发出任何声响。 电话虫那边也没有传来丝毫声音。 什么情况? 怎么不说话? 秃顶老人不耐烦地催促道。 是电话虫坏了, 还是那边哑巴了? 喂喂喂, 听得到吗? 主拐老人拍着电话虫道。 金发老人和长虎老人看到这也是一脸不解, 但站在窗户外的持刀老人这会儿, 却猛然转回了身子。 脸庞破天荒的严肃乌, 鼻。 也就在这时, 电话虫那边终于传来了声音。 大事不好了五位大人。 他死了? 谁死了? 主拐老人眸光一闪。 打查尔罗斯的那个海军少尉。 秃顶老人猜测道。 不是, 是查尔罗斯胜死了。 光当一声响, 主拐老人手中的特制电话虫砸在地上, 满脸不敢置信。 你你说什么? 秃顶老人颤巍巍地拾起地上的电话虫, 吞吞吐吐地问道。 金发老人和长虎老人搜的一声, 来到秃顶老人身边。 跟秃顶老人一样, 死死地盯着电话虫。 查尔罗斯胜死了。 被库赞大将手下那个海军少尉一拳掏死了。 对不起五位大人, 我们根本就没时间救。 电话虫详细地重复了一遍。 啪的一声响。 秃顶老人直接将手中的电话虫狠狠地砸在地上。 反了? 这是反了? 咆哮声瞬间响彻整座大厅。 金发老人, 长虎老人, 主拐老人, 这会儿则是还没回过神来。 齐齐一脸不敢置信。 唯有持刀老人还算正常。 虽然抱着红色长刀的双手, 微微发颤。 道德此刻, 吴老星才发现, 他们想错了一件事。 酷赞手下那个区区的海军少尉, 胆子可不是只有包天的程度啊。 第九十四章 伟大航路, 马林泛多, 海军本部会议室, 气氛十分压抑,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战国坐在会议桌的主座上, 满脸严肃, 眉头比平常皱得更紧。 战国的身边分别坐着卡普和黄园, 黄园依旧是一副吊锒的样子, 即便参加会议也翘着二郎腿。 卡普的面色罕见得阴沉至极, 额尖挂着大大的汗珠, 双手微颤, 低着头让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参与这场会议的其他人对此自是一脸恍然。 毕竟这次会议谈论的就是火拳艾斯被捕一事, 坐在卡普身边的人更是一脸紧张地望着他。 这人头发花白, 梳着简单的马尾变到尖头, 耳朵上带着一对翠绿色的耳坠, 右手带着两个金镯子, 披着海军中将的大衣, 穿着淡蓝色的衬衫, 系着白色花纹子底的领带, 下身穿着西服裤和皮鞋, 正是海军本部中将。 跟卡普、战国、 责法同期加入海军的贺, 因为智记卓绝又被称为大参谋。 看到低着头沉默不语的卡普, 战国也是满脸忧心, 但卡普身为海军英雄, 这样重大的会议战国不可能避开他。 何况火拳艾斯这件事瞒得住一时, 瞒不住一时。 卡普早知道早好, 但就在这时, 巴拉巴拉巴拉的铃声却从战国的口袋里响起, 而几乎就在这电话虫铃声响起的一瞬间, 战国就猛然站起身子, 满面震惊。 看到这, 会议桌上的中将们全都是眉头紧皱, 就连黄元也奇怪地望着战国。 毕竟, 战国现在的反应的确让人疑惑不已, 只是电话虫的铃声而已, 怎么整个人都吓了一跳, 但就在所有人都疑惑不解的这一刻, 赫雀双眼微眯, 以他的智商, 只瞬间就想明白了战国为什么会这样。 说起来, 电话虫铃声响起的本身就很有问题。 一般来说, 海军本部在举行较为重大的会议时, 都会让参与会议的所有人提前把电话虫放在外面, 以防会议期间电话虫铃声响起, 打断会议进程。 而身为海军本部元帅, 战国不仅不例外, 还向来以身作则, 但是战国身上有一个电话虫是不能放在外面的, 因为这个电话虫的另一边正是圣地玛丽乔亚的吴老星, 而只有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时, 吴老星才会通过这个电话虫联系战国。 而自战国上任以来, 这个电话虫从来没有想过, 上次想起也已经是13年前, 因为一代渔人领袖费舍尔, 泰格攻入玛丽乔亚, 解放了数千奴隶, 史称玛丽乔击事件, 但正因为此, 此刻的战国才极为震惊, 毕竟这个电话虫响起的一瞬间, 就代表圣地玛丽乔亚有可能发生了大事。 呼, 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 战国与赫对视了一眼, 然后快步离开会议室。 好了诸位, 战国元帅突然有要事, 会议由我暂时代为主持。 赫拍了拍手, 移不到会议室的主座继续主持会议, 只不过即便如此, 会议室中的所有人也无法再像之前那样继续保持全部的注意力, 因为就连赫本人也没办法保持完全的冷静。 黄元更是一门心思全放在了离去的战国身上, 就连卡普这会儿也抬起了头, 死死地盯着门外。 也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响起战国的吼声, 什么? 天龙人死了? 哗啦啦一声响, 会议室里的所有椅子全都倒了, 连同赫, 卡普在内, 所有参与这次会议的海军中将们全都搜得一声站起身子, 齐齐一脸不敢置信, 道德此刻, 就连黄元也无法例外, 猥琐的五官早已写满了震惊。 这一刻, 每个人都说不出任何一句话, 嗓子眼里就跟被堵了什么东西一样, 只知道死死地望着会议室外的战国。 这时, 战国那边也结束了跟吴老星的通话, 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梁九才转过身子走进会议室, 依旧是满脸的不敢置信。 也因此, 吴老星在电话宠里跟战国说了些什么, 战国是一点没记住, 不管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还是其他的什么, 战国也完全记不清, 大闹至今都是一片空白。 只能记得电话宠接通后, 吴老星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天龙人查尔罗斯圣被杀了, 望着仍然回不过神来的战国, 赫立马大声问道, 战国元帅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快说啊! 啊? 被赫这么一吼, 战国方才回过神来, 望着会议室里的众人, 战国的嘴角破天荒地扯起一抹苦涩的笑容, 就跟你们听到的一样, 天龙人被杀了, 谁干的? 卡普低声问道, 麦安, 尼格, 战国回答道, 谁? 听到这个名字, 会议室里大部分人全都是一愣, 但身为海军中将的右鼠, 却是骤然瞳孔一缩, 我去, 黄元扑通一声坐回椅子上, 第一次发自肺腑地说道, 可怕, 钱妈的, 那个少年真的可怕, 虽然第一次看到, 就感觉他很可怕, 但没想到能可怕到这个地步, 麦安, 尼格, 赫摸着下巴, 总感觉这个名字有点熟悉, 突然灵光一闪, 这才想起, 前不久, 战国刚刚发下的那张告示, 赶忙扭头, 看向战国问道, 是库赞手下那个, 连升五级的少尉, 在司法岛事件, 有所贡献的那个一等兵职, 哦, 原来是他, 战国还没回答赫的话, 一旁的卡普, 就猛然一拍额头, 脑海与此同时, 闪现出那个一脸坚毅的少年, 看到这, 会议室里的其他人, 再次震惊不已, 以逃兔, 茶屯, 火烧山, 鬼蜘蛛, 道格曼等人为首的海军中将团, 全都是面面相去, 我去, 这个麦安, 尼格, 那么有名的吗? 第九十五章, 伟大航路, 圣地玛丽乔亚, 一座潮湿昏暗的监狱中, 一人瘫坐在地上, 此人上身赤裸, 下身穿着一条黑色牛仔短裤, 脖子上挂着一条红珠项链, 一头黑发, 两颊有着雀斑, 左臂带有S字样的刺青, 只不过其中的S打了一个大大的叉, 背部则刺着一个十字交叉的蓝色骷髅头, 骷髅头上还带有一个月牙形态的白色胡子, 不错,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白胡子二番队队长, 顶上战争的核心人物, 王露菲的一兄, 海贼王戈尔蒂罗杰的独生子, 波特卡斯·蒂埃斯, 只不过现在的艾斯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雄风, 浑身上下伤痕满满, 整个人狼狈得不成样子, 由于戴着海龙石手铐, 使得艾斯无比虚弱, 不仅用不了稍稍果实的能力, 就连身体都是一阵阵乏力, 但最重要的是, 自从得知这里是圣地玛丽乔亚后, 艾斯的心里就越发不安, 隐隐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黑胡子明明打败了他, 可结果却不杀他, 还把他带到圣地玛丽乔亚, 显而易见, 黑胡子一定跟世界政府有什么谋划, 而要说这个谋划, 除了艾斯本身是海贼王质子以外, 就只剩下艾斯身后的白胡子海贼团了, 想到这, 艾斯第一次开始后悔, 擅自行动抓捕黑胡子的决定, 毕竟他死不足惜, 要是连累老爹, 他们罪过可就大了, 正这时, 只听咔嚓一声响, 监狱的大门被缓缓打开, 一道阳光猛然照射进来, 刺得艾斯的双眼一阵疼, 这也无可厚非, 关在这座监狱里, 已有两天时间, 艾斯身处一片黑暗之中, 猛然看到阳光自是被照得有些睁不开眼, 但朦朦胧胧之中, 艾斯还是能看到一个人影缓缓走近, 伴着哗啦啦的声响, 铁链划在地上擦出一连串火花, 咣当一声响, 刚刚才被打开的大门再度紧闭, 艾斯此刻也看清楚了来人的模样, 但看清楚的同时, 艾斯的脸上却露出了一抹不解, 因为面前的这个人, 竟然是海军, 不管是身上穿的那身得体的海军礼服, 还是身后披着的正义披风, 都将来人的身份彰显得一清二楚, 可关键是面前的这个海军, 手上的镣铐比自己都大, 脚上也锁着铁链, 艾斯本来以为自己才是这座监狱里唯一的重犯, 可现如今跟面前这小兄弟一笔反倒落了下风, 不错, 小兄弟, 毕竟面前这个海军实在很是年轻, 怎么看都超不过二十岁, 跟陆飞那家伙差不多, 你好, 火拳艾斯, 淡淡的声音响起, 麦恩对艾斯友好的伸出了手掌, 当艾斯在关注麦恩的时候, 麦恩意在关注着艾斯, 说来也真是天意弄人, 毕竟麦恩怎么都不会想到, 有一天他能跟火拳艾斯成为育友, 不过如果让火拳艾斯知道, 他之前把王陆飞揍成那副惨样的话, 往后的监狱生活一定很热闹吧, 你好, 看到麦恩伸来的手掌, 以艾斯的性格自是不会拒绝, 我叫麦恩, 尼格, 是远海军少尉, 麦恩自我介绍道, 远海军少尉, 艾斯眉头微皱, 不过一想到麦恩现在的处境, 也就释然了, 这个我应该不用自我介绍了吧, 艾斯勉强一笑道, 当然, 麦恩点了点头, 席地儿坐后, 再度开口道, 你知道黑胡子那家伙现在在哪吗? 黑胡子? 艾斯眸光意冷, 警惕地看着麦恩道, 你怎么知道他? 那家伙连你都打败了, 怎么可能不知道? 麦恩耸了耸肩膀, 表现得很自然道, 怎么? 你该不会以为我跟他一, 火的吧? 那倒不至于, 艾斯果断地摇了摇头, 开口回答道, 我只知道, 那家伙把我交给了世界政府, 至于现在在哪儿, 我就不知道了, 有可能还在玛丽乔亚, 有可能在别的地方, 麦恩无言地点了点头, 也不怎么可惜, 本来就没指望艾斯能知道黑胡子的走向, 不过, 还是要问下的, 万一知道的话, 麦恩就能多出一个选择了, 自从一拳掏死查尔罗斯胜之后, 麦恩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 以吴老星的性格, 自是要杀麦恩以后快, 好在有亲自挺身相护, 这才决定, 先把麦恩关押在圣地玛丽乔亚的监狱里面, 与艾斯作伴, 具体决定等, 世界政府和海军本部商量过后才说, 虽然所谓的决定, 麦恩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有么死要么终生监禁, 不过, 要是终生监禁的话, 以麦恩杀害天龙人的滔天罪行, 自是要关押到深海大监狱推进城, 那样一来, 麦恩反倒求之不得, 也正是抱着这个想法, 麦恩才没有在一拳掏死查尔罗斯胜, 选择逃走, 毕竟麦恩如果真想逃走, 饶恕吴老星也拦不住他, 空气之门一开, 麦恩躲里面就不出来, 吴老星再厉害又能怎样, 反正空气之门里, 食物和淡水资源储存丰富, 麦恩就算躲进去大半年不出来都没事, 这样想来, 麦恩还是第一次由衷地感谢妮可罗宾, 也因此, 麦恩虽然被关押在监狱里面, 但他的心里其实一点都不慌, 即便被判了死刑也没事, 反正考着麦恩的手铐并不是海楼石手铐, 麦恩什么时候都能用门门裹石的能力, 身旁的艾斯就不同了, 仗着稍稍裹石的能力就浪, 现在好了, 海楼石手铐一扣, 歇菜了吧, 哎, 麦恩, 正这时, 艾斯的声音在麦恩耳边淡淡响起,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当然可以, 麦恩欣然一点头, 你身为海军怎么被关到监狱里来了, 艾斯眼巴巴地看着麦恩, 好奇问道, 你干了什么, 也没干什么, 就是杀了一个天龙人, 麦恩如实答道, 哦, 原来是嗯, 艾斯眼中的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状, 望着身旁这个跟陆飞差不多年纪的海军小兄弟, 艾斯的语气满是不敢置信, 你把天龙人杀了, 对啊, 麦恩淡淡一点头, 艾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低头瞅着麦恩手上和脚上锁着的巨大镣铐和胳膊粗的铁链, 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第九十六章, 海元历一五二年, 距离震惊世界的司法岛事件仅仅过去一周时间, 一则更加惊人的消息便迅速传遍整个世界, 这一天, 大海, 陆地, 乃至天空, 都被一个名字深深地响彻着, 所有人都将这个名字深深刻在脑海深处, 曼恩, 尼哥, 古往今来唯一一个敢杀天龙人的存在, 一件连海贼四皇都不敢做的事情, 曼恩, 尼哥做到了, 伟大航路, 新事件, 莫比迪克号, 一个高大的身影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着手中的报纸, 即便是喝酒时, 这人的视线也不舍得从报纸上离开半分, 报纸上刊登的正是迈恩在圣地玛利乔亚杀害天龙人查尔罗斯圣的消息, 头版头条上用一连串感叹号醒目地标注着, 史上第一, 无法无天的海军少尉迈恩, 尼哥, 报纸的封面上还附带了迈恩的照片, 以及天龙人查尔罗斯圣死亡时的图片, 咕啦啦啦, 没想到海军中也有这么有趣的少年啊, 高大的身影一边发出特殊的笑声, 一边抬手抹去嘴巴上的酒字, 战国和卡普一定很是头疼吧, 伟大航路, 新世界, 雷德, 佛斯号, 真是胆大包天的少年啊, 望着手中的报纸, 一人发出由衷的感叹, 这人一头红发, 左眼上带有三道疤痕, 最后看了一遍手中的报纸, 就挥手扔进大海, 伟大航路, 新世界, 蛋糕道, 妈妈, 出事了, 一人举着手中的报纸, 抬头对面前的巨大身影说道, 但巨大身影却只顾着将桌子上堆满了的蛋糕, 零食, 糖果等一股脑的塞进嘴里, 根本没怎么嚼, 就咽入肚中, 对于面前人手中的报纸, 更是毫不关心, 妈妈, 天龙人被杀了, 直到这句话淡淡响起, 巨大身影才看看停止动作, 伸出一只甜蜜蜜的大手将报纸接过, 一边看一边再度疯狂地吃起桌子上的甜食, 伟大航路, 新世界, 何之国, 一个魁梧至极的男子坐在大座上, 身材高大无比, 上身赤裸, 披着紫色绒毛披风, 头上长有两只大脚, 望着手中的报纸, 满脸阴沉, 买恩, 你隔腰, 浑厚的嗓音在大殿中淡淡响起, 触发回音, 伟大航路, 新世界, 德雷斯罗萨, 伏伏伏伏, 独特的笑声响起, 望着桌子上的报纸, 坐在椅子上的男子嘴巴早已咧到了耳根处, 这人一头金发, 戴着一副太阳眼镜, 上身身着粉红羽毛大衣, 下身穿着九分紧身裤, 透过太阳眼镜将视线死死地锁定在报纸上, 却不是在关注着麦恩, 而是关注着查尔罗斯圣死亡的惨状, 啊, 真是惨哪, 可怜的天龙人, 伟大航路, 一处不知名的海域, 谁啊, 伴随着刺耳的大笑声, 手中的报纸缓缓落地, 没想到啊, 本以为报纸上刊登的是艾斯那家伙被捕的消息, 没想到竟是更恐怖的消息啊, 说话这人嘴里缺了几颗牙齿, 外表粗广, 体表发毛浓密, 身材魁梧, 皮肤楚色, 一头黑发, 发质蓬松, 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 脖子上带有两条项链, 双手的手腕上则绑着手链, 十根手指上也分别带有不同款式的珠宝戒指, 左侧腰间别着三把碎发枪, 右侧腰间塞着一瓶猎性狼姆酒, 披着一件黑色外衣, 不系扣子, 将略显肥状的胸膛裸露出来, 早知如此, 就挽走几天了, 要是在玛丽乔亚多住几天, 指不定就能亲眼看到这一幕了, 嘶哈哈, 刺耳的大笑声再度响起, 伟大航路, 新世界, 海军技衣支部, 伴着呼啦啦的浓烟和滴滴的汽笛声, 一艘军舰快速驶离, 一个头戴海军帽的中年男人站在甲板上, 暴毙还凶, 目视前方, 眼神犀利无比, 满脸更是坚毅, 一想到报纸上刊登的那则消息, 中年男子的眉头就越发紧重, 来人, 中年男子开口叫道, 在, 一个海军士兵飞快跑来, 对中年男子抬手敬礼, 传我的话, 不管如何, 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圣地玛丽乔亚, 中年男子的话中满是坚决, 与其更是坚定不移, 灵球鲜花, 是, 萨卡斯基大人, 海军士兵浑身一震, 再度尽力后, 就飞快跑去, 将这个命令传达给军舰上的所有海军士兵, 慢安, 尼格, 嘴唇喃喃吐出几个字, 中年男子双眼微眯, 一道金光飞快掠过, 伟大航路, 桑尼号, 喂, 陆飞, 索龙, 你们快挂开看, 乌索普挥舞着手中的报纸大喊道, 怎么了, 听到乌索普的大喊声, 草帽海贼团所有船员全都在一瞬间围了过来, 陆飞更是急不可耐, 伸长胳膊从乌索普的手中将报纸夺过, 定睛一看, 整个人立马愣在了原地, 咦, 怎么会是他, 这这不是司法岛上那个奇怪的海军士兵吗? 零, 看着陆飞手中的报纸, 山智也是满脸不可思议, 慢安, 头也在一瞬间紧重, 这家伙竟然敢杀天龙人? 弗兰奇双目远征, 语气中满是不敢置信, 真是奇怪, 乌八摸着自己的路脚, 一脸疑惑道, 这家伙身为海军, 在司法岛上不杀我们, 却在玛丽乔亚杀天龙人? 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那没瘫了瘫手, 大脑也是一片空白, 该死, 王露飞恨恨一咬牙, 本来还想找这家伙问问罗宾的下落, 说到这, 王露飞的眼睛猛然一亮, 立马震臂高呼道, 哎, 各位, 要不我们去玛丽乔亚吧, 你疯了吗? 去死, 滚, 那可是玛丽乔亚, 不好意思, 我得了不能去玛丽乔亚的病, 咒骂声纷纷响起, 王露飞的脸蛋立马被揪成大饼状, 惨叫声连连, 海元历152年, 海军少尉迈恩, 尼格追随海军本部大将亲至来到圣地玛丽乔亚, 本位执行将火拳艾斯从玛丽乔亚转移到推进城的公务, 却在玛丽乔亚与天龙人查尔罗斯圣发生冲突, 由此产生了大海贼时代最为出名的极恶事件, 迈恩, 尼格自此迷扬四海, 使称天龙人被杀事件, PS, 虽然这么说你们可能不相信, 但这一张真的好难写, 硬生生憋漏三个小时, 咦, 第九十七章 哦, 原来如此, 听你这么一说, 那个天龙人的确该死, 玛丽乔亚的监狱中, 听完事情的经过, 艾斯立马点头说道, 望着眼前的迈恩, 艾斯此刻的眼中已然是满满的静谜, 虽然你是海军, 我是海贼, 不过迈恩, 你真的是好样的, 如果让老爹见到, 一定会想让你当他的儿子, 呃, 这还是算了吧, 迈恩面色一僵, 快速地摆了白手, 倒不是看不起白胡子和顾忌海军的身份, 而是身为穿越者, 一个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文化人, 拥有现代思想的迈恩, 对于任干爹这种事, 实在是销售不起, 哈哈, 我只是那么一说, 巴斯林艾斯也不计较, 微笑着说道, 且不说你是海军, 单说我们现在这样, 就连逃跑都是奢望, 又何谈让老爹认你为儿子呢? 艾斯搂着迈恩的肩膀, 一边笑一边道, 不过虽然如此, 迈恩还是能从艾斯的话中感到一丝悲伤, 搂着他肩膀的大手也有些许危险, 但对此, 迈恩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身为顶上战争的核心人物, 艾斯还是不能碰的, 虽然自从来到这个监狱跟艾斯当起了御友, 迈恩是越发感觉艾斯这个人是真的不错, 可关键是, 迈恩如果敢把艾斯救走, 海贼王的世界观只怕会立马崩塌, 当然, 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迈恩连天龙人查尔罗斯圣都敢杀, 海贼王的世界观崩塌也不是不可以, 又不是活不下去了, 重要的是, 迈恩的简石大忌中, 白胡子的振振果实也是一部分, 而只有发生顶上战争, 白胡子才会死去, 所以说人心是真的不可测, 艾斯这边把迈恩当成了好朋友, 迈恩这边却盼着人家的老爹早点死, 迈恩, 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艾斯的声音淡淡响起, 语气中透露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凝重, 当然, 感受到艾斯凝重的语气, 迈恩的面色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如果你被判了死刑, 你会觉得, 你生下来是正确的一件事吗? 艾斯眼巴巴地看着迈恩道, 当然, 迈恩毫不犹豫地一点头, 而这也的确是迈恩的实话, 前世的迈恩只是个死肥宅, 一直在混日子, 从来没有好好地活过一天, 可自从穿越到海贼王的世界以后, 迈恩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 即便是在司法岛默默无闻的前两年, 迈恩也一直在坚持锻炼, 而在得到吸收果实以后, 迈恩打败了草帽一伙, 团灭了CP9全员, 从战斗中体化到了热血沸腾的感觉, 还杀死了斯潘达姆防止涂魔令的发生, 也算是变相保护了司法岛上的海军士兵, 之后获得亲自的青睐, 还见到了黄元和卡普, 打败了右手, 成为海军创建以来第一个连升五级的少尉, 来到圣地玛利乔亚就更不用说了, 先是杀了天龙人查尔罗斯圣, 还跟火拳艾斯成为了育友, 最重要的是, 迈恩还拥有一个为之奋斗的梦想, 文明于世界, 比戈尔蒂罗杰的名字都更加响彻, 虽然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做到, 但迈恩会为此避其一生, 就算到最后做不到, 迈恩也只会遗憾, 可后悔二字, 自从迈恩穿越到这个世界, 以后就不曾出现过, 哪怕迈恩现在死去, 他也不会后悔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 虽然决定权不在我, 可来到这个世界, 绝对是我这辈子最为正确的一件事, 迈恩的回答坚定无比, 说话时一直盯着艾斯的双眼, 真好啊, 艾斯由衷地发出一声赞叹, 从迈恩的眼中, 艾斯看到前所未有的璀璨, 心里都有点羡慕了, 那你们艾斯? 迈恩反问道, 你觉得你生下来是正确的一件事吗? 不知道灵, 艾斯眼神一暗, 无力地摇了摇头道, 这样说, 你可能不信, 可这真的是事实, 迈恩, 我呀, 自从出生到这个世界以后, 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只不过答案我, 至今没有找到, 你会找到的, 迈恩开口说道, 但愿吧, 艾斯勉强一笑, 只当迈恩是在宽慰他并没在意, 虽然迈恩并不是一个会安慰别人的人, 毕竟他一直在说事实, 也就在这时, 只听咔嚓一声响, 监狱的大门被缓缓拉开, 一道阳光瞬间照射进来, 再次次的艾斯真不开眼, 但迈恩却是无动于衷, 毕竟迈恩可是在不业之城司法岛, 整整生活了两年, 阳光什么的早都习惯了, 不过即便如此, 看到监狱大门出现的那个人影, 迈恩的心里还是吃了一惊, 虽然监狱大门打开的那一刻, 迈恩就已猜到来人想要干什么, 毋庸置疑, 一定是来提审他的, 虽然这样说有点不好意思, 但迈恩现在的确是要比火拳艾斯重要, 甚至, 迈恩杀害天龙人查尔罗斯圣的罪行, 比, 新世界的四皇所犯下的罪行都有有圣之, 更别提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了这件事, 海军本部和玛丽乔亚, 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迈恩判决, 否则, 不管是天龙人的地位, 还是玛丽乔亚的处境都将变得岌岌可危, 有一就有二啊, 也因此, 迈恩在监狱期间还曾在脑子里想过提审的人会是谁, 但迈恩从没想过会是这个人, 毕竟, 看着大门前那道人影, 迈恩缓缓向身后的艾斯望去, 果不其然, 艾斯这会儿眼中的瞳孔都缩成了针尖状, 望着大门前那道再熟悉不过的人影, 嗓音都不自觉地变得颤抖起来, 爷爷爷, 第九十八章, 白胡白发, 身材魁梧, 出现在玛丽乔亚监狱大门的那道人影, 正是艾斯的爷爷, 海军传奇中将, 蒙奇帝卡普, 踏踏踏, 沉重的脚步声响起, 卡普走下阶梯, 来到迈恩和艾斯的面前, 通过照射进来的阳光, 迈恩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刻, 卡普眼中的瞳孔微微颤抖, 气氛短暂地陷入一片死寂, 一时间, 卡普和艾斯两人都没有说话, 也是, 身处当下这个情况, 卡普和艾斯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一个海军, 一个海贼, 立场的不同, 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一切, 何况卡普来监狱的主要目的是提审迈恩, 当然, 实际目的是什么, 显而易见, 好歹是自己一手养大的孙子, 是不是轻的根本无所谓, 感情从始至终就放在那里, 这一点, 从大门打开的那一刻, 艾斯直接脱口而出的那句, 爷爷就可以看出, 而这想必也是09卡普之所以要来这里的原因, 哪怕就一眼, 多看一眼也是一眼, 哪怕是一声, 多叫一声也是一声, 啊, 你们两个小家伙, 卡普终于开口打破沉默, 伸出大手一左一右, 一边呼噜着迈恩和艾斯的脑袋, 一边道, 真是把世界都搅翻了呀, 感受到头上那只温暖的大手, 艾斯的双眼立马泛起了一层水雾, 迈恩却是一脸无语地望着卡普, 毕竟迈恩又不是卡普的孙子, 两人之前也就见过一面, 这样的关系, 卡普这会儿呼噜迈恩的脑袋自是让迈恩感觉别扭, 更重要的是, 卡普这老头成天吃仙背又不洗手, 说是呼噜迈恩的脑袋, 实际上就是给迈恩的头发抹仙背摸丝, 果不其然, 卡普呼噜一阵后, 迈恩的头发立马变得油光赠亮, 在阳光的照耀下都反着光, 迈恩当即翻了翻白眼, 喂, 小子, 你那是什么眼神, 捕捉到迈恩的白眼以后, 卡普立马举起拳头叫嚣道, 别以为你现在是海军新英雄, 老夫就不敢揍你, 海军新英雄, 迈恩文言一愣, 艾斯也抬起了头, 你还不知道吗, 卡普放下拳头, 一边抠着鼻屎一边道, 自从知道, 你杀查尔罗斯胜那个混蛋的原因后, 马林贩多的所有海军士兵, 全都到战国内为你求情, 支援, 茶屯, 火烧山, 鬼蜘蛛, 道格曼, 右手他们虽然没有明说, 但看那样子也觉得你不该死, 库赞和赫也在为你的事想办法, 就连波鲁萨利诺也觉得你死了, 有些可惜, 至于老夫嘛, 看在克比和贝鲁梅伯的份上也决定帮你一把, 不然的话你早死了, 呃, 迈恩一脸尴尬, 自从卡普用手抠鼻屎, 迈恩的视线一直离不开卡普那只抠鼻屎的大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刚才卡普好像就是用这只手呼噜了迈恩的脑袋, 一想到这, 迈恩就有一种剃光头的冲动, 虽然这一刻他应该对卡普表示感谢, 不过这也在迈恩的意料之中, 而这也是迈恩在杀了查尔罗斯圣之后不选择逃走的主要原因之一, 毕竟天龙人查尔罗斯圣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很过分, 当然, 枪击小护自是算不得什么大事, 但查尔罗斯圣不该让身为海军本部的大将亲至当众下跪, 这样一来, 查尔罗斯圣就相当于给这个世界的所有海军都甩了一个响亮的大巴掌, 天龙人的尊严不容挑战, 但海军本部大将的尊严也不能无视吧, 而这恰恰决定着迈恩的判决, 死刑还是终生监禁, 听上去没有什么区别, 但实际上还是有些不同的, 世界政府如果判了迈恩死刑, 就说明迈恩杀害天龙人扎尔罗斯圣的行为是完完全全错误的, 这样一来, 查尔罗斯圣这边就变相成为了完完全全的无辜者, 可查尔罗斯圣无辜吗? 让海军本部大将亲至当众下跪, 查尔罗斯圣的行为难道是完全正确的? 这样一来, 谁还愿意当海军民? 马林泛多的所有海军士兵为什么要为迈恩向战国求情? 并不是为了迈恩, 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啊, 支援, 查屯, 火烧山, 鬼蜘蛛, 道格曼, 又属这些海军中将亦是如此, 天龙人如果把海军本部大将都当成走狗, 他们这些海军中将岂不是连走狗都不如? 黄元向来不爱管事, 但这件事也插手了, 为什么? 很简单, 他也是海军本部大将, 查尔罗斯圣让亲至下跪的行为如果是完全正确的, 那下次如果有第二个天龙人让他黄元下跪, 他黄元是跪还是不跪呢? 卡普, 战国这三位老, 人对此也自是不能无动于衷, 判蛮死刑不可怕, 可怕的是, 因此伤了所有海军的心啊, 世界苦天龙人久矣, 海军亦是, 天龙人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 迈恩只是一个由头, 但他的身上背负着这个世界的愤怒, 背负着连同海军在内, 这个世界所有普通人对世界贵族天龙人的愤怒, 之前军舰来到玛丽乔亚时, 亲至为什么要警告迈恩不要妄动, 显而易见, 亲至早就知道玛丽乔亚的天龙人会找他们海军的事, 因为在此之前, 所有登上玛丽乔亚的海军全都遭受过天龙人的不公对待, 在天龙人的眼里, 海军就是走狗, 哪怕是战国和卡普这样的人, 可即便如此, 玛丽乔亚这么多年以来也没有发生过一件海军与天龙人产生冲突的事件, 但并非是不想, 而是不敢, 现如今, 事件发生了, 有一个海军做到了之前很多海军想做, 却不敢做的事情, 杀死一个天龙人, 对此, 海军表面上是大为震怒, 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在偷着乐, 活该, 第九十九章, 这么想来, 迈恩还真是要好好感谢查尔罗斯圣, 毕竟像查尔罗斯圣这么愚蠢的一个人实在是少见, 玛丽乔亚的天龙人虽然都是一个德行, 但其他人好歹还有脑子, 查尔罗斯圣就不同了, 这一点从原著中也能看出, 世界会议期间, 这家伙竟然企图强抢于人倒的白星公主, 相比之下, 让海军本部大将轻制下跪, 反倒是小巫见大巫了, 喂, 听到老夫说的这些, 你这小子就一点不敢动吗, 看到迈恩仍就是一脸的无动于衷, 卡普当即不满道, 没必要感动, 迈恩果断一摇头道, 身为海军, 我们只是做了海军应该做的, 为了正业, 卡普双眼威眠, 片刻后却大嘴一脸, 搂着迈恩的肩膀道, 哼, 库赞那家伙, 还真是捡到一个宝啊, 小子, 就冲你这句话, 老夫就绝不会让你死, 卡普的笑声中, 迈恩再度一脸无语, 扭头望着卡普, 搂着自己肩膀的大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卡普, 刚才用来抠鼻屎的那只, 这下好了, 头发不仅得贴, 衣服也得化啊, 太好了, 迈恩, 一旁的艾斯, 艾斯听到这也高兴得不得了, 虽然相处没多久, 但艾斯已经把迈恩当成了他的朋友, 而自家爷爷的, 为人艾斯自视清楚, 说出句话, 就一定会做到, 哈哈, 艾斯搂着迈恩的肩膀, 大笑起来, 迈恩就这样, 左卡普右艾斯, 被这一对爷孙的大手, 搂得紧紧的, 耳边也全是这两人的欢声笑语, 迈恩的脸上, 早已无语至极, 但对此, 他只能选择接受, 虽然这一幕较为诡异, 按照正常人的逻辑思维, 真是看不懂, 艾斯和卡普这会儿有什么好笑的地方, 但关键是, 艾斯和卡普并不是正常人, 跟王露飞一样, 都是一个德行, 啦啦啦, 艾斯和卡普愉快地哼起了歌, 刚想拉迈恩一起来的三人大合唱, 迈恩就立马开口道, 中将大人, 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哦对, 卡普猛然一拍额头, 方才想起道, 我还要带你去提审呢, 迈恩嘴角忍不住一撇, 他本来以为卡普好歹记得这件事, 哪曾想卡普全忘了? 这样想来, 迈恩真的是非常好奇卡普的实力强到了什么程度, 不然就这样的一个人凭什么能成为海军中将? 多年以来都在海军内部都经久不率, 即便再儿子是世界第一罪犯, 亲孙子是悬赏过亿的海贼, 养孙子是白胡子二番队队长的情况下, 卡普依然是海军传奇英雄, 想到这, 迈恩默默地看了一眼卡普的双拳, 正这时, 卡普也拍了拍迈恩的肩膀, 走吧, 带你去见五个老头, 说完, 卡普就当先向监狱的大门走去, 跟艾斯连招呼都不打, 五个老头, 迈恩文言一愣, 心中却猛然一动, 该不会是五老星吧? 喂, 小子, 赶紧跟上, 迈恩这边还在思考, 卡普那边就猛然传来了催促声, 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拳头, 再不过来, 来了来了, 冲着身后的艾斯挥了挥手, 迈恩便快步向前, 光当一声响, 监狱的大门再度紧闭, 艾斯的眼神骤然一暗, 而这时, 已经走出监狱大门的迈恩, 突然发现卡普的眼圈红了, 中将大人, 你没事吧? 迈恩故意问道, 当然没事, 卡普飞快地摇了摇头, 然后恨恨意咬牙道, 早知如此, 当初无论说什么, 老夫也不会让艾斯当海贼, 白胡子那个混蛋, 竟然让艾斯给他当队长? 中将大人, 其实艾斯给白胡子当队长, 还是有点好处的, 迈恩开口道, 放屁, 卡普眉头一皱, 再次举起手中的拳头道, 艾斯给白胡子当队长, 有什么好处? 艾斯是没有好处, 但中将大人你有啊, 迈恩神秘一笑道, 老夫有什么好处? 卡普眉头一皱, 您应该知道, 白胡子都把他的船员当成儿子吧, 艾斯也称呼白胡子为老爹, 迈恩淡淡道, 所以呢, 卡普一脸迷茫, 中将大人, 您可是艾斯的爷爷啊, 白胡子是艾斯的老爹, 您却是艾斯的爷爷, 迈恩提醒道, 从这个关系上论, 白胡子要见了, 您也得喊您一声老爹, 卡普闻言一愣, 一时间有点回不过神来, 待在原地摸着下巴想了想, 掰着手指仔细细地算了算, 艾斯是我的孙子, 白胡子是艾, 哎呦, 对啊, 迈恩小子, 你说的对啊, 这么算起来, 老夫就算不是白胡子的爹, 也得比他大一倍, 卡普一拍额头, 双眼金光暴闪, 骤然发现这么一个大便宜, 卡普整个人就算再伤心, 也缓解了许多, 而这正是迈恩想要的, 卡普好歹为迈恩求了情, 艾斯又把迈恩当作真正, 钱满好的朋友, 虽然无法回应, 但能让卡普的心理好受一些, 总归是好一些, 迈恩耸了耸肩膀, 再度到, 最重要的是, 中将大人您这个便宜, 还不是故意占的, 白胡子可是主动让艾斯当他的儿子的, 这么一来, 中将大人您就算是在被动之下, 成为了白胡子的爹, 无论怎么说也怪不得您啊, 对对对, 你说的对, 卡普一阵点头, 大笑不止, 哈哈, 好小子, 你果然很有意思, 说到这, 卡普伸出手拍了拍迈恩的肩膀, 语气略微有些认真道, 谢了, 呃, 没事, 迈恩尴尬一笑, 没想到, 还是被卡普发现了, 也就在这时, 迈恩突然感觉到, 身后有一道炙热的视线, 在盯着自己, 毛, 第100章, 一身红衣, 肩披正义披风, 头戴海军帽, 面上无须, 嘴里叼着一根雪茄, 吞云吐雾之下, 眼睛死死地盯着迈恩, 即便相隔甚远, 迈恩也能感觉一股热浪袭来,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海军三大将之一, 岩浆裹食能力者, 赤犬萨卡斯基, 天龙人被杀事件爆发以后, 整个世界都震动不已, 海军这边更是乱成了一锅中, 吴老星虽然急于捍卫天龙人的尊严, 杀迈恩以后快, 但由于海军内部的动荡, 吴老星也不得不谨慎行事, 再加上大将亲至, 誓死相护, 吴老星只能借世界政府的名义, 即召海军本部元帅佛之战国, 海军大参茂赫, 海军英雄蒙奇蒂卡普, 海军大将黄元波鲁萨利诺, 以及赤犬萨卡斯基到圣地玛利乔亚一世, 这之中, 其他人都早早到达玛利乔亚, 唯独赤犬因为镇守海军技衣之部, 需要一些时日才能到达玛利乔亚, 也因此, 当麦恩看到赤犬出现在玛利乔亚以后, 立马就明白了吴老星的打算, 卡普氏才在监狱里说得很明白, 这次提审, 连同卡普在内, 亲至, 赫, 战国都站在麦恩这边, 就是, 黄元也是如此,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海军这边已是铁板一块, 但赤犬一来就不一样了, 赤犬奉行的是彻底知正义的理念, 所有违法之人必须要死, 于他而言, 麦恩杀害天龙人查尔罗斯圣, 根本就是死刑, 与吴老星的想法不谋而合, 果不其然, 赤犬看到麦恩的第一句话, 就将他的来意表达得十分清晰, 麦恩, 尼哥, 海军不需要像你这样的士兵, 需不需要并不是你说的算, 萨卡斯基, 卡普挺身而出, 将麦恩死死护在身后, 念无表情地看着赤犬道, 卡普先生身为海军英雄, 为何要偏袒这样一个人, 赤犬一字一顿道, 老夫只是在做, 所有海军都希望老夫做的事, 何来偏袒一说, 卡普抱碧环胸道, 所有海军, 赤犬眉头一皱, 俯视着麦恩道, 这么看来, 海军还真是有必要好好整顿一番了, 这话等你当上海军元帅, 以后再说吧, 麦恩, 我们走, 说完, 卡普就搂着麦恩的肩膀, 向前走去, 压根部里赤犬, 赤犬对此也没有办法, 卡普身为海军英雄, 战功赫赫, 即便是赤犬也对卡普抱有三分敬意, 总然是此刻, 但望着卡普身后的麦恩, 赤犬可没有一点好脸色, 可问题是, 麦恩同样没给赤犬一点好脸色, 赤犬怎样看他, 麦恩就怎样看赤犬, 笑话, 赤犬一门心思地想弄死麦恩, 麦恩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没错, 海军是不需要我这样的士兵, 但也不需要你这样的大将, 望着赤犬炙热的眼神, 麦恩一脸不屑, 整个人竭力表现出, 有本事你就弄死我的样子, 看到这, 赤犬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 戴着手套的双手, 骤然紧握成全, 浑身上下都冒出了滚滚热气, 但此时此刻, 赤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麦恩, 跟在卡普的身后, 大摇大摆地走进世界政府, 那得意的姿态, 任谁看也不像是一个即将接受审判的罪犯, 反而像是世界政府的高官, 麦恩, 尼哥, 赤犬双眼微眯, 牙根紧咬, 与此同时, 世界政府总部大厅, 吴老星并排坐在主座上, 脸色齐齐一片阴沉, 让人看不出他们在想什么, 左右两排客座, 分别坐着青智, 黄元, 赫, 战国, 气氛相对沉默, 整个大厅落真可闻, 除了黄元一个人翘着二郎腿, 依旧是那副怡然自得的吊儿郎当样, 其他人全都是正经危坐, 正这时, 巴拉巴拉巴拉的声音响起, 吴老星之一的秃顶老人眉头轻皱, 从口袋中掏出电话虫按下接听键, 电话虫那边立马传来恭敬的声音, 在偌大的大厅中回荡不已, 报告, 卡普中将已将麦恩, 尼哥带到, 萨卡斯基大将也已到达, 让他们进来, 秃顶老人开口道, 是, 电话虫那边传来声音, 紧接就听咔嚓一声响, 大厅的大门被缓缓打开, 当先一人正是卡普, 身后则是戴着手铐脚链的麦恩, 最后才是赤犬, 而当大门打开的一瞬间, 所有人的视线便齐刷刷地锁定在麦恩身上, 轻质搜的一声站起身子, 眼睛死死地盯着麦恩, 面上略带愧疚, 黄元依旧摊在椅子上, 但嘴角却冲着麦恩掀起了一抹笑容, 战国和赫相视一望, 皆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一抹可惜, 虽然他们两人只是第一次见麦恩, 但不管是战国还是赫, 都十分清楚眼前这个小伙子是个人才, 最起码, 他们从麦恩的身上看到了正义所在, 只是麦恩杀害了天龙人, 就算不死也要被判终生监计,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为海军效力了, 将战国等人的表情看在眼中, 吴老星的脸色全都黑得跟锅底一样, 好在这时赤犬也走了进来, 才让吴老星的脸色有所烧化, 但就在这时, 卡普却大手一拍麦恩的肩膀, 站在大厅中央, 抬头望着面前的吴老星道, 喂,提前跟你们说个事, 这小子, 老夫保定了, 大厅本就空旷, 卡普嗓门又大, 突然这么一喊, 整个大厅立马响起了无数回音, 保定了保定了保定了, 无数回音之下, 战国愣了, 黄元笑了, 轻至眼睛一亮, 赫无奈地摇了摇头, 赤犬双眼微眯, 吴老星本来稍缓的脸色瞬间比锅底都黑, 卡普哈哈大笑, 笑声不绝于耳, 震撼人性, 第101章, 这一刻, 满都愣了, 虽然早就知道卡普是性情中人, 但也没想到, 这老头那么刚, 明知道吴老星是要判自己死刑, 这老头仍然直直地A了上去, 蒙奇帝卡普万岁, 卡普, 你知道, 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吴老星之中, 秃顶老人脾气最薄, 听到这自视嗖的一声从主座上站起, 怒视着卡普道, 当然, 老夫还没糊涂到那个地步, 卡普抱闭还凶, 毫不犹豫地一点头道, 刚刚才说过的话, 怎么可能不知道, 迈恩, 尼格杀害了天龙人查尔罗斯圣, 秃顶老人大怒道, 你即便是海军英雄也保不了他, 那就试试看, 卡普指示着秃顶老人道, 面色前所未有的严肃, 因为艾斯的事情, 卡普本就对吴老星憋了一肚子火, 迈恩的事情一出, 卡普新仇家旧恨自是再也忍耐不住, 不错, 吴老星是世界政府的领导者, 但他们不是这个世界的王, 不能什么事都让他们五个人说了算, 艾斯身为海贼, 卡普身为海军, 没办法替艾斯说话, 可迈恩不同, 杀害查尔罗斯圣的行为虽然偏激, 但的确是情有可原, 既然在监狱里放出了话, 说过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更何况这件事艾斯也知道, 要是保不住迈恩, 岂不是让艾斯心存遗憾, 这一刻, 无论于公还是于私, 卡普都保定了迈恩, 哪怕付出一切, 你, 望着一脸严肃的卡普, 秃顶老人气得直跳脚, 主拐老人眸光一闪, 冷冷开口道, 卡普, 为了这个小子, 你要对抗世界政府吗? 无为大人, 卡普绝没有此意, 卡普还没答话, 战国就站起来道, 只是因为天龙人被杀事件, 海军内部乃至全世界都动荡不安, 盼满恩死刑容易, 可真要是盼了, 万一惹出更大的乱子怎么办? 咚的一声响, 主拐老人用手中的拐杖, 狠狠地敲了一下地板, 然后冷冷地看着战国道, 战国, 我希望你认清自己的身份再说话, 身为海军本部元帅, 你应该首先捍卫玛丽乔亚的荣誉, 玛丽乔亚的荣誉自是要捍卫, 可海军的尊严也要受到保护, 战国一字一顿, 说话的过程中, 青蛙眼镜一直在反着耀眼的光泽, 身为海军元帅, 如果连海军的尊严都保护不了的话, 以后我还怎么领导海军执行正义? 战国, 你是在威胁我们吗? 金发老人冷声道, 如果我们执意叛卖恩, 尼格死刑, 难不成你要卸任海军元帅一职? 卸任之事, 我暂时还没想过, 战国直视着金发老人道, 可海军本部元帅的位置, 的确是不好做, 金发老人双眼威眉, 扭头看了一眼身旁的秃顶老人, 和主拐老人, 缓缓地摇了摇头,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使吴老星始料未及, 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为了一个区区的海军少尉, 卡普和战国竟然愿意做到这份上, 但就在这时, 一直都没说话的长虎老人, 却淡淡开口道, 萨卡斯基, 你怎么看? 刷刷刷? 长虎老人的一句话, 使得在场所有人, 全都转头向赤犬看去, 不同的是, 吴老星的眼睛猛然一亮, 战国和卡普的脸色, 却微微一沉, 毕竟他们实在是太了解萨卡斯基的人性了, 果不其然, 听到长虎老人的问话, 赤犬立马开口道, 迈恩, 尼格死有余辜, 哦? 长虎老人眉毛一条, 故作惊讶, 实则是意料之中, 为什么你觉得迈恩, 尼格死有余辜呢? 迈恩, 尼格杀害天龙人查尔罗斯圣, 犯了杀人罪, 以杀人之罪宣判, 迈恩, 尼格自然该死, 赤犬一脸煎一刀, 灵球鲜花, 闻言见状, 卡普和战国的脸色, 全都阴沉无比, 轻质更是气得双手直颤, 就连黄元也无奈地摇了摇头, 可就在这时, 长虎老人的声音却再度响起, 可是查尔罗斯圣也无缘无故地枪击了海军士兵,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迈恩, 尼格杀害查尔罗斯圣也算是情有可原, 嗯? 听到长虎老人的这句话, 在场众人全都是一愣, 秃顶老人更是气得浑身发抖, 尼格老混蛋到底哪边呢? 只有迈恩眉头紧皱, 以他的性格, 自是不会天真的以为长虎老人在为了他说话, 既如此, 长虎老人的这句话就十分耐人寻味了,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迈恩眸光一闪, 冷冷地望着主座上的长虎老人, 如果迈恩没有猜错的话, 长虎老人这句话一出口, 他99%得被判死刑, 而事实也正如迈恩所料, 听到长虎老人的话, 赤犬虽然也有点惊讶, 但片刻后就回过神来开口道, 查尔罗斯圣无缘无故枪击海军士兵, 又让身为海军大将的库赞当众下跪, 的确是过分至极, 但无论如何, 迈恩, 尼格都不能以私刑处置查尔罗斯圣, 一切都要有法可依, 如果不判迈恩, 尼格死刑, 岂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用私刑的方式处置有罪之人, 这种行径, 跟海贼又有什么区别, 这样一来, 世界才会真正的大乱, 言之有理, 长虎老人淡淡一点头, 望着迈恩的眼神中不带有丝毫感情, 他的计划成功了, 刚才那句话, 乍一听像是长虎老人在为迈恩开脱, 实际上, 长虎老人只是抛砖引玉,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赤犬说出此刻这句话, 有法可依, 不能滥用思想, 海军本部不是要讲理吗? 好, 我们吴老星就跟你们讲理, 以第102章, 气氛一片死寂,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赤犬的这番话一出口, 卡普和战国全都哑口无言, 轻质脸色苍白, 黄元沉默不语, 因为赤犬的话不无道理, 哪怕是迈恩也不得不承认, 主作上的吴老星已然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徒顶老人更是嘴角微巧, 这一刻, 赤犬在吴老星心目中的分量陡然上升, 即便吴老星也知道, 赤犬只是说出他的心里话, 虽然看麦恩很不顺眼, 但赤犬并不会为此就故意把麦恩弄死, 所作所为, 全都是为了贯彻他彻底之正义的理念, 法不容情, 赤犬一世, 真正恶心的人, 843其实是长虎老人, 不, 准确来说应该是吴老星, 只是长虎老人在吴老星之中最恶心而已, 麦恩对此也不意外, 吴老星执掌世界政府那么多年, 一定得有一个智商担当, 光是吐顶老人那样的暴脾气, 世界早都大乱了, 但受到海军本部这边惨淡的气氛, 麦恩已经缓缓地伸出了手, 随时准备动用门门裹食的能力, 毕竟麦恩要真是被判了死刑, 可没有艾斯那样的好运钱, 艾斯身为鱼儿, 白胡子海贼团这条大鱼没来之前, 还能多活几天, 麦恩可不一样啊, 他杀害了天龙人查尔罗斯上, 在这个世界其他人眼里算是壮举, 算是英雄, 尤其是愚人岛那样的地方, 麦恩说不定已经成了偶像, 但这里是圣地玛丽乔亚, 居住的全都是天龙人, 查尔罗斯胜死了, 玛丽乔亚的其他天龙人怎么可能眼巴巴地看着, 一定会不断地向吴老星施压, 吐死狐呗, 这一点麦恩光用脚趾头想都能想到, 吴老星为什么那么急于盘埋恩死刑, 就是为了点玛丽乔亚的天龙人一个交代, 如此一来, 麦恩这边若真被判了死刑, 很有可能不到下一秒就被执行死刑了, 思极至此, 麦恩自是要早做准备, 除非, 麦恩偏过头望着不远处的河, 双眼中隐隐有所期待, 自从这场审判开始, 赫就一直没说话, 身为海军大参谋, 赫这样的表现着实不应该, 这个老奶奶, 可是能把多福朗明哥那样的人都逼得冷汗直冒, 当下这个结果眼上, 能帮麦恩摆脱困境的人就只有他了, 没办法, 谁让其他人全都不顶用呢, 就在麦恩直勾勾地看着赫时, 坐在主座上的秃顶老人已经站起来道, 萨卡斯基的话你们也都听到了, 如果没有意义关于麦恩, 尼格杀害天龙人查尔罗斯圣尼式的判决, 等一下, 秃顶老人嗓子眼里的死刑两个字刚想脱口出, 麦恩的眼睛就猛然一亮, 因为就在这时, 一直不说话的赫, 终于站出来了, 我还有一些话想说, 赫曼吞吞地道, 赫, 你可是海军元老, 以你的头脑, 不会想不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吧, 秃顶老人眉头紧皱道, 我只是想说一些话而已, 大人没必要这么生气, 赫淡淡说道, 你, 秃顶老人眉头一鸣, 刚想发火, 一旁的金发老人却拉了拉他的袖子, 冲赫缓缓一点头道, 你想说什么就说, 看到这, 秃顶老人只好阴沉着脸坐下来, 也就在这时, 赫终于抬起头, 眼睛死死地盯着主座上的吴老星说道, 诸位大人, 你们真的想捍卫玛丽乔亚的荣誉吗? 嗯? 吴老星文言一乐, 战国和卡普等人也是眉毛一条, 就连麦恩也有点弄不明白, 废话, 秃顶老人没好气地答道, 我们当然想捍卫玛丽乔亚的荣誉了, 既如此, 你们就不能叛麦恩, 尼格死刑, 赫缓缓一摇头道, 你这叫什么话? 秃顶老人又一次沉不住性子灵, 搜的一声从主座上站起来道, 买恩, 尼格公然杀害天龙人查尔罗斯圣, 自是只有判死刑, 才能捍卫玛丽乔亚的荣誉, 但这样一来, 玛丽乔亚只怕, 会有更多天龙人死去, 赫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句话一戳, 就连主座上的持刀老人也是眉头一皱, 当先开口问道, 为什么? 诸位大人, 想必也知道, 天龙人这些年的行径, 有多么的过分, 赫一字一顿道, 也因此, 这个世界想杀天龙人的人有很多, 只不过他们不敢, 可是现在不同了, 有一叫有二, 迈恩胆敢杀害天龙人, 那么其他人也敢, 现如今, 天龙人不可触怒的规矩已经被迈恩打破, 查尔罗斯圣的死去并不是结束, 而是开始啊, 短短的一番话, 却字字扎在吴老欣的心里, 这一刻, 诚如智记卓绝的长虎老人, 额头上也渗出了滴滴冷汗, 照你这么说, 迈恩, 你哥不仅要判死刑, 还要尽快执行了, 没用的, 赫缓缓一摇头道, 天龙人害多少人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这样的仇恨, 即便是以命换命也值, 诸位大人, 如果非要判斑死刑, 只会让那些跟天龙人有仇的家伙, 欣喜不已, 当真, 主拐老人眸光一闪道, 那些人被天龙人害得失去了一切, 早都不想活了, 还怕死吗, 赫瘫了瘫手道, 那该怎么办, 秃顶老人咬牙问道, 难不成叛麦恩, 尼格无罪, 呵呵, 赫无奈一笑, 扭头望着麦恩, 缓缓开口道, 为今之计, 只能送麦恩去推进城, 说完, 赫的眼中已经满是歉意, 但他并不知道, 这一刻, 麦恩的心中有多感谢他, 海军大参谋万岁, 第103章, 推进城, 秃顶老人眉头一皱, 冷冷地望着麦恩道, 把他送进推进城, 就能让那些仇恨的天龙人家伙望而却步, 不一定, 但这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赫转回身子, 重新看着吴老星道, 死亡不可怕, 可怕的是生不如死, 五位大人, 想必也听闻过深海大监狱推进城, 从第一层到第六层, 每层监狱都有不同的惩罚, 第一层红莲地狱, 布满了剑术和针针草, 谁敢妄动, 一定会被割得鲜血直流, 第二层猛兽地狱, 全都是凶暴的猛兽怪物, 如此监狱者, 早晚都会成为这些猛兽的食粮, 第三层饥饿地狱其热, 无比又无水无石, 足以让人被饥渴逼疯, 第四层灼热地狱, 更不用说了, 地面烫的人, 无处下脚, 置身此地, 宛如油锅, 第五层极寒地狱冷的要命, 又有军狼看守, 在这里的犯人下场, 不是被冻死, 就是被军狼分尸, 至于第六层, 无限地狱, 虽然什么都没有, 但关押的灵狗, 都是穷凶极恶的人犯, 没有人能猜到他们会干些什么, 乃是真真正正的地狱, 身处这样的深海大监狱, 无论怎么看, 都要比区区的死刑令人恐惧吧, 难道不是吗, 五位大人, 赫面无表情地反问道, 这, 徒顶老人, 说不出话来了, 金发老人, 和主拐老人, 也是沉默无言, 掌胡老人, 更是安安一点头, 也就在这时, 持刀老人开口道, 就这样办吧, 买恩, 尼格杀害天龙人, 判终身监禁, 马上去推进城服刑, 带着火拳艾斯一起, 说到这, 持刀老人, 抬头望着赤犬道, 萨卡斯基, 有您负责押送, 这, 听到持刀老人的前半段话, 亲自的心里, 本来是如释重负, 可听到最后一句话, 一颗心立马又揪起来了, 战国, 卡普和赫三人, 也是眉头一皱, 这跟他们原来的打算可不同, 迈恩杀害天龙人查尔罗斯圣, 不被判死刑, 已是万幸, 能落个终身监禁, 已经是不错的结果, 深海大监狱推进城, 虽然可怕, 但只要亲自, 嘱咐监狱署长迈哲伦多多, 照应迈恩, 关在哪里不一样, 可如果是赤犬, 负责押送的话, 那迈恩到深海大监狱推进城, 就真的是要生不如死了, 思极至此, 亲自, 卡普, 呵, 战国四人的面色, 已经极为阴沉, 可就在这时, 一只手, 却缓缓地举了起来, 正是坐在椅子上一直吊锒铛的黄元, 不知道可不可以, 让我一块押送麦恩和火拳艾斯, 波鲁萨利诺, 秃顶老人眉头一鸣, 他再傻也知道, 黄元这会举手是什么意思, 可秃顶老人刚想发火, 持刀老人却淡淡一点头道, 可以, 多谢, 黄元微微一笑, 然后转过头冲着麦恩眨了眨眼, 呼, 看到这, 精致, 卡普, 战国四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呆呆地站在一旁, 麦恩将一切尽收眼底, 心里要说不敢动那是假的, 毕竟这一刻, 就连黄元那家伙都偏向了麦恩, 也因此, 望着面前的吴老星, 麦恩的双拳缓缓紧握, 一直以来, 麦恩的梦想都没有变, 即便是此刻, 麦恩仍然想要文明于世界, 让他的名字比戈尔蒂罗杰都响亮, 可关键是, 文明于世界的方法是什么, 他要通过什么途径去文明于世界呢? 本来, 麦恩决定在顶上战争大杀仪器, 毕竟如果夺取黑胡子暗暗果实的计划成功, 麦恩的实力将无比强大, 纵然不能在顶上战争左手吊打白胡子海贼团, 右手支配海军, 也能以一己之力将战局搅个天翻地覆, 可是这个方法固然可取, 但距离麦恩的梦想还很遥远, 文明于世界固然足矣, 但要想超越戈尔蒂罗杰还是有点困难, 现在不同了, 麦恩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实现他梦想的途径, 毁掉这脸, 此刻, 麦恩身处圣地玛丽乔亚, 站在世界政府总部大厅, 望着面前的吴老星, 心里却在想着毁掉这脸, 这样想来, 和之前的那句话说的还真对, 天龙人查尔罗斯圣的死亡, 不是结束, 而是开始, 没错, 一切只是开始, 像吴老星这样的人, 不该掌控这个世界, 因为他们每在一日, 天龙人就会越发猖狂, 世界苦天龙人久矣, 是时候结束了, 麦恩之不过是杀了一个查尔罗斯圣, 就已经名阳四海, 若真是毁了圣地玛丽乔亚, 杀了所有的天龙人, 颠覆世界政府, 让吴老星死的连渣都没有, 戈尔蒂罗杰又算得了什么, 他不过是开启了大海贼时代, 我麦恩, 尼阁却要颠覆, 一个就时代, 嗯, 坐在主座上的, 持刀老人突然眉头一皱, 缓缓抬起头, 望着已经开始被带离大厅的麦恩, 心中陡然涌现出一股不安, 这一刻, 不远处那个名为麦恩, 尼阁的区区海军少尉, 让吴老星之一的持刀老人, 感觉到了危险, 但具体危险在哪里持刀老人, 却说不上来, 甚至这种危险的感觉, 都很奇怪, 并不像是面对强敌, 反而像是面对一个不可能战胜的敌人, 以至于这一刻, 持刀老人都想拔出手中的刀将麦恩即刻斩杀, 但望着麦恩身旁的卡普和战国, 持刀老人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将这股危险的感觉硬生生地压了下去, 虽然将来的某一天, 他会为此感到无比悔恨, 第104章, 伟大航路, 圣地玛丽乔亚, 伴随着咔嚓一声响, 监狱的大门被缓缓打开, 反手带着海楼石手铐, 艾斯低头走出, 两名海军士兵手持长柄刀, 一左一右成交叉状放在艾斯的脖梗之间, 齐齐一脸凝重, 毕竟他们负责押送的人可是白胡子二番队队长, 大名鼎鼎的火拳艾斯, 想到这, 两名海军士兵握着长柄刀的手就有点发颤, 险些将艾斯就地处决, 喂, 要拿刀就好好地拿, 颤巍巍地像什么样子, 熟悉的声音淡淡响起, 语气中充满了不愤, 卖恩啊, 一直低头向前走的艾斯猛然抬起头, 望着面前的卖恩立马微笑道, 搞定了, 只是钟声监禁而已, 卖恩耸了耸肩膀道,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是死刑就好, 艾斯眼睛一亮道, 这下子去推进城可有半了, 呵呵, 卖恩微微一笑, 然后偏头望着艾斯身后两个海军士兵, 眼神骤然一冷, 感觉到卖恩冷冷的眼神, 两个海军士兵的额头上, 都渗出了冷汗, 放在艾斯脖子上的长柄刀也不知觉地放了下来, 虽然这一刻, 卖恩的手上和脚上都带着厚重的链条, 但关键是, 卖恩可是连天龙人都敢杀的存在, 这样的一个人, 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干的, 怀揣着这样的想法, 两个海军士兵不怕行吗? 卖恩, 艾斯, 正这时, 卡普也走了过来, 两只大手一左一右搂着卖恩和艾斯的肩膀, 笑眯眯地道, 你们先去推进城, 过几天, 我再去那看你们, 给你们带点仙辈和甜甜圈, 多谢中将大人, 谢了爷爷, 卖恩和艾斯点头道, 嗯? 看到这, 两个海军士兵都傻了, 爷爷? 我去, 海军英雄竟然是火拳艾斯的爷爷, 跟卖恩少尉的关系, 看起来也不错, 光荡, 两个海军士兵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长柄刀扔到地上, 卖恩, 委屈你了, 正这时, 卖恩也走了过来, 拍着卖恩的肩膀一脸愧疚道, 你放心, 有机会我也会去看你的, 虽然这次我去不了推进城, 但我保证不会让人欺负你, 多谢库赞大人, 卖恩微微一笑, 听到卖恩的话, 两个海军士兵再次愣在了原地, 等回过神来, 立马捡起地上的长柄刀扔得远远地, 嗯? 你们怎么把刀扔了? 不远处的赤犬看到这, 立马面色一沉, 走过来指着两个海军士兵的鼻子道, 去, 捡起来, 这, 两个海军士兵面面相去, 你们听不到我说的话吗? 赤犬眉头一鸣, 炙热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两个海军士兵, 是, 两个海军士兵飞快一点头, 但他们刚想转身去捡长柄刀, 黄元的声音就慢悠悠地响起, 没那个必要吧, 萨卡斯基, 有你和我在, 卖恩少年和火拳艾斯跑不了的, 这是跟你没关系, 波鲁萨利诺, 赤犬咬牙道, 好好好, 别生气嘛, 那么可怕, 黄元白白手道, 去见啊, 赤犬回过头冲两个海军士兵吼道, 是, 两个海军士兵浑身一震, 心里却着实想哭, 这年头当的海军都不容易啊, 可就在这时, 战国的咆哮声又从远处传来, 喂, 萨卡斯基, 波鲁萨利诺, 你们还愣着干嘛, 快点出发, 好好好, 来了来了, 黄元捂着耳朵, 慢悠悠地向前走去, 赤犬也转过了身子, 卡普依然搂着麦恩和艾斯的肩膀, 两个海军士兵则彻底傻在了原地, 望着前方逐渐远去的众人, 望着身后不远处的梁把长柄刀, 欲哭无泪不已, 但一想到赤犬那炙热的目光, 两个海军士兵还是快步向长柄刀跑去, 可就在这时, 一股寒风却扑面袭来, Ice Ball, 冰球, 声音在耳边响起的一瞬间, 两个海军士兵眼睁睁地看着两道冰柱, 从他们的身旁飞快掠过, 只瞬间就将不远处的梁把长柄刀动成冰块, 然后就听咔咔两声响, 被动成冰块的长柄刀徐徐碎裂, 扑通一声响, 两个海军士兵齐齐跌倒在地, 机械般地转头望去, 只见轻至一双眼睛冷冽无比, 迈恩, 尼格不是犯人, 以前不是, 现在不是, 将来更不是, 说完, 轻至就转过身子向前走去, 跌倒在地的两个海军士兵相视遗忘, 皆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一抹浓浓的震惊, 当然, 还有苦涩, 毕竟谁能想到, 杀害天龙人的迈恩, 尼格竞会有这么多人当后盾, 关于这一点, 赤犬也想不明白, 此刻, 他站在军舰的甲板上, 望着摊在椅子上的黄园, 双眼微眯道, 波鲁萨利诺, 我真是想不明白, 库赞, 卡普先生乃是战国元帅那样, 也就罢了, 为什么连你都要这样, 迈恩, 尼格, 到底有什么本事, 能让你们这么多人护着他, 不过, 是一个罪犯, 受我直言萨卡斯基, 黄园贪了贪手道, 在你看来, 迈恩少年虽然是罪犯, 但在我看来, 却不是, 天龙人, 查尔罗斯圣死不足惜, 从个人角度上说, 你说什么, 赤犬眉头一皱, 刚想上前一步质问黄园, 就听刷的一声响, 一道金光已经来到了他面前, 冷静萨卡斯基, 金光散去露出黄园的身影, 拍着赤犬的肩膀, 黄园微微一笑道, 我都说了, 是个人的角度, 从海军的角度来看, 迈恩少年的确是犯了法, 放心吧, 我不会纵容迈恩少年的, 如果在前往推进城的过程中, 迈恩少年敢逃跑的话, 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但是如果迈恩少年没逃跑的话, 萨卡斯基, 终有一天, 你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这么护着他, 不会的, 赤犬一字一顿道, 语气中充满了坚定, 呵呵, 黄园摇头一笑, 重新化为一道金光滩在椅子上, 赤犬站在甲板上, 眼睛死死地盯着下方准备登船的迈恩, 可这一刻, 所有人并不知道, 有一道冰冷的视线正从海中传来, 毛, 第105章, 呼啦啦, 滴滴滴, 浓烟滚滚, 气笛声传来, 巨大的军舰快速向远处驶去, 很快就消失在, 玛丽乔亚众人的眼中, 亲至和卡普眼神一暗, 艾斯和迈恩的, 远去让他们的心中感到悲伤, 战国和赫看到这里, 面上虽无动于衷, 但心里也是无奈一探, 毕竟从今以后, 迈恩将被永远地关押, 在深海大监狱推进城, 即便不像其他犯人那样, 饱受折磨, 可毋庸置疑的是, 迈恩的人生结束了, 他的未来将一片黑暗, 没有半点光明可言, 明明前不久, 还是海军内部, 一个不可多得的年轻裁军, 现在却因为查尔罗斯盛毁了, 该死的天龙人, 思极至此, 战国和赫不禁转头, 望着远处的世界政府总部, 眼角忍不住地微抖, 可就在这时, 赫的口袋里, 却响起了电话虫独特的铃声, 巴拉巴拉巴拉, 嗯? 赫眉毛一条, 看了战国一眼, 然后伸手从口袋里, 逃出电话虫, 按下接听见, 电话虫的双眼猛然睁开, 以一脸惊恐的表情说道, 贺中将, 火拳艾斯被捕的消息泄露了, 什么? 贺环, 没说话, 一旁的战国听到这已然是双目原睁, 抄手夺过贺手中的电话虫, 大骂道, 火拳艾斯的消息怎么可能泄露,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元元帅大人, 听到战国的声音, 电话虫惊恐的表情更甚, 对不起元帅大人, 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该死, 战国气得目刺欲裂, 恨不得将手中的电话虫摔到地上, 冷静点战国, 贺伸手抓住战国的手臂, 然后冲着电话虫说道, 白胡子海贼团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暂时还不清楚, 但新世界已经是动荡不安, 电话虫那边传来声音, 尽快去查, 说完这一句, 贺边挂断了电话虫, 看着战国若有所思道, 奇怪, 是谁把火拳艾斯的消息泄露了出去, 难道是黑胡子, 不可能, 战国这会儿, 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冷静, 一脸严肃地摇了摇头道, 黑胡子杀害了白胡子海, 贼团四番队队长萨奇, 又抓住二番队队长火拳艾斯, 送给世界政府, 他把这个消息泄露了出去, 只会对自己不利, 何况黑胡子的王夏, 七五海一直, 还没正式认命, 说什么也不会这时候, 把火拳艾斯被捕的消息泄露出去, 可如果不是他, 那就没有别人了, 何眉头紧皱道, 不, 还有一个人, 战国双眼微眯, 鼻尖的青蛙眼镜, 反着耀眼的光泽, 一字一顿道, 慎平, 死, 对啊, 何道西一口冷气道, 慎平跟白胡子海贼团的关系, 向来很好, 他所在的愚人岛, 又深受白胡子的大恩, 以他的性格, 绝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艾斯被捕, 而以慎平王下七五海的身份, 能打听到火拳艾斯被捕的消息, 也不奇怪, 可是这样一来, 接下来的话赫没有再说, 只是偏头望着面前的大海, 此刻, 军舰已经消失在赫的视野中, 但赫的心里却是七上八下, 一旁的战国也不例外, 同样一脸紧张地望着面前的大海, 毕竟火拳艾斯的消息, 要是真泄露了出去, 白胡子海贼团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好在军舰上有两位海军本部大将, 萨卡斯基, 和波鲁撒利诺的实力战国和赫, 还是信得过的, 只要军舰能顺利地通过正义之门, 白胡子海贼团就算再强大, 也只能望门兴探, 圣地玛丽乔亚不远处的, 一片海域上, 一艘长度大约五十米的大船, 一动不动地停在海面上, 大船的船头看起来像是一只微笑的白鲸, 甲板上虽密密麻麻地站着很多人, 却都隐隐已站在船头的, 为首两人为尊, 正这时, 只听哗啦一声响, 从大海中猛然窜出一个身影, 跳到甲板上, 这人手脚长脯, 下颚有两颗大牙齿, 看起来像是一只金鲨, 典型的愚人族, 穿着一身绣有花纹的寓衣, 眉毛和鬓角围狂风状, 一头黑色的卷发, 其上还扎着一个朝天辫, 下巴续住粗黑的短胡子, 左眼眼角有着闪电纹路般的伤痕, 身材肥瘦, 胸口闻着一轮火红的太阳, 正是王下七五海之一, 海峡慎平, 怎么样慎平, 见到艾斯了吗, 围首两人看到慎平, 并不感到惊讶, 反而一脸紧张地问道, 他还好吗, 艾斯先生还好, 慎平冲着围首两人一点头盗, 但时间所剩无几, 我们需要尽快行动, 海军的军舰速度很快, 不多时就能到达正义之门, 艾斯先生一旦进去, 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往推进城了, 好, 我们这就行动, 围首两人相视遗忘, 立马抬手命人起毛扬帆, 不多时, 大船便飞快地向前行驶而去, 慎平, 计划还跟原来的一样, 你在海底找机会营救艾斯, 我们俩对付亲至, 围首两人冲着慎平说道, 不, 押送艾斯的人已经换了, 慎平脸色一沉, 双拳紧握道, 不是亲至, 是赤犬和黄园, 什么, 围首两人面色一白, 语气很是震惊道, 赤犬和黄园都在, 为了押送艾斯, 海军竟然出动了两位大将, 哼, 这倒不是, 慎平的嘴角掀起一抹口笑道, 海军之所以出动两位大将, 不是为了艾斯先生, 而是为了麦恩, 尼格, 麦恩, 尼格, 那个胆敢杀害天龙人的海军少尉, 围首两人齐齐瞳孔一缩, 不错, 正是他, 慎平点了点头, 这一刻, 他的双眼明亮至极, 如果不是为了艾斯先生, 老夫说什么都要跟这个人交个朋友, 毕竟泰格大哥当年都不敢做的事情, 他却做到了, 摸着胸口那一轮火红的太阳纹身, 慎平缓缓说道, 第106章, 就在慎平等人计划着营救艾斯时, 艾斯和麦恩正在军舰的看守室里, 享受着五星级服务, 不错, 正是五星级服务, 先前在圣地玛丽乔亚, 亲自的一句话, 已经将他的意思表露无疑, 那两个负责看守艾斯和麦恩的海军士兵这会儿, 自是要对麦恩小, 心意义, 而在麦恩的言语威胁下, 连带着艾斯也跟着沾起了光, 此刻, 麦恩和艾斯两人的身上虽然依旧带着镣铐, 但却躺在一张宽阔的大床上, 大床很软, 躺在上面极为舒服, 尤其是艾斯, 当下已经呼噜声四起, 想来也是, 这些天一直躺在冰冷潮湿的地面上, 骤然换成一张极其柔软的大床, 艾斯自是很快地熟睡了过去, 麦恩却是睡不着, 于是理所当然地让两个海军士兵给他按摩一番, 这会儿, 两个海军士兵已经明确分工, 一个按麦恩的上半身, 一个按麦恩的下半身, 麦恩翻身躺在大床上, 一边享受着按摩, 一边喝着手中的鲜榨果汁, 然后津津有味地看着面前的书籍, 关于果汁和书籍, 两个海军士兵自是没那个本事弄到, 但是在跟黄渊说过之后, 立马就给麦恩弄来了, 也因此, 两个海军士兵现在连抱怨的心思都不敢有, 甚至有种能给麦恩按摩是他们荣幸的感觉, 但就在这时, 只听光当一声响, 军舰的底部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 健身整体都狠狠地晃了一下, 两个海军士兵下盘不稳, 立马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本来在大床上熟睡的艾斯也被这晃动直接掀翻下床, 咚的一声发出沉闷的响声, 但出人意料的是, 即便如此艾斯依然没醒, 嘴巴大开大合, 胸膛一起一扶, 呼啦呼啦地睡着, 根本不被外界发生的一切所干扰, 两个海军士兵却是一阵大吼大叫, 什么情况, 触跤了, 别是遇到海王类了吧, 完了完了, 这一下全完了, 麦恩看得一脸无语, 不管是对面前这两个大吼大叫的海军士兵, 还是对一旁趴在地上呼呼大睡的艾斯, 不过话虽如此, 麦恩的眉头也是轻皱, 因为两个海军士兵的话, 根本没有道理, 触跤海王类什么的, 发生在其他地方可能, 但绝不可能发生在这里, 圣地玛丽乔亚就在不远处, 上面居住的全都是世界贵族天龙人, 附近的海域怎么可能出现海王类, 但正因为此, 麦恩的心中才有些讶异, 毕竟排除了触礁和海王类, 这两种可能性, 就只剩下了唯一的可能, 玉迪, 斯吉至此, 麦恩的双眼立马掠过一道金光, 心中已有了大致的猜测, 喂, 你们两个, 麦恩招了招手道, 两个海军士兵本来已经抱在一起, 齐声痛哭, 听到麦恩的声音立马回头望去, 齐齐一脸T4横流道, 干嘛, 你说干嘛, 麦恩无奈地翻了翻白眼道, 军舰出现那么大的晃动, 你们身为海军士兵还不赶紧出去看看, 这个, 两个海军士兵相视一望, 皆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一抹恐惧, 喂,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啊, 萨卡斯基大人可是最讨厌你们这样的海军士兵了, 贪生怕死, 以他的脾气可是会亲手弄死你们的, 麦恩耸了耸肩膀道, 嗖嗖, 麦恩话音刚落, 两个海军士兵就立马跑出了看守室, 奔跑的过程中都掀起了两阵风, 可想而知速度有多快, 麦恩对此也不意外, 毕竟比起海王类, 嗜犬那家伙的确是要更可怕得多, 正这样想着, 只听咔嚓一声响, 看守室的大门被再度打开, 两个海军士兵出去时的一脸苦逼, 此刻早已换成了满满的喜色, 望着麦恩疑惑不解的面色, 两个海军士兵立马搂着各自的肩膀, 一阵白手道, 灵球鲜花, 没事没事, 只不过是遇到了金沙群二爷, 不是海王类, 说完, 两个海军士兵全都傻了起来, 毕竟在他们的眼中, 金沙群算不得什么, 海王类才是真正的可怕, 可麦恩恰恰与两人相反, 海王类算不得什么, 金沙群才是真的可怕, 也因此, 听到两个海军士兵的汇报, 麦恩的脸色立马一沉, 果然是他, 王夏七五海之一, 海峡慎平, 身为金沙鱼人, 慎平字是能引来金沙群攻击军舰, 原著中, 慎平也展示过这项本领, 当然, 最重要的是, 慎平身为王夏七五海之一, 的确有那个能力打探到火拳艾斯被捕的消息, 该死, 麦恩恨恨意咬牙, 没想到推进城竟在举齿,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麦恩本来以为接下来事情的走向会按照原著那样, 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 但现在看来, 还是发生了蝴蝶效应, 显然, 天龙人被杀事件的爆发, 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事情的走向, 单说时间方面, 就向后推了好几天, 援助中, 艾斯被黑胡子转交给世界政府以后, 很快就会被转移到深海大监狱推进城, 可现如今, 由于麦恩杀害了天龙人查尔罗斯圣, 导致世界政府和海军本部一片大混乱, 一时间根本无暇顾及火拳艾斯, 等到解决好麦恩的事情以后, 反倒给了海霞圣平可趁之机, 虽然此刻, 军舰上有赤犬和黄元两人看护, 但海霞圣平也绝不可能一个人前来, 如果他想要救艾斯的话, 一定会去找援兵, 而这个所谓的援兵显而易见, 果不其然, 就在麦恩脸色一片阴沉, 两个海军士兵欢喜鼓舞, 艾斯依旧躺在地上呼呼大睡之际, 看守室外突然传来了无数人的惊呼, 而每一个人的声音中都充满了恐惧, 默默比迪克号, 咦, 他们喊什么, 好像是在喊默比迪克号, 默默比迪克号不是, 听着从外面传来的无数惊呼声, 看守室中的两个海军士兵身体骤然一僵, 吞吞吐吐的一问一答着, 但最后这半句话, 两个海军士兵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来, 就跟嗓子眼里卡了什么东西一般, 看到这, 麦恩当即好心提醒道, 白胡子海贼团的海贼船, 一片死寂, 两个海军士兵再次替死横流, 就差没抱在一起, 其声痛哭了, 见状, 麦恩算是服了面前这两人了, 无奈地摆了白手道, 喂, 你们想活吗, 废话, 我们当然想活了, 两个海军士兵美好气道, 那就听我的, 麦恩一, 自一顿道, 嗯, 两个海军士兵猛然抬起头, 死死地盯着麦恩道, 你有办法, 当然, 麦恩毫不犹豫地一点头道, 我可是杀了天龙人都没有被判死刑的家伙, 嗖嗖两声响, 没有片刻犹豫, 两个海军士兵立马飞奔到麦恩的面前, 毕竟麦恩的这句话, 实在是太有说服力了, 什么办法, 两个海军士兵一左一右抱着麦恩的大腿道, 呵呵, 麦恩嘴角微翘, 缓缓抬起带着镣铐的双手道, 给我打开, 看守室外, 望着惊慌失措的一众海军, 赤犬当即冷哼一声道, 一群废物, 给我看清楚, 区区的一艘小船, 怎么可能是莫比迪克号, 嗯, 听到赤犬的话, 一众海军士兵定睛一看, 这才发现, 不远处这艘大船, 虽然模样跟白胡子海贼团的主船, 莫比迪克号一模一样, 但却比莫比迪克号小了一圈, 不过是白胡子海贼团旗下的一艘外轮船而已, 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 虽如此,这艘大船还是挺可怕啊, 黄元慢悠悠的声音响起, 哈哈, 可怕的应该不只是船吧, 冷笑声传来, 一众海军士兵定睛望去, 只见不远处这艘外轮船的船头上, 赫然站着两个人, 其中一人身材壮硕, 头小身子大, 两条胳膊上更是满满的肌肉, 脸型瘦长, 穿着一身连体盔甲, 嘴角冷笑连连, 另一人则穿着一身蓝色长袖衬衫, 下身是黑色休闲裤, 一头金发, 留着朋克头, 腰间配在着匕首, 胸前纹着蓝色的十字骷髅头, 骷髅头上的胡子呈月牙状, 跟艾斯后辈的刺青一般无二, 到得此刻, 这两人的身份早已呼之欲出, 正是白胡子海贼团三番队队长钻石乔兹, 以及白胡子海贼团一番队队长, 动物系幻兽种鸟鸟果实, 不死鸟形态能力者, 马尔科,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二番队队长还回来, 看见赤犬和黄元的一瞬间, 马尔科就直截了当道, 还是请你们留下吧, 赤犬双眼微眯, 话音刚落, 他的身上就滋滋一声响, 紧接无数热气冒出, 哈哈, 看来大家都是急性子, 钻石乔兹冷冷一笑, 然后就听此溜一声响, 钻石乔兹半个身子立马变成钻石状, 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无比耀眼, 兄弟们, 把艾斯夺回来, 马尔科震臂高呼, 不许放过任何一个海贼, 赤犬咬牙道, 是, 遵命, 两方人马齐齐一声吼, 吼声中全都充满了浓浓的杀气, 也就在这时, 马尔科猛然窜出大船, 在即将落进大海里的一刹那, 他身子骤然一转, 变成一只青蓝色的大鸟, 布满了青蓝色的火焰, 在天空中翱翔开来, 看到这, 钻石乔兹大嘴一脸, 双脚用力一蹬甲板, 跳到化为不死鸟的马尔科身上, 然后就见, 一人一鸟, 闪电般地向军舰冲去, 这一刻, 面对海军本部大将黄元和赤犬, 白胡子一番队队长和三番队队长不仅毫无聚色, 反而一马当先, 抑郁先发制人, 看到这, 赤犬深感海军的正义被低估, 双眼瞬间微眯, 也就在这时, 只听得咕噜噜一声响, 赤犬的整条右臂, 立马变成了赤红色的岩浆铃, 带着一股恐怖的高温, 烤的空气都一阵扭曲, 军舰的海军士兵们见状, 全都一溜烟地向远处跑去, 尽量拉开与赤犬的距离, 全灭红帘, 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对准空中的马尔科的钻石乔兹, 赤犬当即举起已经岩浆化的右臂狠狠一挥, 呼啦一声响, 带着滚滚的热气, 一大团岩浆飞快向空中的马尔科和钻石乔兹轰去, 但看到这, 不死鸟马尔科的速度却只快不减, 直直冲着岩浆飞去, 就在赤犬的犬孽红帘即将轰在马尔科和钻石乔兹的身上时, 马尔科身上的青蓝色火焰陡然猛掌, 将钻石乔兹整个身子包裹住, 然后就见, 不死鸟马尔科载着钻石乔兹, 从赤犬的犬孽红帘中一窜而过, 毫发无伤, 该我们了, 赤犬一击不成, 外轮船上的海贼立马士气大震, 钻石乔兹的嘴角也掀起了一抹冷笑, 也就在这时, 不死鸟马尔科的身子骤然一甩, 将钻石乔兹向军舰狠狠扔去, 嗖的一声响, 钻石乔兹的速度飞快至极, 重量可见一斑, 再加上马尔科的用力一甩, 重量和力量相互加持之下, 钻石乔兹整个人就像一颗炮弹狠狠向军舰轰去, 而这一击要是重了, 军舰就算再大也避毁无疑, 而这也正是马尔科和钻石乔兹的计划, 赤犬和黄元再厉害又怎样, 终究只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对于大海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军舰要是被毁, 赤犬和黄元何以立足, 该死, 看到这, 赤犬瞬间就猜到了马尔科和钻石乔兹的用意, 可他刚想阻拦钻石乔兹撞到军舰上, 不死鸟马尔科的攻击已到, 赤犬不得不伸手抵挡, 同时大喊一声, 波鲁萨利诺, 了解, 慢悠悠的声音响起, 但黄元的速度却不慢, 咻的一声响, 一道金光转瞬极致, 望着面前的钻石乔兹, 黄元的嘴角掀起一抹淡淡的微笑, 你有被光速踢过吗? 你有被光速踢过吗? 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黄元的右腿便完全光子化, 闪烁着金黄的光泽, 一腿直直地朝着钻石乔兹抽去, 砰的一声巨响, 黄元的右腿与完全钻石化的钻石乔兹狠狠碰撞, 但出人意料的是, 钻石乔兹并没有被黄元这一腿抽飞, 身为白胡子海贼团三番队队长, 虽然实力较之三大将还是有点差距, 但钻石乔兹也不是超新兴那种货色, 黄元想要一腿一个还是不太可能, 看到这, 黄元也不惊讶, 他本就没想过能一腿把钻石乔兹抽飞, 只要能阻止钻石乔兹撞击军舰就可以了, 而这也是赤犬的想法, 呼, 看到波鲁萨利诺大将阻止了钻石乔兹, 军舰上的一众海军士兵全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毕竟军舰要是真的被钻石乔兹撞成, 且不说赤犬和黄元, 一众海军士兵是断无存活的可能, 可就在这10.09, 钻石乔兹的冷笑声却突然响起, 由于完全钻石化, 钻石乔兹的牙齿都一阵荧光闪闪, 与此同时, 正跟赤犬交战的不死鸟马尔科也微微一笑道, 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哗啦一声响, 马尔科的话音刚刚落下, 平静的海面上就陡然激射出一股海流, 更有一道身影被包裹在海流中, 看到这, 赤犬眼中的瞳孔立马一缩, 黄元的面色也罕见得严肃起来, 军舰上一众海军士兵更是齐声叫道, 海海侠圣平, 愚人空手道傲益, 五赖罐, 圣平脸色阴沉, 步伐一言, 从海底窜出来的那一刻, 立马伸出代谱的手掌一合, 只听得哗啦啦一阵响, 包裹住圣平的海流瞬间旋转, 徐徐凝聚在圣平的掌中, 形成一颗巨大的水球, 愚人空手道傲益, 五赖罐, 乃是海侠圣平的绝招之一, 凝聚的水球威力巨大, 足以轰碎一座大山, 又更何况区区一艘军舰, 到得此刻, 赤犬和黄元终于明白了白胡子海贼团的计划, 马尔科和钻石乔兹之所以先发制人, 并不是为了攻击军舰, 而是为藏于海底的圣平打掩护, 毕竟赤犬和黄元再厉害, 也只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他们即便在精明, 也不可能对大海有所防范, 该死, 赤犬恨恨一咬牙, 伴随着咕噜噜的响声和冲天的热气, 左臂也完全化为了流淌的岩浆, 可赤犬刚想阻拦圣平, 马尔科就出现在他的面前死死地纠缠着, 赤犬的岩浆虽然炙热无比, 但依靠青蓝色的火焰和恐怖的再生能力, 不死鸟马尔科上能阻拦赤犬一时, 而就在这时, 只听砰的一声响, 慎平手掌中的巨大水球狠狠像军舰飞来, 就跟一颗巨大的炮弹般, 带着惊人的速度, 充斥着巨大的威力, 是要一击之下把军舰整体粉碎, 看到这, 军舰上的一众海军士兵骑骑下的目刺欲裂, 好在这时, 小金光飞快闪现在船头, 毕竟水球的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黄元, 望着面前的巨大水球, 黄元面无表情, 抬起一根手指, 十字金光旋转, 俨然是要发射激光阻止水球轰尘军舰, 可就在这时, 只听搜的一声响, 钻石乔兹狠狠地撞在黄元的身上, 由于使用了武装色霸气, 黄元立马被钻石乔兹撞飞, 虽然毫发无伤, 但手指的激光却完全射错了方向, 危机丝毫没有化解, 巨大的水球依旧在向军舰轰来, 这一刻, 赤犬和黄元的面色阴沉至极, 一众海军士兵绝望无比, 不远处的外轮船上一阵欢呼雀跃, 马尔科微微一笑, 钻石乔兹大嘴一脸, 慎平一脸坚定, 可就在巨大的水球即将轰击在军舰上时, 一阵轻风拂面, 一道身影赫然出现在船头, 一头蓝发, 一身得体的海军礼服, 肩披正义披风, 腰背挺得笔直, 宛如一棵参天大树, 六式傲义, 六王枪, 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一股巨大的冲击力瞬间爆发, 轻而易举就将面前的巨大水球轰成一片水雾, 危机瞬间化解, 军舰安然无恙, 全场一片死寂, 所有人全都愣住了, 赤犬愣了, 黄元愣了, 空中的不死鸟, 马尔科愣了, 完全钻石化的钻石乔子也愣了, 乘着海流的盛平愣了, 军舰上的一众海军士兵也愣了, 不远处外轮船上的海贼们也愣了, 这一刻, 所有人的视线全都不由自主地汇聚在那道突然出现的人影身上, 而这个人影不是别人, 正是麦恩, 嘀嘀哒哒的声音逐渐响起, 被麦恩用六式傲义, 六王枪轰成一片水雾的巨大水球, 化为细小的水滴降落在军舰的甲板上, 宛如下了一场微雨, 麦恩的蓝发被缓缓打湿, 身后的正义披风也逐渐湿润, 也就在这时, 麦恩转过身子, 望着面前的赤犬和黄元, 以及军舰上的一众海军士兵, 一字一顿道, 不好意思诸位, 我来晚了, 没关系, 还算及时, 黄元嘴角微翘, 麦恩少尉, 一众海军士兵激动得不能自己, 赤犬站在一旁, 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脑海中不知不觉地回忆起先前黄元对他说的话, 萨卡斯基, 终有一天, 你会明白, 我们为什么这么护着他, 这家伙, 眼角微陡, 瞳孔微颤, 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麦恩, 尼格, 赤犬的双眼罕见得极为明亮, 麦恩少尉, 听到军舰上一众海军士兵的呼喊, 不死鸟马尔科和钻石乔子的脸色猛然一遍, 慎平也是眼角微陡, 他们的计划本来天衣无缝, 军舰一旦被毁, 赤犬和黄元就没有了立足之地, 虽说淹死什么的不太可能, 但好歹能给赤犬和黄元制造一些麻烦, 以不死鸟马尔科和钻石乔子的实力, 足以抵挡那时的赤犬和黄元一阵子, 而慎平身为愚人族, 在海里的战力只会比陆地上更强, 军舰一旦被毁, 就是他的天下, 如此一来, 三人默契配合, 营教艾斯未必不可能, 可三人没有想到, 半路竟杀出个麦恩, 尼格, 虽然慎平三人早就知道麦恩在军舰上, 但问题是, 他们想不明白, 为什么麦恩要帮助赤犬和黄元, 毕竟麦恩和艾斯一样, 都是要被押去推进城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麦恩, 尼格理应恨死赤犬和黄元才对,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帮助他们, 难道他还以为自己是海军吗? 麦恩, 尼格, 做个交易吧, 不死鸟马尔科开口道, 什么交易? 麦恩抬头望着空中的青蓝色大鸟道, 只要你帮我们营救出艾斯, 我可以让你加入白胡子海贼团, 不死鸟马尔科微微一笑道, 话音刚落, 军舰上一众海军士兵的面色就齐齐一变, 赤犬也是眉头紧皱, 唯独黄元双手插兜, 一脸都不在意, 不好意思, 不感兴趣, 麦恩贪了贪手道, 呵呵, 不加入也行, 马尔科再度一笑, 丝毫不在意道, 但只要你帮我们营救出艾斯, 你就是白胡子海贼团上上下下的恩人, 有这么一层关系, 无论你到哪儿都不会有人敢惹你, 不管是在伟大航道还是新事件,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反正无论如何, 都要比在那该死的推进城里好得多, 哈哈, 马尔科话音刚落, 麦恩还没回答, 一旁的钻石乔兹就大嘴一咧道, 麦恩, 尼哥, 你可要好好想清楚, 一旦进了推进城, 你这辈子就再也出不来了, 我看你这样子也就十八九岁, 这么年轻就被关在深海大监狱, 要换成我还不如去死呢, 是啊, 麦恩先生, 不远处的盛平也开口道, 海军有愧于您, 您何必为他们誓死奋战, 无论您怎么做, 到头来, 还是要被判个终身监禁, 如果您不嫌弃, 您可以来我们鱼人岛, 虽然鱼人族向来跟人类不和, 但您不一样, 查尔罗斯圣那个畜生, 圈养了不少人鱼, 您将他杀死, 我们鱼人族上上下下, 都对您感激不尽, 故动, 盛平, 马尔科, 钻石乔子的轮番劝说, 听得军舰上一众海军士兵, 全都喉结一动, 艰难的咽下, 一口唾沫, 满头的冷汗, 更是哗哗直落, 毕竟盛平三人的话, 实在是言之有理, 若是异地而处, 一众海军士兵, 面临着跟麦恩一样的处境, 这会儿, 怕是早都反水了, 看到这, 赤犬的双拳, 立马紧握, 伴随着咕噜噜的声响, 半个身子, 都化为了流动的熔岩, 翻滚连连, 热气冲天, 黄云依旧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但听到这里, 他的眼中却划过了一抹金光, 不知道在想什么, 只是死死地盯着麦恩, 万众瞩目之下, 麦恩的面上无动于衷, 心里却是无语至极, 毕竟马尔科, 钻石乔兹和盛平的一番话, 听在别人的耳朵里, 那是好心好意, 听在麦恩的耳朵里, 那就是满满的恶意了, 推进城可是麦恩一直梦寐以求的地方, 自从在尼可罗宾的嘴中得到吸收果实的秘密, 麦恩就一直计划着要去推进城, 好不容易苦尽甘来, 马尔科, 钻石乔兹和盛平三人现在让麦恩放弃, 怎么可能呢, 你们真的是来叫艾斯的吗, 麦恩伸手抠了抠耳朵, 一脸不解地望着三人道, 当然了, 马尔科, 钻石乔兹, 盛平相视一望, 琪琪一点头道, 那他们还费什么话, 麦恩耸了耸肩膀, 死死地望着三人道, 来啊, 马尔科面色一沉, 盛平眼神一暗, 钻石乔兹的笑容彻底凝固在脸上, 麦恩话没有说死, 但意思已经表露无疑, 交易破裂了, 可正因为此, 在马尔科, 钻石乔兹和盛平三人的心目中, 才对麦恩真正地产生了一丝敬意, 毕竟这个世界没有人喜欢叛徒, 像黑胡子那样的家伙, 海军不喜欢, 海贼也不喜欢, 虽然嘴上是那样讲, 但麦恩如果真的答应了马尔科, 钻石乔兹和盛平的交易, 反手跟赤犬, 黄元以及军舰上的一众海军士兵为敌, 那马尔科, 钻石乔兹和盛平反倒瞧不上麦恩了, 哈哈, 不愧是胆敢杀害天龙人的麦恩, 尼格, 果然厉害, 钻石乔兹大嘴一脸, 可惜了, 如果你愿意当海贼, 一定很对老爹的脾气, 不死鸟马尔科苦笑着摇了摇头, 哗啦一声响, 盛平从海中跳到军舰的甲板上, 望着面前的麦恩, 盛平单膝跪地, 发出东的一声沉闷响, 麦恩先生既然执意如此, 老夫只能再次先行谢过, 虽然您并不是为了愚人族, 才杀死天龙人查尔罗斯圣, 可查尔罗斯圣一死, 至少会有很多人于不被他买去虐待, 对此, 我盛平代表愚人族向您致谢, 大恩大, 钱里的, 得, 莫齿难忘, 啊, 望着冲自己单膝下跪的盛平, 麦恩面色一正, 不知道该怎么办, 无奈之下, 只能缓缓抬起手, 对盛平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里, 算是回脸, 但看到这, 军舰上的一众海军士兵, 却是自豪无比, 黄元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就连赤拳也没办法说什么, 一时间, 所有人都没有动, 战斗短暂地停止, 只因这一刻, 麦恩正在用海军的礼仪, 接受盛平代表于人族的感谢, 但这同时也表达了盛平的另一层意思, 接下来的战斗, 他不会留守, 即便麦恩是于人族的恩人, 盛平也会竭尽全力将他打倒, 只为营救火拳艾斯, 但此刻的盛平并不知道, 他面前的麦恩, 尼格松, 并不仅仅只有杀害天龙人的勇气, 生命归还, 只会五身, 砰的一声响, 麦恩的体内传来轻微的响声, 整个身子陡然便小了一圈, 本来得体的海军礼服眨眼间就成了大褂, 干巴巴地罩在麦恩身上, 生命归还, 只会五身乃是罗布鲁奇的招式, 通过生命归还缩小身体, 达到增加速度的效果, 虽然力量也会减弱, 但面对海峡慎平, 麦恩不得不慎重, 鱼人的力量本就比人类要强上十倍, 更何况是海峡慎平, 麦恩跟慎平对战, 以力量硬拼绝对是下策, 必须要以速度出奇制胜, 光光两声响, 慎平缓缓站起身子, 两条粗壮的蓝色手臂立马覆盖武装色霸气, 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干净的光泽, 黑油油的震撼人心, 麦恩对慎平很是慎重, 慎平对麦恩亦是如此, 虽然麦恩原先只是一个海军少尉, 年纪也不大, 怎么看都不像高手的样子, 但刚才的那一幕慎平没办法忘记, 他以愚人空手道奥义武赖罐轰出的巨大水球, 被麦恩一记六十奥义六王腔轻松化解, 这样的一个人, 实力可见一般, 麦恩先生, 如果待会儿不小心伤到了您, 老夫很抱歉, 慎平摆出空手道的姿势对麦恩说道, 不好意思, 慎平先生, 麦恩耸了耸肩膀道, 如果只是伤到我的话, 火拳碍撕你依然就不了, 既如此, 那就没办法了, 慎平面色一沉, 眼中冷芒一闪, 浑身陡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杀意, 没办法, 麦恩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想要营救火拳艾斯, 慎平只有杀死麦恩才可以, 积水, 戴普的手掌用力一挥, 只听得羞羞两声响, 两粒水珠立马从慎平的掌中射出, 积水, 愚人族的惯用招式, 以愚人强大的万力将手上的水珠打出, 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比子弹烧胜一筹, 但这只是一般的愚人, 海峡慎平的积水自视不同, 小小的水珠射出去的那一刻, 威力就跟两发炮弹一样, 更要命的是, 由于水珠的体积实在太小, 速度比炮弹快了不知道多少倍, 只瞬间就来到麦恩的面前, 飞指枪拔, 眼瞅着慎平的积水即将打在麦恩的身上, 麦恩立马弹指一挥, 砰砰两声响, 两发空气但稳稳的命中两粒水珠, 溅起一片细微的水雾, 可就在这时, 慎平的身影已经出现在麦恩身前, 五千每瓦正拳, 没有片刻的犹豫, 慎平一拳直直地朝着麦恩轰去, 由于手臂上覆盖了武装色霸气, 慎平这一拳的力量只会比平常更大, 向麦恩轰去的过程中, 四周的空气都形成了道道进风, 缠绕在慎平巨大的拳头上, 以一种旋转的方式向麦恩冲来, 威力可见一斑, 说实话, 这样的一拳, 饶食麦恩用铁块也接不下来, 好在麦恩对此早有预料, T, 双脚连踩地面数百下, 麦恩瞬间化为一道残影, 他本就没想着, 要用力量跟慎平硬碰硬, 不然的话, 也不会提前使出生命归还, 只会五身, 其目点, 就是为了要用速度, 让慎平空有一身蛮力, 却打不着人, 嗖的一声响, 化为一道残影的麦恩, 闪电般地绕到慎平的身后, 但就在这时, 慎平却默然回过身子, 仿佛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 恐怖的一拳, 没有片刻停留, 在慎平转身的那一刻, 依旧直直地朝着麦恩轰去, 麦恩先生, 老夫可是会见纹色霸气的, 慎平的声音冷冷响起, 宛如地狱传来的呼唤, 但就在这时, 麦恩的嘴角却掀起了一抹微笑, 我知道, 嗯, 慎平瞳孔一缩, 没想到, 麦恩竟然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刻, 也就在这时, 慎平的耳边陡然响起麦恩的声音, 六十奥义, 六王枪, 最大轮, 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麦恩合拢的双手, 立马向前轰去, 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 麦恩的六十奥义, 六王枪, 巨大轮与慎平的五千美瓦政权, 狠狠相撞, 咔咔咔的响声随之传来, 以麦恩和慎平为中心, 军舰的甲板立马军裂, 一股庞大的气浪, 瞬间涌出, 将一众海军士兵, 吹得人仰马翻, 这一刻, 两种恐怖的冲击力相互碰撞, 使得军舰附近的海域都炸出无数浪花, 整个海面都泛起了涟漪, 威力可见一般, 不远处的马尔科和钻石乔兹看到着全都愣了, 赤犬和黄元也转头望来, 战斗再次短暂地停下, 毕竟麦恩和慎平的战局关乎着一切, 关乎着这场艾斯争夺战到底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虽然严格上来讲, 马尔科和钻石乔兹并不是赤犬和黄元的对手, 就算真打起来也只能拖延一时, 但关键是, 赤犬和黄元没办法使出全力, 毕竟他们的实力实在过于强大, 一招不慎, 很有可能直接把军舰毁了, 到时候所有人都掉进海里, 岂不是让海峡慎平捡个大漏, 马尔科和钻石乔兹也正是看准这一点, 才会在战斗开始的一瞬间直接向军舰冲来, 也因此, 当麦恩决定参战的那一刻, 这场艾斯争夺战就围绕着他展开, 只要他能打败海峡慎平, 一切危机自解, 可关键是, 面对身为王下七五海的海峡慎平, 年纪轻轻只是个海军少尉的麦恩, 尼格真的能打败吗? 这一点, 恐怕就连黄元和赤犬也不敢确定, 马尔科和钻石乔兹就更不用问了, 对于慎平, 他们是一百个放心, 可就在这时, 不敢置信的一幕出现了, 噗, 一口鲜血喷洒在地, 肥瘦的身子陡然向后击事去, 光当一声巨响, 慎平整个人狠狠地撞在军舰铁制的桅杆上, 桅杆硬声而断, 直直地砸在军舰的甲板上, 怎么会? 慎平捂着胸口, 一脸痛苦撞, 这一刻, 他感觉五脏六腑都一阵震荡, 望着不远处的麦恩, 慎平话没说完就头一歪, 彻底昏死过去, 慎平, 马尔科和钻石乔兹发出撕心裂, 吠的吼声, 一众海军士兵却纷纷紧握双拳, 麦恩少为万岁, 我都说了, 麦恩少年很可怕的, 慢悠悠的声音响起, 黄元冲着钻石乔兹摆了白手道, 赤犬不发一言, 但望着面前的不死鸟马尔科, 嘴角已然上翘, 不不可能, 马尔科不敢相信地看着昏死过去的慎平, 钻石乔兹眼中的瞳孔早已缩成了真肩状, 慎平的实力他们两人十分清楚, 哪怕是在白胡子海贼团上都是队长级别, 怎么可能败在麦恩的手上, 而且还是在一招之下, 你在看哪儿, 就在钻石乔兹震惊其间, 只听咻的一声响, 一道金光已经闪现在他的面前, 光子花的右腿直直辉去, 速度快的异常, 钻石乔兹来不及躲, 立马被黄元这一脚踢得飞出军舰, 乔兹, 眼瞅着钻石乔兹即将跌进大海中, 不死鸟马尔科立马一扇翅膀, 飞快来到钻石乔兹的身边, 可就在马尔科抓住钻石乔兹的身体时, 赤犬的声音却随之响起, 灼河大喷火, 糟了, 马尔科只来得及说这么一句, 整个身子就感觉到一股无比的炙热, 灼河大喷火可是赤犬的绝招之一, 威力巨大, 援助中, 赤犬可是用这招顽虐了艾斯的最强绝招眼底, 威力可见一斑, 马尔科即便是动物系幻兽中鸟鸟果实不死鸟形态能力者, 应接这一招也够呛, 说来也怪钻石乔兹, 赤犬的灼河大喷火刚才之所以不使, 乃是因为马尔科和钻石乔兹在军舰上, 骤然使用瞬间就能把偌大的军舰融化, 可钻石乔兹由于分心, 被黄原一脚踹出军舰, 不死鸟马尔科飞出军舰去救乔兹, 大好的机会, 赤犬自是毫不犹豫地使出了灼河大喷火, 一时间, 滚滚的岩浆源源不断地向马尔科涌去, 只听得滋滋的响声, 不死鸟马尔科的身上竟然传来滚烫的热气, 整张脸更是痛苦不堪, 好在青蓝色的火焰陡然猛涨, 这才保住马尔科不被赤犬的灼河大喷火化为焦炭, 但整个人的面色已然是苍白至极, 没有一丝血色的那种, 该死, 扭头望了一眼昏死过去的盛平, 狠狠地瞪了一眼麦恩, 马尔科便安安一咬牙, 头也不回地带着钻石乔兹飞回外轮船, 看到这, 黄原和赤犬也没有命令军舰追赶, 毕竟押送艾斯的任务最为重要, 呼, 看到在这马尔科和钻石乔兹和外轮船快速驶离, 麦恩立马深吸一口气, 缓缓吐出, 瞅了一眼昏死过去的海霞圣平, 麦恩的眼中满是凝重, 丝毫没有打败王下七五海的喜悦, 毕竟只有麦恩知道, 论实力, 麦恩其实还是要烧训海霞圣平一筹的, 他之所以能打败圣平, 只是因为麦恩从一开始就在积攒力量, 六是奥义, 六王枪, 是一种通过将全身的力量压缩到双手上, 然后骤然放出的绝招, 也因此, 六是奥义, 六王枪的威力没有上限, 只要自身拥有足够的力量, 威力便能越发巨大, 而自从得知海霞圣平袭击军舰起的那一刻, 麦恩就已经在将全身的力量缓缓灌注到双手上, 即便在马尔科, 钻石乔兹, 圣平三人轮番劝说麦恩反水之时, 即便在接受圣平代表于人族感谢之时, 麦恩都没有丝毫懈怠, 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 其目的, 就是为了一击之下将圣平打抖, 而麦恩之所以使出生命归还, 只会捂身, 想要提升自己的速度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则是给圣平一种假象, 一种麦恩不敢跟他硬碰硬的假象, 也因此, 在圣平看来, 只要用剑纹色霸气提前预判住麦恩的动作, 锁死麦恩移动的轨迹, 就能一举击败麦恩, 但他并不知道, 一切都在麦恩的预料当中, 自从战斗开始的那一刻, 麦恩就预判了圣平的预判, 圣平本以为自己抓住了麦恩, 五千美瓦正拳可以狠狠地轰在麦恩的身上, 这场战斗就能结束, 灵球鲜花, 殊不知麦恩就在等着这一刻, 圣平自以为稳操胜券的这一刻, 只不过, 麦恩并不为此感到高兴, 毕竟不是每一次战斗, 都能让麦恩实力不够, 智商来凑, 思极至此, 麦恩就对推进城越发向往, 必须要尽快吸取黑胡子的暗暗果实, 才能将吸收果实的缺点消除, 这段时间以来, 麦恩之所以不用吸收果实, 吸取别人的力量也是因此, 毕竟麦恩的身体, 万一承受不住吸取的力量, 随时都有可能暴体, 实力, 还是不够啊, 最后难难了这一句, 麦恩的眼前便猛然一黑, 整个人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彻底地昏睡过去, 为了打败海峡圣平, 麦恩已经将全身的力量都使了出来, 零, 双腿早就有些站立不住, 之所以不倒, 只是为了给马尔科和钻石乔兹看, 现在, 两人带着小喽啰离去, 麦恩自是没有强撑的必要了, 麦恩少尉, 看到麦恩摔倒在地, 一众海军士兵顾不得胜利的喜悦, 齐齐朝着麦恩涌去, 咻的一声响, 一道金光飞快掠过, 赶在一众海军士兵之前到达麦恩的身边, 呼, 仔细地查看了麦恩一番后, 发觉麦恩只是睡过去了的黄元, 立马如释重负地吐出了一口气, 他怎么样, 正这时, 一道浑厚的声音响起, 嗯, 黄元眉毛一条, 一众海军士兵也是齐齐一愣, 抬起头望着面前的赤犬, 一众海军士兵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刚刚听到了什么, 萨卡斯基大将, 竟然会关心人, 你们那么看着我干嘛, 赤犬抱臂环胸, 依旧是一脸的严肃, 麦恩, 尼格可是要去推进城中身监禁的,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哦, 原来如此, 黄元故作恍然地点了点头, 一众海军士兵也干脆顺着道, 对对对, 萨卡斯基大人言之有理, 说得没错, 我怎么没想到呢, 赤犬脸色一沉, 骤然转过身子, 向远处走去, 黄元摇头一笑, 望着面前的麦恩, 尼格, 嘴角掀起一抹淡淡的微笑, 连萨卡斯基都能改变, 你果然是个可怕的少年, 迈恩, 你可以, 伟大航路, 圣地玛丽乔亚, 岸边的一艘军舰上, 战国和赫并排站立, 望着面前的大海沉默无言, 迈恩的事情处理完, 战国和赫就准备乘军舰回归马林泛多, 但军舰还没开始驶离, 两人口袋中的电话虫就猛然响起, 此刻, 战国和赫已经通过电话虫从赤犬的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经过, 但出人意料的是, 得知火拳艾斯没有被白胡子海贼团一番队队长马尔科和三番队队长钻石乔兹劫走, 反而逮捕了王夏七五海之一海峡盛平的消息, 战国和赫却并不为此感到庆幸, 心中反而有种说不出来的郁闷, 唉, 沉默两久, 战国终于开口打破了平静, 悠悠一探道, 可惜了, 意料之外的可惜呢, 赫苦笑着摇了摇八五零头道, 本来以为麦恩那小子只是一个人才, 没想到还是低估他了, 年纪轻轻就能打败盛平, 战国一字一顿道, 明知要被押去推进城, 却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海军的职责, 库赞说的没错, 那小子的确拥有海军元帅的资质, 还有萨卡斯基, 赫淡淡提醒道, 虽然没有名言, 但事材在电话虫中, 那小子的语气可不太对劲, 尤其是提起麦恩的时候, 别说了, 战国摆了摆手, 青蛙眼镜缓缓取下, 从口袋中掏出一块布漫悠悠地擦着, 眼神罕见地黯然, 越说心情越不好, 看到这, 赫的面色也是一尘, 这是真的没办法了吗? 擦着眼镜的手, 骤然一顿, 战国无力地摇了摇头道, 他杀害了天龙人, 不死已是万幸, 能在推进城好好活着就行了, 唉, 赫悠悠一叹, 望着面前无边无际的大海, 再度陷入了沉默中, 与此同时, 距离玛丽乔亚千里之外的海面上, 一艘军舰正在快速向前行驶, 赤犬和黄元两人站在船头, 一人抱臂还凶, 一人双手插兜, 望着不远处那道巨门, 齐齐面色稍缓, 不错, 不远处那道巨门正是正义之门, 一共只有三善, 分别位于深海大监狱推进城, 海军本部玛丽泛多, 以及不业之城司法岛, 全都是世界政府的重地, 也因此, 这三个重地全都被一个变了形的巨大漩涡所连接, 只有通过正义之门才能乘上正确的海流, 到达目的地, 否则, 无论乘坐什么样的船只, 都只会被漩涡绞入海底, 变成废墟, 马尔科, 钻石乔兹, 慎平三人之所以急于动手, 就是生怕耽误时间, 让军舰进入正义之门, 虽然由于麦恩的挺身而出, 这三人时机掐得再好也是突然, 光当一声响, 巨大的正义之门缓缓打开, 军舰飞快通过, 呼, 看到这, 船头上的黄元立马如是重负地吐了一口气, 化为一道金光摊在身后的椅子上, 黄元笑眯眯地冲着赤犬道, 这下总可以了吧, 萨卡斯基, 进了正义之门, 我可以休息了吧, 真不知道, 你是怎么当上大将的, 赤犬没好气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 黄元耸了耸肩膀, 一脸欠揍的样子道, 明明只想像卡普先生那样当个中将地说, 上面却非让我当大将, 萨卡斯基你也知道我的性格, 向来使你来顺受, 有什么办法, 赤犬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再理会儿黄元, 也就在这时, 军舰终于完全地通过正义之门, 天空骤然一暗, 四周安静地可怕, 这也无可厚非, 毕竟推进城建在伟大航路的无风带, 只有像军舰这种, 本身拥有机动力的船只, 才能继续向前行驶, 而由于推进城, 整体是一个没入海中的巨大塔状结构, 从表面上看根本没有什么, 可只要低头向海底瞅去, 便能发现一座又大又长的建筑物, 宛如一根巨大的铁棒插在海底一样, 终于到了呢, 黄元摊在椅子上, 双手整着胳膊, 自言自语道, 真是可惜啊, 以后估计见不着麦恩少年了吧, 听到黄元的话, 赤犬依旧不发一言铃, 可眼角的微斗已经说明了一切, 来人, 赤犬大手一挥, 把火拳艾斯, 海峡慎平, 麦恩, 尼格三人带出来, 是, 一众海军士兵齐齐一点头, 光当一声响, 看守室的大门被快速打开, 一众海军士兵鱼贯而入, 不一会儿, 两道熟悉的身影, 就被海军士兵压着走了出来, 一人身材消瘦, 一人身材壮硕, 正是白胡子海贼团二番队队长, 火拳艾斯, 以及王下七五海之一, 海峡慎平, 而这时, 第三道身影, 也缓缓从看守室走出, 一头蓝发, 身穿得体的海军礼服, 正是杀害天龙人查尔罗斯生的麦恩, 尼格, 亦是此行要被关禁推进城的存在, 但跟艾斯和慎平不同的是, 他们两人是在海军士兵的勘压下, 走出看守室, 麦恩则是在一众海军士兵的簇拥下, 走出看守室, 不错, 簇拥, 没有紧张的气氛, 没有严肃的表情, 一众海军士兵围绕在麦恩身旁, 全都用一种钦佩的目光注视着他, 仿佛这一刻, 麦恩并不是要被终身监禁的犯人, 即便他的手脚依旧带着沉重的镣铐, 但连同赤犬和黄元在内, 所有人望着麦恩的眼神, 都不是那种身为一个海军看待犯人时该用的眼神, 也就在这时, 赤犬缓缓走到麦恩身边, 镜里, 刷, 赤犬话音刚落, 军舰上的所有海军士兵全都抬起手, 对麦恩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里, 看到这, 本来摊在椅子上的黄元也慢悠悠地站起身子, 冲着麦恩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见状, 麦恩也不托大, 立马抬起手对准太阳穴, 向众人还礼, 双眼则目视前方, 一眨不眨地看着面前的赤犬, 麦恩, 尼格, 赤犬一边念着麦恩的名字, 一边抬起左手, 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冲着麦恩敬礼道, 在此, 我收回第一次见你时说的话, 我本来以为, 海军不需要, 你这样的士兵, 但现在看来, 海军很需要, 第113章, 铿枪有力, 质地有声, 赤犬的话, 响彻在军舰的各个角落, 使得军舰上的每个人都听得极为清楚, 但诡异的是, 这一刻, 没有人为赤犬的话感到惊讶, 更没有人为赤犬的动作感到震惊, 虽然这在海军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身为海军本部大将, 赤犬竟然在对麦恩敬礼, 且不说, 麦恩现在已是推进城的囚犯, 即便不是, 单凭麦恩的少卫军衔, 他也不值得赤犬这一个敬礼, 更何况, 赤犬的性格众所皆知, 极恶如仇, 手段狠辣, 在圣地玛丽乔亚, 在吴老星的面前, 当所有人都在为麦恩求情时, 赤犬却非要判麦恩死刑, 但这一刻, 正是要判麦恩死刑的赤犬, 冲着麦恩进了一个标准的海军士兵里, 而看到这, 本该感到惊讶的一众海军士兵却无动于衷, 黄元的表情更是没有丝毫变化, 就连艾斯和盛平也是一脸平临九长, 似乎这是麦恩应得的, 虽然麦恩自己是觉得有点受宠若惊, 不过望着赤犬一贯严肃的脸色, 还是微笑道, 哼, 萨卡斯基大人的这句话, 我可以理解成, 你要助我越狱吗? 不可以, 赤犬一字一顿道, 那就好, 麦恩嘴角微翘, 抬起头正视着面前的赤犬, 眼睛一眨不眨道, 虽然时间不长, 但在当海军的这段日子里, 我过得很愉快, 谢谢, 麦恩少尉, 文言, 一众海军士兵立马哭得稀里哗啦的, 黄元也是眼神一暗, 就连赤犬镜里的左手都有些微缠, 但望着面前的麦恩, 赤犬还是开口道, 海军能有你这样的士兵, 也非常感谢, 说完, 赤犬缓缓放下左手, 拍了拍麦恩的肩膀, 然后身子骤然一转, 大手一挥, 正义披风随风飘扬, 赤犬的脸色也再度变得严肃无比, 火速前往推进城, 赤犬的话再次响彻在军舰的各个角落, 依旧是铿锵有力, 质地有声, 只不过比起原先, 语气多了些勉强的味道, 是, 听到赤犬的话, 一众海军士兵纵然心里五味杂陈, 也只能抹干眼泪, 快速动作起来, 而伴随着一众海军士兵的忙碌, 呼啦啦的浓烟滚滚大作, 滴滴的气笛声陆续响起, 巨大的军舰速度飞快, 直直地朝前冲去, 咻的一声响, 一道金光出现在麦恩身旁, 害怕吗? 金光散去露出黄元的身影, 搂着麦恩的肩膀缓缓问道, 有什么可害怕的? 麦恩耸了耸肩膀道, 哦, 不愧是可怕的麦恩少年, 连深海大监狱推进城都不放在眼里, 黄元嘴巴张成了圆圈状, 故作一脸惊讶, 倒不是不放在眼里, 麦恩微微一笑道, 而是我知道, 波鲁萨利诺大人, 您会帮我的, 黄元闻言一论, 旋即嘴角一勾, 呵呵, 聪明的小子, 黄元拍着麦恩的肩膀道, 你能被关在推进城, 真是太好了, 毕竟你要还在库赞的手下, 我可是真的会把你抢过来的, 您打得过库赞大人吗? 麦恩好奇问道, 不知道, 像库赞那么可怕的家伙, 光站在他身边, 我就觉得不寒而栗, 不过, 说到这, 黄元画风一转道, 还是要打打看啊, 可惜了, 麦恩贪了贪手, 毕竟黄元和清智如果真打起来, 绝对是一场精彩的战斗, 也就在这时, 麦恩感觉肩膀上的大手传来了几分力道, 抬头一看, 果不其然, 深海大监狱到了, 虽然准确来说, 那只是深海大监狱的顶部, 看上去像是一块巨大的黑色地板, 直直地扑在海面上, 而在这块巨大黑色地板的周围, 数十艘军舰停在海面上, 其上站满了海军士兵, 但在巨大的黑色地板之上, 却只站着两人, 其中一人上身赤裸, 挺着大肚子, 头戴法老王蜂的头饰, 下巴很长, 手持一柄钢叉, 正是深海大监狱推进城副署长, 汉尼拔, 而另一人则穿着一身黑色的大衣, 大衣上戴着黑色的翅膀, 身形巨大, 比身旁的汉尼拔几乎高出大半的身子, 头上顶着两只脚, 一脸的落腮胡, 正是深海大监狱推进城署长, 超人戏独独果实能力者, 麦哲伦, 看到史莱的军舰, 以及军舰上的黄元和赤犬, 汉尼拔立马兴奋地挥了挥手, 友好的打着招呼, 对于一直憋着想篡位的汉尼拔而言, 跟海军本部大将搞好关系, 可是至关重要, 麦哲伦则是一脸的呆滞, 看不出有任何的喜悦, 但军舰上的麦恩, 看到麦哲伦, 眼角却是微微一抖, 毕竟以麦恩现在的实力, 他还不是麦哲伦的对手, 身为深海大监狱推进城最强的男人, 麦哲伦可是有着不折不扣的大将战力, 在这个人的眼皮底下, 麦恩必须要谨慎, 不然莫名其妙地中了毒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嗯, 感觉到身旁的麦恩有点不对劲, 黄元瞥了一眼不远处的麦哲伦, 立马一脸震惊道, 哟, 没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麦恩少年, 也有害怕的人啊, 麦哲伦署长可是毒毒果实能力者, 我不怕行吗?麦恩瘫了瘫首道, 说的也是, 黄元感同身受地点了点头, 话音刚落却陡然化为一道金光, 咻的一声窜到麦哲伦的面前, 冲着他伸出手道, 喂,给我几瓶解毒计, 第114章, 解毒计, 麦哲伦眉头一皱, 呆呆地看着面前的黄元道, 波鲁萨利诺大将身为闪闪果实能力者, 要解毒计干什么? 哎呀,波鲁萨利诺大将要解毒计, 一定是有原因啊, 麦哲伦话音刚落, 黄元还没说什么, 一旁的汉尼拔已经开口道, 问那么多干嘛? 我去拿, 不愧是推进城的副署长, 黄元微微一笑, 多谢波鲁萨利诺大将夸奖, 汉尼拔浑身一震, 看到这, 麦哲伦也不准备说什么了, 只当黄元是给他军舰上的海军士兵拿着用, 虽然军舰上的海军士兵从史制中都没有下来的意思, 毕竟麦哲伦在海军中可是赫赫有名, 身为超人系毒毒果实能力者, 麦哲伦一呼一吸都能放出大量的毒气, 也因此, 就连推进城中的海军士兵和狱卒都跟麦哲伦保持有效距离, 更别提黄元军舰上的海军士兵了, 对了, 波鲁萨利诺大将, 您准备要几瓶解毒剂啊? 汉尼拔刚想去给黄元拿解毒剂, 突然想到还不知道拿多少, 立马转回身子冲着黄元问道, 这个, 黄元文言一论, 转过身子望着军舰上的麦恩道, 你要几瓶, 越多越好, 麦恩也不客气, 也是以防万一, 万一将来不小心对麦哲伦对上了, 有解毒剂在手, 好歹能立于不死之地, 那就都拿来吧, 黄元冲着汉尼拔大手一挥, 麦恩不客气, 他更不客气, 好的, 您稍等, 汉尼拔点头哈腰, 可他刚想去推进城给黄元拿解毒剂, 一只大手就拦在了他面前, 等会儿, 麦哲伦的声音, 淡淡响起, 你干嘛, 汉尼拔没好气到, 麦哲伦却并不理话,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军舰上的麦恩道, 那个人不是麦恩, 你格吗, 麦哲伦本来还没发现, 因为麦恩的身份虽然已是推进城的囚犯, 但身上穿的依然是海军礼服, 也因此, 不管是麦哲伦, 还是汉尼拔, 乍一看麦恩都没想到他就是杀害天龙人查尔罗斯圣的极恶罪犯, 只当是黄元和赤犬手下的一个海军少尉而已, 但黄元和麦恩刚才一问一答, 麦哲伦寻声望去, 突然发现, 军舰上那个海军少尉长得跟麦恩, 尼格一模一样, 麦恩, 尼格, 汉尼拔吓了一跳, 扭头朝着军舰望去, 眼中的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状, 我去, 还真是, 军舰上那个海军少尉, 跟报纸上刊登的麦恩, 尼格的照片, 根本就是一个人啊, 望着麦哲伦和汉尼拔一脸的震惊, 黄元耸了耸肩膀道, 大惊小怪, 你们又不是没接到消息, 我和萨卡斯基这次一共就押送三个人, 除了火拳艾斯和海峡盛平, 就是麦恩, 尼格了, 但关键是, 波鲁萨利诺大将您刚才可是在跟麦恩, 尼格说话啊, 汉尼拔依旧是一脸震惊道, 所以呢, 黄元贪了贪手道, 难不成身为海军本部大将, 我连跟人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这个, 汉尼拔尴尬一笑, 麦哲伦的面色却是猛然一沉, 死死地盯着黄元道, 波鲁萨利诺大将自是有跟人说话的权利, 可你不该为麦恩, 尼格讨要解毒剂, 麦恩, 尼格杀害了天龙人, 罪行之大, 饶氏在推进城里也是数一数二, 这样的人, 怎么可以给他解毒剂呢, 话虽如此, 但麦恩, 尼格如果不小心中了你的毒死掉了的话, 接下来的话黄元没有再说, 但意思已经显而易见, 他波鲁萨利诺不希望麦恩, 尼格死去, 可惜的是, 麦哲伦不仅丝毫不理解这话的意思, 还当面硬刚黄元道, 那就死呗, 麦恩, 尼格身为罪犯, 本就死不足惜, 麦哲伦话音刚落, 黄元的脸色破天荒地阴沉了下来, 片刻后抬起头, 望着面前的麦哲伦, 黄元的嘴角掀起一抹冷笑道, 麦哲伦署长, 你有被光束, 波鲁萨利诺, 黄元话还没说完, 赤犬的声音就陡然响起, 黄元的面上露出一抹不快, 但还是将抬起的腿, 缓缓放下, 可眼睛一直在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麦哲伦, 瞧你干的好事, 看到这, 赤犬对麦恩无奈地摇了摇头, 然后快步向麦哲伦和黄元走去, 波鲁萨利诺, 麦哲伦的话不无道理, 麦恩, 尼格身为推进城的重犯, 的确不宜给他解毒剂, 赤犬夹在黄元和麦哲伦的中间道, 萨卡斯基, 黄元眼角微抖, 冷冷地望着赤犬道, 看到这, 麦哲伦的嘴角立马微翘, 一旁的汉尼巴也是擦了一把额头的冷汗, 但就在这时, 赤犬却默然回过身子, 死死地盯着麦哲伦道, 不过身为海军少尉, 麦恩, 尼格倒是有资格拿到解毒剂, 嗯, 麦哲伦和汉尼巴闻言一愣, 萨卡斯基大将, 麦恩, 尼格现在可是推进城的重反, 前里好, 不再是以前的海军少尉了, 可关键是, 麦恩, 尼格的军衔, 现在还没有撤销, 赤犬一字一顿道, 从这个角度上说, 他还是一名海军少尉, 麦哲伦, 你的解毒计可以不给犯人, 但不能不给海军吧, 这, 麦哲伦目瞪口呆, 不仅是因为赤犬的这番言论, 更重要的是, 赤犬的为人麦哲伦可是了解的, 但正因为此, 麦哲伦此刻, 才越发不敢置信, 向来秉持着彻底之正义, 理念的萨卡斯基, 这会儿竟然帮着重犯麦恩, 尼格讲歪理, 而一向不爱管事的波鲁萨利诺, 是才为了重犯麦恩, 尼格竟然想要对自己动手, 斯吉至此, 望着军舰上的麦恩, 尼格结, 麦哲伦的眼中, 早已是满满的凝重, 第115章, 可怕, 望着军舰上的麦恩, 麦哲伦的脑海中, 只剩下这一个想法, 本来他还有点纳闷, 虽然麦哲伦看起来呆呆的, 但其实, 脑子一点都不傻, 不然的话, 战国也不可能认明麦哲伦, 当推进城的署长, 也因此, 当得知麦恩, 尼格要被押到推进城中, 身兼禁食, 麦哲伦是100个小不明白, 毕竟麦恩可是杀害了天龙人, 还是在圣地玛丽乔亚, 当着很多天龙人的面杀了一个天龙人, 这样的行为, 麦恩, 尼格竟然没有被判死刑, 只是终身监禁, 说实话, 关于这一点, 麦哲伦是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但这会儿, 看到黄元和赤犬的所作所为, 麦哲伦倒是明白了过来, 这个麦恩, 尼格, 个人魅力, 简直惊人啊, 没错, 就是个人魅力, 毕竟海军本部大将一共就三位, 现在两位都站在他那边, 而且还是黄元和赤犬, 说实话, 要是亲自护着麦恩, 尼格, 麦哲伦还不怎么惊讶, 毕竟亲自的性格就摆在那儿, 何况麦恩, 尼格杀害天龙人, 一事也跟亲自有关系, 于公于私, 亲自都不可能对麦恩视而不见, 但关键是, 麦恩, 尼格何德何能, 能让黄元和赤犬也帮他说话, 这么一算, 敢秦海军本部三大将, 全都是麦恩, 尼格的后台, 斯吉至此, 除了个人魅力惊人, 麦哲伦也想不出什么其他理由了, 好吧, 望着面前的黄元和赤犬, 麦哲伦终于点头道, 看在麦恩, 尼格还是海军少尉的份上, 解毒计可以给他一份, 一份, 黄元眉头一皱, 显然对这个数量不怎么满意, 可以了, 赤犬摆了摆手, 然后冲着麦哲伦道, 这个, 关于麦恩关押的地方, 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 什么意思, 麦哲伦眉头一皱, 麦恩, 尼格不是要被关押在推进城吗, 我的意思, 是你想要把他关在第几层, 赤犬解释道, 肯定是第六层啊, 麦哲伦毫不犹豫道, 麦恩, 尼格杀害了天龙人查尔罗斯圣, 最大恶极, 一定要关在无限地狱里才行的, 无限地狱, 黄元眉毛一条, 眼睛死死地盯着麦哲伦道, 麦恩只不过是杀害了一个天龙人, 无限地狱里的那些罪犯, 哪个人手上没有上万条性命, 凭什么要把麦恩关在无限地狱里, 麦哲伦一脸无语, 虽然这一刻他已经知道赤犬和黄元是麦恩的后台, 但麦恩, 尼格好歹是罪犯啊, 周围那么多海军士兵眼巴巴地看着, 能不能稍微收敛点, 思极至此, 麦哲伦只能转头望着赤犬道, 萨卡斯基大将以为呢, 我跟波鲁萨利诺的观点一致, 赤犬不假思索道, 第六层无限地狱, 着实不适合麦恩, 麦哲伦老脸一垮, 眼中面上心里全都是满满的乌语, 但还是强撑着道, 不知两位大将想把把麦恩, 尼格关在第几层, 第一层八, 赤犬开口道, 红莲地狱吗, 麦哲伦眼角微抖, 不可以吗, 赤犬反问道, 萨卡斯基大将, 红莲地狱虽然遍布锋利的剑术和针针草, 但据我所知, 麦恩, 尼格好像很是精通海军六十中的铁块, 麦哲伦一字一顿道, 这样一来, 红莲地狱对于麦恩, 尼格而言根本就达不到, 惩罚的效果呀, 正因如此, 才要把麦恩关在红莲地狱, 赤犬直截了当道, 直接地把麦哲伦都看傻了, 瞅了一眼四周的海军士兵, 麦哲伦只觉一个头两个大, 自从他当上推进城的署长以来, 麦哲伦还从没遇见过这种状况, 堂堂海军本部大将, 众目睽睽之下给罪犯求情放水, 好歹收敛点啊, 而就在这时, 黄元的声音也在麦哲伦的耳边响起, 哎, 麦哲伦, 你们推进城有没有灵层? 灵层? 麦哲伦文言一愣, 不明所以地看着黄元道, 什么叫灵层? 就是那种有床有备有冰箱, 能洗澡, 能吃饭, 冬天冷了有暖气, 夏天热了有空调的监狱, 黄元一边笔划一边道, 殊不知在他笔划的过程中, 麦哲伦整个人都傻了, 一旁的汗泥把也愣了, 四周的海军士兵也是听得目瞪口呆, 就连艾斯和盛平都一脸震惊, 到最后, 麦恩也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也就在这时, 赤犬终于看不过去了, 波鲁萨利诺, 干嘛? 黄元不解地看着赤犬道, 你说干嘛? 赤犬没好气到,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监狱? 别说深海大监狱推进城, 就是圣地玛丽乔亚也没有啊, 听到赤犬的话, 麦哲伦和汉尼把感动得都快哭了, 看到这, 赤犬赶忙道, 那红莲地狱的事? 没问题, 麦哲伦毫不犹豫地一点头道, 虽然有点不合规矩, 但上面也确实没说把麦恩, 尼格关在第几层, 既然两位大将发了话, 那红莲地狱就红莲地狱吧, 行, 那就这样定了, 赤犬点了点头, 然后大手一挥, 命人将麦恩, 艾斯和盛平三人带下来, 而等到麦恩, 艾斯和盛平三人站在麦哲伦的面前时, 黄园和赤犬立马指着艾斯道, 这就是白胡子海贼团二番队队长火拳艾斯, 务必看守好, 嗯, 麦哲伦和汉尼巴正中一点头, 这个是王下七五海之一, 海峡盛平, 实力不容小事, 你们也要注意, 赤犬和黄园指着盛平道, 放心吧, 麦哲伦和汉尼巴再次正中一点头, 至于这个麦恩, 尼格, 赤犬和黄园话音未落, 麦哲伦和汉尼巴就相识一望, 齐齐开口道, 两位大将放心, 绝对照顾好, 呼啦啦, 滴滴滴, 伴随着滚滚的浓烟和刺耳的汽笛声, 一艘军舰逐渐驶离深海大监狱, 黄园和赤犬并肩站在军舰的尾端, 一人抱臂还凶, 一人双手插兜, 望着剑剑消失在视野中的推, 进城, 赤犬依旧是一脸严肃, 黄园则是满脸无奈, 真的是见不到了呢, 黄园慢悠悠地说道, 麦恩杀害了天龙人, 能被关押在红莲地狱已算是万幸, 就算见不到也会活得很好, 赤犬淡淡说道, 有烟吗? 黄园伸手道, 我只有雪茄, 赤犬从衣服的内兜里抽出雪茄盒, 也行, 黄园点了点头, 赤犬打开雪茄盒掏出一根扔给黄园, 然后拿起一根叼在嘴里, 啪哒一声响, 赤犬和黄园用打火机点燃雪茄, 缓缓地抽了起来, 吞云吐雾之中, 赤犬的声音再度响起, 你不是早就戒烟了吗? 那你呢? 黄园不打反问道, 你不是在执行公务期间从不抽雪茄的吗? 赤犬沉默不语, 向来爱唠叨的黄园也没有心思说话了, 军舰上的一众海军士兵看到这, 也只能齐齐一摇头, 伴随着军舰的快速驶离, 眼前再也什么都看不见, 整条军舰上的气氛迅速变得凝重不已,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这一刻, 连同赤犬和黄园在内, 军舰上的所有人都有一种同样的感觉, 太快了, 如果能晚到一会儿推进城, 该有多好? 与此同时, 麦恩站在推进城的顶部, 望着军舰逐渐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中, 嘴角不由地牵扯起一丝苦笑, 一切都结束了, 从现在开始, 麦恩, 尼格, 你再也不是海军了, 麦恩在心中对自己这样说道, 先前在军舰上, 麦恩之所以抬手敬礼, 既是对海军士兵和赤犬回礼, 也是对自己的海军生涯做个告别, 虽然很是感谢, 不管是在司法岛两年的生活中, 还是跟随清智到达马林泛多之后的日子里, 麦恩都多多少少地受到了不少海军的帮助, 比如司法岛上的海军朋友, 马林泛多的克比和贝鲁梅伯, 当然, 还有卡普, 战国, 赫, 清智, 黄元这些海军中的大人物, 以及最令麦恩没想到的赤犬, 外加一个小户, 被查尔罗斯圣枪击之后, 这家伙再次大难不死, 只是留下了极为严重的后遗症, 不能再参与战斗, 清智看在麦恩的面子上, 破格将小户调去马林泛多任文职, 也算是因祸得福, 这样想来, 麦恩的心中也不必觉得愧疚, 该还的都还了, 司法岛杀死斯潘达姆, 阻止图魔令的发动, 玛丽乔亚杀死天龙人查尔罗斯圣, 给清智挽回了尊严, 被马尔科和钻石桥兹救走, 麦恩不再欠海军任何人情, 接下来, 麦恩将为自己而活, 以这里为起点, 以文明于世界为目标, 重新开始, 呼, 深吸一口气, 缓缓吐出, 麦恩转过身子, 望着面前的麦哲伦和汉泥拔, 微微一笑道, 走吧, 麦哲伦大手一挥, 轰隆隆一声响, 巨大的黑色地板开始震动, 咔嚓一声响, 一扇大门, 缓缓在地上打开, 马上就要进推进城了, 你们两个丢老实点, 汉尼拔用手指着艾斯和盛平, 恶狠狠地说道, 然后转过身子看向麦恩, 只不过看到麦恩的那一刻, 恶狠狠的一副嘴脸立马挂满了微笑, 抬手冲着麦恩做出一个请的姿势, 汉尼拔的语气充满恭敬, 您慢点麦恩稍微, 楼梯有点滑, 多谢署长大人, 麦恩微笑一点头, 不不不, 我是副署长, 署长是这位, 汉尼拔飞快摆手道, 灵球鲜花, 但一对小眼睛中却充满了欢喜, 显然是对麦恩的署长大人很是受用, 援助中, 汉尼拔一直憋着篡位, 对于麦哲伦的署长一职, 这家伙是朝思暮想, 也因此, 这恰好给了麦恩可乘之机, 麦哲伦有大将战力, 麦恩暂时还不能招惹, 为人也过于死板, 麦恩想拉拢也拉拢不来, 但汉尼拔不一样, 这小子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 只要搞好关系, 关键时刻, 还是能走走后门的, 好歹是推进城的副署长, 手中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权力, 怀揣着这样的想法, 麦恩自是飞快摇头道, 差不多差不多, 不就是个副字吗, 拿不拿掉无所谓, 署长大人心胸宽广, 难道还会为这么一件小事生气, 麦哲伦这会儿正想发火呢, 听到这立马把嗓子眼里的话咽了下去, 一脸郁闷地看着麦恩和汉尼拔, 看到这, 汉尼拔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望着面前的麦恩, 心里的好感度是蹭蹭往上涨, 一直以来的疑惑也解开了, 汉尼拔本来还纳闷, 麦恩, 尼格何德何能, 能让海军本部三大将全都成为他的后台, 现在看来倒是不奇怪了, 这么会说话的一个人, 谁不喜欢呢, 汉哈麦恩少尉言之有理, 请, 汉尼拔大嘴一脸, 搂着麦恩的肩膀道, 署长大人也请, 麦恩欣然一笑道, 望着勾肩搭背的麦恩和汉尼拔, 麦哲伦整张脸黑的跟锅底似的, 胸中的火气蹭蹭往上涨, 但也没办法说什么, 毕竟麦恩那句话放在前头, 署长大人心胸宽广吗? 无奈之下, 麦哲伦只能指着艾斯和盛平咆哮道, 看什么看? 走啊! 艾斯和盛平相视一望, 皆从彼此的眼中看到满满的无语, 关我们什么视野。 第117章, 踏踏踏, 悠长的楼梯中传来密密麻麻的脚步声, 听起来却并不沉重, 汉尼拔搂着麦恩的肩膀, 一边拍着胸脯一边大笑道, 哈哈, 麦恩老弟, 你放心, 今后在推进城之中, 有什么问题尽管找我, 虽然只是个副署长, 但你有什么要求我一定尽量满足你, 多谢署长大人, 麦恩微微一笑道, 哈哈, 大笑声再度响起, 响车在楼梯的各个角落, 虽然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但汉尼拔这会儿跟麦恩的关系已然大不一样, 任谁看, 都不觉得面前这两人是推进城的副署长跟重犯, 反而像是多年未见的好兄弟, 麦哲伦黑着一张八五七大脸, 跟在汉尼拔和麦恩的身后, 艾斯和盛平沉默无言, 与身前的麦哲伦保持一段较长的距离, 而在艾斯和盛平身后, 是一群手拿武器的狱卒, 狱卒虽然也算是海军士兵, 但身上所穿的衣服却不是白色衬衫和黑色长裤, 而是茶色的长袖服和茶色的长裤, 脚上统一穿着黑色的皮鞋, 头戴绿色的大盖帽, 看起来别有一番阴姿, 只不过这会儿对于盛平和艾斯与麦哲伦保持距离的行为, 一众狱却是视而不见, 没办法, 此刻任谁看, 都能感觉到麦哲伦身上那股熊熊燃烧的怒火, 艾斯和盛平不想当麦哲伦的出气筒, 一众狱卒更不想, 毕竟麦哲伦可是毒毒果实能力者, 真要是发起了火, 毒气毒液的肯定乱撒一大堆, 要是不小心中了毒, 有解毒计还好说, 要是没有死就死了, 也因此, 在一众狱卒的心目中, 麦哲伦是真的不如汉尼拔, 虽说汉尼拔脾气不好, 时常大吼大叫, 但好歹没有生命的危险啊, 而麦哲伦强归强, 可放毒这玩意儿不看人啊, 更要命的是, 推进城本身就是由上而下的建筑物, 楼梯亦是如此, 按照风往上吹的原则, 麦哲伦要是真放弃了毒, 首先遭殃的肯定是在他身后的艾斯, 盛平和一众狱卒, 想到这, 连同艾斯盛平在内, 一众狱卒就恨不得冲上前, 把汉尼拔和麦恩的嘴巴捂住, 别说了, 别笑了, 再说再笑, 你们是没事, 我们完了, 可惜事与愿违, 也不知道汉尼拔和麦恩是怎样看对眼的, 两人是越说越得劲, 压根就不管身后的麦哲伦, 尽管麦哲伦的脸色黑得跟锅底一样, 汉尼拔依然搂着麦恩的肩膀, 大笑不已道, 麦恩老爹, 走, 先去我的办公室坐一会儿, 你的办公室, 麦哲伦终于忍不住了, 说话间一团团紫色雾气往外喷, 看得艾斯和盛平一阵往后退, 一众狱卒也齐刷刷向后退去, 汉尼拔, 你什么时候有的办公室, 麦哲伦恨恨一咬牙道, 署长是啊, 汉尼拔挺着大肚子看着麦哲伦道, 你还知道那是署长室, 麦哲伦怒目原争, 我也是副署长, 署长是理应有我的一份, 怎么着, 我带个朋友去坐一会儿, 都不行, 汉尼拔大大咧咧道, 朋友, 麦哲伦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了什么, 指着麦恩道, 他什么时候成了你的朋友, 汉尼拔, 你可是推进城的副署长, 认清一下你自己的身份, 这么做合适吗, 有什么合不合适的, 汉尼拔拍着大肚子道, 先前在波鲁撒利诺大将和萨卡斯基大将面前, 你不也答应了吗, 要好好照顾麦恩少尉, 照顾也得有个分寸吧, 麦哲伦咬牙切齿道, 推进城自从建成的那一刻起, 你见过有谁把重犯往署长室里带吗, 麦恩老弟又不是住在署长室, 汉尼拔距离力争道, 只是去坐一会儿灵, 那也不, 麦哲伦刚想再说, 嘴巴就陡然定在了原地, 眉毛瞬间倒树, 额头上一时间就渗出了滴滴冷汗, 一张大脸也苍白无比, 满是痛苦之色, 不好, 汉尼拔瞳孔一缩, 快退, 一众狱卒大吼大叫, 麦恩也是脸色一变, 嗖的一声就往后跑去, 也就在这时, 只听扑的一声巨响, 麦哲伦的后方立马爆出一大团的紫气, 身为毒毒果实能力者, 麦哲伦的实力虽然强大, 但也落下了经常拉肚子的坏毛病, 哪怕只是偶尔动用恶魔果实的能力, 肚子就会不舒服, 可关键是, 由于吃了毒毒果实, 导致麦恩全身上下都充满了毒素, 不管是汗液还是呼出的气体, 都带着大量的剧毒, 至于放屁什么的自然更不例外, 也因此, 看到麦哲伦一脸痛苦壮, 汉尼拔和一众狱卒自视惊慌失措, 至于穿越者麦恩, 前世熟读海贼王的骨灰级宅男, 看到着自视掉头就跑, 但正因为此, 这一刻, 所有人并没有看到海霞圣平的眼睛一亮, 而在圣平身旁的艾斯, 看到麦哲伦放出一团毒气, 刚想拉着圣平往后退去, 就感觉到他的手被狠狠地掐了一下, 嗯嗯嗯, 艾斯正纳闷间, 圣平已经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 一副身中剧毒的模样, 看到这, 艾斯的眼睛陡然一亮, 只听得扑通一声响, 艾斯倒在地上, 跟身旁的圣平一样, 也是口吐白沫, 一副身中剧毒的模样, 不好了, 火拳艾斯和海霞圣平中毒了, 也不知道是谁吼出这么一声, 但听到这句话, 麦哲伦和汉尼拔的脸色, 全都变得惨白无比, 第118章 混蛋, 瞧你干了些什么, 望着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的艾斯和圣平, 汉尼拔气得直跳脚, 伴随着跳脚, 大肚子都一来一回地晃着, 一边指着麦哲伦一边骂道, 火拳艾斯可是世界政府要公开处刑的, 现在要是毒死在我们推进城, 你和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奇怪, 对于汉尼拔的怒吼, 麦哲伦不予理会, 只是眉头紧皱地瞅着倒在地上的火拳艾斯和海霞圣平, 毕竟这也太快了, 麦哲伦身上的毒虽然厉害, 但火拳艾斯和海霞圣平可不是一般人, 要是寻常人这会儿到了就倒了, 可火拳艾斯和海霞圣平不该这么快地倒下, 麦哲伦争纳闷间, 汉尼拔的冷汉却是花花直落, 他人看上去傻, 其实一点都不笨, 火拳艾斯和海霞圣平是什么身份, 一个是世界政府决定要公开处刑的极恶海贼, 一个是王下七五海之一的愚人领袖, 这两个人之中, 无论哪一个人都绝不能死在推进城, 否则的话, 一定会给世界政府引来大麻烦, 到时候是零九届政府一发怒, 罪则谁担, 只有麦哲伦和他汉尼拔, 谁让他们是推进城的署长和副署长, 一想到这, 汉尼拔的大肚子里就一堆火气, 现在看到麦哲伦还在发呆, 立马气地将手中的钢叉扔过去, 嗖的一声响, 钢叉狠狠地插在墙壁上, 距离麦哲伦的脸颊不到半尺之距, 你疯了吗,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发呆, 汉尼拔的咆哮声响起, 我只是有些想不明白而已, 麦哲伦耸了耸肩膀道, 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难不成这件事不是你的错, 汉尼拔咬牙切齿道, 好了好了, 麦哲伦摆了摆手道, 激动的什么, 我们又不是没有解毒剂, 给火拳艾斯和海霞扇品解毒不就行了, 那你还不快去, 汉尼拔大吼道, 麦哲伦无奈地摇了摇头, 事已至此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确实是他的错, 汉尼拔生气也应该, 可就在这时, 只听得咕噜噜一阵响, 麦哲伦的肚子再次翻滚起来, 哎呦哎呦呦, 不行不行不行又来了, 麦哲伦脸色一白, 捂着肚子一脸痛苦壮, 你这到底是什么毛病, 汉尼拔都快急哭了, 火拳艾斯和海霞扇品生死不明, 署长麦哲伦也不顶用, 汉汉尼拔, 麦哲伦招了招手, 由于肠胃极度不舒服, 说话都一阵发颤, 我肚子是真不行了, 火拳艾斯和海霞扇品舅舅交给你了, 你你赶紧带人把他们送到医务室, 只要打打一针解毒剂立马就没事了, 行行行, 我去我去, 汉尼拔一脸烦躁, 他本就是个不喜欢给人擦屁股的人, 更何况, 是给一直看不顺眼的麦哲伦擦屁股, 但火拳艾斯和海霞扇品的安危, 的确至关重要, 汉尼拔也只能一点头, 你们还愣着干嘛, 赶快抬人去医务室啊, 汉尼拔冲着一众狱卒大吼道, 是, 一众狱卒齐齐一点头, 然后手忙脚乱的, 将倒在地上的艾斯和圣平抬起来, 一股脑的向医务室跑去, 唉, 汉尼拔无奈的摇了摇头, 刚想抬脚跟上一众狱卒, 就听身后再度传来咕噜噜的声响, 快点去厕所呀, 汉尼拔不耐烦地回过头, 嘶, 麦哲伦倒吸一口冷气, 不行了, 我受不了了, 话音刚落, 麦哲伦就伸手去解腰上的皮带, 唉, 看到这, 汉尼拔眼中的瞳孔, 骤然缩成了针尖状, 不是, 你这是干嘛, 来不及去厕所了, 麦哲伦开口说道, 你再来不及, 也得忍着呀, 汉尼拔目瞪口呆道, 这里怎么行呢, 麦哲伦, 你好歹是个挨咬我去, 汉尼拔飞快转过身子, 只因这一刻, 麦哲伦已经吞下了他的裤子, 紧接就是一阵哗啦啦的响声, 由于太恶心, 就不进行细节描述了, 麦哲伦, 听着身后传来的恶心响声, 汉尼拔气的牙齿咬得咯咯响, 麦哲伦却是深吸一口气, 缓缓吐出, 呼, 舒坦, 汉尼拔无言以对, 这还是自从他来到推进城以后, 第一次对麦哲伦无言以对, 明明以往都是一副振振有词的模样, 这回却因为不可抗力, 甘拜下风, 你自己看着办吧, 最后说了这一句, 汉尼拔便捏着鼻子向前走去, 可就在这时, 麦哲伦的声音却再度传来, 等会儿, 有什么好等的, 汉尼拔不耐烦道, 火, 全艾斯和海霞圣平额恩, 你可要看紧啊, 麦哲伦一边清理肠胃, 一边嘱咐道, 我知道, 汉尼拔捏着鼻子点了点头, 还有, 说, 汉尼拔强忍着怒火道, 你有纸吗, 麦哲伦一字一顿道, 汉尼拔双拳紧握, 恨不得转身弄死麦哲伦, 但仔细一想, 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从口袋中掏出电话虫, 哎, 你拿电话虫干嘛, 麦哲伦看到这, 吓了一跳, 让人给你送纸, 汉尼拔淡淡说道, 但说话时, 汉尼拔的嘴角, 已经掀起了一抹狡猾的微笑, 也就在这时, 汉尼拔拨通了电话虫, 巴拉巴拉巴拉的铃声响起, 哒的一声接通后, 从电话虫的那边, 立马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 什么事, 我们署长大人需要手指, 拿点过来, 多米诺, 汉尼拔插着腰道, 你疯了吗, 麦哲伦在身后一阵怒吼, 汉尼拔则是哈哈大笑, 但两人并不知道, 这通电话会给麦恩引来多大的麻烦, 第119章, 深海大监狱推进城, 地下四层, 灼热地狱, 署长办公室, 哒的一声响, 一人挂断电话虫, 真是的, 麦哲伦署长整天到底在干嘛, 清脆的声音响起, 语气中夹杂着些许愤怒, 由于愤怒, 带眉都微微皱起, 不错, 这是一个女人, 戴着一副红褐色太阳眼镜, 斜胯着的大盖帽挡住了右眼, 一头金黄色长驱的头发, 外穿一件棕色夹克衫和棕色短裤, 内穿一件白色衬衫, 系着一条黑色领带, 搭配深红色高筒靴和深红色长筒手套, 将好身材彰显得淋漓尽致, 气质优雅, 这人不是别人, 正式推进城的副刊首长多米诺, 深海大监狱两朵金花之一, 多米诺刚才接到的电话正是汗泥巴打来, 让他上去给麦哲伦送手指, 对于自家署长的德行, 多米诺自是一清二楚, 但正因为才更加生气, 他本就是一个极为严厉之人, 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即便是面对署长麦哲伦, 该说的话照样会说, 一点都不会留情, 不过接到汗泥巴的电话, 多米诺还是从柜子里拿出一卷手指, 冷冷地走了出去, 署长室位于灼热地狱, 由于气温很高, 厨房和粮仓都在这里, 此外还有一部升降机只打海上一楼,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海上一楼就是推进城的灵层, 位于红莲地狱之上, 巨大黑色地板之下, 没有关押囚犯, 所有的房间都是公用, 每当有新的囚犯来到推进城, 都在这一层进行洗礼和随身检查, 其实就是脱光光, 冲个热水澡消毒, 然后换上一身干净的囚服, 不幸的是, 麦哲伦就在这一层的楼梯里, 解决人生大事, 他和汗泥巴本来是要压着艾斯, 慎平和麦恩到这海上一楼, 进行洗礼和随身检查, 没曾想发生这么一件尴尬的事情, 更令麦哲伦痛不欲生的是, 汗泥巴这个王八蛋, 竟然叫多米诺来给他送旨, 且不说多米诺是个女人, 当前这幅画面实在是不要太美妙, 单说多米诺的脾气, 麦哲伦就吃不消, 但正因为此, 汗泥巴才会打电话, 叫多米诺来给麦哲伦送旨, 之后, 在麦哲伦的咆哮之下, 立马笑嘻嘻地跑掉了, 看到这, 麦哲伦只有一颗想死的心, 但两人并不知道, 当多米诺接受汗泥巴的电话, 肩负着给麦哲伦送旨的义务, 搭乘灼热地狱的升降机到达海上一楼时, 他会优先遇见麦恩, 尼格, 说来也巧, 先前看到麦哲伦那副痛苦的样子, 麦恩就知道, 这老小子弄不好要放毒, 说好的解毒计还没拿给他, 看到麦哲伦准备放毒, 麦恩自是飞快跑远, 刚好就跑到了海上一楼, 这会儿正坐在地上休息呢, 身后就传来呜的一声响, 麦恩扭头一看, 这才发现他的身后是一部升降机, 此刻正快速运作着, 也就在这时, 只听钉的一声响, 升降机到达了目的地, 咔嚓一声响后, 多米诺冷着脸从升降机里走出, 刚好遇到了升降机前的麦恩, 咦? 嗯? 麦恩看着多米诺, 多米诺看着麦恩, 一男一女, 齐齐愣在原地, 气氛逐渐诡异, 麦恩摸着下巴, 仔细地打量着面前的漂亮女人, 老海中有点印象, 但一时半会儿却想不起来, 多米诺戴美景皱, 眼睛透过墨镜死死地盯着麦恩, 一时之间也觉得面前的这个少年有点熟悉, 似乎不久之前在哪里见过, 但乍一想却想不起来, 哦, 惊呼声突然响起, 麦恩指着面前的漂亮女人, 终于想明白了这个人是谁, 推进城副刊手掌多米诺, 你怎么知道斯? 多米诺正纳闷, 麦恩为何能叫出她的名字? 嘴巴就猛然倒吸一口冷气, 望着面前这个身穿海军礼服的少年, 多米诺终于想到了她的名字, 麦恩, 尼格, 嗯, 你知道我, 麦恩眉头一皱, 但仔细一想就明白了, 天龙人被杀事件, 闹得整个世界都沸沸扬扬, 报纸上一定刊登了自己的照片, 多米诺知道自己的长相并不奇怪, 可就在这时, 令麦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该死你怎么会在这里, 多米诺翘脸一摆, 一只拳头立马朝着麦恩挥去, 麦恩不闪不闭, 任由多米诺的拳头打在自己的身上, 光的一声响, 宛如打铁的声音传来, 麦恩脸色如常, 多米诺却发出一声惨叫, 啊, 捂着发颤的拳头连连后退几步, 多米诺好看的翘脸苍白无比, 铁块, 喂,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麦恩无奈地摊了摊手道, 多米诺却毫不犹豫地从口袋中掏出电话虫, 果断按下拨通键, 喂, 我是多米诺, 麦恩, 尼格越狱了, 现在在海上一楼, 快派人增援, 拜托, 我什么时候越狱了, 麦恩一脸无语道, 我都没进监狱好不好, 没进监狱也算是越狱, 多米诺恨恨地看着麦恩道, 麦恩, 尼格, 你休想逃走, 钱里照, 我没想逃走, 麦恩毫不犹豫道, 只是发生了一些状况, 我提前到这来等着, 一些状况, 多米诺戴梅一皱, 警惕地看着麦恩道, 什么状况, 我, 麦恩刚想解释, 整个推进城就响起了警报声, 哇嗚哇嗚的警报声大作之下, 整个推进城上上下下都布满了红光, 一时间, 人声鼎沸, 无数脚步声响起, 热大的推进城瞬间乱成了一团, 从红莲地狱到无限地狱, 不管是囚犯还是狱卒, 全都是一脸震惊, 毕竟推进城自从建立的那一刻起, 就没有想过几次这样的警报声, 上一次还是二十年前, 非空提督金狮子使鸡越狱的那一次货, 但这一次, 换成了麦恩, 尼格, 第120章, 一片刺眼的红光之下, 听着哇嗚哇嗚的警报声, 望着面前的多米诺, 麦恩的脸色缓缓阴沉, 你个必持, 必持, 多米诺戴梅一皱, 不明白这个词代表着什么, 但望着麦恩阴沉的脸色, 多米诺, 不管是面上还是心里, 都是一阵得意, 嘴角也掀起一抹冷笑道, 呵呵, 麦恩, 尼格, 这回我看你怎么越狱, 都说了我不是越狱, 麦恩眼角微抖, 望着面前的多米诺, 心中已有杀意, 都说漂亮女人心如蛇仙, 果然如此, 麦恩都说了自己不是越狱, 多米诺却仍把麦恩当成越狱犯对待, 还没人把警报拉下, 这么一搞, 麦恩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更重要的是, 多米诺这个所作所为, 把麦恩的计划彻底打乱了, 麦恩本来只是想着在推进城, 老老实实地当自己的囚犯, 直到黑胡子一伙人来到推进城, 再趁机浑水摸鱼, 现在却是不行了, 麦恩的越狱犯身份一旦坐实, 一定会被关在推进城的第六层无限地狱, 而麦恩一旦关在那里, 就永远出不来了, 毕竟第六层无限地狱关押的都是穷凶极恶的大罪犯, 其中有很多人都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也因此, 无限地狱的牢房全都是由海楼石打造, 麦恩身为吸收果实和门门果实霜能力者, 被关在这样的牢房里, 也自是无法发挥恶魔果实的能力, 到时即便出了什么变故, 麦恩想用门门果实的能力打开空气之门也不行, 最要命的是, 麦恩被关在无限地狱, 就遇不上黑胡子一伙人了,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黑胡子一伙人被与之溪流那个反骨仔所救, 然后咧着大嘴来到无限地狱, 嚷嚷着, 有谁想来当我的伙伴? 该死! 麦恩双拳紧握, 想到这脸, 麦恩的心中, 就有一股把面前这个漂亮女人折成两段的冲动, 喂, 你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望着麦恩眼中毫不掩饰的杀意, 诚如冰山美人多米诺也有些害怕, 翘脸逐渐苍白, 多米诺小姐, 下次命人拉紧抱之前, 你最好先想想自己的处境, 麦恩冷冷地望着多米诺道, 如果我逃不掉, 那么您会怎样呢? 如果你敢杀了我, 推进城上上下下, 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你, 多米诺狠狠地瞪着麦恩道, 是吗? 麦恩歪着头, 慢悠悠地向多米诺走去, 我好怕怕哦, 你你, 多米诺一边用手指着麦恩, 一边慢慢向后退去, 伴随着麦恩的前进, 翘脸愈发苍白, 但就在这时, 多米诺的美眸却猛然一亮, 虽然由于戴着墨镜, 麦恩没有看到, 不过多米诺嘴唇掀起的那一抹冷笑, 麦恩却是清清楚楚地看在了眼里, 虽然麦恩并不知道多米诺在笑什么, 嗖的一声响, 一柄巨大的斧子从麦恩的身后快速袭来, 带着一股疾风, 直直地朝着麦恩的后脑勺砍来, 但就在这时, 麦恩的头却猛然一弯, 身后那柄快速袭来的巨腹擦着麦恩的肩膀和脸颊掠过, 但却没在麦恩的身上留下任何痕迹, 就连麦恩的衣服都没有划破, 看到这, 多米诺的俏脸骤然一僵, 嘴唇掀起的那一抹冷笑也戛然而止, 可就在这时, 只听砰的一声响, 麦恩伸手将偷袭自己的那柄巨腹稳稳抓在手里, 然后冲着多米诺微笑道, 看好了多米诺小姐, 斧子不是这么用的, 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麦恩迅速转过身子, 望着远处那道巨大的身影, 轮圆了胳膊将斧子制出, 只听砰的一声响, 麦恩制出去的巨腹在空中划出一道美妙的直线, 速度奇快无比, 眨眼间就来到远处巨大身影的面前, 没有丝毫停留, 哗啦一声响, 巨腹直接将巨大身影斩为两半, 鲜血瞬间喷洒而出, 将巨大身影身后的墙壁都溅满了, 但饶是如此, 麦恩制出去的那柄巨腹依然速度不减, 哗的一声响, 巨腹狠狠地砍在墙壁上, 由于用力, 整个斧子都镶进了墙里面, 伴随着咔咔咔的响声, 墙壁开始军裂, 直到轰的一声巨响, 整座墙面彻底倒塌, 啊, 多米诺捂着嘴巴, 双目圆睁, 发出一声尖叫, 他整个人本来已经看傻了, 直到轰的一声巨响传来, 多米诺才回过了神, 望着面前的麦恩, 尼格, 多米诺的眼中, 面上, 心里, 全都是满满的惊恐,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刚才那家伙, 就是你们推进城中的蓝猩猩吧, 麦恩咧着大嘴问道, 对, 多米诺本能地点了点头, 是吗, 麦恩缓缓走到多米诺身前, 扑通, 看到麦恩走来, 多米诺的下半身立马没了力气, 软软地跌倒在地, 麦恩微微一笑, 蹲下身子, 伸出手捏着多米诺滑腻的脸蛋, 蓝猩猩不是被你们称为海上的格斗家吗, 怎么如此不堪一击, 多米诺小姐, 啊, 望着面前的麦恩, 多米诺根本说不出话来, 也就在这时, 麦恩捏着多米诺脸颊的手, 缓缓向下, 望着多米诺细长的脖梗, 麦恩毫不犹豫地一把掐住, 啊, 感受到脖子上逐渐传来的力道, 多米诺的脸色越发铁青, 双手一阵挥舞, 却连麦恩的衣服都抓不到, 这一刻, 在强大的麦恩, 尼格面前, 推进城复看手掌多米诺的反抗, 显得渺小而无力, 看到这, 麦恩嘴角的冷笑却是越发猖狂, 眼中也是一片森然, 你个壁驰, 说完这一句, 麦恩就想再用一把力, 把多米诺的脖子掐断, 可就在这时, 麦恩的身后却传来一道淡淡的声音, 放开他, 第121章, 哎呦, 缓缓松开扼住多米诺脖子的大手, 麦恩站起身子, 转头望去, 英雄就美呢, 虽然是很小的英雄, 麦恩俯视着面前这道渺小的人影道, 不错, 渺小, 跟机器猫一样的二头身身材, 个头还不到麦恩的膝盖, 穿着一身白衣, 衣服后面还有一对小小的黑翅膀, 方方正正的一张脸, 头上戴着一顶巨大的帽子, 帽子上还有两根长长的脚, 手持一柄小小的三角叉, 这会儿正冷冷地望着麦恩, 麦恩对此也并不意外, 自从那柄巨斧向麦恩飞速袭来, 麦恩就知道面前这人已经来到, 深海大监狱推进成狱组长, 同时也是蓝猩猩的指挥官, 萨鲁代斯, 不要再痴心妄想了麦恩, 尼格, 你逃不出去的, 萨鲁代斯用手中的三角叉指着麦恩道, 啊, 我算是明白, 你们为什么会是同事了, 看了一眼身后的多米诺, 又看了一眼身前的萨鲁德斯, 麦恩冷冷一笑道, 都是一样的臭毛病, 不爱听人说话, 对于你这样的越狱犯,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萨鲁德斯面无表情道, 那就把你的蓝猩猩叫出来吧, 麦恩抱闭环凶道, 我才杀了一个, 很是不过瘾呢, 嗯, 我也觉得很是不过瘾呢, 一道妖魅的声音陡然响起, 听得人心情激荡不已, 诚如麦恩也觉得浑身一热, 也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缓缓出现在麦恩面前, 一头卷取金发, 刘海遮盖双眼, 佩戴着蜡烛形状的白色耳饰, 头上戴着两根粉红色的长脚, 身穿桃红色紧身皮衣, 将娇好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 手持一根长长的鞭子, 舌头舔着上嘴唇, 一扭一扭地朝着麦恩走来,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深海大监狱推进城另一位狱组长, 小萨蒂, 显然, 多米诺诺的一句话, 把推进城大部分的战力都往麦恩这边引来了, 呵呵, 还真是看得起我呀, 麦恩冷冷一笑道, 萨鲁德斯, 小萨蒂, 多米诺捂着脖子, 此刻才缓过气来, 没事吧, 多米诺, 萨鲁德斯开口问道, 放心, 小萨蒂马上就帮你报仇, 小萨蒂舔着嘴唇道, 还是先管好自己吧, 麦恩耸了耸肩膀, 双眼一道金光飞快掠过, 剃, 双脚连踩地面数百下, 麦恩瞬间来到萨鲁德斯的身前, 不好, 小萨蒂脸色一变, 手中的鞭子狠狠向麦恩抽去, 但在鞭子还没碰到麦恩的身子时, 就被麦恩一把攥住, 就这, 麦恩冷冷一笑, 攥着鞭子的手狠狠一用力, 小萨蒂整个人都被带了过来, 啪的一声响, 麦恩一巴掌挥去, 结结实实地扇在了小萨蒂的脸上, 洁白的翘脸立马一片通红, 但就在这时, 一阵笛子声传来, 萨鲁德斯吹着手中的三脚叉, 冷冷地望着麦恩, 踏踏踏一阵响, 无数道巨大的身影出现在麦恩面前, 上部分是浅蓝色, 下部分是深蓝色, 头部是一个骷髅头, 双手全都拿着一把锋利的双面斧, 正是被誉为海上格斗家的蓝猩猩, 又名布鲁格里, 虽然就在刚才, 麦恩不费吹灰之力地, 就将一头蓝猩猩砍为两半, 但在萨鲁德斯看来, 一头蓝猩猩麦恩可以轻松应对, 但若是数十头蓝猩猩的话, 成如麦恩也要吃扁, 更何况这一刻, 出现在麦恩面前的蓝猩猩足足有一百头, 密密麻麻地看得人心颤, 果不其然, 看到这, 多米诺的眼睛都亮了, 小萨蒂更是一阵懊恼, 似乎没能亲手调教麦恩, 让他感觉很失望, 投降吧, 麦恩, 尼格, 你没有机会了, 望着面前这庞大的队伍, 萨鲁德斯信心十足, 冲麦恩说话时, 已然是一脸的稳操胜券, 殊不知在麦恩眼里, 萨鲁德斯已经是推进城最大的败家子, 蓝猩猩虽然实力不咋地, 但好歹比一般的狱卒强上百倍, 现在被萨鲁德斯全叫来了, 以后推进城的人手绝对不足啊, 萨鲁德斯, 在跟你的蓝猩猩战斗之前, 我想说一件事, 麦恩冲着萨鲁德斯竖起一根手指, 什么? 萨鲁德斯眉头一皱,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刻, 他的心中陡然涌现出一股不安, 刚才那只蓝猩猩, 我没用力, 麦恩微微一笑道, 灵球鲜花, 什么? 萨鲁德斯瞳孔一缩, 但就在这时, 他面前的麦恩已然消失不见, 无论萨鲁德斯怎么找都找不到, 充其量只能感觉一阵阵清风拂面, 可这并不意外, 萨鲁德斯实力低微, 麦恩使出海军六十之一的体, 整个人早已化为了一道残影, 萨鲁德斯又怎么能看到, 但即便如此, 萨鲁德斯浑身上下依然被冷汗打湿, 因为他看不到麦恩, 他的蓝猩猩们也看不到, 当他扭头环视四周之时, 他的蓝猩猩们也在扭头环视四周, 也就在这时, 麦恩的声音淡淡响起, 纸枪, 扑斥一声响, 距离萨鲁德斯最近的蓝猩猩胸口, 陡然出现一个血洞, 鲜血瞬间溅满了萨鲁德斯全身上下, 尤其是那张方方正正的脸, 扑通一声响, 这个蓝猩猩骤然倒地, 一声不吭, 但生机已散, 不, 萨鲁德斯瞳孔俱颤, 可就在这时, 麦恩的声音再度响起, 纸枪, 扑斥, 扑通, 血花喷剑, 又一头蓝猩猩倒地, 萨鲁德斯扭头望着这头蓝猩猩, 但还没回过神时, 麦恩的声音就又一次响起, 纸枪, 扑斥, 扑通, 第三头蓝猩猩倒地, 这, 萨鲁德斯脸色苍白, 纸枪, 扑斥, 扑通, 第四头, 够了, 萨鲁德斯小手一挥, 纸枪, 扑斥, 扑通, 第五头, 不不不, 别杀了, 萨鲁德斯已经跪在了地上, 但麦恩的声音却依然响起, 而且比之前更快更狠, 杀意更是无比浓烈, 非纸枪把, 砰砰砰砰砰砰, 数十发空气弹射去, 扑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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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十朵, 血花似箭, 扑通扑通, 扑通扑通, 数十头蓝猩猩倒地, 不, 一旁的多米诺再次吓傻, 小萨蒂的俏脸也是苍白无比, 但手中的鞭子却狠狠一挥, 啪的一声响, 鞭子狠狠地抽在地上, 也就在这时, 一声怒吼从下方传来, 侯仪, 第122章, 嗯, 听着下方传来的怒吼声, 麦恩终于停下身子, 右手的食指上早已是鲜血淋漓, 当然, 不是麦恩自己的, 狱卒兽吗? 麦恩双眼微眯, 狱卒兽, 推进城除了署长麦哲伦以外, 最为强大的战力, 身形巨大, 一般都在饥饿地狱以下的楼层徘徊, 实力皆在上层牢藩之上, 一共有四只, 全都拥有觉醒的动物系恶魔果实能力, 不仅拥有恐怖的力量, 恢复体力的速度也极快, 全都由推进城狱组长小萨蒂掌管, 吼, 又是一声怒吼传来, 只不过, 比起刚才那次, 声音更大, 包含的愤怒更深, 也就在这时, 听起来无比沉重, 整个海上一楼都伴随着脚步声一阵颤动, 终于, 咔咔咔一阵响, 地板开始军裂, 墙壁开始倒塌, 一道巨大的身影缓缓出现在麦恩面前, 遮天蔽日, 舍人心魄, 这一刻, 就连多米诺和萨鲁黛斯都脸色苍白, 忍不住向后退去, 小萨蒂自视一阵欢喜, 一边望着麦恩一边用舌头舔了舔嘴唇, 一副饥渴的样子, 毕竟以她的为人, 实在是太想看麦恩这时候, 表现出一副害怕的样子了, 可惜的是, 望着面前这道巨大的身影, 麦恩的表情根本就没有丝毫改变, 依旧是原先那副淡淡的模样, 双脚更是没有往后退去, 整个人就跟地上扎了根一般, 一动不动, 腰背挺得笔直, 这会儿正摸着下巴一边思考一边道, 哎, 这个叫什么来着? 哦, 米诺陶洛斯? 麦恩眼睛一亮, 望着面前这头大奶头, 终于想起了这只狱卒兽的名字, 好, 可能是看到麦恩并不害怕, 伤了些许自尊, 米诺陶洛斯立马一声怒吼, 手中的狼牙棒也飞快地朝麦恩回来, 呜的一声响, 米诺陶洛斯手中的狼牙棒带了一股极大的风浪, 还没砸在麦恩身上就显现出了他恐怖的力量, 极大的风浪把多米诺和萨鲁黛斯吹得一阵向后飞, 就连小萨蒂也赶忙躲开, 生怕被狼牙棒波及到, 唯独麦恩不闪不闭, 直直地站在原地, 静静地等着米诺陶洛斯手中的狼牙棒砸在他身上, 看到这, 多米诺, 萨鲁黛斯, 小萨第三人全都眼睛一亮, 都以为麦恩是被吓呆了, 可就在这时, 麦恩的声音却淡淡响起, 铁块, 空木, 光的一声响, 麦恩话音刚落, 米诺陶洛斯手中的狼牙棒就狠狠地轰在麦恩的身上, 但出人意料的是, 狼牙棒并没有把麦恩打成一滩肉泥, 而是咔咔咔一阵响, 整只狼牙棒直接碎了, 也就在这时, 米诺陶洛斯两只大大的眼睛, 立马泛起一片水雾, 吼, 又是一声怒吼, 但声音怎么听怎么不对劲, 比起愤怒, 更多的是痛苦, 在多米诺, 萨鲁黛斯, 小萨蒂不敢置信的目光下, 形状模样跟一只大奶牛并没多少区别的狱族兽, 米诺陶洛斯, 这会儿, 正捂着自己的蹄子在地上一阵打滚, 大大的牛眼目刺欲裂, 眼泪哗哗直落, 几乎将整个海上一楼都浸湿了, 但被米诺陶洛斯用狼牙棒狠狠挥打的麦恩, 尼格, 此刻却依然站在原地, 面上也依然是一阵云淡风轻, 腰背依旧挺得笔直, 双脚从刚才到现在就没有往后一半分, 除了以他为中心处, 方圆几百米的地板都产生了一道道裂纹, 其余的一切都如刚才一样, 麦恩, 尼格毫发无伤, 铁块, 空木, 乃是CP9成员罗布鲁奇对于铁块的最强开发招式, 不只能在一瞬间提升铁块的防御力和硬度, 更重要的是, 可以将敌人的力量加大反振回去, 而且, 打击的力量越强零, 反击的力量就越强, 也因此, 当米诺陶洛斯将手中的狼牙棒狠狠向麦恩挥去时, 就注定了这一刻, 他的狼牙棒会裂成碎片, 他的蹄子会骨折, 他这头畜生会疼得在地上直打滚, 推进城大名鼎鼎的狱卒兽, 我看也不过如此嘛, 麦恩抱闭还凶, 冷冷地看着一旁的小萨地道, 把另外三头也叫出来吧,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扑通, 望着麦恩冰冷的眼神, 小萨地下的直接跌倒在地, 多米诺和萨利戴斯这会儿已经跪在了地上, 在强大的麦恩面前, 推进城三位高官显得可笑至极, 整个海上一楼也成了一片废墟, 海上得格斗加蓝星星, 死了一半, 跑了一半, 强大的狱卒兽米诺陶洛斯, 在地上疼得直打滚, 吼声中充满了凄凉和无助, 看到这, 喜欢折磨人的小萨地连灰鞭子, 叫其他三头狱卒兽的勇气都没有了, 毕竟麦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米诺陶洛斯都毫无办法, 反而被震得蹄子骨折, 狼牙棒碎裂, 这样的一个怪物, 就算其他三头狱卒兽前来又能如何, 叫啊, 萨地小姐, 你不是要为多米诺小姐复仇吗? 麦恩怂, 把怂肩绑到, 还有萨鲁代斯先生, 你不是要我投降吗? 快让你的蓝星星们攻击我呀! 说到这, 麦恩转过身子, 望着跪在地上的多米诺, 嘴角掀起一抹冷笑道, 多米诺小姐, 我不是月鱼饭吗? 身为推进城的副刊手掌, 您现在可不能跪在地上啊, 来来, 站起来, 继续让人拉紧抱, 继续叫人来, 我麦恩, 你哥就在这等着, 事情既然被你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就不要半途而废啊, 你这个壁齿, 麦恩一字一顿道, 可他话音刚落, 身后就传来一道低沉的嗓音, 够了, 第123章, 低沉的嗓音响起的那一刻, 跪在地上, 起起一脸绝望的多米诺, 萨鲁代斯, 小萨地立马抬起头, 望着面前那高大的身影, 三人的双眼当即一亮, 整个人也是一副激动不已的样子, 署长大人, 不错, 低沉嗓音的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深海大监狱推进城署长麦哲伦, 在推进城副看守长多米诺惨败, 两大狱族长萨鲁代斯和小萨地不堪一击的这一刻, 麦哲伦终于挺事而出, 麦恩对此也不意外, 决定弄死多米诺的那一刻起, 麦恩就想到, 麦哲伦不会放过他, 即便有赤犬和黄元两人相互, 麦哲伦也不会对麦恩手下留情, 毕竟这一刻, 麦恩已经杀死了不少蓝猩猩, 身为推进城的囚犯, 麦恩已经罪不容赦, 但正因为此, 麦恩才想弄死多米诺, 由于这个必持的鱼铃酒蠢, 麦恩的计划完全被打乱, 月遇犯的身份已经坐实, 明明麦恩只是为了躲避麦哲伦放毒, 才孤身一人来到海上一楼, 可是到如今, 已经是跳进黄河野喜不清, 就算从一开始束手就擒, 麦恩也只会被无情地关进无限地狱, 既如此, 麦恩自是不会坐以待毙, 即便他将要面对独独果实能力者麦哲伦, 麦恩也是要杀开一条血路, 决心已定, 麦恩的眼中便没有了丝毫感情, 他缓缓转过身子, 望着面前的麦哲伦, 双拳快速紧握, 可就在这时, 麦恩的眉头却猛然一皱, 你怎么不穿裤子, 望着麦哲伦光溜溜的两条大腿, 麦恩一脸猛逼, 嗯, 文言, 萨鲁黛斯和小萨蒂向下看去, 也是一脸猛逼, 唯独多米诺带眉一条,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翘脸快速通红, 但这一刻, 不穿裤子的麦哲伦却是无动于衷, 毕竟自从决定站出来阻止麦恩的那一刻起, 麦哲伦就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只要我不觉得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麦哲伦大手一挥, 你随地大小便了吗? 麦恩直截了当道, 不带有丝毫感情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麦哲伦, 仿佛看透了一切, 说起来, 从刚才开始, 麦恩的心里面就一直很纳闷, 两个方面, 其一, 麦恩见到多米诺的时候, 多米诺的手中正拿着一卷厕纸, 其二, 麦哲伦明明就在不远处, 听到监狱里响起警报声, 理应快点来阻止麦恩才对, 怎么还没有萨鲁黛斯和小萨蒂快? 关于这两个问题, 麦恩一直苦思不解, 这会儿看到没穿裤子的麦哲伦立马明白了, 毕竟麦恩可是穿越者, 前世熟读海贼王的骨灰级宅男, 对于麦哲伦好拉肚子的毛病自是一清二楚, 不然当才麦哲伦放毒那会儿, 他也不会掉头就跑, 也因此, 从上所述, 真相只有一个, 麦哲伦拉屎了, 地点就在那个楼道, 关键是拉完还没擦, 生怕弄在裤子上才不穿裤子, 于是乎, 气氛一片死寂, 空气仿佛都冻结了, 麦哲伦老脸一红, 麦恩毫不留情面的一句话, 彻底戳穿了他的妄想和计划, 不错, 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但关键是, 真相不大白, 鼓动, 麦哲伦喉结一动, 艰难的咽下, 一口唾沫, 就这么花功夫, 麦哲伦整个脑门都挂满了冷汗, 偏偏萨鲁代斯和小萨蒂, 还在一旁巴巴地看着他, 使得麦哲伦浑身上下都快被冷汗打湿, 但望着一旁的多米诺, 麦哲伦却有一种想杀了他的心, 毕竟他随地大小编的事情, 只有多米诺和汉尼巴知道, 麦恩是怎么知道的呢? 答案毋庸置疑, 不是多米诺说的, 就是汉尼巴讲的, 麦哲伦恒不可能自己自曝, 而汉尼巴这会儿去押送火拳艾斯和海峡圣平去医务室了, 一直没见过麦恩, 于是乎, 真相只有一个, 多米诺这个壁池, 望着不远处的多米诺, 麦哲伦狠狠一咬牙, 但看到麦哲伦一直盯着自己, 多米诺却完美误会了, 署长大人, 多米诺嗖的一声从地上站起, 飞快跑到麦哲伦身边, 然后红着脸对麦哲伦递过去一卷侧纸, 您慢用, 多米诺一字一顿道, 嘶嘶两声响, 萨鲁黛斯和小萨蒂奇奇倒吸一口冷气, 不敢相信地望着面前的麦哲伦, 本来听到麦恩的话, 萨鲁黛斯和小萨蒂还有些不相信, 尽管两人都知道自家署长肠胃不太好, 但不管怎么说, 随地大小便这种事还是太过分了, 关键事便完了还不擦, 生而为人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吗? 不, 不会的, 署长大人不会那样做的, 可正当萨鲁黛斯和小萨蒂选择相信麦哲伦时, 多米诺却给麦哲伦递上了厕所, 于是乎, 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这一刻, 在萨鲁黛斯和小萨蒂的心目中, 麦哲伦伦伦的形象陡然倒塌, 不知不觉间, 两人都往后移去, 果断拉开跟麦哲伦的距离, 麦恩站在一旁, 看到这直接捂着嘴偷笑起来, 真是是所罕见, 多米诺这个女人, 蠢得不是一点半点啊, 你捏捏, 果不其然, 望着多米诺递过来的侧纸, 麦哲伦一张大脸黑的跟锅底似的, 双手气得直颤, 恨不得一巴掌直接将多米诺拍扁, 怎么了, 书长, 看到麦哲伦脸色有点不对劲, 多米诺立马带眉一条,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飞快上前一步, 小声冲着麦哲伦道, 放心吧书长, 这件事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包括萨鲁黛斯和小萨蒂, 多米诺一字一顿道, 语气中充满了坚定, 麦哲伦傻地站在原地, 傻傻地看着多米诺, 本来是一脸的欲哭无泪, 这会儿, 已然是生无可恋了, 第124章, 社会性死亡, 只在公众场合出丑, 丢脸丢到没脸见人, 恨不得在地上找个凤钻进去的现象, 又被称为公开处刑, 而在这个世界里, 论起社会性死亡的代表人物, 一直是司法岛的斯潘达姆独占凹头, 但这一刻, 伴随着推进城的麦哲伦横空出世, 一切都不一样了, 前有斯潘达姆, 后有麦哲伦, 独占凹头的局面已沉过去, 双雄争霸的场景逐渐形成, 啊, 人生啊, 生无可恋之下, 麦哲伦无话可说, 直接无视面前的多米诺, 麦哲伦撇头望了一眼不远处的萨鲁黛斯和小萨蒂, 但目光相交的一刹那, 不管是萨鲁黛斯还是小萨蒂, 全都飞快地, 毫不犹豫地, 不假思索地移开了目光, 啊, 人生啊, 麦哲伦老脸一垮, 也就在这时, 他的目光不小心与麦恩接触了, 扑斥, 四目相对之下, 麦恩再也忍不住, 捂着肚子, 哈哈大笑起来, 啊, 人生啊, 听着麦恩毫不掩饰的嘲笑声, 麦哲伦一张老脸, 黑得锅底里的炭一样, 但望着面前的多米诺, 以及多米诺手中递过来的侧纸, 麦哲伦最终还是抵抗不住, 心里最后一道防线彻底瓦解, 颤巍巍地伸出手, 麦哲伦从多米诺的手中接过侧纸, 然后缓缓转过身子, 向楼道里走去, 这一刻, 麦哲伦那高大的背影充满了凄凉和无助, 气氛短暂的一片死寂, 空气短暂地凝固起来, 在麦哲伦擦定穿裤子这段时间内, 连同麦恩在内, 每个人都在默默等待, 虽然此刻的确是偷袭麦哲伦的大好时机, 可万一麦哲伦不讲武德甩手扔屎的话, 正这时, 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声传来, 穿戴整齐的麦哲伦从楼道里重新走出, 眼睛死死地盯着麦恩, 装作一副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模样, 抬手一指麦恩道, 麦恩, 尼格, 我以推进程书长的名义再次宣判, 从现在开始, 你将以越狱的罪名被关在无限地狱, 扑斥, 望着面前一脸郑重其事的麦哲伦, 麦恩忍了很久, 但最后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可能是因为麦哲伦拉屎不擦定吧, 在麦恩眼中, 麦哲伦这会儿的人设已经崩了, 印象中, 那个一丝不苟, 做事认真, 勇敢果断, 实力强大的推进程书长, 拥有大将战力的麦哲伦, 早已不复以往, 此刻, 人虽然还是那个人, 但印象却不是那个印象了, 哈哈, 麦恩捂着肚子, 笑得合不拢嘴, 你, 麦哲伦气得双拳紧握, 眼角微抖, 也就在这一刻, 麦哲伦浑身上下, 都开始渗出大量的紫色毒液, 是要把麦恩拿下, 可就在这时, 只听得扑哧一声响, 竟是从一旁的小萨蒂口中传来, 哈哈, 小萨蒂捂着红唇, 笑得相间, 一阵乱颤, 麦哲伦看得一脸猛逼, 但就在这时, 又是扑哧一声响, 萨鲁德斯, 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到的最后, 就连冰山美人, 亦是此刻在这里, 最没有资格笑的多米诺, 也扑哧一声, 笑出了声来, 哈哈, 一时间, 整个海上一楼布满了笑声, 麦恩, 萨鲁德斯, 小萨蒂, 多米诺四人, 这会儿, 眼泪都笑出来了, 不是你们, 麦哲伦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什么, 麦恩笑就笑了, 萨鲁德斯, 小萨蒂, 以及该死的多米诺, 为什么要笑呢, 对不起署长哈, 真的是忍不住, 是啊, 署长哈哈, 您不用管我们继续继续, 哈哈, 我就是看他们笑我才笑的, 萨鲁德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一边笑一边解释道, 麦哲伦再次一脸身无可恋, 好在这时, 巴拉巴拉巴拉的响声, 从麦哲伦的口袋中传来, 一脸身无可恋的麦哲伦, 从口袋中掏出电话虫, 按下接听键, 说话, 麦哲伦僵硬地说道, 就连语气也透着一股身无可恋, 不好了署长, 电话虫一脸惊恐地复述道, 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麦哲伦眉头一皱, 被这句话瞬间带了回来, 从一个社会性死亡的麦哲伦, 眨眼间变成原先那个麦哲伦, 有人越狱了, 电话虫再度道, 麦哲伦老脸一沉, 被这句话又带了回去, 抬头看了一眼面前的麦恩, 尼格, 麦哲伦无语地翻了翻白眼, 我知道, 嗯, 电话虫本来是一脸惊恐, 听到这瞬间变成一脸震惊了, 署长您知道, 废话, 麦哲伦肚子里本就憋了一股气, 这回再也忍不住, 直接冲着电话虫开骂道, 刚才那么大的警报声, 我龙骂, 你们这群人能不能干点正事, 想警报之后还有脸给我打电话, 你们应该在囚犯越狱的一瞬间就给我打电话, 署长, 我就是在囚犯越狱的一瞬间给您打电话的, 电话虫弱弱说道, 滚一边去, 麦恩, 尼格这会儿正站在我面前, 什么越狱一瞬间, 麦哲伦咆哮道, 麦恩, 尼格, 前王的, 电话虫两只眼睛微微一眯, 然后瞬间睁大, 一副懊悔的样子道, 哎呀, 署长你误会了, 我说的不是麦恩, 尼格, 是火拳艾斯和海峡慎平, 你说什么, 听到电话虫传来的这句话, 麦哲伦直接愣在了原地, 萨鲁德斯, 小萨蒂和多米诺也搜的一声站起了身子, 琪琪一脸苍白, 火拳艾斯和海峡慎平越狱了, 麦哲伦, 萨鲁德斯, 小萨蒂, 多米诺齐声道, 是啊是啊, 电话虫狠狠一点头, 我去, 你怎么不早说, 快拉警报, 他们越狱到哪了, 麦哲伦四人瞳孔一缩, 抓着电话虫直接一阵吼, 场面瞬间乱成了一团, 但看到这事, 麦恩的眼睛却是一亮, 好机会, 第125章, 天无绝人之路, 麦恩本以为自己的推进城生涯已经到了尽头, 毕竟无论说什么, 麦恩也不会让自己被关在无限地狱, 也因此, 麦恩已经做好了跟麦哲伦决一死战的准备, 虽然这场战斗的力量悬殊未免过大, 但麦恩也没办法, 可现在不一样了, 艾斯和慎平越狱了, 怪不得从刚才开始就没见到这两个家伙, 感情一直憋着坏呢, 干得漂亮, 怎么办署长, 得知火拳艾斯和海霞圣平越狱, 小萨弟, 萨鲁黛斯和多米诺也没心情大笑了, 纷纷焦急地看着麦哲伦, 麦哲伦眉头紧皱, 但心里却是懊悔至极, 他一早就觉得不对劲, 火拳艾斯和海霞圣平的实力摆在那里, 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就中了他的毒, 就算中了也不可能一眨眼的功夫人就倒下了, 还口吐白沫, 摆明是装的吗? 说到底, 麦哲伦的肠胃也真是不争气, 要是平常, 艾斯和圣平这么拙劣地眼疾准宝被麦哲伦看穿, 但在内疾外忧的情况下, 麦哲伦也没那个功夫细想, 这才让艾斯和圣平钻了空子, 假装中毒的样子, 其实, 目的就是脱离麦哲伦的掌控, 等到了医务室, 一众狱卒和汉尼拔一时不察, 圣平和艾斯在突然发起攻击, 自是把这群废物点心打得七零八落, 这会儿, 不止圣平火力全开, 艾斯的海楼石手铐也被打开了, 两个人肩并着肩协同作战, 马上就要打到海上一楼, 而这说起来, 也有麦恩一部分的功劳, 由于多米诺的愚蠢, 麦恩被误会成了粤玉饭, 推进城数得上的战里就那么几个, 萨鲁黛斯的蓝猩猩, 小萨蒂德玉族兽, 全都来对付麦恩了, 虽然不管是蓝猩猩还是玉族兽都不是艾斯和圣平的对手, 好歹能拖延点时间, 这下倒好, 艾斯和圣平的实力本就强大, 推进城能数得上的战里还都来对付麦恩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艾斯和圣平自是一路横扫, 来一个打一个, 来两个费一双, 可不极快突破吗? 此刻, 麦哲伦等人和麦恩虽然身处海上一楼, 但下方已经传来打斗声, 玉族的喊叫声和囚犯的叫好声混杂成一团, 整个推进城都显得乱糟糟的, 但在一片乱糟糟之中, 却有一阵哗啦啦的流水声, 以及两个清楚的字眼, 火拳, 说实话, 听到这两个字, 麦恩都能感觉到一股热浪正在朝着自己袭来, 周围的空气温度陡然上升, 脚下的地板似乎也开始变得滚烫起来, 事不宜迟, 小萨蒂你赶快呼唤其余三只狱族兽, 萨鲁黛斯你也赶快吹笛子, 把剩余的蓝猩猩叫来, 多米诺你去通知指挥士, 无论发生任何事, 正义之门都不能打开, 绝对不能, 麦哲伦不愧是推进城的署长,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 头脑依然冷静, 做事也有条不紊, 一个接着一个地吩咐下去, 闻言, 本来有些慌乱的多米诺, 萨鲁黛斯, 小萨蒂立马眼睛一亮, 望着面前的麦哲伦, 一瞬间就找回了自信, 是, 三人齐齐一点头, 火拳艾斯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我去对付他, 海峡慎平就交给你们了, 尽量拖延, 我打败火拳艾斯以后, 再去帮你们, 麦哲伦再度吩咐道, 小萨蒂和萨鲁黛斯再对一点头, 可就在这时, 多米诺的脸色却猛然一变,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颤巍巍地伸出手, 拉了一下麦哲伦的袖子, 多米诺一边抬手指向身后, 一边脸色苍白道, 叔叔长, 你对付火拳艾斯, 小萨蒂和萨鲁黛斯对付海峡慎平, 那他怎么办呢, 他, 麦哲伦眉头一皱, 顺着多米诺的手指望去, 只见麦恩的脸上已经挂满了微笑, 是啊, 署长大人, 麦恩用手指着自己道, 我怎么办呢, 鼓动, 麦哲伦喉结一动, 艰难的咽下一口唾沫, 火拳艾斯和海峡慎平越狱的消息一传来, 打得麦哲伦都有些措手不及, 一时间竟然把麦恩忘了, 但正因为此, 想起来的这一刻, 诚如麦哲伦, 脑门上也不免渗出了冷汗, 是啊, 麦恩, 尼格怎么办呢, 一个火拳艾斯救了不得了, 加上一个海峡慎平已经是要了命了, 现在再来一个麦恩, 尼格, 没人了呀, 这一刻, 麦哲伦一阵头疼, 倒不是担心麦恩的实力, 说实话, 以麦哲伦的为人, 他根本不怕他的对手有几个, 火拳艾斯也好, 海峡慎平也罢, 饶使麦恩跟着两人联手, 与他麦哲伦来个三对一, 麦哲伦依然不会畏惧, 援助中, 面对草帽小子王露飞领先的越狱团伙, 麦哲伦依然孤身一人追了上去, 可关键是, 麦哲伦不怕战斗, 就怕囚犯越狱成功, 而在援助中, 草帽小子王露飞领先的越狱团伙, 虽然强者如云, 但他们是从第六层无限地狱开始往上逃的, 艾斯和慎平马上也要到海上一楼, 而只要突破海上一楼, 就能彻底逃脱推进城, 虽然推进城外只有大海, 艾斯是稍稍果实能力者, 没有办法, 可慎平却是愚人足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 艾斯和慎平的越狱组合当真是绝佳, 也因此, 当听到艾斯和慎平越狱的消息, 麦哲伦的心中才会懊悔不已, 好不容易想到一个主意, 现在又发现这个主意有瑕疵, 露了一个人, 该死, 望着满面微笑的麦恩, 麦哲伦恨得一阵牙痒痒, 毕竟麦恩的实力刚才他也看在了眼里, 绝不是等闲之辈, 纵然不是他麦哲伦的对手, 也不是能轻易打败的存在, 这一刻, 麦哲伦遇到了自从他当上推进城署长以来最大的危机, 署长, 要不然我们把看守长叫出来吧, 萨鲁德斯小心翼翼地提醒道, 这个, 麦哲伦眼角微抖, 表情有些犹豫, 也就在这时, 麦恩的声音淡淡响起, 署长大人, 我们做个交易吧, 第126章, 交易, 麦哲伦缓缓抬起头, 萨鲁德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也疑惑地看着麦恩, 真是可笑, 死死地盯着麦恩, 麦哲伦的眼神无比冷漠, 区区一个囚犯竟敢谈交易, 麦恩, 尼哥, 你未免高, 看自己了, 是吗, 麦恩耸了耸肩膀, 满面微笑不减, 署长大人可要想清楚哦, 你不跟我做交易, 有人可求之不得呀, 比如, 越狱的那两位, 哗啦啦一声响, 麦恩话音刚落, 麦哲伦的身体, 就渗出了大量的紫色毒液, 戴着手套的大手, 也缓缓握紧成拳, 你是在威胁我吗, 我只是在劝署长大人, 认清现实, 麦恩贪了贪手, 双眼异常明亮, 毕竟这次谈判, 麦哲伦可没有嚣张的资本, 火拳艾斯, 海霞慎平, 再加上我, 麦恩一边掰着手指头一边道, 署长大人, 真的能一个人应付吗, 不错, 您是很强, 我和那两位, 就算联手, 也打不过您, 但要说, 只是挡住您一段时间的话, 麦恩不才, 自问还可以做到, 那你就试试看, 麦哲伦咬牙切齿道, 身上的紫色毒液, 这会儿已有发红的迹象, 哎, 好吧, 麦恩悠悠一叹, 洋装一副可惜的样子道, 既然署长大人这么不尽人情, 那我也就不留守了, 说到这, 麦恩眸光一转, 死死地盯着麦哲伦身旁的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 嘴角泛起一丝冷笑道, 你们谁先死, 咕咚, 感受着麦恩冰冷的眼神, 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 全都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 满头的冷汗, 哗哗直落, 毕竟三人都明白, 麦恩的确是拥有秒杀他们的实力, 麦哲伦实力很强, 可他这三个部下, 却未免有些不够看, 真要是打起来, 麦恩, 尼格发誓, 他中毒的那一刻, 绝对会先让面前这一个两头身, 两个壁驰为他殉葬, 你个混蛋, 果不其然, 看到这, 麦哲伦有点犹豫了, 叔叔长, 要不然, 我们先听一下他的条件, 萨鲁黛斯拉着麦哲伦的衣袖道, 是啊, 叔长, 对对对, 小萨蒂和多米怒气气一点头, 这, 麦哲伦恨恨一咬牙, 以他的为人和身份, 自是很厌恶跟身为囚犯的麦恩做交易, 可关键是, 这一次谈判, 麦哲伦的确是没有嚣张的资本, 毕竟就算麦哲伦火力全开, 也不可能在一瞬间秒杀麦恩, 艾斯和盛平, 黑胡子那一伙人的愚蠢, 不可能重现在此地, 怎么样署长大人, 麦恩的嘴角已经掀起了一抹得意的微笑, 时间紧急, 明倒是快点啊, 听到麦恩还敢催促他, 麦哲伦本就阴沉的一张老脸, 立马黑得跟锅底一般, 但望了一眼身旁的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 麦哲伦最终还是从牙缝里, 缓缓挤出一个字, 说, 看守长, 麦恩直截了当道, 我要当推进城的看守长, 你你疯了吗? 麦哲伦瞳孔一缩, 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也一脸震惊地看着麦恩, 尽管他们都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毕竟麦恩在这个接骨眼上提出交易, 傻子也能猜出来, 这家伙肯定是要狮子大开口, 但连同麦哲伦在内, 所有人都没想到, 麦恩的胃口居然这么大, 一时间, 麦哲伦等人还以为是他们的耳朵出了毛病, 我很清醒, 麦哲伦等人的震惊早在他的预料当中, 并不奇怪, 怎么样? 我的条件还算可以接受吧? 你休想, 麦哲伦毫不犹豫地摇头道, 推进城的看守长, 岂是你这个囚犯可以当的? 话可不能这么说, 麦恩淡淡道,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们推进城上一任看守长, 似乎因为滥杀犯人被关进了无限地狱, 既然看守长都能当推进城的囚犯, 囚犯为什么不能当看守长呢? 强词夺脸, 麦哲伦面无表情道, 麦恩, 尼格, 你杀害天龙人在前, 妄想越狱在后, 灵求鲜花, 罪大恶极, 判你终生监禁都是轻的, 怎么可能让你当推进城的看守长? 诺,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上了, 麦恩眼睛一亮, 既然是终生监禁, 什么身份重要吗? 在推进城里面关一辈子, 和在推进城里面当一辈子的看守长, 没有区别啊? 咦? 麦恩的一番分析, 麦哲伦还没发话, 一旁的萨鲁代斯倒是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言之有理, 萨鲁代斯, 麦哲伦一脸恨铁不成钢道, 你怎么可以轻信一个囚犯的话? 你就不想想, 这家伙要是成为了推进城的看守长, 被上面人知道了我怎么交代? 零? 有什么不好交代的? 麦恩大手一百道, 推进城本就防守严密, 除了运送犯人, 根本就不会有人到这里来, 通讯手段也极为单一, 就算我成为了推进城的看守长, 只要署长大人自己不往上报, 又有谁能将这件事说出去呢? 说到这, 麦恩低头望着萨鲁代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 眸光骤然冷却, 难道不是吗? 诸位? 对对对, 三人齐齐一点头, 怎么样署长大人? 麦恩转头看向麦哲伦, 这可是比稳赚不赔的买卖, 比起我这个小小的看守长, 火拳艾斯要是逃出去了, 你们推进城上上下下, 谁能拖得了干系? 二十年前的金狮子事件, 您真的想要重现吗? 麦恩语气平平, 但他说的每句话每个字, 都像一根根针直击麦哲伦的痛处, 都说了, 这一场谈判, 麦哲伦从一开始就没有嚣张的资本, 除了接受麦恩的条件, 他别无他法, 就这样吧, 短暂的沉默之中, 麦哲伦略显沙哑的嗓音淡淡响起, 语气中充满了无奈, 聪明的选择, 署长大人, 哦不, 应该是麦哲伦署长, 麦恩缓缓抬起手, 冲着麦哲伦进了一个不怎么标准的海军礼仪, 第127章, 呼, 看到交易达成, 萨鲁代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麦哲伦的脸色, 依旧阴沉, 浑身上下布满的紫色毒液, 也依旧咕噜咕噜地往外冒, 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 可想而知, 麦哲伦心中的愤怒, 麦恩对此也不在意, 仍然是一脸的微笑, 毕竟, 目的总算达成了, 当然, 麦恩的目标并不是成为推进城的看守长, 这只是麦恩大计划中的第一步, 自从在尼可罗宾的嘴里面, 得知吸收果实的秘密以后, 麦恩就一直朝思暮想着黑胡子的暗暗果实, 怎奈好不容易到了推进城, 多米诺这个必持的无脑行为, 却打乱了麦恩的计划, 好在艾斯和盛平此刻越狱, 让麦恩看到了一个天大的机会, 推进城的看守长虽然不咋地, 但这个, 职位拥有着自由的权利, 能在推进城里随便行走, 这才是麦恩之所以要跟麦哲伦交易的关键所在, 虽然目前仍然为时上走, 但不得不说, 麦恩距离黑胡子的暗暗果实, 的确是更近了一步, 可就在这时, 只听轰的一声响, 一股热浪突然从下方传来, 一时间, 整个海上一楼的地板都被带着一阵滚烫, 咔咔咔一阵碎裂声飞快响起, 地板上开始浮现出无数道裂纹, 也就在这时, 呼的一声响, 一道火柱猛然冲破地板, 空气中的温度陡然上升, 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看到这, 脸色瞬间苍白不已, 你们退下, 麦哲伦上前一步, 为暗的背影挡住三人, 然后偏过头望着麦恩道, 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做, 放心吧, 麦哲伦书长, 麦恩微笑点头道, 好歹是新冠上任, 不会让你失望的, 新冠上任, 熟悉的嗓音淡淡响起, 语气中充满了不解, 伴随着这句话, 冲天的火柱中陡然出现两道人影, 一道身形略显瘦弱, 一道身形很是肥瘦, 来者不是别人, 也不可能有别人, 正是火拳艾斯和海霞慎平, 两人从推进城的衣物室开始越狱, 一路横扫直下, 不到半个时辰就打到了海上一楼, 虽然心中早有准备, 海上一楼这里注定要有一场恶战, 但艾斯和慎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海上一楼的对手不仅有推进城署长麦哲伦, 还有推进城新任看守长麦恩, 尼格, 说实话, 当看在麦恩出现在海上一楼, 并且就站在麦哲伦身边时, 艾斯和慎平全都愣了, 气氛也因此短暂地沉默了起来, 虽然不是好久, 但又见面了呢, 艾斯, 麦恩微微一笑, 率先开口打破沉默, 麦恩先生, 你怎么会在这里, 慎平开口问道, 略显凶恶的大脸不解至极, 意外而已, 麦恩耸了耸肩膀, 然后话锋一转, 面无表情地看着艾斯和慎平道, 你们呢, 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麦恩, 跟我们一起走吧, 艾斯突然这样说道, 说话间还对麦恩伸出了手, 你已经不是海军了, 抱歉啊,艾斯, 麦恩贪了贪手, 语气中夹杂着些许无奈道, 虽然我已经不是海军, 但我现在又成为推进城的看守长了, 看守长, 慎平瞳孔一缩, 原来新官上任说的是这个, 艾斯眼神一暗, 伸出的手缓缓放下, 喂, 你们聊够了没有, 麦哲伦冷冷道, 一直插不上话, 有点伤自尊, 毕竟是推进城的署长, 艾斯, 慎平和麦恩三人聊得火热, 让麦哲伦, 有种自己被无视的感觉, 差不多了, 麦恩点了点头, 望着面前的艾斯, 眼神逐渐变得冷漠, 说实话, 如果早知道, 会有这么一天, 在玛丽乔亚杀死查尔罗斯圣之后, 麦恩说什么也不会让人, 把他跟艾斯关在一起, 虽然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但麦恩和艾斯之间, 已算是朋友, 以这样的关系来战斗, 实在是有些尴尬, 同样, 艾斯这会儿, 也有些不好受, 望着面前的麦恩, 艾斯很想问问, 这是为什么, 明明都不是海军了, 明明都被判终生监禁了, 为什么还要来阻止他, 可这一刻, 麦恩冷漠的眼神, 已经说明了一切灵, 战斗已经势在必行, 谁都躲不掉, 艾斯想离开推进城, 麦恩则想留在这里, 道不同不相为谋, 纵然关系再好又怎样, 艾斯, 想要去找你老爹的话, 打败我吧, 麦恩一字一顿道, 我不会留守的, 麦恩, 艾斯面无表情道, 如此最好, 麦恩嘴角微翘, 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艾斯, 全神贯注, 不敢有丝毫松险, 说起来, 这还是麦恩自从来到海贼王的世界以后, 第一次跟自然系恶魔果实能力者战斗, 悲催的是, 麦恩这会儿还不会霸气, 输掉的可能性极大, 毕竟艾斯的身体可以元素化, 麦恩不会霸气就打不到他, 也因此, 一旁的麦哲伦看到这, 立马冲着麦恩道, 喂, 你来对付海峡圣平, 火拳艾斯交给我, 说完, 麦哲伦就想冲向艾斯, 可就在这时, 一道肥瘦的身影却拦在麦哲伦面前, 正是圣平, 有老夫在这里, 你休想过去, 圣平冷冷地看着麦哲伦道, 毒河豚, 看到海峡圣平, 麦哲伦立马张口吐出两团毒液, 扑扑两声响, 两团毒液化为河豚的模样朝着圣平飞快冲去, 是要一举拿下, 可圣平虽然身材肥瘦, 但动作和速度却一点不慢, 反应也十分灵敏, 纵身一跃之下, 立马就躲开了麦哲伦的突然攻击, 也就在这时, 圣平两只粗壮的手臂飞快变黑, 唐草瓦正拳, 圣平一拳轰出, 武装色霸气和愚人空手道的力量相互叠加, 只听得嗖的一声响, 一股极大的冲击波朝着麦哲伦轰去, 该死, 麦哲伦眼角微抖, 倒不是害怕圣平的唐草瓦正拳, 而是经过这初次交手, 麦哲伦已经明白, 圣平的实力十分强大, 纵然不是他的对手, 也不是他能瞬间秒杀的存在, 可关键是, 圣平一旦拖住了麦哲伦, 麦恩那边怎么办呢? 面对白胡子二番队队长, 稍稍果实能力折火拳艾斯, 麦恩, 你格能是对手吗? 第128章, 面对麦恩的突然出现, 艾斯和圣平虽然措手不及, 但还是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海上一楼一共就两个对手, 推进城署长麦哲伦, 好朋友麦恩, 身为超人系恶魔果实独独果实能力者, 麦哲伦的强大无庸置疑, 绝对的大将战力, 圣平和艾斯就算加在一起也打不过麦哲伦, 可如果两个人合力, 还是能杀出一条血路的, 但麦恩的突然参战打乱了艾斯和圣平的本来计划, 本以为的一对二陡然变成了二对二, 艾斯和圣平的局面一下子变得不利起来, 可也不是没有机会, 只要艾斯能快速打败麦恩, 还是能跟圣平联手的, 而麦恩的实力虽然不俗, 可在自然系恶魔果实能力者的面前, 不会武装色霸气着实是一大难题, 麦哲伦之所以想要跟麦恩换对手, 也是这个原因, 虽然圣平不会让麦哲伦如零酒意, 艾斯先生, 望着面前的麦哲伦, 圣平的额头上都渗出了冷汗, 机会是相同的, 艾斯可以快速打败麦恩, 麦哲伦也有可能秒杀圣平, 这两方不管哪一方提前结束战斗, 战局基本上就决定了, 圣平深知这一点, 只能狠下心冲着艾斯道, 事已至此, 你只能尽快打败麦恩先生, 麦哲伦这边老夫挡不了多久, 不能留守了, 嗯, 艾斯缓缓一点头, 望着麦恩的眼神逐渐冷烈, 看到这, 麦恩还没怎样, 麦哲伦反倒担心起来, 扭头冲着麦恩道, 喂, 你行吗, 麦哲伦署长,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麦恩头也不回道, 什么话, 麦哲伦眉头一皱, 男人不可以说自己不行, 麦恩一字一顿道, 嗯, 什么意思, 麦哲伦眉头皱得更紧了, 圣平和艾斯听到这也愣了, 萨鲁黛斯一脸猛逼, 小萨蒂和多米诺却是脸色一红, 两臂齿果然是两臂齿, 可惜麦恩没有看见, 因为趁着艾斯愣神之际, 麦恩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T, 双脚一瞬间踩地数百下, 麦恩整个人立马化为一道残影, 朝着艾斯冲去, 扬言, 艾斯瞳孔一缩, 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只听呼的一声响, 艾斯的四肢立马化为一团火焰, 连成一片挡在自己周身, 只觉得一股热浪扑面袭来, 麦恩立马停下及时的脚步, 望着眼前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 麦恩的眼中, T, 双脚再次连踩数百下, 麦恩的速度比之前更快, 化为一道残影在艾斯周身绕来绕去, 却并不急于展开攻击, 似乎在找寻艾斯的弱点, 由于麦恩的速度十分之快, 即便是艾斯, 也只能看到一道残影在自己的周身飞快掠过, 脸色瞬间一片阴沉, 炎上刚, 话音刚落, 艾斯就大手一挥, 四肢化为的一团团火焰立马暴涨, 形成一道火圈将自己包裹在其中, 达成最佳的防御, 虽然是烧烧果实能力者, 身体可以火焰化, 但这一刻, 艾斯还是给予了麦恩极大的尊重和谨慎, 毕竟先前在军舰上, 麦恩可是打败了海峡慎平, 虽然那时候艾斯还在睡觉, 但慎平被捕以后, 已经将所有事情全部告知了艾斯, 当然也包括他跟麦恩的战斗经过, 而当知道麦恩打败了慎平以后, 艾斯才发觉自己低估了这个跟陆飞差不多年纪的少年, 慎平的实力还是有目共睹的, 饶恕艾斯本人, 也不敢说自己就一定能打败慎平, 不然的话, 慎平也不可能成为王下七五海之一, 但即便如此, 麦恩仍然打败了慎平, 还是在一招之下, 可想而知麦恩的实力强大到了何种地步, 而这也正是艾斯之所以要跟麦恩战斗的理由, 毕竟事实已经证明, 慎平不是麦恩的对手, 艾斯不挺身而出, 他们两个人永远别想逃离推进城, 十字火, 用岩上钢形成火圈给予自己极大的防御以后, 艾斯双手不停, 立马对麦恩展开了攻击, 呼的一声响, 一道大大的十字火焰朝着麦恩射去, 可在麦恩极快的速度之下, 艾斯的十字火焰瞅着就要烧到麦恩, 却又被麦恩完全躲避, 火冲, 一招不成, 艾斯并不气馁, 双手立马摆出一副手枪的样子, 只听得一连串的砰砰响, 艾斯的双手一阵抖动, 一发接一发火弹朝着麦恩飞速射去, 招式的名字虽然叫火冲, 但这会儿也有机关枪的架势, 而在密密麻麻的攻击之下, 麦恩的速度即便再快也不能完全躲避, 望着不断袭来的火弹, 麦恩陡然停下身子, 双手也摆出一副手枪的样子, 有模有样地学着艾斯展开攻击, 飞指枪把, 砰砰砰砰的响声飞快响起, 麦恩的双手立马射出无数发空气弹, 而当艾斯的火弹与麦恩的空气弹接触的那一刻, 只听得一连串的爆炸声, 轰轰轰轰轰轰, 火星四溅, 一阵风浪卷起, 整个海上一楼都一阵震动, 地板上的裂纹瞬间加深, 麦恩站在原地都感觉有点摇摇欲坠, 也就在这时, 麦恩的眼睛陡然一亮, 神火, 不知火, 眼瞅着对射打成了平手, 急于打败麦恩的艾斯立马展开了新的攻击, 双手狠狠向前一挥, 两道火柱立马朝着麦恩袭来, 蓝角, 抬鸟, 感受到两股滚烫的热浪飞快逼近, 麦恩当即抬脚一滑, 只听得刷的一声响, 一道银色光波立马凭空浮现, 也就在这时, 伴随着揪的一声鸣叫, 银色光波陡然化为了一只大鸟, 挥舞着巨大的银色翅膀, 朝着面前的两道火柱急驰而出, 轰的一声响, 艾斯的神火, 不知火和麦恩的蓝角, 铠鸟展开了碰撞, 战斗也从这一刻开始, 真正进入了白热化, 第129章, 光当一声巨响, 一块巨石从上方掉落, 不偏不倚, 正好砸在麦恩和艾斯的中间, 将两个人完全隔开, 绝招碰撞之下, 推进城的海上一楼再次遭受了重击, 列文密布, 碎尸滚滚, 墙壁倒塌, 房顶塌陷, 吃瓜群众, 萨鲁代斯, 艾斯,小萨蒂,多米诺, 这会儿已经吓呆了, 盛平的脸色, 完全阴沉, 麦哲伦的双眼, 却猛然一亮, 战斗至今为止, 麦恩和艾斯, 算是打成了平手, 双方不管是谁, 都没能占得了对方的一丁点便宜, 战局完全是五五开, 而这已经出乎了麦哲伦的预料, 就跟所有第一次见到麦恩的人一样, 麦哲伦亦是如此,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再厉害, 又能厉害到哪里去, 就算杀了天龙人, 也只能说是, 出生牛独不怕虎, 但这一刻, 麦哲伦终于明白了, 本来他还纳闷不已, 赤犬和黄园身为海军本部大将, 为何会对麦恩青睐有加, 毕竟在大海贼时代, 没有实力的人, 就算其他方面再优秀, 也是废物一个, 赤犬和黄园也是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 才能成为海军本部大将, 麦哲伦也同样是依靠着他的实力, 才能成为推进城的署长, 也因此, 麦哲伦一直对麦恩看不顺眼, 但现在不一样了, 虽然有点臭屁, 可论实力, 麦恩, 尼格的确有资格成为推进城的看守长, 一旁的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亦是如此, 尽管在此之前, 他们跟麦恩闹得很不愉快, 但麦恩在这一刻展现出的实力, 已然征服了他们, 尤其是小萨蒂, 这会儿望着麦恩的眼神, 都有点异样, 该死, 圣平恨恨一咬牙, 脑门的冷汗哗哗直落, 虽然早就知道麦恩实力强大, 可圣平还是在心底里抱着一丝侥幸, 毕竟麦恩不会武装色霸气, 不可能攻击到艾斯, 但此刻, 伴随着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实, 圣平心底里的侥幸已经被掐灭了, 没错, 麦恩是不会武装色霸气, 可他的速度很快, 力量也极强, 就算攻击不到艾斯, 艾斯也打败不了麦恩, 哪怕一直位于防守, 麦恩依然能阻挡艾斯, 要是没有这点底气和资本, 麦恩也不可能跟麦哲伦谈交易, 砰的一声响, 麦恩屈指一弹, 一发空气弹飞速射在面前的巨石上, 只听咔咔咔一阵响, 裂纹陡然密布, 哗啦一声就碎裂开来, 麦恩也对看到被巨石挡住的艾斯, 呼呼呼, 艾斯这会儿显然有点累, 胸膛一阵起伏之下, 喘息声大作, 而这也无可厚非, 关在监狱里那么久, 艾斯不吃不喝, 整个人早已饥渴难耐, 更何况在巴拿罗岛跟黑胡子战斗之后, 艾斯浑身上下受的伤并没有得到医治, 一直存在, 援助中, 艾斯之所以在顶上战争被赤拳打得那么惨, 想必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此刻跟麦恩一番激烈的战斗之下, 体力自视瞬间告急, 但看到这, 麦恩的眼中却没有丝毫的怜悯, 反而冲着艾斯道, 如果只有这点本事, 艾斯你还是投降吧, 看在我们当过育友的份上, 再推进成这段时间, 我会让你的日子过得好一些, 呵呵, 果然, 艾斯大口地喘着气, 嘴角却掀起了一抹微笑, 果然什么, 麦恩眸光一闪, 你果然很强, 艾斯缓缓抬起头, 望着麦恩的眼中满是赞许, 我可以把这句话, 理解成你要投降的意思吗, 麦恩耸了耸肩膀, 哈哈, 艾斯微笑更甚, 但这一刻, 他望着麦恩的眼中, 却泛起了一丝水雾, 谢了, 麦恩, 嗯, 麦恩眉头一皱, 不明白, 艾斯为什么要感谢自己, 也就在这时, 只听呼的一声响, 艾斯的左手, 陡然燃烧成一团火焰, 而就在这团火焰出现的那一刻, 本就温度极高的海上一楼, 立马又上升了十几度, 似乎这一刻, 麦恩等人身处的不是推进城的海上一楼, 而是四层灼热地狱, 更恐怖的是, 艾斯左手出现的那团火焰, 此刻正在逐渐变大, 呼呼的燃烧声不断传来, 伴随着火焰的变大逐渐响彻在各个角落, 海上一楼的温度也不断攀升, 这会儿地板都冒出滋滋的热气, 看到这, 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早已下呆, 慎平也是满头冷汗, 哗哗直落, 麦哲伦直接冲着麦恩一声怒吼, 混蛋, 快趁现在阻止他, 不, 麦恩果断地一摇头, 语气中透露着一股坚决, 麦哲伦署长,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不要参与进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麦哲伦气得直跳脚道, 你要眼睁睁地看着火拳艾斯, 把推进城变成火海吗, 相信我就好, 麦恩头也不回道, 我不会让那样的事情发生的, 你, 麦哲伦气得双手直颤, 刚想开骂, 整个人就愣在了原地, 因为就在这时, 艾斯已经完成了他的最强绝招, 大炎剑, 炎帝, 左手化为的那团火焰, 此刻已经变成了一团巨大的火球, 考得虚空都一阵扭曲, 艾斯单手拖着这颗火球, 前照好, 再度冲着麦恩道, 谢了, 麦恩, 为什么感谢我, 麦恩面无表情地看着艾斯道, 还记得吗, 在监狱里, 我问你的问题, 如果你现在死去, 你会觉得自己的出生是正确的吗, 艾斯一字一顿道, 当然记得, 麦恩毫不犹豫的一点头, 旋即眼睛一亮, 望着面前的艾斯, 嘴角不由自主地掀起一抹微笑道, 你找到了, 是的, 艾斯毫不犹豫的一点头, 双眼弥漫的水雾已经化为眼泪流下, 很久以来, 我都不知道自己的答案, 直到刚才终于明白, 说到这, 艾斯已经是泪流满面, 但嘴角的微笑却到达了几点龙, 麦恩我呀, 从没有比现在这一刻, 想回家呀, 第130章, 麦恩呆呆地望着艾斯,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毕竟艾斯的这两句话, 听上去, 着实有点悲伤, 表面上只是一个越狱犯的自白, 实际上, 却是海贼王一父子的醒悟, 麦哲伦等人和圣平听不懂是正常的, 热大的海上一楼, 只有身为穿越者的麦恩才知道, 这两句话意味着什么, 虽然比原著的时间稍稍有些提前, 但这一刻, 艾斯终于明白了生命的重要性, 出生是否正确, 其实从一开始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 出生以后, 人生是否过得完美无缺, 显然, 艾斯找到了这个答案, 纵然面前的他依然伤痕累累, 但双目却异常地明亮, 看到这, 麦恩的嘴角也忍不住掀起一抹微笑, 浑身的热血也沸腾起来, 那种足以令人疯狂的战斗滋味又一次出现在麦恩身上, 这一刻, 麦恩终于可以毫无保留地进行战斗, 看着艾斯以及他手上拖着的巨大火球, 麦恩双手成爪, 缓缓合拢, 然后用力向后拉去, 摆出一个跟龟派气功差不多的姿势, 体内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向双手灌注而去, 并疯狂压缩着, 没办法, 面对艾斯的大炎剑, 炎帝, 麦恩只能使出他的最大招式, 六是奥义, 六王枪, 艾斯先生, 麦恩先生这招很强, 你要小心, 盛平的声音飞快响起, 毕竟这一招的厉害他亲身体会儿过, 语气中充满了凝重, 一旁的麦哲伦本来想阻止艾斯, 尽管麦恩已经说过不让他插手, 但身为推进城的署长, 麦哲伦自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艾斯将推进城变成火海, 可此刻看到这样的麦恩, 又听到盛平的话, 眸光一闪之下, 麦哲伦还是放弃了攻击艾斯的行为, 闪身挡在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面前, 生怕三人待会儿被麦恩和艾斯的绝招碰撞波及道, 放心吧, 盛平, 艾斯微微一笑, 望着麦恩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 我不会说的, 那可不一定, 麦恩低着头, 一边积蓄着力量一边道, 虽然知道, 你很想回家, 但我也有必须要做的事情, 抱歉啊, 艾斯, 哈哈, 艾斯嘴角微笑更甚, 手上拖着的巨大火球, 似乎在这一刻燃烧得更加剧烈, 都带起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 不管待会儿结果如何, 千万别死啊麦恩, 你也是, 麦恩缓缓抬起头, 望着艾斯的眼神中, 不带有丝毫感情, 也就在这一刻, 艾斯的左手用力一挥, 牙齿咬得咯咯响, 眼球瞬间不满血丝, 饶是稍稍果实能力者, 大炎剑, 炎帝也不是能轻松发挥出来的招式, 艾斯的体力本就到达了极限, 这会儿更是在压榨着体内最后一丝力气, 将手上的巨大火球狠狠朝着麦恩砸去, 大炎剑, 炎帝, 呼的一声响, 巨大的火球朝着麦恩飞快袭来, 袭来的过程中, 一股炙热的高温逐渐逼近, 地板滋滋作响之下, 已有融化的意思, 可看到这脸, 麦恩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慌乱, 一双眼睛冰冷无比, 仿佛这一刻在他的面前不是一颗巨大的火球, 整个人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该死, 你在干什么, 看到麦恩无动于衷, 麦哲伦的脸色瞬间苍白, 毕竟艾斯的这一招, 任谁都能看出有多么的可怕, 麦恩要是挡不住这一招, 整个推进城化为火海只是轻的, 可怕的是, 推进城的所有狱卒和囚犯要是被烧死了一大半, 那这个责任可就大了, 无论是谁也担不起, 麦哲伦把宝压在了麦恩身上, 这会儿看到麦恩竟然无动于衷, 自视气氛异常, 一旁的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 此刻已然是满脸的绝望, 圣平也是满头冷汗, 哗哗直落, 好家伙, 这么大的火球砸下来, 谁能有个好, 更别说圣平还是愚人, 就这么会儿功夫, 圣平肥瘦的身材都有点瘦了, 也就在这时, 麦恩终于到了, 但令所有人都不敢置信的是, 面对艾斯的大炎剑, 炎帝, 麦恩并没有直接使出六十奥义, 六王枪进行抵挡, 而是双脚用力一灯滚烫的地板, 整个人向空中跃去, 这事, 看到这, 所有人都愣了, 连同麦哲伦和艾斯在内, 每个人都不明白, 麦恩在干什么, 直到麦恩的身影从空中跃下, 双脚狠狠一踩地板, 所有人才幡然醒悟, 虽然幡然醒悟的一瞬间, 每个人的面色都很是苍白, 毕竟推进城的海上一楼, 早就不堪重负, 在接连的战斗之下, 不管是墙壁, 还是地板, 都布满了裂纹, 此刻经过麦恩, 这狠狠一踹, 灯石就如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 推进城偌大的海上一楼开始彻底坍塌, 麦恩和艾斯等人, 也自是跟着向下坠去, 当然, 也包括那个巨大的火球, 那个畜生, 向推进城的地下一层坠去的过程中, 麦哲伦恨不得把麦恩撕成碎片, 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更是满面死灰, 慎平眼中的瞳孔也是缩成了针尖状, 至于地下一层的人们, 不管是狱卒也好, 囚犯也罢, 望着上方那颗巨大的火球, 全都抱头鼠窜, 一时间惨叫连连, 人生顶沸, 艾斯却是哈哈一笑, 虽然他并不知道麦恩为什么要这么做, 毕竟他的大阎界, 阎帝真要是落在了地下一层, 请客间, 整个红莲地狱都会化为一片火海, 所有人也都将变成一团交谈, 当然, 除了艾斯自己, 麦恩, 光是弄他海上一楼, 你可打不败我, 向下坠去的过程中, 艾斯这样说道, 也就在这时, 麦恩的嘴角掀起了一抹狡猾的微笑, 不好意思啊艾斯, 我从来没想过, 要亲手打败你, 说到这, 麦恩的双手奋力朝前一推, 六是傲义, 六王枪, 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 一股极其强大的冲击波, 瞬间朝着前方轰去, 目标却不是艾斯, 更不是慎平, 而是推进城的墙壁, 轰的一声巨响, 麦恩的六是傲义, 六王枪狠狠地轰在推进城的墙壁上, 只听得咔咔咔一阵响, 推进城的墙壁瞬间军裂, 然后轰然倒塌, 这一刻, 麦恩用六是傲义, 六王枪, 直接在推进城的墙壁上, 开了一个大洞, 也就在这一刻, 艾斯眼中的瞳孔, 骤然缩成了针尖状, 慎平面色一白, 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却是眼睛一亮, 本来气得咬牙切齿的麦哲伦, 也大嘴一脸, 地下一层的狱卒和囚犯, 更是一阵欢天喜意, 因为这一刻, 大量的海水, 正从麦恩用六是傲义, 六王枪轰开的那个大洞中, 源源不断地流出, 第131章, 哗啦啦一阵响, 苦闲的海水倒挂入, 只瞬间就将整个红莲地狱淹没, 可甭管是狱卒还是囚犯, 都并不为此感到恐怖, 原因无他, 他们都不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因此, 水性极好, 相较之下, 艾斯的大岩界, 岩帝更让他们感到恐惧, 刺啦啦一阵响, 巨大的火球掉落在红莲地狱, 水火相容之下, 一股股蒸气不断冒出, 虽然大火球的温度极高, 一瞬间就能将不少海水蒸发, 可由于海水的不断倒灌, 巨大的火球还是被飞快熄灭, 这之中, 艾斯由于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已经被红莲地狱的海水彻底淹没, 好在海峡甚平身为渔人, 水性极好, 很快就将艾斯从海水中捞出, 而同为恶魔果实能力者的麦恩, 由于会海军六十之一的跃步, 脚踏空气之下自视无鱼, 也因此, 当最后一个恶魔果实能力者麦哲伦即将掉进海水里时, 麦恩立马伸手捞了他一把, 毕竟麦恩还要靠麦哲伦团面黑胡子一伙, 这个结果眼上自是不能让这家伙淹死, 此刻, 麦恩脚踏跃跃步, 拦腰搂着麦哲伦, 望着下方抱着艾斯的圣平, 一字一顿道, 还打吗? 唉, 圣平眼神一暗, 叹息声中充满了无奈, 艾斯被海水淹的昏迷, 只剩下他一个人, 又岂能是麦恩和麦哲伦的对手? 纵然此刻身处海中, 海峡圣平可以发挥最大的力量, 也不足以弥补跟麦恩和麦哲伦两人间的差距, 一切正如战斗开始的那一刻所说, 麦恩与艾斯的战斗关乎着一切, 两个人里面, 谁先败? 战局便已经注定, 何况艾斯这会儿生死未知, 急需要人救治, 圣平再顽抗下去, 结果只会变得更糟, 你赢了麦恩先生, 圣平无奈地摇了摇头, 麦恩不发一言, 只是转头看着麦哲伦, 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 麦哲伦开口道, 再, 扶在海面上的三人点头道, 重新逮捕海峡圣平和火拳艾斯, 派人整修海上一楼和红莲地狱, 再找人尽快把那个大洞给补上, 麦哲伦发号施令道, 是, 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七七一点头, 麦哲伦署长, 我呢, 麦恩扭头看着麦哲伦道, 你暂时没事, 麦哲伦摆了摆手, 我不是在说这个, 麦恩一手搂着麦哲伦, 一手伸出来道, 我的解毒剂呢, 我现在又没放毒, 麦哲伦耸了耸肩膀, 喂, 原先你可是答应了波鲁萨利诺大将, 和萨卡斯基大将, 要给我解毒剂的, 麦恩开口道, 知道了, 解毒剂在我办公室, 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吧, 麦哲伦一字一顿道, 这可是你说的, 麦恩眸光一闪, 他之所以想要解毒剂, 其实也没有别的原因, 原著中, 麦哲伦秒杀黑胡子一伙以后, 与之溪流那个叛徒, 正是拿了解毒剂, 才救了黑胡子等人的命, 既如此, 麦恩如果提前把解毒剂都拿走, 到时就算与之溪流那个叛徒, 从无限地狱里出来也无妨, 没有解毒剂, 黑胡子一伙人该死, 还是要死, 当然, 对于此事麦哲伦, 自是毫不知情, 虽然他也很纳闷, 麦恩为什么一直对解毒剂念念不忘, 但无论怎么想都想不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之前麦哲伦以为麦恩要解毒剂, 是为越狱做准备, 毕竟那时的麦恩身份还是囚犯, 可现在已经是推进城看守上的麦恩, 还对解毒剂执着不已, 真是令麦哲伦百思不得其解, 可惜的是经此一意, 麦哲伦已经对麦恩有了些许信任, 灵囚鲜花, 而这并不仅仅是麦恩敢站出来, 和他一起阻止火拳艾斯和海峡慎平, 更重要的是, 麦恩的所作所为实在无懈可击, 面对艾斯的最强绝招, 大炎剑, 炎帝, 麦恩竟然出人意料地轰开推进城的墙壁, 以海水熄灭巨大火桥, 这样一来, 虽然推进城确实被淹了个水淋淋, 但伤害无疑减到了最小, 最起码, 推进城的狱卒没死一个, 火拳艾斯和海峡慎平的越狱危机也就此解决, 一举两得, 说实话, 这样的麦恩, 要真能成为推进城的看守长, 的确是一件好事, 有实力, 有智慧, 有足够冷静的头脑, 以及足够年轻的人, 这样的一位看守长, 势必会让推进城的战力和防御力上升一个档次, 反正无论怎么看, 麦恩, 尼格都要比推进城上任看守长与之息留好得多得多, 而这才是麦哲伦关心的大事, 至于解读计什么的, 随便了, 就在推进城的署长和新任看守长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之时, 海峡慎平和火拳艾斯已经被重新带上了镣铐, 押往无限地狱, 被麦恩用六十奥义, 六王枪轰开的大洞也已经被捕上, 海上一楼的整修也在开始,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但从这一刻开始, 麦恩, 尼格的名字将逐渐响彻在整座推进城, 连同犯人和狱卒在内, 所有人都将知道推进城新来的看守长不好惹, 虽然麦恩打败艾斯的方式有些投机取巧, 但事实就是事实, 面对白胡子二番队队长, 自然系恶魔果实, 烧烧果实能力者波特卡斯蒂艾斯, 麦恩, 尼格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并成功化解了这次粤语危机, 没让二十年前的金狮子事件再度重现, 一时间, 整座推进城都在谈论着这个名字, 即便是无限地狱中的犯人亦是如此一。 第132章 深海大监狱推进城 第六层无限地狱 喂, 溪流, 听说你的位子被人占了哦, 哼, 这样一来, 也算是死刑犯了, 议论声纷纷四起, 语气中满是嘲笑, 不少人的视线都聚集在一处牢房之中, 牢房甚是黑暗, 虽然无限地狱本就阴暗无比, 每个牢房都处在一片阴影当中, 但这个牢房给人的感觉却比其他牢房都诡异, 怎么看怎么不安, 给人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 最诡异的是, 黑暗的牢房中有一点火星亮起, 伴随着一阵吞云吐雾, 一道略显冰冷的嗓音淡淡响起, 我本就是死刑犯, 哼, 现在是不是很懊悔啊, 早知如此当什么推进城的看守长, 八七七, 喂, 溪流, 再过一段时间, 怕是连雪茄都不给你抽了吧, 哈哈, 嘲笑声再度传来, 那可有点不妙呢, 黑暗的牢房中再度传来声音, 听到这, 无限地狱的囚犯自视又一阵嘲笑声, 正这时, 只听咔嚓一声响, 一道厚重的铁门被缓缓打开, 艾斯和慎平迈步走路, 其后跟着两队狱卒, 哟, 这不是白胡子的二番队队长吗, 还有王下七五海之一的海霞慎平, 败家之犬呢, 听说推进城新任看守长麦恩, 尼哥年纪不过二十岁, 是不是真的啊, 议论声又一次四起, 负责押送艾斯和慎平的两队狱卒, 看到这也不予理会, 无限地狱的囚犯向来这个德行, 根本管不了, 可就在这时, 艾斯却缓缓抬起头, 一字一顿道, 不错, 哈哈, 你们听到了吗, 居然有脸承认呢, 大名鼎鼎的火拳艾斯, 竟然被一个矛头小子打败, 看来你这家伙的实力, 也不咋地啊, 哈哈, 一片嘲笑声再次响起, 艾斯却对此无动于衷, 双眼一如往常的明亮, 这一点, 就连慎平都很奇怪, 慎平本来以为艾斯被麦恩打败, 以后会不甘心, 毕竟他们的越狱只差一步, 要不是麦恩半路杀出, 以他们两个人合力, 绝对能突破麦哲伦的封锁, 逃出推进城, 更何况麦恩打败艾斯的方式, 也不算是堂堂正正, 也因此, 即便麦恩是渔人族的恩人, 慎平的心中也有一丝怨气, 可令慎平没有想到的是, 比他越狱之心更加强烈的艾斯, 被麦恩打败后, 整个人却异常淡然, 不仅不易之消沉, 反而微笑满满, 可就在这时, 一座有黑的牢房中, 却传来一道冷笑声, 呵呵看来, 时间还是能改变人啊, 白胡子那家伙, 当年可是很强的, 现在怎么招收了, 你这样一个人当他的队长, 喂, 火拳艾斯, 你老爹变弱了吧, 听到这句话, 艾斯的脸色瞬间阴沉, 毕竟以他的性格, 绝对不可能让人侮辱白胡子, 可艾斯刚想发火, 一道肥瘦的身影便挡在他身前, 正是海峡慎平, 不同的是, 望着牢房中那道剑术的身影, 慎平满头的冷汗, 哗哗直落, 侯杰更是一动, 咕咚一声, 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 艾斯先生, 这个人是疯子, 我们别理他, 说完这句话, 慎平便拉着艾斯快步向前走去, 两对狱卒也赶忙跟上, 面色也十分地紧张, 最诡异的是, 自从牢房中这道剑术的身影发出冷笑, 整个无限地狱就一片死寂, 原先那些喜欢嘲笑人的囚犯也闭口不言, 但就在这时, 一道低沉的嗓音却淡淡响起, 闭上你的嘴, 巴雷特, 白胡子那家伙不是你能侮辱的, 哦对, 差点把你忘了, 剑术的身影大嘴一脸, 也是, 一个被白胡子剁去一只手的家伙, 怎么可能任由他人侮辱呢, 毕竟白胡子要是变弱了, 岂不是变相说明你更弱呀, 克洛克达尔, 那你呢, 道格拉斯, 巴雷特, 低沉的嗓音再度响起, 语气中透着一丝野鱼, 你连我都不能打扮, 面对白胡子岂不是照样会被剁去一只手, 不, 可能是两只, 克克我当初只是不想杀你, 剑术的身影依旧冷笑不止灵, 我也是, 低沉的嗓音当仁不让, 而就在这两个人相互讥讽之时, 艾斯的眉头却愈发紧皱, 摸着下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咦, 你怎么了艾斯先生, 慎平担忧问道, 哦, 我想起来了, 艾斯眼睛一亮, 赶忙开口道, 喂, 那边那个, 你是叫克洛克达尔吗, 干嘛, 低沉的嗓音开口道, 哦, 果然是你啊, 艾斯微微一笑道, 你一定见过陆飞了, 嗯, 低沉的嗓音显得很是诧异, 你是, 陆飞是我弟弟, 艾斯毫不犹豫道, 气氛陡然一片死寂, 但就在这时, 艾斯却再度开口道, 克洛克达尔, 你被陆飞打败了是吗, 嗯, 低沉的嗓音还没答话, 剑术的身影已然大嘴一脸, 呵呵, 克洛克达尔, 这么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已经弱到了这个地步, 虽然不知道, 那个名叫陆飞的家伙是什么人, 但既然是火拳艾斯的弟弟, 一定也是个矛头小, 子吧, 怪不得帮着火拳艾斯说话, 原来你跟他一样, 都是被矛头小子打败了呀, 闭嘴, 低沉的嗓音显得有些恼羞成怒, 就是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对谁说的, 但就在这时, 艾斯的脸色却猛然一沉, 冲着剑术的身影道, 喂, 你这家伙, 陆飞和麦恩一样, 都是很强的, 强? 剑术的身影冷笑道, 哼, 我看你是被吓破胆了吧, 火拳艾斯, 那个名叫麦恩, 你哥的看手长, 在我看来根本不看一几, 那么, 终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艾斯一字一顿道, 道格拉斯, 巴雷特, 是叫这个名字吧, 克洛克达尔, 滚, 低沉的嗓音吐出一个字, 第133章, 深海大监狱推进城, 第四层灼热地狱, 鼠长士, 嘎之一声响, 麦哲伦打开柜子, 诺, 解毒剂都在这里了, 想拿多少就拿吧, 多谢鼠长大人, 麦恩微微一笑, 从怀中掏出一个袋子, 将柜子中所有的解毒剂, 全都装在一起, 麦哲伦看得眼角微斗, 好家伙, 实诚人啊, 虽然有些小心疼, 但麦哲伦也没出言阻止, 毕竟有言在先, 还有这个, 等到麦恩将柜子里的解毒剂, 扫荡一空后, 麦哲伦立马从办公室的抽屉里, 掏出一身衣服地底麦恩, 从今以后, 你就是推进城的看手长了, 这身海军礼服就别再穿了, 这个好吧, 麦恩无奈一点头, 从麦哲伦的手中, 不情不愿地接过看手长的衣服, 看得麦哲伦再次眼角微斗, 有种本末倒置的感觉, 明明零酒交易是麦恩提出来的, 前不久还死气白赖的要当看手长, 怎么这么一会儿功夫脸就变了, 不知道的人看来, 还以为是他麦哲伦求着麦恩当看手长呢, 对了麦哲伦署长, 麦恩开口问道, 这个我有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没有, 麦哲伦淡淡道, 哦, 是这样啊, 麦恩眼神一暗, 没办法, 麦恩的身上有很多秘密, 不能让太多人知晓, 尤其是空气之门, 必须要在没人的时候才能施展, 否则被人看到就只能杀人灭口了, 身为恶魔果实能力者, 弱点极其明显, 一副海楼石, 手铐就直接粘了, 在还没得到黑胡子的暗暗果实之前, 麦恩必须要隐藏自己是恶魔果实能力者的身份, 也因此, 麦恩特别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办公室, 但现在看来, 唉, 看手长这个职位当真是不咋地啊, 看到麦恩一脸的长须短叹, 麦哲伦的眼角又一次微抖, 心里的怒火更是蹭蹭往上窜, 果然, 看不顺眼的家伙, 无论怎么看都还是不顺眼啊, 你还有事吗? 麦哲伦果断下了逐客令, 不是署长, 不对劲啊, 麦恩还想努力一把, 我没有办公室, 平常我想要休息怎么办? 你可以来署长室休息, 麦哲伦耐着性子回答道, 太热了, 麦恩直接道, 那你就去住牢房, 麦哲伦咬牙道, 那里阴暗又潮湿, 凉快得很, 麦恩耸了耸肩膀, 话不投机半句多, 拉屎不擦定, 喃喃吐出几个字, 麦恩便转身走出了署长室, 大门关上的那一刻, 麦哲伦方才反应过来, 浑身上下立马布满了紫色毒液, 气得张牙舞爪, 你给我回来, 有本事你给我回来, 我弄死你心不? 咆哮声响彻整个灼热地狱, 署长大人这是怎么了? 听到麦哲伦的喊声, 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齐齐一脸猛逼, 三人刚刚处理公务回来, 刚想找麦哲伦汇报, 就遇见了办公室门口抱着一身看手长衣服, 和提着一袋子解毒计的麦恩, 不知道, 更年期吧, 麦恩摆了摆手, 更年期, 三人更猛逼了, 多米诺更是带眉轻皱, 毕竟麦恩不是第一次了, 前不久的必迟, 现在的更年期, 看守长大人总是说一些奇怪的话呢, 既如此, 我们还是待会儿找署长吧, 虽然不知道更年期是什么意思, 但萨鲁黛斯还是能隐隐感觉到这不是好词, 你们有什么事找署长? 麦恩好奇问道, 哦, 就是汇报一些工作, 萨鲁黛斯摊了摊手道, 但话音刚落, 麦恩的脸色已经完全阴沉了下来, 喂, 你们几个是不是有点不合规矩, 看到我连个招呼不打也就算了, 说话也不佳地尊称, 说到这, 麦恩上前一步, 冷笑地看着三人道, 好歹我也是推进城的看守长, 怎么着, 还没打够, 不不不, 文言见状, 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立马气气一摇头, 语气也在这一刻变得恭敬无比, 对不起看守长大人, 我们不会再有下次了, 这还差不多, 麦恩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伸手将解毒剂和衣服递过去, 萨鲁黛斯眼气手快, 立马接过解毒剂, 同时被多米诺和小萨蒂使了一个眼色, 推进成两朵金花相视一望, 接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一丝无奈, 但手上的动作却不停, 一个伸手接过麦恩递过来的衣服, 一个伸手解开麦恩现在穿的衣服, 那样子, 就跟麦恩的女仆一样, 可碍于麦恩强大的实力, 小萨蒂和多米诺还是不敢有半点怨言, 力索地帮麦恩换完衣服以后, 便站在一旁一声不吭, 谢了, 麦恩微微一笑, 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则是一脸郁闷, 走吧, 麦恩大手一挥, 嗯, 三人相视一望, 走, 对啊, 麦恩背着手, 大摇大摆道, 我才刚当上看守长, 你们总得带我熟悉熟悉推进城吧, 既如此, 我找个狱卒代名, 萨鲁黛斯话还没说完, 麦恩的脸色就再度阴沉下来, 你说什么, 鼓动, 萨鲁黛斯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 飞快白白手道, 没什么没什么, 看到这, 多米诺和小萨蒂全都向萨鲁黛斯投去, 一个同情的眼神, 但心里也着实一松, 看守长大人, 既然萨鲁黛斯带您去, 我们就走了, 小萨蒂和多米诺微微一笑道, 你说什么, 麦恩掏了掏耳朵道, 小萨蒂和多米诺脸色一僵, 但最终还是缓缓一摇头, 没什么, 哦, 那走吧, 麦恩转过身子, 背着手向前走去, 容光焕发不已, 身后的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则是一连苦逼, 毕竟这三人好歹, 也是推进城的高层, 即便是麦哲伦, 也不敢这样对待他们, 现在可倒好, 看守长大人, 心关上认三把火, 首先烧的是他们啊, 第134章, 深海大监狱推进城, 既寻常又不寻常的一天, 寻常的是日子一切照旧, 不寻常的是麦恩, 尼格, 作为推进诚心上任的看守长, 麦恩本应受到很多人的不服, 毕竟麦恩的年纪过于年轻, 何况前不久, 还是囚犯之身, 但经过火拳艾斯一战, 推进城上上下下, 所有人已经对麦恩心服口服, 在大海贼时代, 实力确实能决定一切, 不然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 也不可能默默地跟在麦恩的身后, 尽管周围不时投来疑惑的视线, 使得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的脸色通红无比, 渴望着面前的麦恩, 推进城两大狱卒, 肠外家父看守长依然不敢有丝毫怨言, 这会儿, 萨鲁黛斯三人已经带着麦恩, 把推进城溜了一个遍, 此刻正在升降机里, 详细讲解各个地域的防御部署, 期间, 麦恩不发一言, 只是摸着下巴, 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一切, 萨鲁黛斯三人却是嘴巴不停, 得不得得不得之下, 跟麦恩不厌其烦地讲述着, 讲述过程中恨不得麦恩能答一句话, 怎奈麦恩却一个字都不往外蹦, 沉默是惊, 搞得萨鲁黛斯三人都绝望了, 好在这时, 麦恩终于开了惊口, 嗯, 我决定了, 决定? 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相识遗忘, 齐齐一脸猛逼道, 决定什么? 在红莲地狱安家, 麦恩一字一顿道, 安家? 萨鲁黛斯三人更猛逼了, 是啊, 推进城不是一共六层吗? 麦恩点头道, 第二层猛兽地狱由于有太多的猛兽, 吼声不断, 嗓音太大, 果断排除, 第三层饥饿地狱, 没食物没水, 生活基本没保障, 排除, 第四层灼热地狱太热, 排除, 第五层极寒地狱太冷, 排除, 第六层无限地狱虽说是个好地方, 但在那里, 安家麦哲伦署长一定不会同意, 所以思来想去, 还是红莲地狱好一些, 麦恩耸了耸肩膀道, 没办法, 麦哲伦不让麦恩有自己的办公室, 麦恩只能自己给自己造一间, 但听到麦恩的话, 萨鲁黛斯, 小萨蒂, 多米诺三人却是一脸欲哭无泪, 好家伙, 感情他们说了这么半天, 这位是一点都没听进去, 看守长大人, 既然如此, 您为什么非要我们跟着您呢? 萨鲁黛斯弱弱地反问着, 小萨蒂和多米诺也是一脸忧怨, 哦, 我就是想看看, 我这个看守, 常有多大权力, 麦恩贪了贪手道, 叫你们过来, 你们会不会跟过来? 那如果我们要是不跟过来呢? 萨鲁黛斯三人眉毛齐齐一条, 那就不跟呗, 麦恩抱闭还胸道, 三人一脸绝望, 也就在这时, 叮的一声响, 升降机到了地下一层, 看过援助的人都知道, 推进城的地下一层并不完全是红莲地狱, 还有很多的牢房和刑讯室, 由于关押在这里的犯人大多罪行不重, 实力低微, 仅是萨鲁黛斯手下的蓝猩猩们便可以横扫, 至于恶魔果实能力者什么的, 就更别提了, 不可能会有, 也因此, 先前麦恩用六式奥义, 六王枪在这一层的墙壁上开个大洞时, 海水虽然倒灌而入, 但并没有一个囚犯淹死, 现如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